第147集 你现在把他留在树山 他以后不是天天都会在你眼前出现吗 难道那样就不心烦了 以前他是听命于天乐帮 为自己的帮派才那么做的 如今 宁如雪想起画一的遭遇 也是万分的同情 何况 这种普天之下都不得容身之处的感觉 师兄也应该有过的吧 他与叶文都是自小被遗弃在树山山脚下 被师父捡回去抚养长大的气影 长大懂事后都会有一段时间 去想想自己为何会被遗弃 为什么父母不要自己 自己是多亏了师父和师兄在旁照应 这才跨过了那道看 再想起叶文当初只有师父能照顾 估计要跨过这个坎要比自己难多了吧 叶文抓了抓自己的脸 尴尬的笑了笑 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开玩笑 我一睁眼就到这了 怎么知道以前那个死鬼如何度过那段日子啊 至于自己以前在那个世界的遭遇 虽然不怎么幸福 但也不至于会有被抛弃的感觉 所以对于宁如雪所说的 天下之大却无自己容身之地的感觉 丝毫不清楚 宁如雪只到他不说话 就当时那段日子不好过 叶文不想去谈 所以也不再说下去 却是突然开口说了句 华姑娘留在树山上 师兄很开心吧 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叶文大吃一惊 心道着姑奶奶莫非又来试探自己 心底里是慌乱不知如何回答 口上却是立刻说 怎么会 随即是装模作样左右看了看 这是一片漆黑啊 周围房间都熄了灯 一片寂静 此时一阵秋风吹来 着实是凉爽得很啊 天气渐渐凉了 师妹穿得如此淡薄 怕是会觉得有点凉啊 说完便张开双手 做出了要将宁如雪抱在怀里的姿势 宁如雪见他顾左右 而言他也是翻了下白眼 不过还是将自己的位置向师兄挪了挪 然后靠在了叶文的肩膀上 两人就如此一威 抬头看天上星光 叶文怀中温香暖浴地抱着 心底是大为快意 他就想这么一直抱下去就好了 师兄 还记得当初病的那次吗 叶文歪了歪头 笑着说 哦 莫不是当初你染了重病 然后叫我背着跑到县城 找医生那次啊 师兄又胡说了 明明是师兄病得快死了 看得我跑好远才找到大夫的 叶文听了无语 心里又暗骂起自己的前身 你妹的 你以前怎么这么窝呢 宁如雪可不知叶文在想什么 只是继续说 那时候 师兄身子差得很 练一套剑法便累得不行 若不是后来 席人那土纳法有成 这身力气 怕是还不如师妹我呢 如今 师兄可是壮士多了 宁如雪说着 又往叶文怀里靠了靠 说完这番话的他 脸上是红成了一片的 叶文从后面看过去 发现宁如雪的脖子都阴险红下 一时冲动 竟然是轻轻地亲了一口 宁如雪被这个动作是吓了一跳啊 却是怎么着也想不到 自己师兄竟然突然轻薄于自己 只是一惊之下就随即收了声 虽然脸色红彤彤 却并没有继续躲避 叶文也是兴致所致 亲了一口便没有继续 他着实怕自己会拔持不住啊 不过手上却是抱得更紧了些 在这夜色里 二人便好似荣为一体一样 次日 诶 师兄 你昨日没休息好吗 一大早就被徐贤转了个正招 叶文是无精打采打了个招呼 随口应付了一句 哦 可能是这几日整天的风餐露宿 周然有床睡 反而不习惯 所以睡得不安稳呢 嘿呀 师兄 你真是个不能享福的人呢 有床铺有暖背还睡不安稳 师弟我可是睡得十分香甜 总算把这几日的疲劳消了 徐贤本就是大家出身 一辈子没吃过什么苦头 上了鼠山之后 才稍微吃了一点苦 但要论生活水平 依旧和在家相差无几 每日里都是吃好喝好睡好 何况徐家给鼠山送了不少的杂役婢女 徐贤还真就有一个专门伺候她 穿衣西术的丫鬟 所以在山上的时候 除了练功苦点 根本没什么 如今吓得山来 才算是体验到了一把真正的江湖生涯 风餐露宿对于江湖人来说 是非常平常的事情 着实让这位徐公子吃了不少苦头 初十几日 徐贤宁肯整晚的首夜也不睡 便是因为如此 肘然吃了些苦头的徐贤 如今来到了京城 总算是能过上一把瘾 昨日和黄蓉蓉跑出去乱转 若非黄蓉蓉这个山贼出身的丫头对钱财还算敏感 这小子怕真就能眼上一次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戏码来 当然了此时夜闻可不知这些 只是按了眉心 对了 昨日你买的那根人参叫我炖了汤啊 你要送礼的话 还得重买一根 炖了就炖了吧 反正那人参也不能拿去送礼 昨天买了才知道 那个人参是个药铺就能买到 拿去做礼物着实丢人 我今日去看看有没有上好的老身再买根 叶文听他这般说也就不在意了 他这些日子风餐露宿本就没有休息好 昨日和师妹跑到屋顶上看了一宿的星星 最后宁如雪是依偎在他怀里睡的香甜 自己却坐在那吹了一宿的冷风啊 凌晨的时候师妹是睁开眼睛 搜的一下跑回自己房里 浑然不管叶文抱着他一夜不动 浑身都麻木的没了知觉 叶文下来的时候 还是被一个伙计发现了喊下来的呢 对了 你那考试是在什么时候 徐贤算了算日子 最后说 还有五天 就是电视的时间了 只是需要提前去公园报到 然后由公园的院士带我们进皇城 所以后天就得走啊 哦 那考试完了是立即放吧吗 当天就放 在殿上就会安排日后的官职 然后考中状元榜眼探花的三人 还要骑马游城呢 随后就是宴席 等到宴席散了就算是完事了 在其后呢 便要在那官场中混日子了 徐贤将这些事尽数说了一遍 心底里想的却是如何将这桩给夺过去呀 叶文拍了拍自己这师弟的肩膀 嗯 努力考 最好考个状元回来 师兄 你忘了我是来应付差事的吗 若真考了状元 我还如何脱身呢 脱身还不简单 随便找两个理由 不就应付过去了 你就说你肺病严重不能操劳 做不得官就是了 徐贤这肺病虽然大为好转 但是还没好利索 时不时咳嗽两下 便是瞎了 也能听出来他身体有样啊 因你现在这病症 寻常医生也救不了 到时候当今皇帝 自然会与你辞官之情啊 叶文摸了摸下巴 然后做出一副名侦探的姿势 徐贤却是满脸黑线 觉得这师兄平时什么都好 就是偶尔会抽风 说话迫不着调啊 数日后 当今天子姓魏明红 当然这名字是不能随便叫 即便知道也不能乱喊的 魏弘今年不过二十余许 还不到三十 看着殿中这两百号共生 心一下也是大为兴奋 他继位不过五年 前两年还因为一些手握大权的 众臣质咒 难以随心所欲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几年那几个大臣 相继离了朝堂 才叫魏弘好过了些许 只是这几个大臣一去 他却觉得自己手边 可用之人竟是没了多少了 所以从前几年开始 他就期盼着这次电视的举行 每次电视都代表着皇帝 可以从中挖掘自己的亲信 培养一套种于自己的班底 魏弘向下瞧了瞧 只觉得这些共生是多可爱啊 自己未来如何 便要看这些人里 有多少可造之才了 这二百多名共生里 最惹人眼目的 自然就是那才名远播的 平州才子徐贤 魏弘初时见到徐贤时 也是惊了一下 不过 众人都在安安静静地答卷 便只有徐贤 是不是会倾刻一声 叫魏弘有些在意 再看周围诸多监考大臣 听到那咳嗽声 也是皱眉不止 等到收了卷了 众大臣先是瞧了一遍 然后又交给皇帝过目 魏弘这一看 发现众大臣都是推举了 同一张卷纸为状元 不免是好奇了几分 等到看罢了之后 也是大为赞赏 只是好奇地说 此卷虽然不俗 但也不至于叫诸位 共同推举吧 他可知道这群家伙 绝对不会有奇心的时候 却不想自己这一问 便有大臣说 臣羞愧万分 此番殿事 众共生打卷之水平 实在差强人意 还请皇上宽恕老臣 选才不当之罪呀 魏弘一听就明白了 然后将诸多试卷 全部看了一遍 这才明白为何会 共同推举一张卷纸为榜首 盖因此次 众生所达之卷纸 太过细松平常 便只得这一份鹤里鸡群 若不推举其为榜首 不免叫皇帝 怀疑自己的水平啊 既然如此 便将余下卷纸拍个座子 不合格者 一并跳出来 魏弘也是大为不爽 本来大大期待着一次电视 没想到却没什么可躁之才 幸好这状元还算是实至名归 倒也不至于太让人失望 那就看看这卷纸 乃是何人所为 考试的时候 卷纸上只有编号没有姓名 等到定了座子之后 才会取出事先蜡封上的小桶 而考生的资料就浸在这桶中 太监按照编号将小桶取出来 然后将其打开 取出其中纸条 朗声道 平州书山县 徐贤 徐贤 此言已出 魏弘还没怎么定 主多大臣却是脸色变了数遍 立刻便由大臣说 皇上 这徐贤不准君王搅乱考场 当不得状元呢 若皇上联系其才 不若赏榜眼或者叹花即可 却是想起 世才 殿中寂静 只有徐贤一人 是不是发出声响 忠臣中便有人 对其生起了不满 其实更重要的是 这徐贤明明要来参加电视 却来得最晚 而且也不若其他考生那样 四处拜访 只在客栈歇了几天 然后拜访了一下 当初主持其会式的 那位监考官便自顾自的做事去了 这群大臣 哪个不是自视甚高 如今叫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娃娃无事了 心底里难免有气 直到这年轻人 世才自焦 乃是一个大大的狂生 而恰好有这么一出 所以便想叫他吃点苦头 卫红本来见众人重口一词 有些吃惊 不明白这群老头子 何故与一个年轻人过不去 文言只是推脱了两句 真自有分寸 一句话把众臣的话赌回去 然后回到书房 对身旁的小太监说 将黄斧哲换来 小太监领命而去 不多时便领来了一个鹦鹉汉子 尽得此殿 正是那黄斧哲 韦红将黄斧哲换到近前 低声寻了一句 等从黄斧哲那儿得到了 徐贤自入京后 只拜访过当初会使官的消息之后 他立刻是一脸了然 这群老东西 真当正好糊弄 说完便拿起那份卷 只回到了众共生所在的那大殿 共生们交了卷 那是不能离开的 只能留在原位静待发榜 这种场景本来是谁也不敢出声 哪怕紧张的都快疯掉了 也只能强人 便只有徐贤的咳嗽声 最是明显啊 众人也免不了瞧了瞧徐贤 有记恨者 甚至不免骂上几句 哪儿来的老病鬼 怎得没死在路上 也有心地比较好的 暗谈了一声 便是此人的身体 怕是也得不了状元之名啊 那状元榜眼探花 不仅是文人的一大荣誉 同时也代表了皇家的体面 历代位列前三之人 无不是人中龙凤 精气神外家 相貌都是一时之俊杰 以前也有过财气过人 却因为相貌丑陋 而被贬出三家之外的倒霉胆 要说相貌 徐贤绝对是殿中之冠 奈何这时不时咳嗽两下的病弱之躯 定然不被众人所洗 皇上也不希望自己选来选去 选出个病鬼吧 正寻思着呢 皇帝和诸位大臣是鱼贯而入 最后由那个一直伺候皇上的小太监 张开了一张榜单念了起来 这张榜单是从后往前念的 先是将不合格者之名一一念出来 这些人一听自己的名字 无一不是脸色灰白 若非顾及到此时乃是在皇城里 怕是立刻就得扑倒在地 随后又一一将三甲二甲念了一遍 徐贤坐在人群里 自存自己随便答的答卷 能混个二甲进士出身 最后辞官下也也方便呢 可哪想一直听不到自己的名字 只念到最后才听那太监大声说 第一甲第一名 平州书山县 徐贤 却说徐贤电视高中状元 叶文可不知道 电视这日 他带着宁如雪在京城里转来逛去 领略这时候的王朝都城风光 瞧见什么西航物事便会卖下来 或者送给自己弟子 或者送给自己师妹 又因为徐贤去参加电视 黄荣荣便也没当个儿留在客栈里 一并是随了出来 走了好一阵觉得肚内空空啊 随手一指前方的一条香气四溢的街巷 便说了句 哪不要来这盆香气 想来是有不少好吃的 咱们走了这么久 去那坐坐 吃些东西吧 因为他是掌门 众人自然无有不从 一行人是呼啦啦涌了过去 还是引起了不少人的注视 更重要的是 这一群人里面 有几个特别惹人眼球的存在 宁如雪 今日上街特意穿了一件青绿色裙衫 头发也是精心搭理一番 还特意用了一些胭脂水粉 若非手中提着长剑 便与那大家闺秀名门千金无二啊 何况他容貌出众 自然引人侧目 又有画一在侧 这女子论姿色 当然与宁如雪各有春秋 可要论美艳 则远在宁如雪之上 此时却低眉顺眼 跟在叶文后头 寻常人见了 只是不停用恶狠狠的目光 去瞪叶文 若非叶文等人都带着兵器 一看就知道是江湖中人 怕是会惹来不少的狂风浪蝶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 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章 第148集 他却不知道 早有些权贵子弟 盯上了他这群人 尤其是那几个女子啊 那白山女子 果然是绝对假人啊 若能一亲方则 死都更怨的 嗯 维兄倒是更喜欢那青山的 虽说是女子 却有骨子不属于男人的英气 这般女子 那才算是极品呢 底下一票人 在这歪歪好久 最后却是无一人赶上前 若是寻常人知道 这票公子哥的家事 怕是对这群人 居然没冲上去来 抢抢民女的戏码 会感到大大的不解 但是这群公子哥 却清楚得很 非是不想 而是不敢 可惜啊 此等家人 竟然是那江湖中人 莫非这江湖中 美女这么多的马 近日见了这几位家人 我倒也想去江湖中闯闯 寻一位女侠做女伴呢 林公子 你想要去闯荡江湖 上书大人怕是不会允许吧 你家就你一个独子 那江湖里头 可是乱得很呢 那被称作林公子的人 此时想起那江湖 可是腥风血雨 也是一阵哆嗦 按道自己是糊涂 以自己这般身份 想找什么女子不行 何必为了泡个女人 将这条命给祸了 她忙到一声 是级是级 她这般一影 周围众人皆是哈哈一笑 却也没有太过于嘲笑她 因为这群人都是自家人之自家事 养尊处优惯了 绝对受不得闯荡江湖的苦 何况还整日的提心吊胆 要担心自己这条小命呢 他们几人正说话呢 低头再往楼下一看 那群人竟然已经是不见了踪影 争到可惜呢 其中一人突然一同身旁的人说 别找了 那群人上来了 这家酒楼本来有三层 第一层乃是大堂 好多桌子摆在其中 一般都是着急吃饭的坐在这儿 环境呢 也就比较吵闹 二楼则是许多的包间 一间间的布置 环境优雅 一些喝酒谈话的人 总喜欢包下来一个 慢慢的饮酒聊天 三楼则又有不同 桌子只是贴着边缘的栏杆来摆 在这儿吃饭喝酒 还可以顺便观赏一下外面的风景 因为位置较高 看的也就比较远 所以价格呢 反而比二楼的包间还要贵上一些 这一群公子哥此时正坐在 三楼的一个桌子旁 一边望着外面 一边是喝酒聊天 恰巧见到了鼠山派一群人 不眠是惊艳的多说了两句 正可惜见不着身影了 却不想叶文领着众人士上了楼来 这儿风景不错 就在这儿吃吧 说完他便挑了张空桌 也是坐了下来 宁如雪也就在一旁就坐 黄荣荣想了想 最后也是一并坐下 其余弟子则是在旁桌落座 只有画一静静立在一旁 林公子自叶文等人上了楼 便是一直瞧着他们 其实也不只是他们 三楼那并不多的客人 大半都瞧上了这群人 所以也不显得十分突兀 只是此时画一不做 反而立在叶文和宁如雪身旁 这倒是叫众人瞧出这女子的身份 不是吧 此等家人竟然只是个婢女 在座的那可都是高官王贵之后 对着吃饭列席诸多讲究 自是通透得很 吃饭的时候 要立在旁边看着的 肯定是贴身伺候的婢女 而从站的位置来看 她应该就是那个领头男子的婢女了 林公子好奇便宠旁边桌子一招手 立刻便有一个汉子起身走过来 你曾经在江湖中走动 这几个人莫非是某个大门世家门侠 此时另一桌上 还有一姓百里的公子 也换过手下来询问 最后得到的答案却是不知 也闻这行人的衣衫 他们从未见过 也不知道是何门何派 几个公子互相瞧了一眼 只听那百里公子说 诶 要不咱们今儿半次恶人 诶 百里公子 你这话说的可真难听 咱们是西湖二之人 怎能成了恶人了 诶呀 可要是在那普通人眼里 咱们这就叫强强民女了吧 不算吧 怎的不算 咱呢 是想和他好好商谈 若他愿意 那就把他婢女买过来 又费硬抢 自然算不得强强民女吗 林公子此时是左右瞧了瞧 结果发现大家伙都和他一样 一个个都并不是太确定的样子 最后惹得这位上书公子是大为恼火 喂 咱们好歹也是官宦子弟 拿出点气势来行吧 叶文自从坐下 便注意到了那群人 考虑到这里是京城 走个路也许就能撞到什么王公贵州之后 便不免小心几分 运起内功来 想听听这群公子哥在谋划什么 不想他是越听越乐呵 最后实在忍不住 连口中茶水都喷出来 莫聊还对一直站在身后 死活不肯落座的华一说 那几位都是当今朝廷上的大臣后人 华姑娘可有瞧得上眼的吗 华一因为武功尽失 并未注意到那群公子哥说什么 此时叶文一说 他立刻就明白过来 当下是低头 奴婢会尽心服侍掌门老爷 还望掌门老爷 莫要将奴婢送与他人 叶文没想到 竟然换来这么一个回答 不免是有些尴尬 尤其是那老爷奴婢的称呼 实在是让他有些受不了 他一转头 就见宁如雪瞪了他一眼 心底是郁闷 我又没说什么 不就是开个玩笑吗 同桌的黄蓉蓉是左瞧瞧右瞧瞧 最后决定不说话 低头装哑巴才是上上之策 他啥都不说 若是以他以前的脾气 定然是直接开口嘲讽 只是经过了这许多事情 倒也不如当初那般张扬了 几人说话之间 那边众公子哥还没商量出个头绪呢 最后那个一直立在一旁的侍卫 是忽然开口 咳咳咳 少爷 属下一位 哪人听到你们的话了 自从叶文等人上了楼 这些侍卫就一直将全部精力 放在了这群人身上 叶文和那几个女子还好 看起来是人畜无害 但是郭靖和徐平两人的造型 就太过惹人眼球了 尤其是郭靖那把重剑 任何人都难以忽视 这群侍卫 可生怕这群江湖豪客 和自家公子起冲突 到时候闹出什么血光之灾 那可是大麻烦呢 因此他们是宁神戒备 便连桌上的饭菜都不敢动 个个将手放在武器上 这个被林公子换过来的侍卫 以前是闯荡过江湖 后来受了林家一些恩惠 所以才甘愿入府做普通侍卫 因为江湖经验丰富 所以他才会天天跟着少爷到处乱跑 以保他的平安 今日见了叶文等人 初时还不以为意 可是越瞧 越发现自己瞧不透那领头的年轻人 等到诸位公子聊那如何与那人商量买来那婢女的时候 那年轻人的反应无疑不是在告诉他 此人功力深厚 如此远的距离亦能听清这座人所言之语啊 他这一出声提醒林公子也是一愣 不仅是他 在座众人无疑不是抬头往这位侍卫那看去 林家的这个侍卫他们都见过很多次了 对他的本事亦是佩服的很 所以倒是没怎么怀疑 百里公子偷偷往那边一瞧 然后问了句 方大哥 你听得见他们说话吗 对于武功这件事情 百里公子还算是略有窒息 他倒是想看看那人的功夫 是不是比这位方大哥还高 最简单的方法 若是方大哥说听不到 那答案可就显而易见了 只见这位方大哥是摇了摇头 嗯 那需要相当深厚的内功修为 属下做不到 那位少侠一身内功 元超属下 倒是叫属下赔付得紧啊 这方大哥恪守本分 说话以属下自居 实际上林公子等人都对这方大哥观感甚好 平日里都是以大哥相称 又知道这位方大哥从来都不说夸张的话 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 他说那年轻人厉害 那定然就是厉害 这般一说 众位公子哥反倒对那年轻人是好奇起来 这便是说的热闹 那边的宁如雪却是白了一下叶文 师兄 你得益什么呢 却是因为刚才那番话 他也好奇那群公子哥在说什么 所以也是偷听起来 叶文还没答呢 又听那群人说 哦 那个和他同桌的女子又是何人啊 嗯 会不会是他妹妹啊 若是这样 咋还有戏啊 什么妹妹 八成是师妹 一旦有了师妹啊 那便等于是内定的媳妇 有一个算一个 绝对没跑 此话一出 听得宁如雪是大为羞涩 整张脸都涨得通红 偏生又不知如何反驳 叶文见状 那是乐得不行啊 最后还转过身去 对那边偷延往自己这儿瞧的众多公子哥是一抱拳 还敬了一杯酒 只是自己这一杯酒引进 那边诸多公子哥是起起乱作一团 然后纷纷举起酒杯 也还了一杯 如此座态 便让叶文明白这群公子哥倒也算不上是什么坏人 想来也是家中教导有方啊 而恰在此时 先前点的猪斑菜肴都端上来了 正欲开动呢 突然底下一声喊叫 状月狼起马游街啦 就这一嗓子 这三楼上的客人呼啦啦都挤到一边来 叶文正惊诧着呢 随后就发现 自己坐的这面就是游街时要经过的一面 不免是暗自得意 倒是悬对了张桌子 正得意 往下一看 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穿着状月狼特定的袍子 骑在高头大马上叫众人为官 哎哟还真中了个状元 他当初不过是随口一句 不想这徐贤还真中了 若要他得知徐贤本想糊弄随便作答 结果还是远超旁人一大截 又不知该是什么表情了 转头他看了看自己鼠山派的人 然后便笑着说 咱们鼠山派这次还出了个状元狼 回去的时候 是不是要和这状元回乡的队伍凑在一起啊 众人皆是嬉笑着硬下 便只有黄蓉蓉脸色暗淡 叶文知道 他是觉得自己和徐贤的差距越来越大 不免是安慰他说 没什么 徐师弟会有今天 你应该早有所聊 要想追上徐师弟 你要更加努力了 听到他的鼓励 黄蓉蓉脸色才好看了些 同时又对叶文道了声谢 只是声音太小 他也不知道叶文听没听到 恰在此时 徐贤骑着马到了楼下 一抬头就瞧见使务山派众人 也不管线下是个什么场景 直接就喊了一嗓子 师兄 我今天晚上估计回不去了啊 众人本来都瞧着 状元郎的风采呢 不少女子见徐贤俊俏 那都是在心里搭起了小九九 一些家境不俗 或本就是大家千金的 也少不得和自己丫鬟婢婢女什么的 讨论一下这新科状元郎 当然 也有一些大家族的家丁 被派来看看 若是不错 以后也好联系联系 最好结个亲什么的 所有人都盯着徐贤呢 他这突然一嗓子 自然是惹人眼球的紧 不少人都顺着徐贤的目光一抬头 然后就见到客满楼的三楼 一群乌鸦鸦的人挤在那往下张望啊 一时间也不知道徐贤是在和谁说话了 还好随后叶文就挥了挥手 大声让他忙他去的 众人这才知道徐贤是在和那个身穿蓝色长衫的年轻人说话 不少人见叶文也是仪表堂堂 一副儒相 不免是互相谈了几句 这位新客壮远郎的师兄倒也是仪表人才 也不知如今在哪个衙门啊 这群人知道叶文是先徐贤一部 考过科举 已经踏入官场 而且还得是个精官 只是眼生的狠 也不知究竟是在哪个衙门办柴 若是打听到了 也好走个迂回路线 好好联系联系嘛 正谈论着 那徐贤已经起码走得远了 叶文等人回到座位上坐好 却发现周围众人瞧着自己的目光又有变化 我脸上有花吗 摸了摸自己的脸 叶文觉得没什么呀 直到是刚才挤得花了脸 便和身旁的花衣说 我脸上蹭到什么了吗 花衣摇摇头 正奇怪着呢 只见那一堆公子哥们突然端着酒杯走了过来 当先那人是举起酒杯说 小弟林平之 不知这位兄台如何称呼 叶文一愣 却没想到这群人会突然跑过来 更要命的是 那名字让他是无比纠结 好在他反应够快 连忙起身答道 在下叶文 却是见这一票人都非武林众人 便没提那门牌自豪 不想旁边一穿着侍卫服饰的汉子说 在下眼镯 瞧不出各位师城 不知叶兄弟是出河门呢 这一口江湖味道的问话倒是让叶文亲切不少 对于这人身穿侍卫服饰倒也不太在意 他笑着说 在下鼠山派掌门 只是我那门派地处偏远 想来这位兄台应该是没听过的 那人想了半天 果然想不起鼠山派究竟什么来头 不过江湖那么大 有一两个没曾听说过的门派 也并不算是稀奇 何况叶文刚才显出的身后内功 也叫他不得不心生敬畏 所以也是不敢施了礼数的 随后众人都介绍起自己来 只是正说着话呢 突然登登登一阵上楼声传来 随后一个好似肉球的胖子上的楼来 见到林平之士大笑起来 哎呀 表哥来了 实在太忙了 哎呦 没顾得上招呼啊 然后他转头一见叶文 知道是自己表哥交的朋友 直接就笑着说 哎呦 表哥 又领新朋友来了 我叫李逍遥 以后你来我们客门喽 只要报我名号 绝对亏待不了兄弟 此言已出 叶文是惊得跟什么似的 我了个去呀 这货居然是李逍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第149集 来人是圆圆的脑袋 实际上这个人的脸型并不圆 但是脸上肥肚肚的全是肉 这横着多出来一大块 自然也就圆了 这圆圆的身子 过于臃肿的身材 让他本来并不矮的身高 完全被人忽视 若非这位来到深浅 大老远看 还倒是个矮子呢 李逍遥 不确定的再问一句 叶文觉得自己额头上 正在往外冒汗呢 我去 我本以为我自己就够恶高了 没想到这个世界 比我凶残多了 这哥们 奔三百斤去了吧 这样还逍遥 那李逍遥却是呵呵一笑 蒲山般的肥手 往叶文肩膀上一搭 哎呀 都是自己兄弟 换我逍遥就行了 要不 你和这儿街坊邻里一样 叫我大嘴也成啊 说完 也不管叶文那块掉出来的眼珠子 自顾自的结识了起来 哎呀 本来啊 我娘给我起这么个名字 是希望我这辈子能够逍遥快活 哪想到 我一出生没多久 家到中落 连老爹也是郁郁寡欢 剩下这么点资产 也就仗着表哥家帮臣 开了这么个酒楼 偏生 我打小就好吃啊 所以时不时就喜欢跑厨房里找吃的 我娘一气之下 把我小名给改成了大嘴 哼 不过现在啊 早没人管我了 咱这客满楼的菜 都出自我手 谁也没我吃的早啊 酒楼大厨子都有这么个习惯 出来一样菜 长勺的大厨肯定要先过一口 一是看菜做的如何 还有一个就是解馋 据说当过厨师的 没有不馋的呢 只不过叶文心中暗道 哼 估摸这哥们的称号 也是因为这嘴说起来 没完没了吧 叶文不知从哪摸出一方手帕 擦了擦额上的冷汗 干笑了两声 你好你好 幸会幸会 客气客气 既然来了 那就是朋友 咱这饭菜吃的还习惯吗 用不用再来几个菜 我和你说 我这手艺 可是京城里数一数二的 多少王公贵州 特意跑来这吃饭 可是为我做的菜来的呢 一路往叶文内捉走 一边是道道唠唠个没完 感情这位还是个自来手啊 等到坐下来之后 他这才想起来 哎呦 你看我这脑袋 还没请教兄弟贵姓啊 在下叶文 叶文 一看就是个读书人 莫非也是来参加电视的 这回倒不是叶文回答他了 而是这位掌勺大厨的表哥林平之 开了口了 表弟 你什么脑袋 电视就是今天 若叶兄是来参加电视 还到你这酒楼吃饭吗 是才啊 状元郎骑马游街 你没看到啊 我上那看见 刚才那阵子 我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 我还纳闷这帮混蛋跑哪了 连个帮手都没有 哼 也不知道寒威声 我要扣他们钱 让他们偷跑 说完 他随手给自己倒了一口酒 叶文对这位的自觉 算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而林平之这一票公子哥们 反倒是习以为常 见他愤愤不平 都是取笑起来 扣不扣钱 好像不归你李大嘴管吧 李逍遥被这么一顶 面子上是有点挂不住了 要是依旧是这些人 他倒不在乎 不过旁边还坐着叶文 这个新来的朋友 稍微便觉得有点丢面子 强称道 怎的做不了主 再过几年 这酒楼就是我当掌柜 你说我做不做得了主 此时又有人道 诶 听说李审是想请个掌柜来 依旧让你当厨子 谁说的 哪个家伙说的 我李家的酒楼 凭什么让个外人 哼 要我撞见 看我不狠狠给他一嘴吧 几个公子哥和李逍遥 左一句右一句 说得是不亦乐乎 只有那林平之过来 对叶文说 不知 叶兄与那星科壮与郎是 他是才见壮与郎 与这位说话 口呼师兄 心下是无比诧异 便连方大哥也是惊讶莫名 莫非这位年轻人 还是个文武全才 确实这些人 都当叶文与徐贤 是在同一个书院里 读过书的师兄弟 无论如何 都没往功夫那边去想 毕竟徐贤骑在马上 也时不时是咳嗽一下 虽然不是很明显 但这位恋家子 依旧瞧出来 那是深有隐疾 那般病态 全然不像是恋武之人 叶文也猜到 这二人是如何想的 便说 哦 那位状元也是本派众人 因入门比我晚 所以是在下师弟 那 那位状元也会武功 林平之瞪大了眼睛 本道文武双全的是 眼前这位 原来真正文武双全的 是刚刚骑马的状元郎啊 按照自己那方大哥所言 眼前这人武功 是很强的 那么他的师弟 即便弱上一些 也该有限 而文才又足以考中状元 再加上那般俊秀外貌 绝对是当时少有的俊杰呀 想到此处 林平之时笑道 叶兄那位师弟 这些日子怕是有的忙了 何故 这状元郎 无疑不是才貌巨佳之俊杰 再加上中了状元 进入朝堂也是必然之事 不知道多少人家盯着这位置呢 只盼着能联系上一些关系 而那些家中有带字归中的千金的 那更想在此找个好女婿啊 状元郎嘛 自然是众人首选啦 叶文还未怎地 旁边的黄蓉蓉却是脸色一变 本想说什么 但是又硬生生给咽了回去 只听那林平之道 这一说我才想起来 好像我爹爹今天也派人上街了 要瞧瞧那状元郎 何不何心意啊 可能是想帮我姐姐把亲事给解决了 哦 你还有个姐姐 林平之还没怎的 旁边一直说话的李逍遥 却是突然一哆嗦 他转过头来对叶文说 叶兄弟 兄弟劝一声 莫要多问我那表姐的事情 可他这么一说 叶文是更有兴趣了 怎么呢 李逍遥见叶文一定要问 便开口说 那可是 京城有名的 呃 那个 想来想去 瞧了瞧周围众人 这些人一个个都是一连坏笑 看着自己 似乎是想要知道 他如何评价自己那表姐 就连林平之也是一般无二 估计是这李逍遥一个词没用 对 回头就能告上一状 让他吃上个大骨头 左右瞧了瞧 李逍遥是一狠心 直接甩了一句 总之 凶得很 寻常男人受不了 我现在看到我那表姐都是绕道走 绝不和他照面 哼 谁教你老说他坏话了 林平之知道最多 所以是笑着插了句嘴 或者说 表弟啊 你一直惦念我姐姐 所以才总在背地里说他坏话 叫他嫁不出去 那是我说他坏话 叫他嫁不出去的 就凭他那脾气 看谁不顺眼直接抄鞭子就抽 哪个人敢去啊 说到这儿 竟然是浑身一个机灵 然后是左右瞧了瞧 没见到自己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这才是暗自送了口气 总之 叶兄弟 你躲我那表姐 最好怨怨的 免得伤了你啊 叶文只是摸了摸鼻子 觉得有趣 而鼠山众人 只是觉得好笑 按道以自己掌门的功夫 谁伤谁 还不一定呢 不过这番话也不能直说 若说出来 旁人还到鼠山派在这 显摆实力呢 一群人士聊得兴起 干脆就并成了一桌子吃喝 李逍遥这个大厨 又到楼下做了几道菜 亲自断了回来 因为刚才那桌上的菜 可被他一会儿供服 悬没了一大半呢 叶文这边吃着 那边徐贤也在吃着 只不过他这顿饭 吃得着实不算惬意 这皇城中的菜肴 虽然是精致 酒水亦是芳香 而且周围穿来走去的 无一不是年轻美貌的宫女 叫人以为自己到了仙境呢 但是真的吃起来 这绝对是个苦差事 首先这座位就叫人痛哭 倒不说这座椅不舒服 而是坐在上面的人 不可能如平常在家一样 大啦啦坐着 就连离皇帝最远的那个胸台 都只是将屁股往那椅子上一搭 何况就在皇帝眼皮子底下的徐贤 朕遭罪呀 然后他愤恨地看了一眼周围这群同气近视 暗中是骂道 老子放水你们都靠不中状元 就不能争气点 同时折腾了一天 这腹中早就空空如也 乃何面前菜肴虽然香气四溢 但却不敢轻易动筷子 便只有皇帝举杯的时候 这满殿的新科进士们 才敢举起酒杯往肚子里灌点水酒 至于那菜嘛 却是一个人都不敢去碰的 几杯酒下毒之后 徐贤只觉得这肚子是越发难受 而且刚才喝得急了 呛了一下 连带自己那咳嗽病也犯了起来 猛地咳了好一阵子 这一阵可是将满殿目光都吸引过来 连魏弘这个皇帝也问 徐行家 你这身子骨可不怎么健硕 可是赶口路上行得太急 他见徐贤身形修长 也不如一些猛读书的文士那般瘦弱 本倒是个身体不错的人 不想这咳嗽都咳了一天了 却不见好转 只是他也没深想 直到是这些日子变天 来的路上染上了风寒 沉着咳嗽之症 是惊年顾及了 费时欣染之病啊 魏弘一听 这才知道徐贤这病 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再加上他对徐贤的答卷颇为喜欢 直当这是自己以后的公骨之臣 便关心的说 哦 可曾寻医诊治过 诊治过 只是需要慢慢调养 月末再过个三五年便能恢复过来了 他这话已出来 众人才知徐贤那病竟是如此厉害 三五年才能调养回来 而且看这一次已经调养了好一阵了 那究竟是什么病呢 还有人甚至在心中暗想 怎的没直接给病死呢 魏弘一听要三五年 便知这病并不好治 只是他身为皇帝 不仅吃的是最好的 就连大夫也是最好的 于是他便说 什么病竟然要调养三五年之久 不若朕传太医来给清家诊治一番 也许有更好的方子 说完也不用去问徐贤的意见 直接就对身旁伺候着的小太监说 去 叫陈太医来 小太监应了声 然后一溜烟袍没了影子 皇上交代的事情 这小太监可不敢不紧着办 估计这太监出了这大殿之后 更是跑得飞快 因为不过片刻 这小太监就回到了殿里 身后则跟着一个年约六十左右 头发胡子挥中夹白的老者来 魏弘见太医来了 也不要他见礼 直接指着徐贤说 这是新科壮与狼徐贤 甚然咳嗽之症 陈爱卿给他瞧瞧 这可是有什么诊治的法子 那陈大夫应了一声誓 然后便来到了徐贤面前 先是看了看面相 本来还不太在意的陈太医 一看徐贤那面相 立刻是咿了一声 然后他立刻抓起了 徐贤的手腕好起脉来 同时脸色凝重 不停打量徐贤五官薄颈之类的地方 等耗了一阵脉 这陈大夫又是一声疑 他这两声不但叫殿中众人莫名其妙 便连皇帝魏红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他印象中这陈太医医术高超 而且处事不惊 总是从容不迫的样子 能叫他露出一声惊疑 已经很是难得了 今天这才见到徐贤片刻 竟然连发惊疑之声 陈太医 徐清家的病究竟如何 此时陈太医已经放下了徐贤的手腕 然后上上下下又打量了几眼 回禀皇上 壮元郎的病乃是奇症 非是药食所能治愈 什么 陈太医却是没瞧见魏红那脸色大变 只是继续说 壮元郎这病乃是一股鸡腔的寒气 侵入肺腑 省其经脉 这才造成了壮元郎实有咳嗽之症 这寒气之强 魏臣平生未见 事事束手无策呀 说到这儿 魏红脸色更差 直到好不容易寻得的贤臣不日 就将驾鹤西去 心底自然痛快不起来 直到那老天都不帮他呀 只是陈太医低着头 可瞧不见皇上的脸色是越来越不好看 依旧说个不停 不过 壮元郎吉人自有天相 不知从何处学到了高潮的炼气法门 恰好可以克制那股寒气 加上壮元郎炼习气功 已经是有所成就 想来要不了多久 那寒气就会自行消除的 此话已出 魏红只觉得自己这心里 一下子从谷底升了回来 这么说 徐清家不会有数了 你说那寒气会不会突然复发呀 魏红身为帝王 也能学到一些炼气法门 只是忙于政务难以精进 所以修为是有限的 加上整日待在皇城里头 在武学上也没什么见识 只多明白外气入体 绝非好事 说到此处 他竟然转头对徐贤说 不相信科状元还是文武双全的全才 奴才功和皇上得此大才呀 一直到这个时候 魏红才反应过来 这徐贤懂得炼气法门 那就是懂得高深的那家功夫 不想自己想找个状元 还能找来个文武双全的俊杰 陈太医这一道贺 本来他已经回升到原处的心情 又跋升了一劫呀 没想到没想到 徐清家还懂得武功 当真是英雄出少年呢 魏红见徐贤岁数与自己差不多 对于他会武功也没有太过在意 直到和自己差不多 甚至还不如自己呢 不过是学了些微末之计 叫皇上见笑了 徐贤这边客气了 旁边其他的近视 却是越发的无语 这群人心中嫉妒 除了少数涵养嫉妒 比较好的不嫌于爱 不少都都隐藏不住自己的想法 徐贤目光何等锐利 一眼就敲出这些人的心思 只是他暗存 自己又不打算在官场中私混 自然是魂不在意 皇帝和他说话 他也是从容应答呀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史上第一掌门下一章 结果魏弘见徐贤说话从容 而且越发显出气度不凡来 心中对其更喜 直到列祖列宗给自己送来了可以依仗的臂膀 所以说话的时候总会去喊徐贤 虽然没有冷落旁人 但叫那些看徐贤不顺眼的人 那是愈发的记恨 又说了一阵 魏弘突然想起自己学功夫的时候 也听侍卫们谈论起当今江湖中的事情 好像是有好多门派的 好奇下便问 不知徐清家所学的练起功法是何门派的 乃是陈老家处的一个门派 换作鼠山派 因为处偏远 所以名声不显 魏弘只倒是个小门小户 只是顾虑到那是徐贤的师门 而徐贤又是自己最看重的年轻人 所以便说 想来能传授那等高深练起伐门的 也是江湖大派了 这一点倒是他自己推测的 毕竟陈太医说过 徐贤体内那股寒气之势 非钥匙可制 那证明这寒气是极其强横的 而徐贤学的那门功法却可以治好它 必然是十分珍贵的高深功夫 心中一想 直到是徐贤因为染了这等奇症 所以才会败入那鼠山派学内功 好救他自己 却不知徐贤这病 是入了鼠山派之后才染上的 不知尊师又是哪位啊 他正寻思着 是不是自己听说过的什么高手 却听徐贤开口说 毕派掌门乃是微臣的师兄 微臣这一身功夫都是师兄教授 接下来就是一番不贤不淡的对话 话说这一顿玉宴 吃得众人是心里焦脆 便是徐贤这一身身后那工作底子 也是昏头障脑地离开了皇宫 要说最舒心的便只有魏洪这个皇帝 旁人不敢喝酒吃菜 他倒是没什么顾忌 最多就是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也就是了 面前那些精致菜肴 那是想吃哪个便吃哪个 虽然说因为盲鱼与这群新近的近视们说话 没吃太多 但是比起旁人已经是强了不少了 众人散去 魏洪独自来到了语书房 一边喝着茶 一边审阅着今日的政务 同时问一旁伺候着的小太监 小春子 今日有何人求见于朕吗 啊 御前侍卫指挥使 皇甫哲求见过皇上 那时候皇上您正在群演诸位新科近视 所以便先下去候着了 哦 他来寻朕定然是有钥匙 线下在何处呢 皇甫指挥使正在偏点候着 皇上要见吗 嗯 叫他进来吧 魏洪这话一说 那换做小春子的小太监 立刻是跑出书房 不多时便将那皇甫哲带了进来 寻家寻朕 所为何事啊 这御前侍卫 是那些投奔皇家的高手们组成的 当然其中也不乏军中选拔 或者是一些世家弟子 不过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身手必须过关 所以御前侍卫里没有弱者 这群人就是保障魏洪安全最核心的圈子 那所谓的大内高手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御前侍卫 只是外出办差的时候会以大内高手的身份形式而已 至于长期挂着大内高手招牌的 那就是常年在外面处理一些事情的人了 那属于专职大内高手 但无论是大内高手还是御前侍卫 他们都只听从一人调遣 那就是御前指挥时 也就是现在站在魏洪面前的皇甫哲 启禀皇上 关于那武林大会的消息已经传回来了 期间有一份奏章 需要皇上过目 皇甫哲说完 从袖子里取出了一份奏章 然后那小春子是跑过来 接到手里递到了皇帝魏洪面前 魏洪随手接过 大开一看 这第一眼便让他来了精神 蜀山派 他还记得自己今日与那徐贤说话 这清点的新科状元 正是那蜀山派弟子 他先是害到这蜀山派 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门派 或者是一个隐世前修不问外事的门派 如今看来倒是猜错了 是 最重要的是 这蜀山派有三大高手 而其中一名 便是皇上清点的状元郎 徐贤 魏洪本来还好奇 究竟是何事会让皇甫哲上报武林中士 如今一听倒是兴致大吉 翻了翻奏章 发现里面所书并不详尽 便干脆放到一旁 你确定是新科状元徐贤 不是同名同姓 接属下派去的探子回报 的确就是新科状元郎 当日在武林大会上 状元郎十分轻松便杀死了雷剑门门主雷震山 导致着雷剑门最终惨遭灭门 其显出的武功修为绝非一般习武之人 那这么说 他武功很高了 非常高 皇甫哲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徐贤出手 但是那个探子可是自己最信得过的手下 从他嘴里得来的消息判断 这徐贤的功夫的确是了得 那比朕如何 威虹兴趣更浓 没想到这徐贤功夫竟然如此之高 还在武林大会上大出风头 这下倒是坐实了温武全才的名头了 皇甫哲是没想到皇帝居然这么问 一下子竟然不知如何回答 说实话 皇帝发火了怎么办 说假话 万一皇上一时兴起 想要和徐贤切磋切磋 威虹都不需要再问 只看皇甫哲这番表情 就猜到了答案 嗯 那和朕的侍卫们比呢 皇甫哲这回倒是不怕答了 心底是盘算了一番 便说 寻常侍卫 怕是接不下壮元郎记诏 若是请那几位供奉出手 也许能够接得下 此话一出 威虹大吃一惊啊 他奔道徐贤即便厉害 也厉害的有限 哪想到皇甫哲一出口 就是要请供奉出马 这皇甫哲什么性格 魏虹可是最为了解 他说话 从来不达折扣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任命死人担任 御前侍卫指挥室 如今皇甫哲这么说 那便绝对不是信口开合 供奉 那可是御前侍卫和大内高手中 精锐力的精锐 这群人平时不见人影 也不做什么事情 好似一群大爷一样 整日只需享受便可 但谁都知道 这群人是皇家的杀手锏 能够得到供奉一职的 那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大部分来自禅宗和天道宗 少部分出自别派 至于世家之后 倒没有成为供奉的 同时魏虹也知道 便在这大殿里 就有两名供奉 潜藏起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这等人都是来无影去无踪 魏虹都当其是神仙般的人物 哪想那徐贤 竟也是如此高手啊 魏虹又翻了翻奏章 等翻到后头 突然是眼睛一眯 魔教现身了 是 实际上这件事情 才是皇甫哲来求见魏虹的原因 那徐贤的事情反而要往后排了 虽说那徐贤一身功夫厉害的让人惊讶 但是总归是皇帝的臣子 来参加电视 也算是承认皇权的威严 加上蜀山派在武林大会上 百名车马和魔教过不去 所以那徐贤并不用太过担心 只是叫皇上知道 此人也身怀绝世武功那就够了 可这魔教 可是不得不让朝廷在意了 因为这魔教的历代教主 那都是以推翻上朝为己任 每次现身都要搞得一阵风雨 虽然明面上都是正道武林和魔教对抗 但哪次不需要朝廷在后头帮衬着 顺便擦屁股 不说旁的 几百几千好人凑在一块拿刀剑护砍 官府可能不出面 朝廷可能不出面 那老百姓该如何想啊 所以每次魔教现身 都足以让当权者好一阵子忙活 这魔教乃本朝大敌 乃何时钟难以根除 着实叫朕心烦呢 这件事情就交给天道总和禅宗处理 请家派一些大内高手去查看一下情况 顺便暗中通牒给各州州府 仔细打探那魔教巢穴所在 也好借此连根拔出 皇府折影视 只是心里却不认为这群州府能够帮到什么忙 其实一直以来朝廷都在搜寻魔教下落 但始终没有头绪 如今若非那天乐邦帮助 林海突然在大会上回悟 恐怕依旧无处所寻呢 而大会上魔教的下落与其说是泄漏 不如说是人家故意放出来的 从御书房离开 皇府折捏了你眉头 这件事情着实不好办 而他离开的时候 魏弘又审阅了几份奏章 接着是突然想到 没想到那徐庆家竟然还是武林顶尖高手 即便这样 那病依旧需要数年才能威养好 也不知是如何燃上那寒气 不过这徐贤倒是文采不凡 武功意识不凡 当真天下少有 此等俊杰想要真正尽心为我所用 怕是极难 少不得要许些好处啊 相必便对身旁的小太监说 小蠢子 你觉得朕应当封个什么官位给那徐贤呢 本来按照寻常规矩 电视过后 众多近视便会封上一个一官半职 只是大多都是各不闲职 说白了 就是进各个部门当个学徒 学习如何处理各个部门的工作 学习如何做官 慢的话没准 快则两三年之后便会获得个正职 只是这个正职究竟是留在朝中还是外放 一样是没个准现 那就看当学徒那几年他混得如何了 少部分也有直接受益正职的 但是毕竟是少数 一旦出现这么个人物 那傻瓜也会知道 这位一定是得到当今皇帝宠信的 圣券正龙 寻常人也不会和这位过不去 因为保不准以后会走到什么境界 封侯拜相也是指日可待 眼下魏弘就是考虑给徐贤封个什么官 那萧春子却说 哎呀封个什么官 那是皇上您才能做的主 奴才可不敢妄言 不过奴才以为皇上若真的看重壮业郎 不若结些关系 结些关系 招他为驸马吗 卫弘觉得这个法子倒是不错 只是自己年岁上青 眼下指的一个女儿也才两岁多 不过要说招徐贤为驸马 倒也不是做不到 他自己的姐姐还未嫁出去呢 你的意思是 朕的姐姐 长公主殿下 一向是自视甚高 寻常男子不得入他法眼 如今这徐贤文武全才又是仪表不凡 想来长公主殿下也不会有何意见的 卫弘点了点头 只是一想到自己姐姐那瞧谁都瞧不上的傲气 也是一阵头疼 便随口说了句 镇子好好寻思寻思吧 不过你这建议倒不错 稍后自己去领些赏钱 做零花吧 他这边寻思着 如何拉拢徐贤 那边徐贤 却昏头胀脑地回到了客栈 一进门就对小二说 随便要什么吃的 赶紧跟我上 拿想那小二却是苦笑着说 哎哟客官 您看这都什么时辰了 厨子都回去歇了 炉灶的火也熄了 实在是没法给您弄吃的呀 弄饭弄菜行 徐贤可是恶惨了 此时也顾不得那么多 哎哟客官 这凉饭冷菜也是没辣 小二是哭笑不得 眼前这位公子 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竟然是双眼放光 恶狠狠盯着自己 好似要把他吃了一样 正郁闷着 突然见到黄蓉蓉 从后面转了出来 见到他便说 我那儿还有饭菜 你先垫垫肚子吧 我去外面 看看哪家酒楼没关 帮你买些回来 说完他就要往外走 不想却被徐贤一把给拉住 你是在这儿等我吗 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回来 黄蓉蓉更是不可能知道 若说恰好赶上 他是不信的 这个时辰 大家都睡下了 哪儿可能赶得上啊 唯一的解释 就是黄蓉蓉一直等着他回来 黄蓉蓉有些尴尬 他想要掩饰过去 可是想了半天 却想不到什么借口 最后值得说 我去给你买吃的 不想徐贤却不松手 反而将他给拉了回来 黄蓉蓉身形本来就娇小 力量又远不如他大 这下竟然被拽的是 扑进了徐贤的怀里 鼻子直接撞在了徐贤的胸膛上 意识到自己竟然被徐贤 搂在怀里之后 又是高兴又是脸红 竟然不知如何是好了 过了片刻 这才意识到这样并不好 便是忙到了一声快放开 你是我未过门的妻子 怕什么 叫人看见了 徐贤抬头 只见那收拾桌椅的小二 牛头做无视状 哎哟 终于没人了 可算能休息了 徐贤将黄蓉蓉一搬 还在自己身侧走进了后院 来到黄蓉蓉那间房里 见到桌上一堆菜肴 确实未曾冻过 便知道自己所料果然不差 黄蓉蓉的确是在等自己回来 这里不是有好多饭菜吗 你还去买什么 那饭菜都凉了 我想去帮你买点热的 徐贤一看 汤菜果然都凉了 不过却是不以为意 只是说了句 这么晚了 上哪买呀 凉点无所谓 黄蓉蓉随手将那碗汤端了起来 我去把这个热了 菜凉了还无所谓 汤凉了 着实没法喝啊 不过徐贤是一把将那碗汤抢回来 哪那么麻烦呢 看我的 说吧 双手运弓 直接双掌化作一片赤红 不多时 凉汤就冒出了热气 将汤碗一放 徐贤说 可惜啊 我这纯阳至尊功 非是炙热火劲 若是叫那裴公烈过来 估计片刻 这汤都能废了 得亏裴公烈早已申骨 否则叫他听见徐贤这番话 怕是会再气死一次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 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第151集 至于其他的菜 徐贤一看 凉吃也无所谓 好似早就料到 自己吃不上热乎的 他暗自奇怪 不免就问了句 这些菜是谁帮你选的 黄荣荣见徐贤 显露了一手精湛内功 正自愣神 寻思自己何时 才能达到如此修为 他修炼的那八荒六合 唯我独尊功 虽然练出来的 乃是偏阴的内劲 但却可以逆行运转 释出阳刚内劲来 是以徐贤刚才做的事情 自己理论上也可以做到 只是没有徐贤那般轻松罢了 但是自己竟然没想到 用内功去热菜 正懊悔着呢 突然听了徐贤发问 想也没想便说 哦 是掌门选的 徐贤一听 没想到竟然是叶文帮忙挑的 看了看桌子上那一桌菜 全是凉了也不怎么难吃的 看来叶文对这官场应付倒是很有经验 早知道他会回来的晚 而且那玉宴上八成什么也吃不到 最后肯定是饿着肚子回来 师兄懂得倒是挺多 不过徐贤说完这句 忽然就凑到了窗边 大喊了一嗓子 师兄 睡觉啊 然后在黄蓉蓉诧异的目光中 走回到桌边上 吃了起来 蓉蓉 一起吃吧 拿起筷子 黄蓉蓉歪了歪头 是才 你在和掌门说话 啊 我怀疑师兄啊 霸城在哪个地方偷听呢 黄蓉蓉 本来是不信的 不过随后想起 叶文好像也不是个死正经的人 做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可能 于是索性也不再问了 只是静静瞧着徐贤吃饭 与此同时 房顶上某个偷听的家伙 正揉着自己的耳朵 然后一旁的宁如雪 则是撇着嘴巴嘲讽 自讨哭斥 叫你非要偷听 这小子以前 可没有少偷听咱俩说的话 还不是我怕你面子能没告诉你 叶文却是暗暗爽 只是适才徐贤那声 实在是让他耳朵有些难受 此时还是嗡嗡作响呢 拍了拍耳朵 叶文起身从房顶上跃了下来 然后回头看了看宁如雪 师妹 还不下来吗 宁如雪哼了一声 纵身跃下 你倒我是你吗 对了师兄 莫不是担心今日白天的林平之所说 他林家也在给姐姐找夫婿 所以才来看看师弟和荣荣的关系 对于黄荣荣和徐贤之间的事情 叶文并没有蛮宁如雪 所以他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对于这二人的亲事 宁如雪可是举双手赞同的 毕竟他和黄荣荣相处日久 关系也算是很好 自然向着这个小妹妹多一些 叶文挥了挥手 这件事情 咱们这几天就知道了 我姑母从明儿个开始 那些跑来抓女婿的人呢 得把门槛给他烂漏 事实上他说的一点都没错 第二天刚一天亮 就有人拿着礼物跑过来 说要拜访徐贤 那是一个接一个呀 甚至还有不少媒婆跑上门来 让徐贤的耳朵是包受摧残 好在是烦不到叶文 他就在一旁边看热闹 但是中午的时候 林平之士丧着脸跑过来 见到叶文一开口就是 呦叶兄啊 小弟也不是自愿的 还望叶兄海寒呢 说八十一白手 身后一群杂役 哗啦啦摆上了一堆礼物 林平之这一挥手 砸起砸吧的礼物堆了好多 叶文正惊讶呢 就听这位林公子继续说 哎 这些都是送给叶兄 以及诸位的见面礼 除此之外 还有 一边说着 一边指着外面 叶文顺势一瞧 发现还站着不少的家庭杂役 扛着大箱子等着 而这番姿态也叫不少人瞧见 围在周围是议论不停啊 哎呦 这什么情况 你还不知道啊 啊 新客壮云郎在里头呢 这都是来招女婿的 哦 这样啊 难怪我瞧着 今天这客战进进出出 没个消停 壮云郎在这啊 这么大手笔 哪家呀 林尚书假的 林尚书 那不是 摸摇多言 看热闹就是了 但见林平之此时是微微一笑 这些都是送给壮云郎徐兄的见面礼 还望叶兄带位收下呀 叶文现在也瞧出来了 这林家为了招徐贤这个女婿 可谓是下足了本钱 若是这样 怕真是不好应付呢 呃 我那师弟的事情啊 在下可坐不得住 何况林公子这番钱来 所谓之事实在是 啊 这些礼物啊 在下也不好收 林公子还是 不想话还没说完 林平之就开口了 哎呀 这些啊 不过是些见面礼 和那徐兄弟之事没什么关系 叶兄还莫要推辞啊 至于徐兄那事情 叶兄只要答应帮忙说说就好 成与不成 无所谓 叶文一听 眼皮是一跳啊 按道这林家果然是不一般 成与不成都送上这般多的礼物 那这份交情便算是结上了 哪怕徐贤不肯娶他家女子 也不至于一点情分都没有 而徐贤这个壮与郎 未来在官场上 也能多少和林家亲近一些 也算是一种官场投资了 争愁处着 林平之又低声说 在下知道 我那姐姐啊 在这京城中名声颇恶 不过我这姐姐 那也是知书达理 虽然脾气大了点 但叶飞不通事理啊 这京城中许多名声 也是大家以讹传讹 所以才这般邪乎 喜欢拿鞭子抽人 还是脾气大点 心中这么嘀咕一声 但叶文仍然没有开口 只是将面前一个 不大的精致小盒打了开来 只见一个青绿色的 宝石吊坠耳环 出现在自己面前 叶文一打开盒子 身旁坐着一只 没说话的宁如雪 便望向这边来 一见之下是大为喜欢的 不眠就是多看了一阵 被叶文瞧见 便递到了他的面前 喜欢就收下吧 然后他转头 对林平之说 我叶文也不是 白受别人恩惠之人 说罢便取出自己的长剑 枪狼一声抽出来 这长剑本是鼠山派 致使兵刃 不算稀奇 林平之正奇怪着呢 不明白叶文取出 这么一柄长剑是为什么 不眠与身旁的方大哥 是对视了一眼 正经仪呢 只见叶文将长剑 竖立于自己面前 左手倒提 右手实质竖立 运其剑指功夫 指尖上是银线紫色剑气 指这一手 对面那方大哥 就是脸色大变呢 同时心里 对着年轻的鼠山掌门 是越发佩服起来 他二人坐在对面 瞧不清 叶文究竟在做什么 只听的一阵 金属摩擦之声 不绝于耳 呲啦啦的 实在是不好听 好在只是片刻之后 那声音便消散了开去 叶文将那长剑 递到林平之面前 这便算是一个信物 若有什么需要在下帮助的 持此剑 去平州 书山县外的蜀山上 来寻我便可 林平之接见一看 只见这长剑 本来光亮平滑的剑脊上 写上了蜀山派 叶文这几个字 苍劲有力 端的是一手好书法呀 更何况 这字是叶文 以手指在长剑上书写而成 此等神功 他以前 至多在一些说书人的故事里听过 何曾亲言所见 林平之自小就接受各种教导 此时见了这长剑 也知道这东西意味什么 尤其是一看自己方大哥那表情 他就知道 此等高手绝非是路边的白菜 原本知道叶文功夫不俗 虽然应该是江湖上的一位好手 但也不至于过于夸张 可如今才知道 这叶文乃是江湖中大大的高手 林甲能够识得这样一位高手 也不枉走这一遭啊 将画一递过来的剑鞘接过 然后将那长剑归鞘 递给最为信赖的方大哥 林平之这才说 叶大哥 你太客气了 叶文不言 只是喝了一口茶 他的确是在客气 要不然平白受了一堆东西 却不帮别人办点事 他自己实在是觉得过意不去 毕竟他心里面对那个没见过面的 林大小姐并没有什么认知 自然不可能帮着说没的 随后几人又是闲扯了一阵 林平之突然说 不知贵派可还招收弟子 叶文一愣 一见林平之那兴致勃勃的样子 随即就明白 是这位公子 生起了学武的心思 不过身为尚书公子 这位能受得了那学武的艰辛吗 他这边观察着 只听那林平之说 在下和我这方大哥也学过几年功夫 虽然只是些简单的把势 但是想来也算有些基础 应该不至于太差了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他的表情上却显示出了几分不自信了 他是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自小主要就是学习各种策论诗文 见或还要和自己父亲学学如何做人 如何与人相处 他年龄虽然不大 今年还不到二十 但是所学却颇多 为人也算是比较老练 但是这般努力学习的后果 就是身子骨比较差 再加上大家子弟 到他这个年纪的 基本上都有几个通房丫头天天暖被窝 时不时再出去花天酒地一番 这一身子着实好不到哪去 而且这闲暇时间也不多 能用来练武的那就更是少之又少了 若不是他老爹觉得适当的锻炼能够保持健康 怕是连这一点稀武的时间都不会有啊 叶文瞧了两眼 右手一抬 做了个把脉的手势 那林平之醒悟得很 知道人家只是要查看自己根骨 立刻就把手腕递了过去 只是耗了一阵 叶文就是一皱眉头 你这身子骨可够差了 林平之没想到 自己这点底子被人一探就给敲出来 平日里也吃了些补物 只是效果有限 那些用不得东西 莫要吃得太多了 吃多了反而不好 对了 你平日里练过什么功夫 林平之士一一回答 大多数都是一些简单的剑法拳掌 那练器的功夫也曾习练过 但是始终是难以入门呢 叶文想了想 随即是夺了一道真气过去 低声嘱咐 记住真气在体内行进的路线 林平之只是一愣 随即就明白 这乃是天大的浮原 他不敢出声 只是静静感觉着那一团热乎乎的丝线 在自己体内转了几转 便连叶文什么时候松的手 也是不太清楚 等他回过神来 郑玉和叶文道谢 就见叶文说 你我相识一场 也算是有缘 今日祝你跨过这道门槛 日后只要按照这条路线勤加练习 虽然成就不了什么武林高手 但是延年已寿 身体健康 那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他试裁的那条行器路线 不过是一些基本的吐纳之法 和基本内功也差不多 其实就是他最初席练的那套图纳法改过来的 因为他久席道家内功 对内气养生有了一定了解 所以便做出了这种尝试 他早就打定主意 把这套养生图纳功法专门作为耸人型的玩意儿 这套功夫练起能力一般 但却秉持了道家功法的一贯特性 对养生调养是非常不错 一般人若能坚持勤练不错的话 练到七八十岁依旧可以健步如飞 而且也能养出一身还算不错的内力来 今日传给林平之 这鼠山派也算是和林家接了善缘了 倒是那结亲的事情 好像被双方人马都有意无意的给忽略了 林平之也不是不行目之人 只看人猪般作态 就明白今日想要将徐贤招进林家 基本是没什么可能了 但是得了这些东西 也不算是白跑一遭嘛 与叶文也算是加深了交情 先不说以后会不会麻烦着人家 但是多一个朋友 好歹多一条路不是 更重要的是 若能和鼠山派结缘 以后林家也可以请鼠山派派几个结出弟子来保自家平安 这可比什么都强啊 其实我最在意的 还是叶兄传授我的那套炼气之法 这一丝热乎乎的线在体内转来转去 着实有趣的很啊 那方世卫文言亦是佩服 能让一道真气进入人体之后依旧不散 并且不停运行的 的确是需要他仰视的高手做法呀 少远 您得了这机缘 日后还得秦家练习呀 林平之士笑道 那是自然 他可还记得临走时 叶文偷偷在自己耳边嘱咐 那送进体内的真气 七日后会自行消散 若是自己这几日勤家练习 那么便能练出一道属于自己的真气来 那样 即便他夺来的真气消散 亦是无妨 若是不洗练 那真气散了之后 再想凭借自己练出真气 则要难上许多 旁的也不说 这氧气功法 只要他好好洗练了 对他形防之势 也是大有必义的 就这一句 已经坚定了林家公子苦练辞工的决心 林平之不知道 自己才刚走 那百里家的公子也跑来拜见了叶文 百里公子也是帮自家姐妹说媒的 叶文对着百里公子倒是印象不深 当时聊天的时候 他说话也不是很多 不想今日还特意跑来拜访自己 只一开口 叶文就知道自己猜错了 哼 在下是特意来拜访叶兄的 也许叶兄奇怪 在下特意来拜访叶兄 是为何故 实际上呢 我百里家是军人士家 家里也有一些祖传的功夫 所以对武林中人比较亲近 这才会来拜访啊 叶文后来才知道 这位百里明的父亲 乃是禁军里的一位指挥士 职权也是不小 负责京城防卫 而这百里明也在禁军里挂了个贤职 也许几年之后就能得个十职了 百里明今儿个跑来 倒是没奉家里什么命令 单纯的就是来和叶文套个近乎 俩人聊了好一阵子之后 百里明也就告辞而去了 只是说是这么说 叶文却觉得没那么简单 百里明会特意跑来 和一个乡下门牌的掌门套近乎 说白了 还是想要靠交情拉拢自己而已 先不说自己那师弟是新科状元 自己也是武功高绝 百里家若是能拉拢了自己 就等于简洁拉拢了徐贤 同时也和鼠山派拉上了关系 若是能从鼠山派里 要出几个出色弟子 充实自己的班底 那也是一大利好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 史上第一掌门下一张 第152集 这些个官家子弟 没有哪个是真蠢蛋呢 送走了百里明 看着自己房里也对了许多礼物 叶文暗自寻思着 是不是应当早日离开京城的好 再这么下去 他自己也比徐贤好不了多少了 正嘀咕着呢 就见徐贤满脸疲惫地走进来 一看叶文这房里的架势 也是笑了起来 师兄 你今日也忙得不行吧 这还是百师弟 你这状元所赐啊 哼 你不是说 只想随意糊弄一下吗 我是糊弄了呀 但是没糊弄过去嘛 一说到这个 徐贤也是满脸郁闷 哪想到这节电视 居然水分这么大 自己随便打打 也能考中状元 叶文听到徐贤这么说 也只能是感叹一声 然后便也不再纠缠这个话题 知识问道 你准备何时离开京城 唉 起码要等到皇帝 给我们这批新科进士封赏完了 然后再去所属的部门 报个到才行啊 哦 那你觉得你会进什么部门呢 叶文记忆中 新科进士们大多都是进汉林院 也不知道这个朝廷 有没有这么个部门 只听徐贤说 三甲进士一般是进汉林院 那是个闲职 也没什么油水 何时能出来 那可没准 二甲进士则不一定 有进汉林院的 也有进六部进修的 至于一甲嘛 肯定是进六部了 至于具体是去哪儿 就看皇上如何定夺了 对了 师兄 那清国可还有剩 你是想 必要的话 只能这样了 不过眼下得先离开京城 回鼠山再说 聊了片刻 发现时辰不早 瞧了瞧房间里乱七八糟的 叶文也知道 没法在房里吃东西 走吧 先去大堂吃饭 不过是被围观罢了 反正又不是瞧我 就这样 一群人呼啦啦来到大堂里头 此时正是饭店 人还不少 他这一群人 好不容易弄到两张桌子 才点好菜 就不知道多少人凑上来 想和徐贤凑凑货 不少人那架势 好像是老早就等在那儿 就希望这壮元郎现身呢 这些人 有上来聊几句 想见识见识的 也有跑来自荐的 比如说给徐贤 当个官家什么的 还有更觉得 有个女孩竟然跑过来 扑通一声跪下来 哭着喊着 求着要给她做个小妾 搞得徐贤是头大无比呀 这顿饭吃得那叫个热闹 叶文则全当看戏了 而因为周围众人都瞧着他们 她初时并没有注意到 远处角落里有两个女子 一边坐吃东西 一边低声谈论着这群人 小姐 那边便是新科状与虚嫌了 一个明显是下人模样 对着旁边已模样不俗 同样吸引不少目光 却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女子说 本宫 本小姐瞧得见 还有你来说吗 此女穿了一身上好绸缎制成的裙子 再加上不俗的气质 一身华贵之气 鲜漏无遗 坐在这么一个角落里头 着实是惹眼 若非徐贤壮允郎的光环太耀眼 大唐当中猪人 怕是要来瞧这位女子了 小姐 黄 大少爷的意思是 将小姐续配给那位徐公子 奴才瞧那位徐公子长得俊强 才华又破高 倒是勉强配得上小姐您呢 这女子是微微一抬眼 往那徐贤那瞧了瞧 然后是傲然说 一个男子竟然长这般相貌 哼 如女子一般 有什么好的 说完 恰好那徐贤又咳嗽了两声 于是他又说 竟这般病弱 还算得上是男人吗 还不如旁边那位来得顺言 扛着那么大的兵器 还能行走自如 这才算是男人 旁边这瞎人又说 小姐 那是壮与狼 据说文才不凡 电视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争执 众大臣是齐齐推举其为状元 如此才情 不正是小姐当初说的吗 哼 本小姐的要求是文才过人 知书达理 相貌出众 身形挺拔 最好还懂得些武艺 这才算是文武双全 要达到小姐这般要求 那男子怕是都变成老头子了 不想这位一听 只是轻蔑地瞥了一眼 哼 那便是自身不够好 如何配得上本小姐 本小姐今日低调出行 便是想看看那壮与狼 是什么水平 哼 不过如此 下人瞧了瞧周围 围在自己两人身边的 三桌子侍卫 又瞧了瞧 对面街上坐的许多侍卫 冷汗都流下来了 小姐呀 你这也算是低调 而那边叶文也注意到了这群人 偷偷对徐仙说 那边也不知是谁家小姐 带了这么多人来看你 可真够高调啊 那女子坐在角落里 对鼠山派众人指指点点 不多时就被鼠山派众人察觉 可这位依旧是毫无所觉 自说自话可不停 等到说得够了 然后一起身 哗啦啦站起 好几桌精壮汉子 护着这女子走了 叶文看着人走远 砖头问徐贤 这女人 估计是来看你的 徐贤是尴尬的笑了笑 只是低头吃饭 适才闹腾了好一阵 这一桌子都吃完了 就她还没吃几口 此时才得了些空子 扒拉了几口饭菜 第二日 徐贤已被宣进殿里 低头听着太监宣读 对这一批新科进士的任命时 他竟然是被委任了一个十全 力不援外郎 这官可不小了 徐贤对于皇上 居然如此看重自己 也是大为吃惊 头颜往旁边一瞧 只见这满朝文武 也是对于皇上 一一出手 就是这般大的手笔 同样感到了意外 一些自觉 嗅觉敏锐的 都道着年轻人 是前途不可限量 一入官场 就能进六部当中 混个十职 本朝至今 也没几个人 有此待遇 云外郎 虽然只是 立部下属部门的 主官副手 但也管得了不少的人 职权同样不小 何况立部 主管考核官员的升迁将职 乃是大大的肥缺 这控制的 园外郎之位 不知多少人盯着呢 如今竟是叫着 新科状元夺了去了 只是这还不算 皇帝乐呵呵等太监念完封赏 随后又对徐贤说 爱卿可曾婚娶纳妾啊 他这问题 只重婚娶 不重纳妾 在他瞧来 这徐贤也算是出身世家 即便未能娶妻 怕是也早就纳了几方小妾了 他断然没想到 徐贤不但没有娶妻 连小妾也未曾纳过 所以当卫红得知徐贤 并无妻妾的时候 有一点吃惊 但是更多的却是高兴 他想将自己的姐姐 也就是当朝长公主许配给她 自然得先问清楚 这徐贤是否婚娶纳妾 若妾是太多 少不得还要让其 将那小妾休掉几个 好保证长公主嫁过去了 能够多与夫君相处啊 当然若是已经有了妻子 那就麻烦了点 逼迫大臣休妻 那可不是什么好名声 此时听到徐贤无妻无妾 那倒是省了不少麻烦 伟红心下一席 立刻就叫小春子 宣读了下一道旨意 这份旨意并没有亮出来 此时得了皇上首肯 才转身从后面一个伺候着的 小太监那里借过来 宣读起来 内容是有多又常听的 叫人昏昏欲睡 但是其间的文字 却叫满朝文武士 大吃一惊啊 此婚 徐贤本来也有点精神萎靡 等听清楚这圣旨 读的是什么的时候 那才是精神一震呢 心中是暗道一声 苦也 昨日多那些名门众臣 上门抓女婿就够他头疼了 还因此得罪了一个王侯 就差没放话要以后给自己小鞋穿了 那时候他还不以为意 反正自己无心仕途 哪想到才搞定那些人 今日皇上却是开口赐婚 要把长公主徐配给自己呀 徐贤脑门上冷汗都下来了 这个位置可不好待 更要命的是 若是硬下了 自己还想脱离仕途 那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国事变家事 躲得没地儿躲呀 太监将一份旨意念完 下的台阶来递到徐贤面前 徐大人 请接着 臣不敢戒指 此言一出群臣接近 连皇帝都是一愣 不过好在卫红对徐贤极其欣赏 本身也非脾气暴躁之人 见徐贤不敢戒指 便问了一句 何故不敢戒指啊 徐请假可是有什么难处 微臣一与一女子定下了亲身 只等微臣回乡 便即刻成婚 万万不敢再接下这门皇亲呢 这算什么 推了那门亲事便是了 等这旨意传遍天下 想来那家人也不会为难于你 那女子全家依然身故 至于的一人 这 卫红听到这儿 却觉得有点难办了 人家女子苦哈哈全家都死了 就等着徐贤娶她 如今若推了婚事 叫那姑娘如何是好 这不是害人吗 这卫红还是一心想做个明君的 所以对于这种对许多皇帝来说 不是问题的事情 他还要费神思量一番 正觉得难办呢 文臣中忽然有一人出脸 好大胆子 皇上此患 那是天大的恩宠 徐贤 你竟然百般推辞 莫非是不将皇上放在眼里 皇上 臣以为此当不尊皇上之辈 当开阁 永不入用 徐贤正寻思着 这是哪条狗跑出来乱飞 顺便还拍皇上麻痹 但一听到最后两句 他是眼神一亮了 心道正合我意 便闭嘴不言 只是静静听着 心下寻思 若能借此由头辞光而去 倒也是一桩好事啊 不想魏红对他期望颇高 哪会因为这么点小事 就把未来的左膀右臂开阁 一挥手 是把那人呵斥回去 有了这样的场景 并无人再出来呵斥徐贤 本来有几人带着奏章 想参他徐贤一本 说他混迹三角九流 勾结肥肋之类的 也都暗暗收回去 不再出言了 这几日过去 武林大会的事情 已经渐渐传开 这些大臣们 个个都有点手段 查查徐贤的事情 还是不难的 何况蜀山派和皇家寨的事情 闹得那么大 也没法隐瞒 只要一打听就能知道 若非此时交通困难 消息传递稍微慢了点 怕是早就天下即知了 我去 怎么没人出来指责我 快来奔我呀 把我割了呀 徐贤左右一望 发现众人对自己 都抱一非常亲切的笑容 本来对自己 还瞧着有几分厌恶的人 此时也是换了脸色 你们这群枪头草 代不给力了 和叶文混酒了 各种稀奇古怪的口头禅 也是学了不少 此时心里头是暗骂个不停 而此时卫红 见徐贤执意不接自己的赐婚圣旨 也值得无奈收了 叫小太监拿下去烧毁 徐清家只专情守信 叫朕很是佩服 若是平时 忠臣会当皇上生气了 可如今却没人赶出这个声 甚至不少人都附和 说徐大人是品德高洁 文采不凡 见群臣附和 魏红也是高兴啊 当下宣布摆下御宴招待众臣 顺便叫这群 刚刚踏进朝堂的新人们 也与众大臣熟悉熟悉 众人都是巴望不得呀 这可是一个扩展交际圈子的 大好机会 只有徐贤 按道了一声 又来呀 他这边饿得是眼貌惊心 那边的叶文 却是吃得万分高兴 尤其是请客的 竟然是那日进城的时候 不大瞧得上自己的那位 天道宗弟子 在下天道宗正送 前些日子多有得罪 还请业掌门误挂呀 说吧 他还将那日收走的小牌子 递了回来 又继续说 前些日子啊 忘了还给业掌门 今日特意给业掌门送过来 还请业掌门收好啊 此时举着这不大的牌子 郑松却觉得这东西重于千金 追得自己胳膊都快抬不起来了 这几日从朋友那儿 打听到了武林大会上的事情之后 他才知道 那日自己自作聪明 得罪了多大一尊佛啊 细细再问才知道 鼠山派如今之声望 直追武林级大派 掌门叶文那君子剑之美名 更是得自家掌教真人亲口称赞 这是真的各种称赞 这天一真人是走一路赞一路 帮叶文可打了不少活广告 如今这君子剑之名 随着武林大会上众人 渐渐散到各处 也是传遍各地 眼下虽未响遍天下 但也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徒手释放剑气 剑气消失礼杯蹄子 顺手灭了雷剑门 更与天乐邦帮主林海 大战一场重创林海 导致林海重伤毙命 再加上鼠山派 徐贤宁如雪二人 显出不少手段 鼠山派的旗号 算是真正的在这江湖当中 树立了起来 下一次武林大会 那鼠山派定有一张请柬 而能得到请柬的 那就代表鼠山派的地位 已经被江湖同道认可了 同时 杂起杂巴的 还传来叶文曾与九剑仙 与玉剑神迹聘过一剑 就这一条 就引起不少人惊叹 比那叶文重创林海 还要较人惊叉 至于那魔教重现的事情 反倒在一些人有意无意的忽略之下 没叫众人重视起来 大家都只记得 本次大会上出了个鼠山派 出了几位年轻高手 其中更以掌门叶文为罪 当叶文听到这些言论知识便猜到 是那些大派合力宣传自己 把魔教的消息压下去 在一切没有准备好之前 不要引起恐慌 是一个正确选择 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宣传对象 叶文得到宣传 也算是适逢其会了 不管怎么说 叶文和鼠山派都是得到了许多好处 寻常门派想要明动武林 那可不是凭借一届武林大会的经验表现就能做到的 还需要常年累月的积累 慢慢提升自己的名望 但是鼠山派却因为一些意外 瞬间达到别人数年积累才能达到的程度 对于鼠山派以后的发展 绝对是大大的利好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第153集 见郑松是一脸紧张 额头上竟然引现汉字 叶文也不好为难人家 笑着便将那小牌子接过来 随意道了句 续续小事便莫要提了 直到此时 这郑松才尝出一口气 然后举起面前满满的水酒 对叶文一举 在下就在这惊中任职 叶章门要是有什么需要 尽管开口便是 五成兵马寺的人都认识在下 随便找个差役 便能寻到在下所在 叶文也不客气 一口干了那杯酒水 然后与郑松是客套一番 目送郑松告辞而去 这郑松倒是不傻 知道自己当初自作聪明 做了一些事情 即便人家不当回事 但总归是个疙瘩 自己与叶文虽然有缘得见 但这关系怕是仅此而已了 所以便是干脆离去 去忙自己的事情 叶文也猜到他的想法便没有阻拦 只是互相道别后便做了回去 然后对身后静静立着的话一说 你也不必整日伺候在我身边 这是奴婢应该做的 叶文见自己怎么说 话一都只当自己是婢女 也不再啰嗦 问了句旁的 我且问你 你还要学功夫吗 话一眨了眨眼 不知叶文所谓何意 所以干脆便不出声 叶文见他不答 只得又问了句 你这经脉已经好了许多 此时重新修炼内功 也没什么问题了 可曾想过 重新修炼出一身功夫 何况我鼠山派也是武林门派 未处山上 不懂功夫的话 也颇为不方便呢 话一想了想 最后是悠悠地说 奴婢自小 只练过那学阴器 此时也不知在练什么好 老爷愿意教奴婢吗 你若想学 我便先教你一套本派的内功心法 等你恢复一些内力 再说旁的 话一一身修为被废 但是经脉犹在 并且已经适应了比较强横的内力奔行 若想修行内功 自然是事半功倍的 再加上话一一身精纯 阴气禁书被夺 修行任何内功都不会和他原本修行的功夫有冲突 等于是任何功夫都可以学 犹如一张白纸 可以任意作画 叶文准备先教他学写全真心法 将功力恢复得差不多 也好叫他能有点自保之力 否则他眼下这个样子都不敢让他单独上街 生怕被谁抢回家去呢 至于外公嘛 叶文以前就奇怪 话一这一身外公与其修为颇为不符 如今倒是明白了缘故 不过是沈宇晴故意这般教导的 他本身就没想好好教一个徒弟 那断代传授 他也有八成只是要学舞蹈的缘故 至于轻功嘛 才是真真给他保命用的 除此之外 话一是什么都不会 若非话一自小 由沈宇晴养大 怕是早就怀疑自己是福的目的了 你若要习武 全部都得从头开始 内功虽然有基础 不过这外公 叶文上上下下瞧了瞧 也不知这话一娇滴滴的 能否吃得了那骨头啊 正说着呢 宁如雪恰好走过来 对叶文说 华姑娘的功夫便由我教导好了 叶文倒是觉得无所谓 反正谁教都是教 虽然他心中已经想好了教话一什么功夫 那本秘籍还是山下召唤出来的 是一门剑法 只是山上无人适合练习 便被他放在了一旁 如今给话一倒是合适得很 便动了那本秘籍的心思 当初还倒是没用的东西 如今看来倒也并非如此啊 摸了摸下巴 叶文想着想着 觉得这日子过得是忒快 好像距离自己可以召唤秘籍的日子又近了一些 也不知道这次能够得本什么 只是想来想去 自己眼下最着紧的是修炼时间 秘籍什么的反倒并不迫切需求了 除非来本真的是强悍到逆天的来才行啊 戒指啊戒指啊 来本先天乾坤功吧 正念叨着呢 只见徐贤是晃悠悠走了回来 他见叶文正在大堂里坐着 便问了一句 师兄 你在这儿等我吗 是啊师弟 你怎么才回来 你看这桌菜 凉都凉了 话说 皇帝赐婚的事情并没有传开 毕竟徐贤并没有答应 当日殿中众臣考虑到皇家威严 也没敢将这事情说出去 所以便无人知道徐贤在殿上拒绝了皇帝的赐婚 除了鼠山派的人 皇帝要把长公主续配给你啊 帮政忙着吃东西的徐贤倒了一杯酒水 听着今日皇宫里发生的事情 叶文觉得自己这日子过得是越来越优先了 徐贤是随便应了两句 啊 不过我没答应 哇 这算是抗制不尊吧 叶文倒是没想到自己这师弟如此有个性 直接当着皇帝的面不接圣旨 徐贤抬起头 奇怪地说 只是不接圣旨而已 不算稀稀吧 然后便唧里呱啦说了一堆拒绝领圣旨的仙人 叶文这才知道 这商朝不接圣旨也不算什么 当然 前提是得有一个能让皇帝认可的理由 至于赐婚这件事情 徐贤用已有婚约在身来拒绝 皇帝也是不能勉强的 除非当今皇帝愿意让长公主和别人一同做徐贤的妻子 两人又聊了一阵最后商量过几日便启程回树山 反正壮月郎回乡醒亲也算是惯例 等到回了树山县 徐贤随便找个理由辞了这关也就是了 甚至二人已经商量好 少不得又要那枚青果出马 叫徐贤来个大病一场 性命垂危 无能报效朝廷 只能在家专心养病的戏码呀 只是为了防止他体内那股寒气再次复发 这一回倒是需要叶文帮把手 先将徐贤费脉护住 不叫两股寒气呼应起来 然后才得实行司法 二人商量了一个定计之后 便各自回去歇息 只是他二人却不知道这大半夜的 却有人睡不着觉了 什么 你说那个壮元郎拒绝了皇上的赐婚 深宫里某个宫殿中的咆哮声 甚至让诸多职业的侍卫们一阵恶寒 站在一旁的宫女倒是不以为意 好似早就料到会有这般反应 是的 宫主殿下 这壮元郎 他说自己早有婚约 只待回乡便及成亲 所以不肯接皇上那赐婚的圣旨 只见上手那一声华服的女子是怒吼一声 手往旁边的小桌一拍 只听喷的一声 这位宫庄女子立刻是泪眼婆娑 捂着自己通红的手掌 真是疼死她了 而那宫女则是暗自叹了口气 上去帮公主揉起手来 这不正合了公主的意吗 反正公主也瞧不上她 却不想那公主是一脸生气 那也只准本公主不同意她娶我 哪能叫她拒绝本公主 本公主还没嫌她 她竟然先嫌本公主 宫女听到此处 知道这位公主脾气又来了 只能在一旁是低着头也不说话 任凭公主咆哮啊 我倒要看看 那个叫徐贤的 有什么资本拒绝皇家此婚 你明日就去打听打听 这徐贤回向路线 本公主要亲自和她说道说道 啊 公主又要出宫啊 怎么 本公主每次出宫都低调得很 皇帝也不知道 本公主外出游玩 怕什么 再说 若皇帝怪罪下来 还有本公主保着你呢 宫女是一脸无奈 只能点头应试 心里却说 哪次公主出行不带上百八十个侍卫啊 前后开到的就差没举个牌子了 可是 公主殿下找那徐贤 是为什么呀 哼 本公主要告诉她 不是她拒绝我 是我瞧不上她 就因为这位公主几句话 随后几天众多侍卫们忙得是鸡飞狗跳 饭都吃不好 皇帝卫宏见了如此景象 便问身边的太监 我那姐姐 又在忙什么 长公主殿下 似乎是在打探徐大人的情况 而且召集了不少侍卫 似乎是想去找徐大人的麻烦 伟红没想到这事和徐贤有关系 只是想了片刻就明白 自己姐姐又闹起了倔脾气 估计是听闻徐贤当众聚婚 所以脸面上挂不住了 这才折腾出许多事情来 不过想想自己那姐姐倒是没什么坏心眼 想来也不至于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来 便随便她折腾去吧 若因此能和徐贤闹出点什么姻缘来 她倒是更加开心一些 毕竟正愁不知如何拉拢徐贤呢 只是考虑到自己姐姐好歹是个皇家众人 千金之躯 若是此番跑出去受伤了 那可就麻烦了 尤其是徐贤来京的那一众人 还都是武林众人呢 小蠢子 替臣将皇甫哲叫来 不多时 皇甫哲到来 卫红是没多说什么 只说了一句 朕那姐姐好像最近是要出去游玩 倾家记得安排几个稳妥的侍卫 好保护长公主周全 皇甫哲一听她就明白了 等过了几日 卫红召她来再问此事的时候 皇甫哲是直接说道 微臣使周管随行公主身策 以周管的身手 定能保长公主殿下安全 卫红一听 脑袋里闪过了周管的一些信息 是北城进军指挥使周家的后人 正是 卫红见皇甫哲点头 再想起那周家历代效忠商朝 周管身为周家后人意识不俗 便也放下心来 只是他没想到的是 徐贤这一众人才离开京城 就被长公主代人拦了下来 而叶文一瞧那当仙女子 立刻就知道这人是为何而来了 抬眼瞧了下对面这一排精气神 巨势不凡的汉子 明显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精锐侍卫 其中可不乏一些好手 当仙男女子一席竞装 骑在一匹高头大麻之上 手中鞭子是摇摇一直 叫徐贤出来 叶文听得转头对自己师弟说 这趟进京可真是闹了好大麻烦 不想刚出京城就有人过来拦道啊 徐贤 见了本公主还不前来拜见 此言一出 鼠山派人士齐齐转过头来 大多都是一脸诧异之色 便只有叶文知道的清楚 笑着对徐贤说 嘿哟 看来你那一句婚 倒是惹恼了这位公主殿下呀 徐贤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然后往前走了几步 对马上的女子是摇摇失了一礼 微臣立不远外郎徐贤 见过太平公主殿下 免礼了 不知公主殿下拦住微臣一行 有何吩咐 这太平公主此时才想起来 自己可不是来显威风的 而是要叫那徐贤知道 自己根本瞧不上她 莫要以为自己聚了皇帝的圣职就得意 只是这话自己说好像有些不大合适 最后便往旁边那贴身宫女使了个颜色 花儿 你说 啊 又是我 这丫鬟见长公主的表情 知道又是自己帮公主收拾烂摊子的时候了 值得处列道 公主殿下想告诉徐大人 即便徐大人接了圣职 公主也是不会应允那门婚事的 潜台词就是公主殿下 根本看不上你 只是后面那话太过直白 加上周围这么多人 所以不好开口 徐贤是愣愣等对方说完 哪想等了半天就只这么一句 完了 那环儿也是一愣 眨巴了下眼睛 完了 哦 徐贤应了一声 随即施礼道 微臣晓得了 然后就要告辞而去 绕过这群人 不想那公主不知是哪根筋搭错了 见徐贤如此不嫌不淡地回应 立刻不瞒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这个时候不应该大呼不要吗 啊 你怎么这样啊 此话已出 莫说鼠山派一行人脑袋是冷汗之貌 就连这公主带出来的侍卫都是满头黑线 将目光是转向一旁 好似跟着这个主子实在太过丢人了 一直站在长公主旁边那个年轻人 文言更是横跨了一大步 只是因为他站在那公主的侧后方 所以这位公主并没有察觉 但是却让这叶文是瞧了个正着啊 徐贤擦了把冷汗 这长公主应该是皇上的姐姐才对吧 怎么跟个小孩子似的 长公主在马上大吵大闹个没停 鼠山派的人却不能一直陪着干耗着 从一旁绕过的时候 徐贤说了声若吩咐便告退了 随后便是一众人 适适然从这群侍卫旁绕了过去 其中鼠山派众人那略微包含怜悯的目光 让这群侍卫是头都抬不起来啊 他们这行人都走了之后 那长公主还在发现呢 便连那皇儿也劝他赶紧回去 他就是不听啊 本公主何曾被人这么无视 徐贤 本公主和你势不良力 正当长公主喊出这嗓子的时候 却突然有喊杀声传了出来 温哲是无不心颤 那随侍公主身侧的侍卫一文此声 立刻是大声呼喝呼驾 随即指挥着这几十名侍卫 将长公主是护在当中 并从腰间抽出一柄雪亮的刀来 只是他一瞧 却发现这莱迪竟不是冲他这群人来 而是冲着刚刚走过去的徐贤等人 周管一见 想到徐贤乃当朝新科状元 又是刚任命的吏部员外郎 他也有保护之责 立刻是指挥着外围几名侍卫 快去保护徐大人 哪知话音未落 只见一群黑衣人还在空中的时候 一刀刀青色剑气就从一个青山女子手中击手而出 每道剑气闪过 便是一个黑衣人从空中跌落下来 周管见状大惊啊 这徐大人身旁竟有如此高手 他虽然也是御前侍卫 但是级别不高 对徐贤的事情倒是并不清楚 此时见众人如此手段 倒是大吃一惊啊 一会儿功夫 这群人就被收拾了个干净 叶温得控之后 便是对徐贤说 师弟 你在京城得罪了什么人吗 这群人一出来就奔着徐贤杀过去 明显就是为了取徐贤性命 可惜这身功夫太过稀松 拧如雪随手就将其打发了 一个漏网之余都没有 徐贤先是将这群黑衣人的身份瞧了一遍 发现没一个实得的 听到叶温说话便说 这次我在京城里得罪的人可多了 免不了会有人用这些手段来对付我 要追究吗 算了 一群跳梁小丑 把这些人杀光了也就是了 若他们不知收敛 再一并算账也不迟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 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章 第154集 更重要的是 若鼠山派在京城大闹一番 少不得变成邪派一端 对门派的发展是大大不利 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山门 也将毁于一旦 至于以后 反正他并不打算走仕途 也不会再和这些人有什么交集了 鼠山派众人将这些尸体搜刮了一遍 一回头 发现那公主竟然追上来 竟然是纵身从马上跳下 直接跑到了宁如雪面前 用不停闪着星星的双眼盯着宁如雪 女侠 是我做弟子吧 不单是宁如雪的宁如雪 不单是宁如雪惊讶 其他人也被这位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 敬得不知所措 那环儿则是捂着自己的脸 一副旧之如此的表情 就只有那侍卫是走上前来 对徐贤说 在下御前侍卫周管 徐大人受惊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在下吧 然后便指挥众侍卫 将那些尸体一一摆好 同时派人通知武城兵马寺的兄弟 弄几辆大车来把尸体搬回去 吩咐完了才对徐贤说 不管今日这些人是何人所派 定然会给徐大人一个交代 若是其他侍卫 怕是还不敢这么说 但是周管却大可以将话放下 因为他周家在商朝的地位和作用 那是不可小觑的 更重要的是 周家的人都知道皇帝最忌讳什么 今日敢当着他眼皮底下 搞风搞雨谋杀新科状元 那以后不就是要暗杀皇帝 谋朝篡位了吗 所以这件事情 定然要扯出最后的凶手 只是后头乱七八糟的发展 却不是他能管得了的了 只知道今晚派人的那个家伙 要倒霉了 周侍卫客气了 徐贤知道御前侍卫地位极高 和周围这群皇宫侍卫是大大不同 而且从刚才这周管两句话来推断 这人的背景一定也是不凡 二人随便扯了两句 一回头发现那位公主大人 竟然是死死抱住了宁如雪 他哭着喊着要求拜师 女侠 你收下徒儿吧 你收下徒儿吧 也闻一众人看着此等极品 那是相顾无言 鼠山一行人继续往平州前进 但这路上却是多了个大尾巴 堂堂商朝公主竟然带了二十几个侍卫 跟在鼠山派众人后面一路往东北前行 即便这位没有高举牌子 这般座态也叫人知道此人是家事不凡呢 吃饭的时候 叶文也趁机问了下 公主殿下 您这般随意地跑出宫 而且跑到平州 不大妥的吗 他的印象里 封建王朝的公主好像没有如此自由 甚至一辈子没出过宫 也算不得什么稀罕事 可这位竟然私自出宫 还随着他们这行人前往平州 此事好像闹得有些大了点 若不是这位太平公主留下了二十个侍卫 剩下的让他们回去报信 他真怕当朝皇帝以为鼠山派是带走了掌公主 然后要发兵正逃鼠山呢 而这位掌公主倒是瞧不大上叶文 对她的话也是爱搭不离 整天就围着宁如雪传 希望可以让她把自己收作弟子 最后惹得叶文脑了 直接便说 在下便是这鼠山派的掌门 收不收 你得问我答不答应 你 掌公主上上下下瞧了片刻 最后是轻蔑地说 本公主叫皇帝下到圣旨 册封宁女侠为鼠山派掌门 你还是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皇帝虽大 也管不到我鼠山派里 你竟然对皇帝大不敬 这话若只是纸面上看到 还倒是大为不满 可叶文轻耳听到 发觉这掌公主似乎并不生气 反而是万分好奇 不停地打量着叶文 只瞧得他浑身不自在 真没瞧出来 你哪来这般地气 叶文不理 他视才也不过是气急之下 说了两句 此时想起来 若真和朝廷对掐 他还真是没那底气呢 这边吵架斗嘴个没完 叫着不大的一个路边小店 倒很是热闹 叶文这桌子人 被二十个侍卫护在中间 倒是不用分神去查看周围状况了 却不想角落里头 一个年轻人 对身旁一个瞧不清相貌的人说 哪个年轻人 便是鼠山派掌门叶文 旁人不答 只是点了点头 见到这年轻人一脸不意 这才叮嘱他说 别瞧瞧了他 这叶文一手强横的剑气功夫 不可消失 消失者便是死在他那手剑气功夫下的 哼 我想的 这年轻人将手中合在一起的扇子挥了挥 然后用扇鼓敲了敲自己的掌心 不过 越是这样越是让我好奇 若非如此 本公子 本公子何必特意抛来 你的意思是 你想出手试试那叶文的功夫 此人浑身用斗篷遮住周身 头戴斗笠 寻常人根本瞧不清面貌 指这般形象 就让周围侍卫是多关注了几眼 只是后来瞧他一直坐着 便没有理会 此时与那年轻人是说了几句 最后便说 若要是他功夫 你自己去做 我这身功夫还未恢复 便不陪你闹了 说罢便站起身来 直接往店外而去 那年轻人见他离去也不阻拦 只是又往叶文那儿瞧了几眼 那黑衣人眼看就要走到店外 与叶文一直坐在一起的话衣 却突然满脸奇怪 他吸了吸鼻子 突然是脸色大变 我师父在这儿 叶文文言以惊 也顾不得和那长公主伴嘴 立刻将目光转到了 那将自己严严实实遮起来的人身上 指着一瞧便笑着说 沈夫人既然在此 不打声招呼 未免有点说不过去 说完也不等那黑衣人组合反应 立刻是幼稚一台 立刻闪出了一道紫器酝酿于纸上 眼瞅着就要发射出去 本来画一那句我师父在这儿 没有让那群皇家侍卫警觉 他们只倒是鼠山派的朋友之类 哪能想到画一的师父和正道武林 竟是死对头 等到叶文起身说话 也没往那边去想 直到叶文抬手了 众侍卫中眼力最高的周管才意识到不好 赶紧冲到长公主身旁 喝了一句拿下贼人 他倒是没指那将自己包裹得 严严实实的家伙 明显这不是他应该仓库的目标 他是往角落里坐着的年轻人身上一致 确实要将这个明显是同党的家伙先抓起来再说 只见那年轻人受伤折扇一拍 轻笑了一声 沈夫人 瞧你惹来这许多麻烦呢 他姿态轻松无比 竟是不把这二十个侍卫放在眼里 此时那黑衣人也不再强遍男生 而是恢复原生说道 这不正是你所期望的吗 你慢慢玩吧 我先走了 说完竟是看也不看叶文 转身就往殿外走去 叶文被这般无视 也是大为恼火 手上剑指一挥 一道手掌宽的强横剑气是拖指而出 只取那黑衣人 这道剑气之强横 远超以往任何一次剑气 甚至比当初在山壁提字时所使用的剑气 还要强横霸道啊 却是因为这剑气在纸上聚集多时 此时爆发出来 才有此等威能 虽然强横 拾起来也不怎么方便 若非这两人如此拖大 站在那旁如无人 叶文也拾不出这么强横的剑气来 只这剑气一出手 周围众人只觉得是浑身寒毛之力 好似是一柄绝宝剑从自己身旁滑了过去 那长公主本来还一脸莫名其妙 此时见到叶文出手也是被吓了一跳 正想呵斥两句 结果一回头看到叶文这道剑气 竟然生生把店门旁的一根极粗的柱子轻易斩断 立刻就不敢说话了 叶文这道剑气虽然强横 可惜沈宇晴早有准备 只见他一抬手立刻就纵身跃了起来 躲了过去 然后便瞧了眼站在人群中的话衣 娇笑一声 看来叶掌门对我那小徒儿十分喜爱呀 竟然整日待在身边 也不知我那小徒儿是否趁叶掌门的心意呀 可惜当初人家没来得及多教他一些取悦男人的技法 否则叶掌门可就有福了 要福 受死吧 沈宇晴仗着轻功绝伦任意嘲弄叶文 不想自己一低头 那叶文竟然浑身包裹着剑气骤然冲出来 骑士是迅若闪电 就是沈宇晴也被吓了一大跳 慌张张在空中一折身子 看看避了过去 哪想到自己虽然避过去 却被叶文这一冲之势带起的风锐剑鸭给毁掉了头上这档容貌的斗笠 那斗笠直接断成两截 便连垂下来的黑纱也是一并回去 显出了他本来的面貌 叶文这一冲之下 却是调动了周神真气尽数化作剑气 然后便将自己整个人裹在其中 等于将自己当作了一把锋锐的薄剑丢了出去 这下因为有自己在其中源源不断攻击内力 所以距离远比普通离手剑气远得多 同时因为剑气裹挟 一瞬间的能量爆发出来的极快速度叫人难以招假 不过缺点也很明显 那就是只能直来直去 因为沈宇晴应变够快 所以是夺了开去 可即便如此 他也被伤了一些 往自己那张娇嫩好似婴儿般的脸颊上一摸 沈宇晴发现自己竟然是受了些伤 流了一些血 等时大怒 更重要的是叶文商的竟然是他最看重的容貌 当时就对店铺里喝了一声 司徒浩云 你若再不出来 本夫人就要取了这小子性命 话还未落 只见那茅草搭成的屋顶被人撞了一个大洞 先前那笑眯眯的年轻人是纵身一跃 身形立即往前急冲而出 落到了沈宇晴身边 急什么急呀 我这不是来了吗 叶文见他出来 立刻是一惊了 尤其是这人刚才显露的那首轻功 着实不凡 此刻他能脱身而出 莫非他派中众人没能拦得下他 转头一看 这才放下心来 原来不是鼠山派众人拦不下他 而是鼠山派众人都没出手 只是那群皇家侍卫接成了战阵 然后周管在旁边指挥与他周旋 可即便如此 也被他重伤了三个 打趴了五个 他一落地 周管是提刀冲了下来 何方非累 报上明来 这年轻人还没答话呢 叶文上下打量片刻之后 突然说道 你换作司徒浩云 这么说 你是魔教中人 魔教 魔教变魔教啊 不外乎一个名字而已 不错 在下就是魔教中人 说罢便转头看了看 那群被打趴下的侍卫 还有提刀冲出来的周管 他嘲讽了一句 本以为叶掌门也算是英雄豪杰 没想到 竟然做了那朝廷的英雄呢 他话还没落 突然就往旁边一闪 恰好夺过了一道紫色剑气 若非动作够快 这下就能叫他丢了性命 叶掌门 人称君子剑啊 看来也不过是图具须名 竟然出手偷袭 不过是教训教训你 教你懂得如何与人说话 否则就算是屁上了一层人皮 也与那给人圈养的赤石没什么区别 这司徒浩云被叶文这般嘲讽 脸色立刻变得万分难看 只是深吸了几口气之后 便又恢复过来 指着那周管说 这位明显是朝廷中人 而且看齐势才调度指挥 当是军中高手 他与你鼠山派混在一起 难道不是因为你鼠山派已经投靠朝廷了吗 叶文瞧了瞧旁边的周管 发现这人手中用的正是军中才准使用的直刀 这可不是黄荣若那两把打擦边球的玩意儿 而是真正的戾气 鼠山派一行人中有使用这东西的 若没和朝廷扯上关系 那反而更麻烦呢 只是叶文却是浑然不在意这些 反而说 我鼠山派与谁走得近 似乎也与阁下无关吧 你又有何资格在此说三道四 司徒浩云却没想到叶文如此回答 愣了一下却不知怎么应对 过了好一阵才笑着说 叶掌门的功夫如何在下未曾领教 不过这嘴皮子功夫果然不俗啊 说完便对沈宇晴说 沈夫人先走吧 我和这叶掌门过几招就走 想走 哪儿这么容易 叶文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双手紫气一闲 左手一挥便是一道剑气放出来 直取那司徒浩云面门 同时右手手掌被紫气包裹的是愈发严实 渐渐的一层浓浓的紫云将其是笼罩其中了 一朝紫气东来挥手而出 静止奔着沈宇晴过去 他这两招无一不是威力强悍的杀招 不想那沈宇晴竟然不理不睬 转头就走 还说了句 若你今日不死 下次见到再和你算伤我面容这笔账 随即便是纵身跃起 直接没了身影 其动作之快 教师无山众人 根本来不及反应 徐贤虽然想要试着追上去 偏生身边需要护着的人太多 何况师兄那边还和人交手 也不知要不要师缘 却说叶文一张挥出来 竟然眼前已花没了沈宇晴的踪影 那叫做司徒浩云的年轻人 却突然横在前面 手掌一番显出浓浓血色 叶文甚至能闻到刺鼻的血腥气味 只见这般景象 当下便明白这是什么功夫 血天魔宫 隔下倒是识货 司徒浩云手掌一挥 结结实实和叶文对了一张 只见紫色和红色进气是四下消散 一阵沉闷之声 自两掌之间发出来 随后二人皆是蹭蹭退了好几步 这才看看站定 只是相比起叶文体内 仔气一转便没了事情 那司徒浩云却是满脸烟红血色 并且表情也不大好看 等见了叶文 竟然好似没事 也是心中一惊啊 使才自己一掌已经尽了全力 竟然奈何不得知叶文 他却不知道 叶文这先天子气 回气条理之能无比强横 他这一掌中的血天魔宫尽气 虽然轰入叶文体内 但是先天子气自行运转下 就给当下消解于无形 自然是影响不到叶文 而叶文的先天子气 进道入了他的体内 却因为血天魔宫不长于此 反倒是要多费一番手脚 见他吃了暗灰 叶文是立刻又使出了铁掌掌法 一掌往司徒浩云胸口拍去 这司徒浩云正费力化解体内的先天子气 不想叶文竟然再次冲过来 脸色大变 立刻使出了保命绝学 五湖断文锤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 史上第一掌门下一章 第155集 这五湖断文锤 本是战阵上的一套锤法 只是后来丢了江山转为魔教之后 被一位先辈将其改为了一套 陆树刚猛的拳掌套路 较后辈子弟可以空手运用这套功夫 这司徒浩云的血天魔功修行有成 这五虎断魂锤 自然使的是非常强劲 此招已出 那刚猛霸道的劲力 竟然将叶文那掌劲尽数给压了回去 这一拳上是血光逼人 叶文离的两三丈远 都被这刺鼻的味道呛得不敢开口 再加上进风扑面 更是不敢小觑 他心神急转 安存如何破这一招啊 指着片刻功夫 司徒浩云这拳已经是冲到了眼前 这一拳犹若是泰山压顶 只威猛权威就叫人难以承受 心中一急 叶文脑袋突然想到了一点 仓促之下也来不及细细思量 只凭感觉随手就是一道紫霄龙器件 打了出去 但这一道剑气与平常截然不同 叶文是同一时间打出了两道剑气 同时剑气互相缠绕 不停旋转 两道剑气呈螺旋状 凝在了一起 这道理本不难理解 螺旋进气 本就比直来直去的剑气 具备更强的穿透力 若是平时叶文还不学这般使用剑气 但这司徒浩云的五弧断纹锤 便由若巨锤斗头照下来 这威势惊人仿佛一块巨大的铁块 寻常招数怕是破不了这招 叶文是心下一急便想出此种应对之法 一招使出来 只见这道螺旋剑气 硬生生冲开了那五弧断纹锤的进气 直接是轰在了司徒浩云拳头上 只听得司徒浩云是一声惨叫 随后一阵喀啦啦刺耳的声音传过来 显然是他手指的骨头 被叶文这一剑打得是尽数断了 若非他血天魔宫有成 加上这血天魔宫的护体真气是足够强横 这一剑能直接废掉他整条右臂 可即便如此那旋转的真气也是震得司徒浩云 手指上的骨头舌成了好几段 同时被护身进气一挡之后 那剑气稍微偏了一些 从司徒浩云挥出的右臂上滑过 带起了一片血花 与手臂上的血色气劲是混作一体啊 叶文一击得逞 随手就要再补上一剂取其性命 恰好司徒浩云整个人疼得是难以动弹 同时全招被迫 尽力无以后继 正是空门大开之时 只能眼睁睁看得叶文纵身跃到自己面前 一场是轻飘飘拍在了自己额头上 这绵掌看似阴柔 却发出了无比刚猛的劲道 一掌拍下去 那司徒浩云的脑袋好似摔烂的西瓜 他立刻就丢了性命 叶文一招毙了这家伙落到地上 只觉得经脉有些疼痛 同时是真气不济 却是接连几招使出来 不但伤了经脉 同时也耗光了真气 不过先天子气几番运转 经脉上的损伤已经恢复了一些 站起身来 他遥遥望着司徒浩云已经没了声息 只是偶尔略有抽搐的尸体 目而不语 而一旁站着的皇家侍卫们 对他是敬佩不已 刚才打的他们万分狼狈的家伙 被人家三拳两脚给解决了 自然是要佩服啊 那位太平公主 则是懦懦对自己贴身婢女说 这个家伙好像比宁女侠还要厉害呢 叶文吸了几口气的功夫 体内经脉已经不再疼痛 先天子气运行也无至然 只是适才那阵强弓 要比自己预想的还要消耗真气 虽说先天子气回气快 但总归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好在这并不影响他的行动 他甩了甩手 似乎是想将手上粘到的东西甩掉一样 但这不过是他下意识的反应 试财那最后一张 虽然将司徒浩云的脑袋拍了个细碎 但是因为长劲爆发 反倒是没有沾染到他的手上 也许下次应该收点尽力 拍死就好 拍成这个样子 太恶心了 看了一眼那具偶尔抽动的尸体 叶文坚信现在这个样子 哪怕是对他最了解的人 也很难一眼瞧出他的身份 可惜又叫那沈夫人给跑了 老妖婆竟然放出话来 不杀了 试那安心呢 就这么想着 他又往沈宇晴顿去的方向瞧了一眼 叶文也是无奈 这沈宇晴的轻功太过强悍 只一眨眼就没了影子 叶文虽然自问比起长跑的话谁也不惧 但是一开始就没了对方的影子 连往哪儿追都不知道 后劲再足也是无用啊 低头瞧了瞧司徒浩云 转头对一旁正惊诧打量自己的周冠说 这尸体怕是又得麻烦周侍卫来处理了 小事一桩 叶道侠客气了 周冠这几日与鼠山派众人同行 也知道这人便是那宁女侠的师兄 亦是他的未婚夫 同时还是这一行鼠山派众人的掌门 就连那徐大人也要恭恭敬敬喊他一声师兄 只是这些日子 叶文表现得很是随意 与人说话也是和和气气 再加上年岁不大 周管心里不免就有点小看了这叶文几分 直到这人能坐上那掌门之位 八成是为人处事的能力比较强而已 今日一见才知道 他能坐稳一派掌门之位 那为人处事固然重要 但这武功也不可能比派中师兄弟妹们差呀 就刚才那阵对垒 他自存二人使用的任何一招他都接不上来 他要是上前 估计一招之内就要血剑无步哼势当场了 不仅是他吃惊 一群皇家侍卫一样是十分吃惊 对叶文的印象在一瞬间就掉了个个 此时与叶文说起话来 也都是小心翼翼客客气气的 就连那公主此时也不似先前那般嚣张了 皇儿啊 你说本公主先前对这家伙那么不客气 他会不会记恨呢 将自家丫鬟拽到一旁 长公主殿下现在思考的 却是怕叶文记恨 死活不肯收他入门 那才是要命呢 皇儿是挠了挠头 应该不会吧 叶掌门不像是那种小气的人 他俩虽是躲在一边说话 却瞒不过叶文的耳朵 此话一出 叶文是哼了一声 按道理句 他就是很小气 而且特记仇 只是这般话说出来 反倒是故意在气这个有点莫名其妙的公主 若庞若无人也就罢了 偏偏周围还有自己的一群弟子 为了保持胜为师父的威严 还是将那话吞回了肚子里 同时他开始回忆 是才与司徒好云的一战 今日一战对他帮助颇多 更胜过了武林大会中与林海比试那阵 与林海的比斗 林海是一心寻思 只上来与他过了两招便罢了 而且他还在关键时刻收手 叶文也没被逼出全部前里了 今天却是大大不同 这司徒好云一开始就摆开阵势 要取于那叶文性命 而且此人功夫与叶文也在伯仲之间 甚至其护体进气比叶文还要强上许多 若非他在最后时刻想起以螺旋剑气 破他那招拳法 顺便打穿了他的护身禁气 自己估计就要败在那招之下了 而且两人虽只过了几招 但招招都是精华所在 无一不是全力以赴 只数招之间 消耗的精力却要比与那人斗上千百招还多 至于后来叶文能取了他性命 全仰仗的是先天子气的神庙 可怜司徒好云 本以为仗着血天魔宫和五湖断蚊锤 这两门强横功法 可以吻压于自己功力相当的对手 不想却碰上了身怀子气的叶文 这可是比他还要变态的存在 最终是隐恨当场啊 睁开双眼 叶文姐宁如雪坐在旁边 师兄 你觉得如何 叶文知道这是师妹担心自己可能受了内伤 毕竟那司徒好云一出手显出来的威势 众人是瞧得一清二楚 血天魔宫的功法特性 也注定了声势越强 威力便越强 所以只看司徒好云出手间的架势 就大概能知道此人的修为几何 要说在场众人中 宁如雪和徐贤还可以仗着轻功与其周旋 但要说能正面与其交手 那就值得叶文一人啊 正问着呢 周管突然走过来 向叶文抱拳 叶大侠今日诛杀魔教叛逆 乃是大功一件 在下会巨石禀报 只是那尸体 需要送往京城 不知叶大侠介意否啊 此人乃叶文所杀 周管要把他送走 自然要问上一声 算是表达了对叶文的尊重 叶文也不在意 他知道这姓司徒的 乃是当朝天子的一块心病 如今送了司徒家后人的尸体过去 定会叫当今皇上龙颜大院 这一群侍卫 怕是都会得到些奉赏 同时倒也是表明了 鼠山派这行人 是与那魔教站在队里面的 朝廷心中有数之后 鼠山派以后想要发展 就会少掉许多来自官方的智肘 怎么算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所以叶文是直接硬了下来 周管得了叶文的肯定 立刻指挥几个兄弟 把那尸体是处理一番 又安排几个侍卫们 带着受伤的兄弟一并回京城 叶文见那几个人多多少少受了伤 其中两个还有严重的内伤 干脆就好人做到底 叫人将那几个受了内伤的侍卫 扶到自己跟前 叶某队治理着内伤倒是有几分手段 等我帮这几位兄弟调理一番 再走不迟 说罢便是运气恢复了大半的先天子气 一一帮其调理 虽说不至于能立即让其痊愈 但是也能保住其性命 同时不至于因为这次的重伤 而留下什么后遗症之类的 叶大侠治恩 兄弟们铭记在心 若叶大侠以后来京城 但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尽管开口便是 这几个侍卫 也是治恩图报之人 当下便报了自己的姓名所属 以及京中家宅住址 然后才有几个没受伤的兄弟 护着就往那京城而去 等这群人走了 叶文再一瞧 这才发现 本来算上周管有二十一个侍卫 眼下却只剩得周管一人了 转头再看了眼那位公主 这位竟是毫无所觉 半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难道他就不怕自己等人 将他拐回山上如何如何 或是干脆卖给别人做小老婆 再看周管 这位身为御前侍卫 又护卫之职在身的 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反倒是笑眯眯地说 与叶掌门一行人同行 还担心什么 这般主仆 叶文也是无奈呀 既然他们想要跟着 那便跟着好了 大不了带回蜀山招待几日 等这位公主玩腻味了 自然也就回宫了 不过 这位公主就将一张印有自己随身印信的信件 交给了某个要回京的侍卫 然后便对皇儿说 等皇帝看了本公主的信 就会将那些需要的东西一并送来了 敢请这位 把自己一应所需都给罗列出来 然后将皇上给送到蜀山上去 这架势好似将蜀山当成了他家别院一样 然后他便转头地宁如雪说 宁女侠要是不收下徒儿 徒儿就在蜀山上住下不走了 只是这一次他想起了叶文 连带着也就问了叶文一句 叶文只觉得这位根本是在胡闹 但是一时半会儿又想不到什么解决之道 最后没办法 指着周芷若说 既然公主殿下想习武 便叫我这二徒弟先指导你一些本派功法 若你能坚持下来 再白施也不迟 他心中认定了 这娇生惯养的长公主殿下 定然吃不了那猪斑苦头 到时候不用自己干 自己也就应该跑了吧 至于选择周芷若 也是经过一番考量的 他身边这群弟子都是男的 只得周芷若一个女徒弟 派男弟子交怕是不太合适 除此之外 周芷若这个三无也不怕这位长公主的刁钻任性胡搅蛮缠 也能叫这位长公主吃到最大的苦头 心下他得一万分 面上却无比正经的对略有不满的长公主解释 这位周芷若已经跟随我有数年 一生功夫是颇为不锁 你莫要以为他年纪小就瞧不起他 若真是动起手来 是才走的那群示威里 没有一个是他对手 这最后一句话是最具杀伤力 长公主一听 这年岁不大 长得无比可爱的小丫头竟然这么厉害 心下是又好奇又惊异呀 只想是要他露两手 奈何周芷若 理都不搭理他 只是冷着一张脸站在边上 哦 我这位徒弟性格有些冷 不过这都是小事 不用介意 再一看 长公主不知从何处摸来了一把糖果 递到了周芷若面前 小妹妹 姐姐请你吃糖 见周芷若无动于衷 这位长公主竟然又泛起了倔脾气 整日没完没了去逗弄周芷若 奈何这位小周姑娘 对其仍旧是不冷不热 教她的时候该说的一句不辣 平时的时候却是半句也不说 叶文见到这般情景也是暗自偷笑 这公主总算不来烦自己了 等她受不了周芷若的指导后 应该也就清静了吧 她暗自得意着呢 却不知另一边 还有一些人正在谈论着熟山派的事情 那丫头又在吵什么 一个约摸四十余岁 张相颇为俊压的中年男人手捧着书卷 随口问了两句 再看下面站着的年轻人 赫然就是当初在北剑峰下 与熟山派起过一些冲突的南宫云 听到自己父亲的问话 她恭敬地说 小妹还吵闹着要去那熟山派 给那熟山派好看呢 说到这儿 她也是一番苦笑 同时是暗叹 得亏追上了小妹 没叫她先一步到家里 办弄是非呀 那中年男人是眉头一皱 虽然依旧看着手上书册 但是心思明显不在书上了 真是胡闹 自己惹了祸 不管不顾 还要家里出面教训对方 难道我南宫家 就是这么不讲道理的吗 这丫头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南宫云是低头不语 因为她也不知道如何接枪 虽然开口训斥自己妹子的是父亲 但是平日里最宠内丫头的也是这位 她这边一接枪一时痛快 饱不准会让父亲以为自己搬弄是非 落井下石 但总是立在这儿 着实有够郁闷 最后还是自己叔叔开口 帮自己算是结了威了 那一直坐在下面的 约摸三十出头的中年人是说了句 哎呀 还不是大哥平日里宠的 也不见你去训斥那丫头 小云儿在这儿处着听你训话 那算什么事情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 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第156集 他说完便对南宫云挥了挥手 你下去吧 仔细那事情你也不用担心了 叔和你爹自然知道如何处理 另外 看好仔细那丫头 莫叫她乱冲乱撞 南宫云是随即松了口气 立马退了出去 这间屋里便只剩下了当下掌管着南宫世家诸多大事的一对兄弟 那从武林大会上传来的消息 你也知道了 对这鼠山派 大哥有何看法呀 南宫家家主线下乃是南宫问天 也就是屋中看书的那位 同时也是南宫云和南宫子新的父亲 而这说话之人乃是南宫问天的弟弟南宫听海 平日里是帮着自己哥哥处理南宫世家的事物 兄弟俩是齐心协力 这才叫南宫世家始终屹立在武林当中 南宫问天此时时叹了口气 唉 若是小门小户的倒也是好处理 派个人上门道个歉 还能显出咱们南宫家的气度 只是如今看起来那鼠山派也算是不可小觑的门派 在武林大会上表现又如此抢眼 本来与咱们无神关系 片胜子新的丫头惹出些麻烦 我们要是不做点表示 难免心生嫌隙啊 唉 我南宫家 虽然并不惧怕 但是无端树敌也非两举啊 趁着事情没闹大 赶紧解决才好 南宫听海听了 他是想了想说 子新这丫头年岁渐渐大了 却是越来越不像话 大哥你整日忙于家族事务 却是有些属于管教了 可骗生嫂子 唉 若嫂子还在 定不会叫她养成这般骄纵的性子 南宫问天 意识十分无奈 最后值得是叹上了一口气 见自己大哥满脸落寞之色 南宫听海也知道自己是说错了 立刻将话题转到了一旁去 云二说 他愿意亲往蜀山一趟 我觉得倒是可行 我也这样觉得 只是子新那丫头不肯 所以才一直拖到现在呀 大哥 你有没有想过 干脆叫子新败进那蜀山派 哦 听海 你如何想法 细细说来 那蜀山派 经此武林大会一事 崛起于武林 已是毫无悬念之事 咱们南宫家的人败进蜀山派 也不算是自讲身份 而且听云二说 这蜀山派的弟子 无意也都是不凡呢 想来教导弟子上 也是颇有独到之处 子新这骄纵性子 都是在家灌出来的 不若教育旁人教导 也叫他识得些世道人情啊 南宫问天不说话 只是摸着下巴 思考着自己弟弟的建议如何 按理说 南宫世家本就是武林世家 没必要将自己的后人 送到别人派里培养 但是这些年来 南宫问天为了家族操劳奔波 空余时间里 教导自己的长子南宫风 已经是极限 便连二儿子南宫云 也没有太多闲暇来指导 这才导致云儿的武功 只算得上是一般呢 至于那子新 就更没时间了 何况又是女孩子 注定不可能继承家业 所以不免是放纵了一些 哪里想到如今 却要为这丫头烦心 若是能送到鼠山派 好生管教一番 即便学不到什么 能将这性子改过来 那也是极好的 他这边思量了个差不多 只听自己弟弟又说 我义要黄儿一并拜进鼠山 免得日后咱们自家兄弟 因那家主之位起了争执 也算是以劳永义啊 话说两头 叶文这行人慢慢往鼠山前行 一路上是走走停停 见或看下周围的景色 倒也并不觉得疲劳 长公主殿下久居深宫 对于这外面的景色 总是无比好奇的 眼下虽然已经进入了深秋 并且渐渐入了冬季 周围也没什么景色可瞧 大多数树木已经是光秃秃的了 但是却挡不住这一位的热情啊 同时一行人在一起久了 叶文也终于知道了长公主的名字 魏诗诗 这一路上 魏诗诗这个乱闯乱撞的长公主殿下 不知道是不是懂得群朝技能 即便看到个并不稀罕的袍子 跑过去追片刻 也能引来一片山贼啊 然后便是少不得摆出 自己长公主殿下的身份吓唬人 然后再被一群土匪嘲笑 不过还好 大多数时候 鼠山派的名头还是很好用的 这些山匪一听是鼠山派的人 立刻就会道歉让路 然后目送一群人走远 等进了这平州地界 这情况就更加明显了 尤其是平州的土匪 特意打听了鼠山派的门派服饰 只远远瞧见这群人的着装 那就是不敢冒头啊 叶文当初大开杀戒 杀得平州陆林中人是闻风丧胆 哪个嫌自己命长了 才会跑出去招惹这个煞性啊 所以自打进了平州地界 再无山匪前来拦路 倒是多了不少武林中人 见了叶文这群人 少不得要上来问候两句 闲暇之时 宁如雪也会开心地对叶文说 师兄 咱们鼠山派也算是扬眉吐气了 叶文总会笑笑 捏捏宁如雪的手 师妹啊 如今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只是叶文的动作 向来不避讳众人 被大家是瞧了个一清二楚 宁如雪总少不得又是一阵脸红 魏诗诗在对面瞧见二人此番模样 这才是后知后觉 对 叶大侠和宁女侠都定亲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完婚呢 此话一出 就连正在喝茶的粥馆 都险些把茶水给喷出来 这一圈人 便只有周直若一人毫无反应 见魏诗诗吃完了晚饭 便让他继续练功 稍后别跑 魏诗诗一听这话 立马是把脸色垮了 自从叶文让周直若教导他之后 他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 初诗几天还好 图个新鲜 只觉得周直若教他什么都是十分有趣 可是几天下来 那点东西翻来覆去的交 那就有些厌烦了 同时周直若传授的内功口诀 他只觉得是一片茫然 浑然不懂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哪怕是喊周管来给自己讲解 仍旧是半知不懂了 到了这几日 周直若开始要他扎马布 并且练习一些剑法的基础 他这时才发现 前几天着实是太幸福了 又要扎马布 周直若捧起一个小碗 摇出来了白菜肉汤 慢慢喝了一小口后 便用鼻子哼了个N字出来 姐姐给你些好东西 教我点别的行不行 比如那种飞来飞去的功夫 这招利诱他可不知用了多少次 但是始终没什么效果 可是他却没有放弃常识 同时利诱的东西是越来越大 不如我叫皇帝封你做个官 好不好 周直若只是继续小口喝 那送你一栋大庄园 还是喝汤 魏诗诗没法 此时是想不到有什么东西 能打动这小姑娘 而恰在此时 周直若将汤碗一放 好了 就会员练功吧 魏诗诗无语 等到周直若领着满脸沮丧的 魏诗诗去了后庭院 叶文是暗自得意 果然叫直若应付 这位长公主最为合适不过了 他一连得意之状 也没做掩饰 宁如学见了 也想到长公主那副吃憋的样子 便笑着说 师兄 你是故意的吧 竟然叫直若叫那位 叶文是点了点头 同时还扯出了一番相当合理的解释 这位公主性子活泼跳动 叫她多和直若相处相处 也许能叫直若变得开朗些 我为了鼠山派 可真是煞费酷心 宁如学却知道 师兄只是在搞怪 不过想起鼠山派当初那般样子 再想到如今这般强盛 的确是叶文奴隶换来的 便应和了一句 师兄的辛苦 我们都瞧在眼里的 说罢便将自己双手 按在了叶文手上 叫叶文的胸中 生起了阵阵的满足质感 我这几年 总算是没白忙活 同时她是下定决心 一定将这该死的先天子气 早日炼到大成 否则什么时候 才可以和这自己的师妹完婚呢 这两个人因为叶文功夫的问题 婚事只能拖着 那边的徐贤 却和黄荣荣商讨着成婚的事宜 我们回鼠山之后就成婚吧 徐贤是歪着头算了算 嗯 只是要和家里人说说 同时选日子嘛 也颇为麻烦 估计啊 要退一些时日呢 黄荣荣低着头 把完手中那柄短刃 等到徐贤说完了 他才开口说 徐贤 你等我变得更好了以后 再来娶我 好吗 徐贤抬头看去 本当黄荣荣又如以前那样 只是摇头不同意 哪想今日竟然是改了口了 黄荣荣是深吸了一口气 我 我无论是功夫还是旁的 都和你差了好多 我想至少有一样能配得上你 不管是武功还是什么 初时他说得有点磕磕盼盼 可后头却是越发流离起来 回到鼠山之后 我会和赵沈学女工煮菜 还有和宁姐姐 还有叶掌门学武功 等到我学友所成 那个时候你再来娶我 当然 若那时你不想娶我了 也没关系 黄荣荣说到这儿 好不容易抬起的头 又低了回去 坐在徐贤面前 像是个正在接受训斥的学生一样 等了片刻 却不见徐贤回话 黄荣荣是微微抬起头来 偷眼瞧了一下 见徐贤正笑眯眯看着自己呢 然后在自己脑袋上 是揉了几下 不会的 我会一直等你的 不过 你别让我等太久了 坐在不远处的叶文 看到这个景象 他总觉得这个画面是怪怪的 若黄荣荣脑袋上 顶着一对猫耳朵 同时徐贤手里 再拿个棒棒糖 可能会更协调点啊 一路上因为这些杂起杂巴的插曲 过得还是相当快乐的 叶文也不时抽个时间 指点一下弟子 发现众弟子出来这趟之后 武功或多或少都有些精进 倒不是说功力暴涨 而是对于自身的武功 或是对武学的感悟多了几分 同时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见解 这可比什么都来得强啊 果然还是要出来见见世面才行啊 趁着这个档口 叶文让徐贤将淳阳无极功的一些入门法诀 交给了郭靖 这心思单纯的小子练起内功来 也比旁人快些 又因为心无旁骛 自然没有走火入魔的风险 同时他以心修炼 却又不是为了提升自己 这般不强求的心态 倒是狠气和全真心法 所以静静也是颇快 为了奖励他 虽然他的功力不足以修炼纯阳无极功 可依旧把口诀给了他 只待他修为足够 就可以自行修炼了 至于画一嘛 这个自愿成为叶文和宁如雪婢女的女子 叶文也没将他真的当作婢女来用 平时也并不指使他做些什么活计 其实叶文也怀疑他到底会做什么 在这一路上 他把全真心法传授于他 修炼了些时日之后 画一的内力已经恢复了许多 只不过此时修炼出来的再也不是玄音器 而是正宗的全真内功 再加上画一经脉早已经过强横的内力开阔 修炼起来自然是尽静极快 没多久就恢复到了巅峰时期约莫两三层的水准 按照这个速度 想来回到鼠山的时候 他至少能恢复以前一半的功力了 只是再往后应该就会慢一些了 同时若不能在几年之内恢复到以往的功力 那么他的经脉可能会渐渐萎缩 直到符合他眼下的修为为止 这些情况叶文文清 但是他却不怕 画一若真想修炼回来那一身功力 到了鼠山之后 他是有的是法子 即便不给他使用那些外挂般的天才地宝 只要给他一本还不错的内功心法 用不了多久 他应该也能自己练回来 唯一让叶文挠头的是给他练哪本内功啊 要不和黄荣荣一样修炼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 抓了抓头 他觉得画一这性子似乎不适合这门心法路数 给他这门以霸道著称的功夫 还不如给他小无相功呢 想来想去不得要领 一抬头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画一的房外 恰好见其窗户打开着 画一就坐在窗前逗弄着什么 走过去一看 原来是在逗弄一只残宝宝 这东西是从司徒浩云身上得到的 当时是装在一个小瓶子里 起初也没在意 只当是个装药的瓶子 后来无聊时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竟然装了一只残 对于堂堂魔教司徒家后人 竟然将这么一个玩意儿带在身上 叶文非常果断判断出来 这个东西定然是个异种啊 果然是个小boss 居然还给我抱了个宝贝 奈何鼠山派这行人 没一个见识广播的 对着左看右看都和普通残 没什么区别的东西不甚了解 最后一文郁闷之下 随手交给了画一 叫他是好生照看 当时也只说给画一一个玩物 全当结闷了 事后一文就把这茶给忘了个干净 若非此时见到画一正在给那残味东西 怕是他早就忘了自己手旁 还有这么个玩意儿 又不是散发逼人寒气的冰惨 实在瞧不出有什么喜气 那司徒好运可真有意思 竟然把这个东西带在身上 你倒是带点一天见了屠龙刀什么的呀 画一正在喂着那小东西呢 突然是感觉一片阴影照过来 遮挡住了窗外头的光线 他一转头便发现是叶文 他立刻站起身说 老爷 总是这般叫我 都把我叫老了 那叫少爷 可是少爷这称呼 好像不合适啊 印象里少爷都是家中有长辈 并且不掌权 做不了主的人 而叶文身为一派掌门 可做得了好大的主啊 叫少爷自然是不合适的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章 第157集 想来想去 叶文不得不承认 自己还真想不出什么稀罕词汇 最后是捏着鼻子认了那个称呼 老爷就老爷吧 然后看着画一将那残给收回瓶子里 却见桌上留下了一些经营的丝线 这是什么 画一笑了笑 这是刚刚吐出的蚕丝 只是这般经营倒是未曾见过 想来这个蚕的确是个一种了 叶文将那残丝拿在手里随手一扯 脸上表情突然一变 便连站在身前的画一 也被叶文这突然变化的表情吓了一跳 叶文也不说话 而是满脸凝重的看着双手之间 此时他挡住阳光瞧不真切 画一稍微凑前了一点才看清楚 叶文两手之间竟有一条极细丝线 猛然想起叶文是才随手拉扯了几下 而以叶文眼下的修为 即便是随手拉扯 力道也是极大的 可这细细的蚕丝竟然没有断 画一是眨了眨眼 嗨到自己眼花了 可是再看 发现叶文双手是连续扯了几下 那双手间的丝线仍旧如故 直到十多下的时候才断坐两节 画一瞧不出来 叶文确实知道 是才自己可是运起了先天子气 才将这细细丝线扯成两段的 可见这蚕丝究竟有多坚韧 而且这还仅仅只是一根不起眼的蚕丝 若是无数蚕丝混在一起 莫非这是传说中的天蚕丝 想来想去 印象中以坚韧著称 并且还和蚕战变的也就是天蚕丝了 什么天蚕包甲之类的更是听过不知反击啊 哪曾料到自己还能得到一个极有可能是会吐出天蚕丝的天蚕来啊 难怪那司徒浩云贴身带在身上 的确是个宝贝啊 叶文却不知道 这天蚕 那是司徒浩元在中原行走时 无意间听到消息百般追踪 杀了不少人才夺到手中的宝物 正想带回教中好生寺养呢 哪想到自己会直接丧命在了叶文手上呢 而且这个事情他可没对任何人说 便连沈宇晴也是不知他身上还有这个玩意儿的 此时倒叫叶文捡了个大便宜啊 到时候做个天蚕背心 再做个天蚕裤裳 摸了摸下巴 叶文又摸了摸着顺滑的丝线 此事暂且暗下 经过好一阵子跋涉 叶文终于回到了鼠山地界 这几日赶路的时候 不再如刚开始那般一路闲逛 而是一阵即行 想来是众人在外头待的久了 都想早些回到鼠山上 因为对于鼠山派这些人来说 鼠山就是他们的家 要到家了 自然会紧赶几步 只是行到鼠山脚下的时候 一队朝廷人马再次驻扎 叶文见到这群人 先是一阵奇怪 一回头见到了魏诗诗 这个当朝公主 立刻就反应了过来 想来这群人应该是保护着长公主的 只是竟然比我们还要先到鼠山 确实不知怎么做到 叶文当然不清楚 实际上是皇帝魏红得了长公主的消息 立刻书写一封密令 卓狱前侍卫 快马加鞭赶往平州 而这队人马并非京城驻军 而是平州当地的边军 调动起来自然比朝廷直接派人快得多 他们这行人才走过去 立刻有人上前询问身份 当得知是鼠山派人之后 立刻前去通平 不多时 一群人在几个御前侍卫的带领下 便是匆匆跑了出来 这些事情和叶文等人无关 他们自然是躲得远远的 若离得近了 少不得又要牵扯一番 到时候 不知道又得啰嗦多少废话呢 不多时 那周管是走了过来 对叶文等人抱拳 承蒙叶大侠一路观照 在下就此别过了 哦 你要回京城吗 叶文对这个年纪不大 跑到御前侍卫里 混资历的世家弟子 印象还算不错 这一路行来 倒也算是聊得投机 本来以为这一次 他会在自己的鼠山上住些时日 不想踩到山脚就要离去了 周管是挠了挠头 许是寻思接下来的话 应当该怎么说吧 最后他决定 还是实话实说的干脆利落 不但在下 长公主殿下也要回京的 这次出来久了 皇上虽然不恼 可底下众人说的话 却不怎么好听 对长公主殿下的声誉 实在是大为不利 走这一路 也算是让长公主 好好玩了一次 再继续在外面逗留 就大大不妥了 因此皇上捉快马 传来秘旨 要平招边军 派一队人马 送长公主赶紧回家呀 叶文这才知道 要走的不仅仅是周管 还包括那位长公主 不过身为皇家之人 本就没什么自由 韦诗诗能跑出来玩这么久 也是因为当朝皇帝 是他的亲弟弟 而且两人已经 没什么长辈存世 所以才可以稍微 肆无忌惮一点 但是总归要考虑 皇家颜面的 韦诗诗就这么跑出来 跟着鼠山众人四处跑 不用问叶文都能想到 会有怎样的闲言碎语传出来 更何况皇上曾在大殿上 亲口赐婚 要招徐贤作为驸马 可徐贤却是开口拒绝 随后长公主就跑出来追上来 这么多事情搅合到一起 难免不叫人想歪呀 抬头往那队军舞中瞧去 他发现这队边军已经整装完毕 而且长公主就坐在一辆豪华马车前面 面容肃穆 显出了其高贵不凡的气质来 全然不见这几日众人面前的那种样子 这般形象倒是符合一些人心中的公主形象了 可叶文却觉得着实是太过虚无缥缈 甚至非常的遥远 主管回头瞧了一下 然后又看了下叶文 好门大法尚且如此了 何况皇室 就此别过吧 若叶大侠以后来京 莫忘通知一声 到时候在下定然白酒相迎 叶文也知道这个道理 只是突然有所感慨罢了 这每个人一出生 注定就要背负起许多 本不应该自己背负的责任 自己如此 那魏师师也同样 就连眼前这个跑进狱前 侍卫里混日子的周管 以后不还是要继承家业 当那进军里的职吗 就此别过 一路保重 再看那已经渐渐齐行的庞大队伍 已经坐进马车车厢里的长公主 将窗帘室挑了起来 然后冲着路旁的树山派种人 微微笑了笑 全做道别 然后便将帘部放下 魏师师把帘部放下 无奈长出一口气 旁边的黄尔是问了句 公主 不和他们好好道别吗 魏师师出神 看着前面遮得严严实实的帘部 无奈地说 便有着许多外人在 如何能好好道别 他平日虽在皇宫中胡闹 但是在外人面前 却不可以那般随便 尤其是边军面前 若叫众多边军士兵 见到长公主殿下是这么个形象 怕是皇家的威严 会被他坏得荡然无存 京城里还没事 毕竟皇帝坐镇 进军也是皇帝手边的利剑 可边军就大为不同了 稍有差池 就容易引发乱世的到来呀 早晚都要分别 只不过 没能去那鼠山上多待些时 颇为可惜呀 话虽这么说 但是卫世诗长出一口气后 旁边坐着的皇儿见状 便是立刻说 公主应当觉得是好事才对 如今回京 便不用整日 被小周姑娘冷脸相待了 想起周芷若整日冷冰冰的 一般人还真不见得受得了 偏生这长公主 竟然一路是忍了下来 当然了 这武功仍旧毫无寸计 只多是学了几个花架子 伪诗诗想起周芷若那小丫头 心中也是有气 可偏生又有些舍不得 那个全然不在乎 自己身份的小姑娘 算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了 许多连环耳都不敢说的私密话 她都可以和周芷若去说 反正周芷若冷冰冰的 年岁又不大 许多事情也不见得能听得懂 不过她却不知道的是 周芷若小时候是连逢大便 虽说对其说的话不甚明了 却也是知道七七八八 心中同样对其颇为同情 便是那养生图纳之法 便是周芷若找叶文去求来 传授于她的 话说两头 此时的周芷若对着叶文说 卫姐姐是不是讨厌我 怎么会呢 那为什么走的时候 不和我们道别 也许是她有苦衷吧 毕竟她的身份太过敏感了 队伍里头少了三人 剩下的就全是鼠山派的自己人了 华一虽然未辱门墙 但是却以叶文的婢女自居 倒也算不得外人 叶文也没少被自己徐师弟打去 私下里还问过她 是不是要把华一 受作通房丫头 不知师姐那关如何过去 叶文却是撇了撇嘴 师弟 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此番中了状元 官奉云外郎 乃是大大的广宗耀佐 荣荣又不愿意立刻和你成亲 估计你回家 面前就会冒出一群美婆来 一说起这个 徐贤也是一阵头疼 尤其是想到自家老爹 都不知催促了多少次 便连老娘这次 也时不时把某家某家闺女挂在嘴上 更要命的是 叶文这个无良师兄甚至还对他说 说起这个 他还想起京城时受人所托 要帮林家的千金说何说何呀 徐贤当时就是浑身一斗啊 到了山脚下 徐贤是与众人道别 这次我要回家一趟 等和店娘说罢了京中诸事 我再回山上 然后便偷偷凑到叶文跟前 师兄 莫忘了准备那果子 记得记得 你自去便是 赶走了徐贤 叶文便领着剩下的众人 回到了鼠山上 众弟子见到掌门和诸多长辈归来 自然是开心无比 周定和柳木炎 更是丢下自己手上的事情 赶出来相迎 同时和自家掌门 汇报了一下山上诸事 掌门出门的这些日子 也没发生什么 只是又来了几人百事 因为掌门等人不在 弟子也不敢擅自做主张 最后还是柳师兄 允许他们先行留下 等掌门回来再做定夺 哦 可是有什么好瞄子 周定是苦笑 啊 志多也就和大多数弟子们差不多 想来掌门难以瞧得上眼呢 叶文见周定这么说了 略微也有些失望 先收紧外门吧 究竟如何日久便知 随后周定又把众多弟子的修炼情况 一一汇报 又提到这段时间 有些弟子的功夫修炼到了一定程度 开始下山历练 而大部分都选择接手一些本派的产业 比如去标局走标 或者去给周围的地主做些护卫 只有少数几个想要自己外出床床 此时这些人倒是不在山上 难怪回来时见到的弟子少多了 对于弟子外出历练 叶文是支持的 何况这些弟子接了不少工作 也是在帮鼠山派赚钱 他是高兴都来不及 以后等这批外门弟子尽输一成 自己就要更加轻松了 那时候外门弟子就会成为鼠山派中的流动人口 同时鼠山派的诸多产业也将踏上正轨啊 而他呢则只需要尽心教导这几个清传弟子就可以了 随后他吩咐李森去照看了一下账目 他们一行人出去了好一段时间 那客栈和地租都没法查看 回来之后自然是要先对一下账目的 同时还要算算今年一年的收入与支出 筹备今年的年底大笔 叶文回到山上的时候已经是隆东 自然要开始准备今年的门内比武 考察众多弟子在这一年的修行情况 只不过这次叶文对门内大笔不抱什么希望 毕竟这些弟子大多数还是原先内比 大致水平他是清清楚楚 估计就算是得了第一 至多也就是传授一些功法 想进内门怕是很难啊 除非某个弟子的功夫是突飞猛进才有这个可能 安排妥当了一切 叶文又去考察了一下柳木炎的功夫 这个司徒弟的一身修为 在他诸多弟子中只能排在最末 但是若将叶文传授于他的这套铁化银钩修炼精纯 一般人也修得逃得好去 至于那内功嘛 便叫他慢慢洗脸便可 掩饰一番之后 叶文对着柳木炎的表现也算是满意 毕竟从来没有演练过功夫 能有献下这般能力也算是不宜了 随后他又考教了一番柳木炎书法 发现这柳木炎的确是一代天才 自从身体越发硬朗之后 这书法果然是写得有模有样 同时不再局限于临摹自身的鼻涕 渐渐融会了自家的风格 柳木炎的字相比叶文的鼻涕要更潇洒飘一些 说不上谁的更好 只是各有特色罢了 但是柳木炎的字现在只是稍具雏形 想要成为一代大家却还需要自己好生努力呀 这字你也学得差不多了 以后可有何打算 柳木炎当初拜师便是为了学字 言下这书法已经算是出师了 以后全靠自己努力练习 便是想教他也没什么可教的 不相柳木炎却说 托尔这些日 整日去参悟师父当初传下的鼠山二字诀 时不时也去山脚下 看师父在山壁上所提的鼠山二字 托尔发现 托尔的一手书法 至多算是入门 离那出师还远得很 所以托尔想留在山上 继续修炼字 他这段日子 整日参悟那二字 发现在书法上 自己确实有所成就 但想复制或达到叶文的程度 必须要将无功也洗练到相当境界 他眼下受困于修为不足 只能眼巴巴望着那两个字 难以再进一步 倒是因此坚定了 修习无意的决心呢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 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章 第一百五十八集 叶文点了点头 我这几个徒弟里 只有你习武自治最差 你可知为师 为何受你入门 说到这儿 柳木言也是脸色一红 若说文采 他自存不属于任何人 可要说习武自治 他的确是算不上好 而且心思庞杂又不弱郭敬淳朴 再加上没有任何基础 能练到如今这般境界 还是叶文多仿扶持的缘故啊 弟子不知了 他想了想 自己在习武方面的确没什么资质 若换作是他 也不会愿意收下这么个弟子 叶文是喝了口茶 笑着说 便因为你的坚持 资质差也无法 跪在自知之明 实之以恒 只要你能一直坚持下去 总会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无论是书法还是武功 穆颜 你以后想走仕途 那便是要奔着电视而去吧 那是自然 徒儿自信能够在电视中夺下前三 对于柳穆颜的财情 叶文倒是不会怀疑 这徒弟收下这么久 有什么能耐 他是知道的清清楚楚 徐贤也说 柳穆颜之财犹在其之上啊 而徐贤可是货真价实的壮业狼啊 既然如此 那你这两年 便先莫要去考举人和共生了 叶文摸了摸下巴 倒是帮自己徒弟 想了个一飞冲天的法子 柳穆颜却是大为不解 他本意趁着自己书法小友所成 开春以后 先去州府将那举人之名拿下来 这样就正好赶上了后年的会市 不想自己的师父却告诉他 先不要去考 这让他有点摸不着头脑啊 你当初数次报考皆是不重 连个秀才都不算 就是因为你那首烂字 虽然事出有因 但难免会叫考官对你的印象下降许多 若是这般去考电视 本有状元的才情 却也难免将那状元之名拱手相让啊 所以便要想个法子 让监考对你的观感变一变 柳穆颜见自己师父是有法子 便急切说 那当如何做 叶文看了看自己这个弟子 慢慢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实际上也没什么稀罕 自己以前生活的世界对这些手段 已经是发挥到了极致 这个世界虽然有不少人懂得一些类似的东西 却不如叶文知道的详细 帮柳穆颜分析了他线下的烈士之后 叶文直接建议他多停几年 直到殿世那年直接来个连中三元呢 柳穆颜可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不过转念一想 若自己真能在一年之内连中三元 的确会引起不少人的重视 毕竟这种人 即便是熟变历朝历代 也没有几个的 叶文想的却是更多 因为柳穆颜之前的考试屡次不过 然后前新几年再突然连中三元 这其中究竟肯定会引起一些人的注意 从一个屡试不地的废物 到连中三元的大才子 这其中有什么名堂 这个问题不知会让多少人想破脑袋呢 到时候柳穆颜再将情况一说 少不得又是一段佳话被人传送了 如今这官场 要么你有名望 要么你有背景 柳穆颜虽然出身不差 但也算不上是什么大富大贵 只能说是吃穿不愁 衣食无忧 要说和什么豪门大家有关系 也不至于整日宅在家里了 这鼠山派又是武林门派 柳穆颜师从鼠山派 少不得会成为一些人攻击的把柄 若是有了这连中三元和苦心炼字的世纪传送 多少能给他一些薄身的资本呢 到时候皇上定然对他有所注意 以后如何便要靠刘穆颜他自己了 挥了挥手让兴奋状态中的刘穆颜下去 叶文是独自坐在书房里头 想了想便回到了自己住的那间院子 此时的宁如雪正在安排画一的住处 画一的事情 一回鼠山之后 这些人就了解了情况 知道这个以前的敌人以后也算是自己人了 所以众人表现得也都很热情 至于为何这个以前还是对头长老的女子会成为本派的婢女 众人只好归结于叶掌门的手段不凡 众人实在难以揣夺 宁如雪嘛 对这么一个美貌女子在他身边多少有些不放心 以前他就觉得叶文对着画一有那么点意思 若放任他俩住在一起 哪天那俩人真是瞧对了眼恐怕是心中难安 所以为了避免叶文偷星 宁如雪安排画一和自己住在一个屋子里 反正他们几个人的屋子都不止一个卧房 只是除了主屋以外 另外那间稍微小点罢了 明日下山之后再买些衣物之类便好 宁如雪带着画一看了自己的房间 指了指那床榻 被褥倒是有现成的 这些确实不用去买了 洗漱之物库房里也有许多 奴婢晓得了 谢谢夫人 他这么一说 宁如雪却是有些不好意思 嗯 这个 我还没和师兄成亲 莫这般喊我了 画一见宁如雪如此说 只得是问了句那该如何称呼 可宁如雪想了半天 也不知道该怎么喊何事 最后是性子一上来 直接就说让她喊自己妹妹或是名字都可以 那怎么行 尊备有序 画一既然做了掌门的婢女 怎么能指护您的姓名 宁如雪见说不通 便按道一句你愿意做奴婢你就随便吧 又说了句若不愿意下山去买 山上也有许多布料 可以叫赵神帮她做几件 当然了她也可以自己去做 他们俩人在屋里 叶文回来的时候便没瞧见她 好在她听到了宁如雪屋中传来的说话声 便知她二人在里头 她也没打招呼 直接回了自己屋里从书架上取了一本书册 拿在手里头颠了颠 她手里拿着的是一本书写着 剑气二字的书册 从上面的字体就能看出来 正是叶文书写 这一本正是叶文前半年的时候 召唤出来的一本秘籍 只是看罢内容之后 发现鼠山上下竟然没有一个人适合洗脸 这本剑气乃是出自古大大的某本小说当中 公孙式的一门功夫 说是功夫 实际上却是一套舞蹈 后来被某个奇才修炼了一番 成为了集观赏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奇妙功夫 另外 想练这个功夫有个前提条件 必须得是女子 鼠山派上上下下 人倒是不少 可要说女子 就那么小猫两三只 而无论是宁永如雪 还是周芷若 都不合适修炼这门功夫 毕竟这门功夫 是要有舞蹈基础的 现在好了 有画一这个什么条件都具备的人来了 只是想起画一那明显偏科的武学修为 叶文犹豫了下 便又将这门功夫给放下来 却是不准备立刻传授 而是想要让画一将那些基础的东西补上来了再说 心中有了定计 这事情就不急了 叶文又开始算起日子 发现自己又有一个多月没召唤过秘籍 前段日子整天在外奔波 身旁人多眼杂 就没敢召唤 线下回了家里了 倒是可以放心大胆的来了 希望来些好东西吧 调戏一阵 保证自己处于最佳状态之后 然后便按照习惯将一套流程做完 叶文低头一看 不免有些哭笑不得呀 我去 这么管眼 谁也呢 只见叶文手中捧着的那本书册上写着 天心连环四个大字 叶文只一瞧见名字就知道 这玩意儿是出自哪儿了 天魔策中的物学 倒也不算是差 这本秘籍乃是安隆的看家绝学 主修心脉 内进是炙热无比 又隐约成莲花状 进气一发更是一道接一道 所以便换作天心连环 无论威力还是出身 都算得上是不俗 奈何鼠山派众人 已经有了主修的功法了 此时再转修这门功夫 谁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呢 给画一嘛 似乎不错的样子 起码这项功夫 卖相很好 而且无论在佛教还是道教当中 莲花地位都不差 谁也瞧不出来 这会是一项魔功呢 只是眼下画一功夫 还没恢复多少 即便要练 也得等一段时间再说 而叶文也恰好 可以趁这段时间 把这本秘籍给抄录一份 打开看了看 叶文倒是有了意外的发现 这本天心连环 似乎和他想的有些不一样 翻来覆去再三看了好几次 最后发现天心连环 的确是一门高深的功法 但也和那紫气天罗一样 实际上更侧重于内进的使用 简单点说 这天心连环 不见得非得作为主修功法来洗练 即便是叶文一样可以使出来 再往后面翻 叶文发现也没这么简单 按照书册上所言 若想以其他内进催使这门功法 需要使用者具备相当浑厚的修为 否则极其容易自伤心脉 等同于自残 这功夫怎么和七伤拳有点像了 想到了七伤拳 叶文突然发现所谓的七伤拳便是以自己体内五脏为五行真气 同时再加上阴阳耳气构成所谓七伤拳 一拳打出其中不同的劲道 较对敌者难以招架 如今得了这天心连环 也许自己可以根据天心连环走心脉 发出炙热刚进的原理 推断出其他几路进气呢 真想做的时候 叶文骤然发现自己连理论知识都不过关 所以伟大的七伤连进的构思只能无限的往后引起了 眼下还是继续研究这门天心连环来的靠谱线 大致浏览了一遍 对着天心连环有了了解之后 叶文便重新翻到最前 按照书册中叙述开始行功 只见手掌上倒是藤其阵阵子气 凝成紫云 经过一宿的修炼 叶文已经把这莲花进气给掌握了 当他出去和师妹说了这门奇功的法门之后 却意外地发现宁如雪修炼起来 竟比他轻松多了 只见宁如雪凝神运功 随后剑气是运转了一阵 手指上就渐渐显出一朵莲花来 只是这朵莲花虽说是清脆无比栩栩如生 却偏生叫人有种寒毛倒树的感觉呀 莫非是剑气成莲 叶文瞧了一阵 终于瞧出了宁如雪这朵莲花的奇妙 这朵莲花根本就是由锋锐无比的剑气凝聚而成 若是这样拍出来 莲花进气一旦爆发 估计中了这朵莲进的人立刻会被里面蕴含的剑气撕扯成一团破步啊 要论威力 宁如雪这朵清莲可要比叶文这紫莲强横不知多少倍呀 只是它的变化却不如叶文这紫莲来得多 尤其是在剑了宁如雪这清莲剑气之后 叶文倒是发现自己的紫莲又多了一种变化 那就是使用的时候突然转为紫霄龙器剑的剑气 这样一变化 怕是大多数人都难以反应啊 他俩一会儿是拍出一朵清莲 一会儿甩出一朵紫莲来 华一在旁边看得倒是有趣 若非知道这好看的莲花乃是尽气所化 虽说没力却极端危险 也许他就会抓来一朵在手中拔弯呢 教导师妹学会了这门功夫 叶文又指导画一学习起基础来 一切都是从最基本的地方交起 甚至喊来了周芷若来教导这画一 画一虽说是严重偏科 但总归曾有过高深的武学修为打底 学习这些基础东西 也不至于和那些刚入门的人一样困难重重 只不过几日时间就把移影基础给学习了个遍 剩下的便需要他每日勤加修炼了 一些简单的拳脚剑法 叶文要求他至少习练三个月以上才行 而且还必须得是每日勤练不错 若三个月后达不到他的要求 那么就继续练这些基础再三个月 直到他满意为止 师兄 你对画姑娘倒是上心得紧呢 啊 有吗 呃和教导那些徒弟们都是一样的吗 宁如雪是斜了他一眼 画姑娘可不是你的弟子呢 然后又瞧了瞧 还在练习着玉女剑法的画衣 估计师兄也不想让他做徒弟 甘笑几声 叶文最后只好搬出门派来做挡剑派了 不管怎么样 既然成了我鼠山派的人 那么这武功就不能太差了 要不然都给咱们鼠山派丢脸了 你说呢 接着他应付了几句 就找了个借口跑没了影子 直奔后山而去了 自从回山之后 叶文就在忙着处理派中诸事 这后山绝股一直没得空去看 这两日终于将诸多事情处理完毕 鼠山派的诸多产业都没什么问题 下山游离的弟子也都开始陆续回来 所以叶文也是抽出了空来 何况自己还答应帮徐贤拿个清果回去 好叫这家伙能够把果子吃了 装病辞官呢 想想自己出行了也有好一阵 也不止这果子又掉下来了几个 至于说自己不在的这段日子 那赤果突然熟透 这他倒是不担心 按照这清果掉落的速度 哪怕到了明年 估计也是难以成熟啊 一上的那处断崖进了绝谷 叶文见到这里依旧没有什么变化的样子 也是感叹 此处倒是个绝佳的隐居之地啊 只凭着绝谷中景色四季如春 又有寒潭在侧凉爽一人 山壁围着也不受外面寒风侵袭 怎么看都是个好地方 也许鼠山派的老一辈人 都可以在这里隐居了 若非自己鼠山派实力太差 迫切需要提升弟子实力 他本不想将这寒痴所在 这么快就告诉诸多弟子 只多是打算 等弟子们对门派有了巨大贡献 再奖励其可入此地修行 可眼下却是顾不了这么多 好在目前收的这几个弟子的出身 都算是清楚明白 也不怕会有别派派来的奸细 知道这地方 然后暗中谋划 对鼠山不利之事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 史上第一掌门下一章 第159集 紧得动来 叶文先是瞧了瞧 那埋藏诸多密集的所在 见其没什么异状 这才去看那株果树 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走了这么些日子 竟然只掉下来一颗清果 砖头再去看那赤红果子 颜色依旧如离去之前那样 没什么明显变化 想来这果子是越到后头 输得越慢 这清果也会掉得越慢 将那果子拾起来 看了看那断开的部分 发现上面还很鲜嫩 想来是刚掉下来不久 加上这寒冻里冷气逼人 简直就是天然大冷酷 所以这颗果子 和刚刚采下来的时候 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将果子放好 叶文又进全眼里 练了一阵子内功 此时这寒泉中的寒气 对他的影响是越来越低 只得在这全眼之上 才能有些许效果 叶文知道自己以后 怕是再也用不着这寒泉了 尤其是功夫日渐精神之后 就只能凭借自己的修行 来不断提升修为了 好在自己还有个指环 这个作弊器 若能再得几本 天心连环一样的秘笈 只凭修炼这些功夫 叶文也不怕自己会 卡在某个阶段难以寸进呢 只是他现在是突然好奇起来 自己这指环的极限 究竟在哪里 如果自己能够一直提升 是不是这个指环 就会一直给自己密集 还是说 只能够给到某一程度而已 而当自己超过这个指环的极限之后 又会发生什么呢 这个问题闲暇的时候 也曾困扰过叶文 但是就目前来看 指环依旧像个无底洞一样 估计自己这段时间里头 是不可能探明这指环的极限作在了 从洞中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了 叶文才走到饭厅那 只见宁如雪和黄荣荣等人 是坐在饭桌上等着自己 不过脸色似乎有些怪 黄荣荣的表情更是略微有些难看 自己回来的时候 他发现徐贤也已经回到了山上 此时正要往外走 可能是去寻找自己 果然一瞧见自己 徐贤就开口说 师兄回来了 恰好我要寻你回来吃饭呢 什么时候回来的 叶文本以为徐贤会多在家里待上几天 尤其是考中了状元 做了朝廷命官 徐家老爷子不摆上几天宴席招待客人 那绝对不会罢休啊 怎的这才几天的光景 他就跑回山上来了 刚刚回来没多久 恰好赶上吃完饭 说到这儿 徐贤也是苦笑 想来是瞧见叶文的表情之后 知道自己这师兄的疑问 顺便便解释说 这几日啊 折腾死我了 我爹整日的艳客 我娘是没完没了催我成亲 实在熬不住了 我就回来了 不过 他俩一边往厅里走 一边说着话 叶文此时才发现 饭桌上竟然还多了一个人 此人是背对着自己 倒是瞧不见面容 不过那瀑布般的黑色长发 倒是惹眼的紧 再加上头上的朱钗 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名女子啊 这是谁啊 叶文一开口 那人立刻站起身来 并且和叶文施了一离 小女子琴素 见过夜长门 只望那一站 叶文就瞧出这女子 乃是那种名门千金之类的女子 一身高贵气质 凝而不放 说话是客客气气 温文软软 一双束手 更是一看就知道 未曾做过什么活计 眼前这位 他转头看了看徐贤 希望他给出个答案 这个女子 他先前可是没见过 如今和徐贤一起出现在鼠山派里 自然是和徐贤有关系的了 这位琴素 是我娘非要我娶的人 也是琴家的千金 徐贤偷偷凑到叶文耳旁 把事情用最简单的语句说了 一下子就叫叶文是明白过来 不过又瞧了眼这女子 叶文是奇怪的说 那她上山来做什么 哎呀 我一要出门 我娘就知道我要跑 所以便叫她跟上来 说什么多相处相处 这段时间就挑个黄道吉日 把事给办了 叶文文言 只是叹了一句 侄子木入木啊 还是你娘了解你 然后便对琴素说 秦姑娘 你不必客气 来这时刻 快坐吧 同时她也终于明白 为何黄荣荣的表情有些古怪了 尤其是这座位安排的也是绝妙 黄荣荣和秦素 恰好就在一个空座的两旁 而那空座的主人 除了徐贤 还能有谁呢 左看看黄荣荣 右看看秦素 这差距实在太大 秦素相貌绝佳 气质不凡 看她说话 估计那性格也是文文尔雅的性子 正是那些大家族最喜欢的温柔女子 娶回家中享福教子的最佳选择 至于黄荣荣的性子 还是不说了吧 同时秦素身段意识绝佳 黄荣荣虽然身形也不差 只是个子稍微矮了点 不知道许家人是看得上看不上啊 至于所学知识之类的 大家千金一般都是知书达理 女工之类的 更是当做日常排游节目的游戏 这些东西黄荣荣那是一概不会的 要说抄家伙砍人 那黄荣荣倒是比这秦素强 不过娶老婆好像不是越凶越好啊 当然这些问题轮不到她去掺和 还是让徐贤自己头疼去吧 见到一桌子冒着热气的菜 还有这许多围在一旁的人 她倒是觉得这鼠山排上 人气是越来越盛 心下也是开怀 举起筷子夹了一口菜 直接宣布开饭了 这顿饭吃得着实让人人俊不禁 徐贤也不知是不是故意的 吃饭的时候总是和黄荣荣腻腻歪歪 一会儿夹个菜一会儿帮黄荣荣把脸颊上的饭粒拿掉 然后还故意吃下去 惹得一桌众人都不好意思再往她那瞧啊 就是黄荣荣自己也老大不自在 徐贤虽然说过要娶她 但是也很少有这般亲密的行为 今日竟在众人面前做出来 这叫她修的是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啊 但是一想到旁边坐着的秦宿 黄荣荣便忍着羞涩 把徐贤这些招数是一一揭下了 然后脸蛋是憋得通红 帮徐贤夹了点菜 那筷子抖的都能发出声音来 若非徐贤手快把饭碗递过去 估计这筷子菜绝对不能顺利抵达目的地啊 师妹 吃菜 这鸡肉可是上好的鸡熊肉 看了一阵 叶文瞧了片刻也来了这么一手 结果闹得宁如雪也变成了个大红莲 连一旁的画衣见了 也是忍不住笑出声来 好在因为有客人在 众弟子没有和他们一起吃 否则叶文这么一整 什么威严都没了 一顿饭吃完 徐贤带着秦宿去他那单独的小院里头 安排住宿 反正徐贤那院子也有不少的房间 黄蓉蓉现在也和他住在一个院子里 至于原本住的那间房 也就是叶文院子里的那间 倒还属于徐贤暂时没动 原本是以为黄蓉蓉离去之后 徐贤也就搬回来 现在看起来嘛 等过阵子 徐师弟把东西搬出去 华一啊 你便去那间屋子住吧 华一却说 奴婢怎么能住主房 有一个邻间便可以了 那那么多说的 让你过去住就过去住 华一现在对他太客气 叶文倒是有点郁闷 这样说话实在是累得慌啊 他可不想回到自己地盘上 还要这么说话 激动之下 说话是难免中了些 吓了话一跳啊 还是宁如雪说 师兄说的做就行了 谈了几句话之后 叶文在院子里坐了一阵 那石桌上只摆了两杯清茶 他和宁如雪二人 便就这样一边看着漆黑的夜空 一边聊起天来 师兄 你好像越来越喜欢看星星了 抬头一看 发现今夜是个阴沉的天 见不得半点星光 叶文是回话说 看什么不重要 主要是和谁看 说完便捏住了宁如雪的束手 轻轻摩缩了一下 等过些日子 若是得了闲 便带师妹去海边走走 看看那波澜壮阔的大海 叶文心中早就有了这般想法 他前世只见过几回大海 还是很小的时候去的 长大了却因为各种原因 反倒没怎么去那边玩过 到了这里以后 又总是忙于练功 如今多少算是小有成就 便想去看看这个世界的大海 又是什么样子 宁如雪被叶文捏着手 听说他要带自己去海边走走 只觉得是心中一甜 就在这个时候 一朵雪花是飘飘落下来 恰好落在了叶文握着宁如雪的那只手上 一阵微凉的感觉传过来 把叶文的注意力给彻底吸引了 随后就见雪花是不停落下来 下雪了 宁如雪这才意识到 已经飘起了漫天雪花 他突然是笑着说 师兄 你却又是长了一岁 叶文也一样瞧着漫天雪花 点头说道 一到冬天 便是你我的生日到了 他与宁如雪一样 都是师父从山脚下抱回来的气婴 如今这年月 普通百姓经常会有过不下去的时候 尤其是一到冬天 若是没有余粮 那就是一大劫难呢 不少贫困农户 见养不了孩子 便直接丢弃 心里面多是存了 若叫好心人家捡去 也算复原 若是饿死了 那便是他的命数 反正留下来 也难以养活 而那时候 鼠山派的驻地就在山脚 他二人的师父 倒是遇到过几个被丢弃的婴孩 心下不仁便会抱回去 只是几个孩子里 有见到的时候就毙命的 或者抱回去也没能救回来的 野文和宁如雪都是运气比较好 才被丢弃没多久就被食到 这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所以对于这二人来说 这生日实在算不上什么好的记忆 每次过生日 实际上就好像在一次次提醒他们是被人丢弃的 不过眼下却又有所不同 宁如雪还是宁如雪 夜文却不再是那个夜文 他线下看着漆黑的夜空 想的却是旁的事情 师妹 咱们去屋顶看星星吧 宁如雪听了 红着脸说 时尚不早了 师兄也该歇息了 随后便将手从夜文的大手里抽了出来 一溜烟是没了影子 夜文抬头一看 发现原来是华一从自己房间的窗户里探出头来 瞧他二人 不想是被宁如雪瞅个正着 害羞之下是直接跑了 见宁如雪回了房 夜文只好准备回去睡觉 此时华一则从自己房间跑了出来 将两杯已经冰凉的茶水端起来 并且对夜文说 老爷的床铺都不好了 要奴婢伺候更衣吗 此话一出 从宁如雪那屋子里是传出一句 话一 快来帮下手 随后话一便放下了两杯凉茶 自留一下没了影子 只留下夜文一个人 连回话都没来得及呢 师妹反应也太快了吧 暗自想了想 摇撩头 夜文便转身回了房间里头 正遗憾着呢 突然想起徐贤那边 估计也是好声热闹 这家伙此番也够他瘦的了 徐老夫人还真是敢作敢为啊 竟然直接叫那秦姑娘 追着徐贤上了山 整日跟在徐贤身边 这样做 想必多少也会有些感情吧 徐贤这人心软 若和他熟悉了 估计也出不了口将那秦素赶走 否则也不至于叫一个不会武功的女子缠上 只能抓抱黄蓉蓉 好叫那秦姑娘自觉离去远 回到了自己房里 夜文从怀中取出了那个新拿回来的清果 想起自己出行时 还带了一个在身上 只是在外头日子较长 那果子险些烂掉 被自己给吃了 结果那果子的效果果然比刚才摘的差了好多 那时候他就晓得 这果子摘下来就得吃 放得越久 效果就越差 自己手里这个明日就得给徐贤 然后叮嘱他 趁着这些日效果最强的时候吃掉 免得浪费了 次日夜文就找到徐贤 将这些事情一一与他说了 徐贤也够痛快 张嘴就把那果子塞进嘴里 几口便吞进了肚里 好在夜文早有所料 提前就以先天子气 把徐贤的肺脉护住 此时见他把果子吃了 立刻又以先天子气 助他处理果子的杂质和毒素 等做完了这些 徐贤体内止于寒气和果中精华 一张脸又变做了青紫色 同时是眼圈泛黑 印堂灰暗 猛一眼瞧过去 简直像是贫死之相啊 恰好 陈一忠也在山上 被徐贤抓来 非要他瞧瞧 这陈老大夫 见徐贤如此面相 也是被唬了一跳 若非徐贤和夜文两人都对他说 这不过是吃了某种果子之后出现的症状 他二人已经用内功护住周身要害 不会有大事 只要将寒气化解便可恢复如常 那陈一忠 还到徐公子的肺病是突然严重 命不久矣呢 哎哟 二位怎的行此险招啊 若想装病 老头子还有几分手段 也不必遭这些罪呀 此言已出 徐贤夜文是奇奇喝了一声 怎的就不早说呢 陈一忠是双眼一瞪 胡子都跟着一翘一翘的 你们有没有问过我 仔细一想 这事儿确实怨不得别人 只能怪徐贤太着急 事情思虑的不够周全 然后就急急忙忙把这果子吞了 想要糊弄众人 不过果子既然已经吃了 等于这桩已经化好 若不把握机会把戏做足 岂非白遭这番罪呀 很快的徐公子病情加重 难以动弹的消息便传了出去 鼠山派这些日子无比的热闹 徐贤的人更是上上下下 进进出出个没完 同时周围有名有姓的大夫 也被徐贤人尽数给抓了过来 好给自家这位新出的壮与狼瞧病了 奈何徐贤体内这一身寒气 是半点做不得假 再加上他本就有肺病在身 周围的大夫和徐贤人 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八脉之下 更有不少大夫是浑身发颤 额冒虚汗 这可是当今力不原外郎大人 若瞧不好 自己这招牌起飞要砸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 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可一瞧徐贤那样子实在是没什么把握 想想瞧不好还没什么 若说能治好最后却治不回来 那才是麻烦 再加上徐贤这样子怎么看都是个贫死之相 所以一个个都是应付两句 开一个无功无过的普通房子 真金都不敢受就跑了 看着一个个都是这样 陈一中对这些同行很是鄙视 不过若非如此 徐贤这戏也是演不下去的 至于徐家老爷子 这些日子是有些郁闷 据说因为徐贤这一阵子大病 老爷子也差点倒下 徐贤心中有愧 便叫陈一中去给自己爹瞧瞧 不想陈一中一进徐家大宅后院 就见徐老爷子坐在书房里 每滋滋喝着茶水呢 瞧见他来了 还好生招呼了一番呢 徐老爷子 你这身身子骨 徐老爷子一听 他哼了一声 老头子我这身子骨硬得很 哪那么容易倒下 倒是那小崽子 竟然装柄辞官 真到老头子不好护呢 陈一中一听 这才知道徐老爷子早瞧出来 自己这小儿子在玩花样 所以徐贤病倒之后 徐家人虽然进进出出往来不断 但这老爷子却一次也没露面 后来为了避免被人怀疑 干脆也称病不出了 正寻死到这儿 徐夫人也走了出来 只见这位老太太也没有半点担忧之色 对着陈一中招呼 哎呀 这小子 整日寻死这些乱七八糟的 进了朝堂也不见得是个好事 就此辞了 也许是个幸事呢 徐老爷子只是哼了一声 并没有接话 对于自己儿子的性子 他自然是了解得非常清楚 尤其是这些年 徐贤拜进鼠山之后 虽然不再如当初那般听话 但是父子俩的感情 却比以往更好 明面上朝来朝去 但是心里头 却感觉更亲近了几分 了解了自己儿子的真实想法之后 徐老爷子早就不强求 徐贤一定要走仕途 何况在发现自己小儿子那脾气 究竟什么样之后 徐老爷子也觉得 他不适合在朝堂上与人争锋 若真入了那潭水 也许还会给徐家惹来祸患 如今徐贤能趁机辞了那关 也算是好事 反正已经考中状元 算是合了他光宗耀祖的意思 徐老爷子亦是满意之极 对徐贤以后的日子 也不想再多加干涉了 陈一忠从这对老人 直言片语中也了解了情况 接下来也就是闲聊两句 便告辞离去了 只是在走之前 被徐老夫人抓住 问了一番话 那秦姑娘献下 是不是在树山上面 陈一忠回山也有一段时日 加上这几天忙活徐贤的事情 那秦宿倒也是见过极面 对这个相貌财情 以及性情都颇为不俗的丫头 她的印象还算不错 此时徐老夫人问起 这才想起那是这位老太太 给自己小儿子内定的媳妇 只是看徐贤的样子 似乎不太乐意 整天是抓着黄荣荣不撒手 叫那秦宿也是万分尴尬呀 她心中是暗道一句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得被你儿子给气跑了 可面上却是笑着说 在的 徐老太太又问 那秦姑娘可否会去照顾贤儿 这个嘛 陈一忠倒是说不出个所以然了 毕竟秦姑娘倒是想了 可徐贤只是推辞不受 这倒叫那秦姑娘的一番好意 做了无用功啊 一见陈一忠这番表情 徐老太太也就撒了手 只是叹了一句 唉 也不知那小崽子 什么时候才愿意成亲 了了老慎这点念想啊 说到这个话题 陈一忠只能尴尬地笑笑 然后应付两句就跑回了树山 掌门和徐公子竟然给我安排这么个活儿 简直就是烂差事 而被他念叨的某人 此时坐在徐贤的房间里 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然后伸手从一旁取了个橘子 拨了起来 躺在床上那位 此时却全然没有病人的自觉 不停地往嘴里塞吃的 一边吃还一边说 装病的日子真难受 饭都吃不饱 徐贤为了装病 每日里也就只喝几口西粥 生怕吃的多了惹人怀疑 全仗着叶文每天来探望他的时候 给他带些吃的 这才不至于饿坏了肚子 叶文白了他一眼 继续拨着橘子 你这是自找的 怪得谁来 对了 怎么样了 那个官可曾辞了 徐贤将最后一口菜汤 混着米饭扒了进嘴里 这才说到 今日县台一来看过我了 然后又和几个给我瞧过病的大夫 谈了一阵 估摸着这公文递上去了 然后周府大人可能会派人过来验证一下 然后就没事了吧 这么麻烦 叶文算了算 寻思着周府要派人过来 少说还得半个月 这段时间 徐贤还不能将那寒气给化解 一直都得保持这个姿态 他除了仰仗纯阳至尊功之外 自己少不得也得多帮几次忙了 哎 一想到还要挨半个月 真的是 叶文却是一点都不同情他 谁让他在电视上考得那么好 滑了到了这状元之位 这状元词官哪有那么容易 你要是拒无定所的 直接来个挂印封金闪人还无所谓 皇上也不知道上哪找你 可偏偏徐贤身为鼠山派的弟子 属于有庙的和尚 没点跑啊 要此官自然是麻烦得紧 否则皇上三天两头派人来 你好意思一直拒绝 想了想 叶文把话题转到了旁处 对了 那秦姑娘你准备怎么办 徐贤是瞧了瞧左右 侧而听了听 放心吧 没有人 那秦宿 估计过两天就走了 这两日啊 我听他那丫鬟大肆抱怨于我 而且还说 已经给老爷去了信了 说小姐在这受了委屈 我估摸着呀 秦家收了那丫鬟的信 定然会派人将他接回去 毕竟以秦家的名望地位 犯不着爸爸往我徐贤身上贴 说到这儿 徐贤还一直自己的脸 何况我现下这般模样 好像随时都会死 那秦家怕是更不愿意把女儿嫁给我咯 否则年纪轻轻手寡 那可不是什么好事 你怎么听到这些啊 那秦家小姐和丫鬟可不知道师弟我有那么高深的功夫 一出房门就肆无忌惮说了好多话 直到我听不到呢 果然 没过上几日 那秦宿就收到了秦家的来信 连带的还有几名秦家的家丁 来接自家小姐回去 那秦宿的贴身丫鬟看到自家人来到 倒是显得挺开心的 一开口就说了句 小姐 咱们走吧 还是秦宿呵斥了他两句 不说一声就走 有失礼数 带我先去和这里的主人家道个别 当时叶文离得并不尽 只是他内功愈发精深 无感愈发敏锐 那秦宿和丫鬟说话的时候 也没想过这么远还有人能听到 也没有做什么掩饰 叶文站在那 看到秦宿款款前来 冲自己失了一礼 心中是暗赞一句 此等大家闺秀温柔贤淑 不知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老婆人选 只可惜碰到徐贤这么一个话 等到秦宿又站直了身子 叶文才说 秦姑娘 有什么话要说吗 承蒙叶掌门这些时日的招待 只是家中使人召唤 不得不归 特来与叶掌门话别 那是否要与我那师弟再道一声别 秦宿听到叶文提起徐贤 眉头微不可查地皱了一下 若非叶文敏锐几乎是感觉不到的 看来徐贤这些日的座态 这秦姑娘也是大微不爽 只是性子温婉 没有表现出来罢了 不过他此时说话倒是显出了几分不满来 不了 既然徐公子瞧不上小女子 又何必相见 这几句话里多少显出一股子酸味 还带了几分不服气了 既然这样 两人不见也好 叶文亲自将一行人送到山门 然后便目送这一行人渐渐消失了 等到他们没了影子 徐贤竟然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走了吗 叶文回头一看他这得意的样子 便搭击他说 别以为秦家人走了 你就可以不用言戏 要知道 想要骗过外人 便得先骗过自己人 所以你还得继续装病 装虚弱 外家没得反尘 师兄 莫开玩笑了 非是玩笑 毕竟你这可是欺君之罪 万万不能随意糊弄 我瞧你神色似乎又差了许多 我会嘱咐赵神 要他将给你的粥熬得更清淡些 还能生点米出来 此话已出 徐贤险险些倒在了地上 生怕叶文又说出什么惊人的话来 运气轻功 直接跑得没了影子 日子过得很快 徐贤装病辞官的事情非常顺利 周府大人派来的人一见徐贤这副尊荣 连话都没问 直接就闪人了 而几名医生的诊断 更是让他确定了自己的猜特 结果这位兄台中午上山 看了一眼连饭都没吃 立刻就下了山了 隐隐约约中 叶文还能听见这人嘟囔一句 本以为能讨好一下新科状元 哪能想到是个快死的劳病鬼呀 真是晦气 等这些人尽数离开之后 这鼠山派辈分最高级人之一的徐贤 立刻从床上跳了下来 然后便运起了纯阳至尊功 将已经被他控制住的寒气消灭了一部分 脸色在顷刻间就好转了不少 叶文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徐贤正在运工清除寒气 他也是没做阻止 反正到了这个时候 整个鼠山上那些比较亲近的人 都知道徐贤这家伙在装病 只是得知的渠道各不相同罢了 等到一个月之后 不但朝廷的回复已经下来 鼠山派一年一度的大笔也宣告结束 这次的大笔果然没有出乎叶文所料 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弟子 所以获得投名的也只是得到叶文传授了一套回风落眼剑剑法而已 这些东西都忙完了之后 宁如雪和叶文的生日也先后过去 两人也没有张扬 只是亲近的人在一起吃顿饭也就算是过了 一个冬天就在这么平平淡淡中慢慢走过 这个冬天鼠山派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情 叶文也只是老老实实待在山上修炼 时不时配宁如雪在山上四处走走 聊聊天 交交徒弟 顺便不时地恶搞一下 比如教柳木炎画四格漫画 让郭靖练庐山生龙吧 当然这些只是闲暇时的恶搞 图个乐呵就是了 玩闹罢了也会叮嘱一番 这些都是用来放松心情的 莫要当真 否则真把徒弟给交费了 他是哭都没点哭去啊 至于月宁 他现在潜心修行紫霞宫 眼下已经跨入门槛 并且是练出了一丝紫霞真气了 这般进京叫叶文也是吃惊 按道这徒弟在练气方面的天赋 倒是颇为不俗啊 想来只要他勤练不错 以后练成先天子气 也非难事 周芷若的年岁 亦是长了一点 加上女孩本来就发育比较早 如今已经渐渐有了大人模样 身高也窜了不少 估计再过个一两年 就会定型了 徐平的刀剑功夫也开始走到了最后阶段 玄虚刀法加血刀刀法加上五虎断门刀刀法 然后配合鼠山派现有的诸多剑术 最后融合而成阴阳捣乱刃法 绝对比原版的威力还要强横许多 徐平以后能达到什么程度 叶文现在也是有些好奇了起来 柳木岩嘛 依旧还在洗脸全真心法 反倒是郭靖已经开始触摸那纯阳无极功的门槛 这小子心思单纯 也许他才是修炼这门内功最合适的人选 个人有个人的服务员 见这些弟子不需要自己指导 叶文也就感叹了一声 放任他们自行修炼了 至于他自己嘛 天心连环被他用的是愈发德心应手 同时经过几个月的试验 甚至拉来徐贤作为练招对象 将这天心连环好生试验了一番 最后他发现自己的紫色莲花气劲 正常威力是要比原版的弱 没了那炙手可热的灼伤对手经脉的特性 叶文这连禁打出来 就和一般凝聚诸多真气打出的一掌 威力差不了多少 甚至还不如自己叼鼓出来的那招 紫棋东来来的霸道 只不过天心连环的后劲 要比紫棋东来足 可以作为寻常招法 与人不停的对拼 而不像紫棋东来一出 自己即便仗着先天紫棋神庙 也需要几秒钟的回气时间 同时自己的紫棉变化也比较繁复 内中蕴含的劲道也可以稍微做些改变 所以虽说不若原版强横霸道 可威力也不见得差上多少 更有趣的是 这些月里有一位江湖同道 许是与虎山派的刘清风有些交情 受了内伤后 拿着刘清风的书信来请叶文救救他 叶文是随手拍出一道莲花 置于此人头顶摆回雪上 随后是紫棉旋转 尽气自顶而入 等到这朵莲花越来越小 最后消失的时候 此人内伤已经是好了七七八八 只要自行调理便可恢复了 天呐 圣光树圣苗树回春树 统统都是浮云的 本掌门紫棉一出 什么负面状况都会立刻消失 叶文心中暗自得意 同时微笑接受了内人的道谢 最后问了一句 刘真人最近如何 其实刘清风这信里 没写什么东西 只誓言面前这人 当初和他有点交情 而且对自己也算是有些恩惠 如今此人受伤了 自己不好坐视不理 偏生又无能为力 便只好叫他来寻叶文 如今胡山派已听闻了武林大会上的事情 刘清风那掌门师兄赵明月 也是悔不当初 一时决断错误 导致两派线下关系远不如当初 好在刘清风和叶文 多少有些交情 熟山派也不至于来找他胡山派的麻烦 至于他以后和熟山派打交道的时候 客气一点就行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第161集 熟山派明动江湖之后 胡山派的弟子还不觉得怎样 直到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邻居是走了狗屎运 但是赵明月却知道 叶文能在武林大会上大出风头 武功定然是不凡的 何况叶文还能与天乐帮帮主大战一场不分胜负 赵明月可没狂妄到 以为自己能有那般实力 只是如今后悔 那也是晚了 恰好刘清风故人托他帮忙 自己在旁边也多少是故意提点了一两句 刘清风是抹不开面子 这才会写信给这人 让他去寻那叶文 否则刘清风还真不见得会写呢 这些事情 信中多少是有隐晦的提及 叶文也知道 刘老道如今有点两面不是人的尴尬 想到这老头也不算是什么坏人 他师兄的想法也算不得什么错误 最起码虎山派并没有做什么 真的对鼠山派有损的事情 所以与这人攀谈之间 顺便是写了一封信 叫他带回去给那刘清风 除此之外 还有一封信则是写给虎山派掌门 内容倒是没什么稀奇 不过是表明两家没仇没怨 以前多少还算是有点交情 加上如今天了帮已灭 两家更当好生经营 将平州武林给支撑起来 信里头的话也是不卑不亢的 叶文自己读了两遍之后 便把书信封毫递给了那人 此人刚刚受了叶文救命之恩 自然也是不会推辞 何况还是稍书信这么点事情 所以是直接应允 同时叶文也没料到 自己随手拍出的一朵紫帘 竟然能治好了这个人 又因为他兜了一大圈 把这件事情给宣扬出去 无形中又帮鼠山派和自己 提升了一些名望 叶掌门无愧君子之名这些话 在接下来一段日子里 几乎传遍整个平州 这种情况下 在又有几个人厚着脸皮 去鼠山派求助之后 是更加明显起来 在过了年之后 鼠山派上的客人 也渐渐多了起来 甚至有一些只是路过 都要上山拜望一番 叶文也是不厌其烦 但凡来客 都会一一出面见上一见 他倒不是乐于做这些事情 只是晓得鼠山派 崛起的时间太短 许多人甚至只闻其名 而不见其人 心底多少会有些怀疑 甚至有几分轻视 叶文露脸 也好巩固一下 鼠山派的威名不是 同日整日里与人见面 也是帮鼠山派铺点一张巨大的关系网 忙了一整日 回到自己院子中才坐下来 画一就用手帕帮他擦了擦额上的汗 相处久了 画一的性子渐渐又恢复了回来 也不似当初那般的拘谨 这也是叶文期望的 也许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是那画意 若是如此规规矩矩的 倒不如直接买个丫鬟回来呢 感受着手帕将自己额头上的汗水擦进 并且带来一阵香风 叶文只觉得这样的生活 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甚至恍惚间有了一种 正过着每天白天忙于工作 回到家里 娇气美切 环绕伺候的幸福生活的错觉 可是 只是一睁眼 恰好练功回来的宁如雪 那快要喷火的双眼 就将他打回了现实 师妹回来了 宁如雪 不嫌不淡地哼了一声 然后便自己回到房间换起衣服来 画一见叶文尴尬的样子 是无嘴一笑 便也跑得没了影子 正心中感叹呢 叶文只见徐贤手中 拖着一朵红色莲花走进来 笑嘻嘻对着叶文说 师兄 我终于练成了 瞧见徐贤手中那朵莲花 叶文也是道了声恭喜 同时想起自己这师弟不无知怎的 本以为按照这位徐大公子的资质 学这门功夫还不守道勤来 哪想是练了好几个月 却始终没有练成 直到今日 这莲花尽气凝聚成功 效果怎么样 哎 和师兄你当初描述的差不多 容容试了一招 被这连进入体之后 只觉得是智耳难当啊 嗯 虚是你的内功路数 本就与这天性连环路数相合 所以使出来的连进 最接近其原本的效果啊 嗯 对了 师兄 你看 叶文还没来得及问去看什么 就见徐贤 常见连斗 随后是七八朵红莲 显出来 往叶文这边飞过来 不但略有炙热之感 甚至还带着几分 剑韧的锋锐啊 用剑法施展天心连环 叶文终于明白 为何徐贤这门功夫 练了那么久了 感情着徐师弟 想将这门功夫 融合到剑法当中去啊 他手掌一番 随后是一阵连拍 也是七八朵紫色莲花 应手而出 而且他这七八朵莲花 每朵都带上了不同近利 只见徐贤那些莲花 撞到叶文的莲花上 瞬间就被紫连锁底笑 师兄 你的功夫似乎又静静了 叶文是笑而不语 这些时日 内力虽然难以继续提升 但是整日地琢磨着 天心连环的用法 对内进的实用上 自是又想出了许多妙招来 何况他这先天子气 中正平和 无论刚柔劲道都可以使出来 变化繁复 对手应付起来 又要飞神几分 的确是又强了一些 师弟 再看看这招 叶文话音刚落 身形不动 身上骤然闪出了一阵 薄薄的紫气 向周围一伞 好似一个气泡一样 鼓掌起来 徐贤初始还凝神戒备 但是这气罩 是越阔越大 最后约莫有两丈方圆的时候 把他也罩在了里头 他只感觉自己全身上下都被什么东西缠上了一样 举臂台族都得费上更多力气 虽说不明显 但是在与敌人搏杀的时候 就这一点细微差别就足以致命了 叶文收了工 徐贤身上各种别扭的感觉随即消失 他在叶文对面坐下便叹道 师兄 你去了那武林大会之后 这奇思妙想却是越来越多了 紫气天罗这门功法 他早有领教 大致理论也清楚 只是因为没什么兴趣 所以没有去练 这紫气天罗的气劲 本不是这样 完全是外放的一道禁忌 但是叶文这么一改 就等于将原本的理论颠覆了一下 变成了以自身为轴心 源源不断放出紫气天罗气劲 从而影响自己周围所有的人 叶文随手也为徐贤倒上了一盏热茶 笑着说 可惜不到显天圆满之境 此般运功着实难以承受 否则以我那护身健气 喝着紫气天罗的气场 谁忍能进我身 到时候 这前后左右半径 一丈范围内 都是他的气场笼罩 进的这个范围 就要手其制肘 十分力 至多发挥出个八分左右 若比叶文强的人还好 若是势均力敌的 被这气场一影响 何况 叶文那护身健气也渐渐练的颇为成熟 到时候身形不动 只要靠近他就会被那健气攻击 来无影去无踪 根本难以琢磨健气从何而来 谁人又敢轻易冲到他的身前呢 若离得远了 那紫霄龙气剑又恰好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由于徐贤聊了一阵之后 问了问他和荣荣的事情如何了 前些日子嘛 徐老爷子终于知道自己小子拒绝了皇帝的赐婚 并且声称已有婚约 惊讶之下是问了一下老夫人 发现他也是一无所知 便叫人将徐贤喊回家去 详细地询问了一遍 听说黄荣荣是个山匪出身 老爷子虽然没说什么 但是这脸色也是难看得可以 徐老夫人也是说 拒绝那皇家赐婚倒没什么 但是这黄姑娘 最后还是老爷子拍板 先见见再说 结果前几天 黄荣荣被徐贤带回家去见了见 叶文这几天忙来忙去 倒是忘了问这件事情了 只见徐贤是叹了一口气 唉 没什么 看他这般样子 想来结果也不是多好 不过黄荣荣这几日不见了踪影 也不知是不是受了什么打击 等稍后问问自己师妹 应该会知道情况如何 又聊了一阵旁的 枝塔虽然炼成了天心连环 并且威力也是不俗 但是这门功夫 消耗真气比较厉害 不能持久使用 好在他人都二脉已通 真气也是源源不绝 只多用上一阵子时间 就可以回气气了 叶文仰仗子气的回气之快 就目前来说 还没有比他更强横的功法呢 宁如雪嘛 他那变异了的清廉无相剑气 根本没这个烦恼 此间暗下不提 过了些时日 画一的功夫也渐渐地恢复得差不多 叶文本想将天心连环 直接交给画一 让他来修炼这套功夫 不像前些日子 被自己召唤出了一本天魔功来 这套殷魁派的功法 简直就是为画一量身定做 再配合画一 现在开始修炼的剑气 威力更甚呢 将天魔功入门部分交给了画一 叶文并没有细细督导 只叫他自行参悟 若能练到成 则会继续教导 借口嘛 则是叶文只是按照画一的情况 想到了这门功法 虽然想到如何修炼 却不知会如何 所以能不能练成 还要靠他自己努力 画一文言也是不太在意 只是觉得叶文竟然根据他的情况 为他创出了一门功法 赞叹之余 也是满心的欢喜 直到叶文对他非常重视才会这般 兴奋之下 是直接亲了叶文的脸颊一口 留下了一阵香风给跑了 春去下来 几个月是眨眼就过去了 画一的天魔宫已经入了门 速度倒是算不上多快 不过让叶文得意的是 洗脸天魔宫之后 画一是越发美艳 再加上洗脸剑气的缘故 衣服上总会有飘带环绕 油若飘飘欲飞的仙女一样 结果呢 却饮得宁如雪非常不痛快 又找赵神帮他弄了好几套衣衫 天天换着穿 这倒是让叶文好好保了一下眼符 这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 只是鼠山派内门 又收进来了两名新弟子 都是南宫家的人 一个便是在北剑峰下 见过的那位南宫子新 被他叔叔南宫听 还是亲自带到鼠山来赔礼道歉 并同时希望鼠山派 能够收下这个丫头 豪生教导 南宫子新许是来之前 就被豪生收拾了一顿 此时脸色是不怎么好看 眼圈也有些红肿 叶文乔剑就知道 这个丫头不是真心 想要拜进鼠山派的 只是世家弟子前来拜师 事情本就不是那么简单 若不收的话 麻烦怕会是更多 全当是一种利益交换 也便是了 何况鼠山派弟子 本就稀少 尤其是内门弟子 更是少得可怜 只得叶文一系 还算有些传承 宁如雪和徐贤 都没有好好受徒弟 所以最后便叫南宫子新 败入了宁如雪门下 与南宫家 也算是结成了一种 阴隐的同盟 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南宫天海的儿子 南宫黄 叶文当时还没回过劲 只是觉得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不少 看那小子眼珠子转个不停 估计也是个颇有灵气的娃的 正好徐贤少个好弟子 李森毕竟资质一般 根本就领悟不到徐贤的精妙剑术 不若就将这小子 归到徐贤门下好了 徐贤对这个透着机灵精的少年 也是大为欢喜 立刻就收了下来 而直到此时 叶文才回过身来 黄儿 南宫家 南宫黄 转头再看的时候 徐贤不知道正和这新收的弟子 说些什么 只是看那表情 估计是对于自己 能收个好弟子 颇为满意吧 南宫听海一样是极为满意 鼠山派这三人的武功 他都特意打听过一番 否则也不会过了这么久 才来鼠山 鼠山派掌门 叶文的武功最高 一手紫骁龙起见 威震武林大会 全掌功夫已是不俗 内力更是深厚无比 本来这是败事的最佳选择 但是南宫听海却不这么想 首先掌门一派的弟子 本就是最不好做 而身为南宫世家的后人 若成了掌门弟子 那才是真正的难以出头 鼠山派 不会将掌门之位 交给世家弟子的 尤其是在武林中 颇有实力的世家弟子 因为其间会有太多牵扯 那样的话 拜入叶文门下 也很难学到高深功夫 南宫听海虽然不是抱着 让俩年轻人来学习 鼠山派高深武学 但是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只能学些粗浅玩意而不是 何况叶文已经有了几个弟子 武林大会上就见到了四个 保不准山上还有几个 弟子一多 教导起来又要分神 再加上南宫家的身份 那又是个被冷落的理由啊 所以南宫听海认为 能拜叶文那师妹或是师弟为师 自是最佳选择 首先 这二人虽然功夫稍逊 但也各有特色 同时这两个人似乎都没收几个弟子 武林大会上也就徐贤带了个弟子随时 宁如雪那根本就是一个都没有 这最后便是一点私心作祟了 徐贤好歹是去年的新科状元 文才亦是不凡 若是自己孩儿能拜得这样一个文武全才之人为师 成才也是指日可待 虽然不求他能电视中状元 但是文才好了 终归是个好事嘛 因为这般考量 眼下这个结果就是他最满意的结果了 整个大殿上 只有拜了宁如雪为师的南宫子欣 是一副酷丧的脸颊 他暗自寻思着 自己以后怕是美好日子过了 竟然拜了那个和自己有过节的女人为师 不过这却是一己夺人 直到宁如雪会千方百计折腾他 而且还因为师徒身份 他根本就没有反抗的机会 在心里发出一声自己好可怜的呐喊之后 南宫家的这对姐弟便开始了在鼠山上的生活 而南宫听海则是留下了一大堆拜师礼 然后一路上宣传南宫家两名年轻后辈 拜进了鼠山派的事实 全当是帮鼠山派再宣传一回了 以南宫家的威名 其家族弟子拜进任何一个大派都不足为奇 但是拜入鼠山派那就让人大大惊讶了 不少人都在惊叹 鼠山派怎么风头还出个没完没了了 不过一想到叶文在大会上的强势表现 倒也没人敢恶言相向 给自己去找些麻烦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62集 南宫姐弟拜师的风波突起 但是影响颇大 能够收此等世家子弟为弟子 也算是间接证明了鼠山派跨入江湖一流门派的行列 鼠山派这个招牌对于一些志在习武的年轻人的吸引力也渐渐大了起来 随后一段时间里跑来平州想要败入鼠山派的人 那叫一个络绎不绝 野文这回可算是有底气将门槛提高了 尤其是对新兴的考教上 只要稍不满意 立刻就是不合格的下场 没有半点转环的余地 反正现在是别人来求着入门 不是自己当初四处抓人希望人家入门的年代了 适当的姿态还是要白白 周定是整日在山门那里处理败事的事情 外门弟子们虽然下山了一大批 但是眼下留在山上的弟子却接近了两百人 而且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着 叶掌门啊 你这鼠山派却是越发的强盛了呀 郭兄客气了 看着面前坐着的这个笑眯眯的家伙 叶文也感叹了一声事实无常 去年还算计着彼此 现在却坐在一起随心所欲聊天扯淡 郭怒是笑眯眯喝了口茶 好茶 非是客气啊 叶掌门将一破落门派 经营到如今规模 功劳不亚于贵派开派祖师 想来百年之后 也会与贵派祖师同立啊 实际上 叶文做的可比开派祖师多多了 只是说话的时候 他们总得对那些先辈们表示一下尊敬 所以只言并列而不言超过 叶文又谦虚了一番之后 随后便与郭怒聊了聊大致情况 这才知道郭怒回到越州之后 发现一种家丁杂蚁 还有那几个妻妾都跑了个差不离 而且把她放在家中的财物都卷了个差不多 只有最后新纳的小妾守在家里等她 见她是大哭着将事情述说了一遍呢 她这才知道一切还是武林大会上的事情惹得慌 原来天乐邦在武林大会上的事情传到了越州郭怒家里之后 一群人士立刻慌了手脚 直到天乐邦一晚 他们这幸福生活也算是到了头了 想了想便决定直接溜了 免得天乐邦仇人寻上门来 没个好下场 至于什么夫妻恩情 这些女子嫁了郭怒还不就惦记个奢华生活 如今天乐邦破落 郭怒这个长老也没个好 他们自问此时不跑那就是傻子 再加上郭怒因为一些事情在路上耽搁了几日 回到家里之后 就只剩下家中值钱事物被拿个金光 只与一个小妾和几个丫鬟仆仪守在家里的光景 而且从这小妾描述里来看 这些时日的确有不少江湖中人想来找他家麻烦 只是一看他家中这般景象 也就直接转头走了 毕竟现在完全是一副家破人亡 四散而逃的逃难像 后来郭怒便带着小妾一路北上 来到了这淑山派脚下 不知郭兄准备在哪安顿呢 可是要在县城里买个宅子 暂时买了个小院其实 但是却并不想久住 我准备在夜掌门的山下找个地方 去个宅院 和夜掌门做个邻居 夜掌门不介意吧 自然不介意啊 下好在下时的几个手艺不错的工匠 正好介绍给郭兄啊 不着急 我还得去打听一下 那地儿啊 是不是无主之地 先把地气拿了再说 不用说那么多了 蜀山周围的地 都是我蜀山派的 郭长老若想修建宅院 尽管挑就是了 此话一出 郭怒都愣了好一阵子 这地儿都是蜀山派的 话说一眨眼功夫 五年已经过去了 叶文站在蜀山的山崖上 感受着山风在身上滑过 直觉的浑身舒态 只是一想到体内那最后一处玄关 始终无法突破 心情不免就差了几分 好在自己还年轻 师妹也才二十四岁 也不急吧 按照当今武林的情况 自己在不到三十岁年纪就达到 即将先天圆满的境界 也算得上是一代奇才了 何况蜀山派如今越发强盛 弟子们出去行侠仗义 也帮自己驳来了不少名头 一代宗师的头衔 更是早就扣在了他脑袋上 本以为自己绝对可以在五年之内 把这先天子气修炼圆满 可事情发展总是不会如人期望那样的 这最后一个关卡 叶文也不知是哪儿做的不对 始终是不得要领 甚至想用浑厚的真气强行冲破 一样是不可能的 不过这五年他倒不是白过 因为一直都凭借其余提升的功力 所以他一身内力 要比同等级的高手稀薄许多 这五年的时间 他除了打通关爱之外 也将体内的力量练得是愈发浑厚 也就是说 此时他才是真正的 接近了先天圆满的高手 本来这是应该值得得意的事情 可是想到有得必有失 为了获得强横的战力 自己现在还是光棍呢 娇滴滴的师妹也没有办法去结婚 本来叶文还指望着凭那赤红果 把一身功力推到先天圆满 哪想到那该死的破果子 成熟的是越来越慢 最后的几个清果 更是久久不肯掉下来 这最近一年 只掉了一个清果而已 上面还余下了几个清果 长得是结结实实 一点落地的意思都没有 不过即便如此 那赤红果已经显出了红色 同时是微微散发出了灼热之感 叶文心里怀疑若是果子成熟 估计寻寻常人连靠近这果子都不能 由此看来 由此看来这虽然是天才地宝大捕之物 却也非寻常人能够销售得了的 此外 这几年还有几件大事发生 比如那林尚树一家 竟然惨遭灭门 上上下下几十口人一夜之间被图鲁殆尽 李逍遥那个胖子的酒楼都没能幸免 得亏着胖子够机灵躲了过去 同时护着自己表哥是跑出京城 只是林平之当时已经是身受重伤 便将自己当初获得的那把长剑送给了李逍遥 留下了一句替我全家报仇之后 便是一命误户了 十年十八岁的李逍遥就抱着这柄长剑 跑到了平州 几个还想追上山的黑衣人 直接被守护山门的众多弟子 以争无期节证给打发了 道教这护山大阵是开了章 同时也知道了 灭了林家上下几十口的那是魔教中人 林尚树一生勤勤恳恳 在收到皇上御领之后 便将诸事安排得妥妥当当 甚至还查到了魔教总舵之所在 叫魔教中人大为忌惮 结果他是分批词 耗时数年往京城里暗插高手 最终是必其共予一役 除了这个心腹大患 至于李逍遥甲 则是完完全全遭到了牵连 只是因为与林家有亲戚关系 所以被人顺便给灭了 幸好当时魔教过来的高手 不是顶尖的那几个 所以才叫他们有机会躲了过去 并且是一路逃了过来 林尚书一家惨死 朝廷震怒 皇帝震怒 尤其还是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发生 这件事情就更加难以忍受 不但将大内高手尽数派出去 追杀这些胆大妄为的逆贼 同时将一众供奉也是派了出去 还去信给禅宗以及天道宗 叫其尽快解决魔教逆贼们 至于那魔教总坛之所在 魏弘也早就告诉了这惠心禅师和天衣阵人 按照魏弘之意 大军是直接押境 灭了这魔教财势正途 奈何情报显示 这魔教不但将总坛置于海外孤岛 同时在九州各处都饲养了许多兵马 对于魏弘来说解决那些叛军更为重要 所以只得把魔教教给武林中人去对付了 当时当看到这胖子神色憔悴 一身一衫破烂的时候 叶文是直接把这李逍遥收入门里 成为他叶文门下第六弟子 如今三年过去 李逍遥的功夫进步颇快 最重要的是 这个当初二百多斤的大胖子 如今终于向正常体重靠拢了过去 虽然依旧还有点圆圆的 但也总算可以算作正常体重的标准范围了 只是因为灭门惨祸 整日冷着个脸 着实让寻常人等难以接近 除此之外 月宁如今也长大成人 周芷若更是长成了一个娇滴滴的大姑娘 两人也一并下山多次 行侠仗义闯出了些名气 算是当今武林新一代中的佼佼者 当然了 也不乏会有人仰慕 尤其是周芷若 还引来了一些个想和鼠山派接亲的人 只是叶文问过这丫头的意思之后 便一并以芷若年龄太小给推掉了 至于三徒弟徐平 在江湖上已经闯下了不小的名头 而且他线下都在山下走动 倒是很难在山上见的 这刀剑双绝的名头 倒是比他的师兄师姐还要来得响亮 一身纯阳无极功 凭借倾果和韩泉的帮助 也跨进了先天 但是想要再进一步 却不知何年何月了 李森的情况就要差得多 一身修为卡在那个关口上 再难寸计 好在他本就不以武功建长 所以也就更加专心地 打理起鼠山派的诸多事务来 俨然就是鼠山派的大管家 一众产业都得靠这位李森来打理经营 现在他整个人都是一副商人气息 越发不像一个舞者了 同时叶文那五弟子郭靖 竟然也将纯阳无极功修炼到了不俗境界 随时可能跨过先天 这倒是让叶文大为吃惊 尤其是自己将五年来断断续续得到的 降龙十八掌的部分掌法教给他之后 他那一身战力 怕是已经可以比你那些刚跨进先天的高手了 只是郁闷的是 那降龙十八掌自己只得了十二掌 每次召唤只多给他两掌 多一掌也是不给的 只是转念一想 五年里总共六十次召唤 其中六次得到了降龙十八掌的掌法 倒也不算太衰啊 六脉神剑自己又得了其中一路中冲剑 这个比中值到能杀人的功夫 叶文也是看中其中一些剑路特色变化就罢了 有了紫霄龙气剑 内力愈发深厚之后 对这六脉神剑他倒真没什么渴望 再除此之外 还杂七杂八得了生龙拳 钻石星辰拳之类的一堆东西 和那七色斗气 庐山生龙霸之流一般 单独是放在一边之后就没再理睬过 这些东西 体系都不一样 自己至多参考一下妙用 想修炼那却是不行的 再说宁如雪收的徒儿南宫子新 在教导了四年之后 不知怎的 竟然和那徐平是看对了眼了 武功嘛 则是学到了宁如雪的小吴相公 只是他无心习武 这小吴相公落到他手里 着实有点抱天天物的感觉 宁如雪也是怒气不争 训斥多次 却是收效甚微啊 其实这南宫子新天资不俗 奈何自小是娇生惯养 如今虽然性格有所改变 但是这不喜欢努力修炼的性子 已经是难有改观了 最后宁如雪也就随他去了 至于外出嘛 反正徐平看着也出不了什么事情 尤其是叶文对徐平和南宫子新二人的事情 是抱着乐见其成的态度 还说什么肥水不留外人田呢 再说到宁如雪的修为 可谓是进步神速 如今奇经八脉 还有三处玄关没有打通 不过这倒数第三处 已经也有了松动的迹象 想来要不了多久就能突破 同时宁如雪的青莲剑歌终于完成 画一根据自己以前的修炼功夫 给出了一些建议 说那剑气的震动可以发出育耳声音 只要精细控制便可 最后就说说徐贤 他的肺病已经痊愈 心情自然是大为舒畅 想起终于不用整日咳嗽 直觉的是身清气爽 呼吸舒服 至于那淳阳至尊功 一时兴奋下不免是松懈了一些 修为竟被自己师姐给超过了 虽说也是还余下三处玄关未通 但却不如宁如雪那边一样 即将又会冲开下一处啊 不过他倒是不甚在意 只每日在山上过着滋润日子 时不时和黄荣荣聊聊天 教教黄荣荣一些诗词歌赋 回忆暂且暗下不表 说说现在 华一氏突然进来通报 说御洞派的九剑仙来了 想要见见叶文 九剑仙 自从五年前大会上之后 他就再没见过这位江湖第一人 不想几年过去 今日这位九剑仙 竟然直接找上了门来 叶文是暗自奇怪啊 按理说即便有事情 也不至于亲自跑来他鼠山一趟 何况再过一阵子 那就是五年一次的武林大会 有什么话那时候说也不迟啊 一边寻思一边暗道 莫非是有什么变故 若是真出了什么变故 惹得九剑仙亲自跑一趟 那可是天大的事情 他实在想不到什么事情 会惹得这位亲自前来 即便是魔教正式和江湖正道宣战 怕也不至于让这位大神当跑腿的吧 没什么事情 就想跟叶掌门这儿看看山门 叶掌门这正殿修得是气势不凡 听门叶掌门当初修建这正殿的时候 全赖阁下和师妹二人呢 自从鼠山派崛起 叶文威名日盛 鼠山派的一些事情也被不少人打听到 尤其是叶文竟然凭一己之力 把一个几乎灭门的门派达到如今规模 着实是叫人赞叹不一样 九剑仙当初还觉得叶文许是仗着什么奇遇 但是今日来看到了这据说是早就修建好的大殿 他就明白过来叶文是有雄心壮志的人 否则不可能连生存都不知道能不能生存下去的情况下 却大肆修建这帮宏伟的正殿了 这是一个极端自信并且极有报复的年轻人 心中是暗下评语 九剑仙又瞧了瞧叶文几眼 看得叶文是浑身不自在 还好九剑仙看了片刻就收回了目光 只是嘴上却问了句 叶掌门的修为 怕是快要到先天圆满之境了吧 前辈看得出来 一个人的修为哪能一眼瞧出来 只多从身形气度和行动之间推测些许 老夫这般说 全是猜测罢了 呵呵 那前辈倒是猜得挺准的 啊 叶掌门 你这鼠山派 果然不凡呢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 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163集 这一路走来 九剑仙也瞧出了 鼠山派的实力 已经不比那些大门大派差多少了 派中也有以叶文为首的顶级站立 叶文那几个弟子现下也展露头角 算得上是门派骨干 而且还有大量的基层弟子啊 真是难以想象 这是叶掌门不到十年做到的 线下鼠山派的外门弟子越发的多了 最早那批早就是一满厨师 可以自行选择去留 留在山上的虽然也有 但大多数都各自去打拼了 只是偶尔回来看看 鼠山派着外门 直到此时才算是真正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循环 不过这些和九剑仙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叶文见九剑仙说话是没头没尾 却愈发的摸不着头脑 不过他随后的一句话 却是让自己明白了 叶掌门 有没有兴趣 再陪老夫过几手 先被想要 晚辈自当遵从 说罢便比了个手势 率先往外走去 九剑仙也不客套 直接是站起身来 将自己那几件招牌般的兵器随手往身后一挂 然后一步跨出来 直接跟上了叶文 也正是知道他轻功强横 所以叶文并没有等他 只是九剑仙一上来 二人之间已经开始了比拼 只见这二人虽然好似一同向外走 但是周围却传来了风声 显然是气流快速流动 不停摩擦发出的声音 二人脚边的尘土更是打着旋 尽是释放出来的真气造成的余波 走了几步 九剑仙突然是眉头一动 倒是有趣 同时那刚跨出的一步 依旧如常向前迈出来 好似没什么特异之处 可叶文却心里清楚 是才自己将这五年来 慢慢完善的紫棋天罗气场都使了出来 寻常人若是迈进自己气场范围 动弹一下也是极难 眼下他虽未用尽全力 但是九剑仙却好似无视人一样 丝毫不受其影响 显出了其强横的修为 同时其周身近气一眩 叶文便感觉九剑仙周围的气场尽力 尽数被卸到一旁 两人这一阵虽然看似寻常走路 但是却已经是较量了好几回合 目前看来 九剑仙无愧当今武林第一人的称号 叶文的这些手段 没给他造成任何影响 只片刻功夫 二人便已经来到了那演武场 此时正是下午 练武场上不少弟子正在练功 也有三三两两凑在一起 似乎是在讨论些什么的 见叶文到来 立刻是视力问候 叶文随后手一挥 便说了句 将演武场空出来 旁的没有多说 但是这些弟子 看了看那个老者 立刻就明白了 这是掌门 要和人动手比试了 立刻便将那几个 还在练功的弟子 喊到了一边 眼巴巴的在演武场周围 是站了一圈啊 那老头何人 竟然要和咱掌门过招啊 有对叶文功夫万分敬佩的弟子 是不懈的撇了撇嘴 对九剑仙这个糟老头子 是很有些瞧不上啊 还是几个见多识广的师兄 教训了一下他 告诉他 此乃当今第一高手 欲动派九剑仙胡树文胡老前辈啊 周围许多人 只是听过九剑仙大名 却不想 这个与自家掌门对立而战的老头 就是那位高人 此时叶文与九剑仙 各自与一侧站定 随后便是礼节性地 先亮了下棋手势 最后九剑仙 便将背后那柄重剑取了下来 老夫年长年许多 成名多年 便由业掌门献出手吧 这话说得平平淡淡也是事实 没什么瞧不起叶文的意思 所以叶文也就不再多客气 只说了声前辈接招 手随升起 一挥就是一道紫霄龙气剑 唾手而出 但见一道紫色剑气 自手指上射出来 整个演武场上 是阴影献出龙吟之声 却是叶文帮宁如雪 捣鼓青莲剑歌的时候 也把自己这功夫改了改 只一出手 那龙吟声一响 九剑仙便一愣 叶掌门这剑气功夫 竟是又有变化了 九剑仙毕竟是九剑仙 却是瞧出了叶文这手剑气 虽然论真气强度和几年前差不多 但杀伤力却是要强伤了好几个档次 有意思 接着九剑仙运起功力 只剑周身显出了一个圆形气罩来 那紫霄龙气剑的剑气便贴着这气罩 随着气罩的转动而围着九剑仙旋转起来 同时九剑仙那本来略有些发散的气劲 是重新凝湿 把那道紫色剑气上的尽力 渐渐压制了下去 叶掌门这功夫倒是巧妙得很 九剑仙随口赞誉了一下 随后一挥自己手中那柄重剑 这接近百斤的重物在这老者手上 好似一根轻巧的木棍一样 轮动的时候丝毫不嫌的有多费劲 而随着他这重剑一抡 本来老老实实待在后背剑鞘里的 两柄长剑是呛朗一声冲出鞘来 同时直取叶文而去 这还不算 随着他周身气罩一阵 并且是急转了几下之后 那道紫霄龙气剑的剑气 竟然是一并向叶文冲了过来 叫叶文着实吃了一惊 这护身真气还能反弹不成 而且看着紫霄龙气剑的来势 虽说那真气震动已经停止 可是随着九剑仙运势气罩几转几圈 然后将这剑气甩出来之后 来势凶猛却不比自己发出的弱啊 叶文剑状也不敢怠慢 左手一翻 一朵紫色莲花应手而出 天心连锦往那最快的剑气上一拍 竟也显出了几分回转圆形杖的意思 莲花一转 直接是把这道剑气摔向了一旁 这还不算 叶文右手一挥之间 以弃剑指硬汉了随后而至的飞剑一击 同时是左手莲花一甩 但见一朵紫色莲花腾空而起 竟而是炸了开来 散成了无数细小剑气 左冲右飞五个定向 好似一群无头苍蝇般的乱冲乱撞啊 却将那最后一柄飞剑撞得是左歪右扭的 根本难以为己 九剑仙往前迈了一步 瞬间来到了叶文进前 他俩原本离得有两丈多远 但这距离对九剑仙来说 却仿佛不存在一样 好在叶文早有所料 是才应付了两柄飞剑的同时 就将浑身的先天子气爆发出来 周身是腾起了阵阵紫云 九剑仙一近身 叶文一身功力已然脆到极致 左手挥洒间一道哨泽剑气放出来 竟在空中画了一个半圆 直取九剑仙后脑 同时挥手间是竖起了手掌 直接使出了一套降龙十八掌来 但见掌上紫气隐隐化作一头紫色龙头 在他掌上是吞吐不定 掌还未发 强横的掌押便叫九剑仙是大为惊叹 只凭着威势 这掌的威力就绝对不弱 他心下已经顿时存了试试这掌威力的念头 便将自己本砸向了叶文的一剑是猛的一拐 随手便转在了叶文这掌上 只听得一阵沉闷声响 一阵龙银之声和凿击金属的声音 震得在场众人是脑袋起起已晕呢 等回过神来 发现场中二人已经是分开站立 叶文双手自然垂下 挺着腰杆站在原地 倒是瞧不出什么异装来 九剑仙也差不多 只是那柄重剑煮在地上 不若先前那般的挥洒自如 犹若无 同时站的地方明显不是二人交手之处 所以众人只到适才那一拼 九剑仙是吃了暗亏了 心里对自家掌门是越发敬佩起来 这掌叫什么名的 这掌啊 是这几年里我创出的一套招法 不宜变化渐长 至于尽力二人 换作降龙掌 眼下拱得十二掌 降龙十二掌吗 这掌法不错 只是老夫觉得 与叶掌门的性子有些不合 在下也知晓此理 这掌法是专门为我那五弟子所创 我那五弟子性子路顿 学那些太花巧的功夫 确实不行了 鼠山派现在威名剑长 派中一些弟子也渐渐有了名气 这郭靖自然逃不过众人探寻 他们只觉得此人似乎脾气不错 性子憨厚 武功倒是瞧不出稀气来 并且还显得有些呆笨 众人知道这郭靖是因为什么福远 才被收入了鼠山门墙 以前九剑仙虽然不会那般去想 但是也奇怪 叶文为何会收下一个和自己性子 几乎相反的弟子 如今试了叶文这一掌 倒是愈发佩服起这年轻的鼠山派掌门来 因财使教 这话不知多少人说过 但真正做到的却没有几个 鼠山派由叶掌门坐镇 实乃贵派弟子之福分啊 今日与叶文一战 他发现叶文的功夫的进步 比自己预料的还要快 虽然他还没有突破那最后关口 但是要论实际战力 叶文也能在当今武林上排上号了 而且看其对自身功法的运用 只要叶文打通那最后玄关 那所谓的绝顶高手和普通高手之间的鸿沟 对其根本算不上任何难题啊 打到这儿心中便有了谱了 便也没有再继续下去 九剑先将重剑往身后一放 然后便是肩膀一抖 两柄飞出去的长剑乖乖飞回窍里 不答了不答了 老夫这肾子骨啊 也不必以往 稍稍动弹动弹 就觉得乏了 叶文是暗自奇怪 怎能才过了几招就不答了 这九剑先找自己究竟所谓合适 而且若只这般收场 表面上还是自己占优啊 传出去对他的名声似乎并非很好啊 总不是巴巴赶来让我刷声望的吧 九剑先见他奇怪便笑着说 野掌门怕有许多疑问吧 咱们找个地方慢慢数说便是 见他这样说 叶文也就不再多言 回首做了个情字 两人是直接往内院而去 只是踩走了几步 就见到宁如雪和华一急忙忙赶了过来 却是华一见到叶文和九剑先要去比试 跑去喊宁如雪了 宁如雪听到九剑先要和叶文比试 心中是略有担心 毕竟九剑先的威名和手段 五年前就亲身体会过 若是一不小心把自己师兄打出个好歹来 他还没法去报仇啊 所以他便连功夫都不顾练 直接是跑了过来 不想刚到盐武场 就见叶文和九剑先那老头 笑呵呵往这边走过来 于是他便凑上去 轻声问了句 不是说了比试吗 不比了 比试过了 这么快 莫非师兄 宁如雪上上下下瞧了一阵 最后发现叶文那左胳膊始终垂在一旁 未曾抬起来过 心下是已静了 脸色是刷得白了几分 一起相处这么多年 叶文哪儿还想不出宁如雪在想什么 立刻是安慰到 没事 只是胳膊真的麻了 胡前辈的功夫果然是高深莫测啊 他这话倒不单纯是恭维 而是陈述一个事实 本来他以为自己算计好的一掌 多少也能叫九剑先赤上一镜 同时那随手挥出的剑气 也能叫他稍微愈眉一下 哪想到人家临时变招都能借下自己这掌来 而且还能分神 欲使非剑破掉自己的剑气 这等修为着实恐怖 若真的是生死相搏 估计自己根本揭不下记招啊 两人说话间便来到了一处小厅当中 这里也就是平时叶文等人吃饭的那间厅堂 虽说算不上很大 但是用来说话还是足够了 若在那正殿里 却是总有过多的肃穆庄严气氛了 叫话医给众人倒了茶 叶文和九剑先分兵煮落座 才一坐下来 那九剑先就说 老夫要去了 咒文此言 叶文直到这九剑先 莫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 可看着老头儿满面红光 蹦蹦跳跳的不喘气 和自己拼一下都没事 险些还把自己给打趴下 实在不像是个僵死之人 一看叶文这个表情 九剑先就知道他想歪了 笑骂了一句 你这个娃娃想哪儿了 老夫的意思是啊 老夫自觉即将破碎虚空 不久于此事 不过你想内败也没错 破碎虚空若是失败 老夫这条命也就交代了 既然破碎虚空如此危险 为何前辈还要去破碎啊 野掌门以后便晓得了 那破碎虚空不是你不想便可不破的 野掌门想来有极大机会达到那般境界 而且成功的可能性比老夫要打上许多啊 野文默而不语 他骤然听闻此事 实在说不准那破碎虚空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看这一次 那破碎虚空还是不得不为之 这玩意儿还是强行的 只要修为达标 就会自动执行破碎虚空的程序 他本想细细问问 可看九剑仙那表情 他就知道没有问的必要了 只见九剑仙 一直那柄放在一旁的重剑 这柄玄铁重剑 乃是老夫随身兵人 乃何本派无人能够继承 老夫见野掌门那无弟子闪失重剑 想来野掌门也是懂得如何运用 便想将这柄神兵托付于野掌门 也免得如墨于他呀 叶文突然心中一震 去听九剑仙笑着说 野掌门倒是博文 看这样子就知道这玄铁特性 想来已猜到老夫那玉剑术的真相了 这玄铁具备磁性 制成重剑之后 只要以内力灌输 磁性便能增强 若熟悉这玄铁特性 那磁力可强可弱 皆随心而变呢 我身上还有这几兵长剑短刃 皆是随我数年 其间特性都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所以借着玄铁词礼 自可以操纵随心 听了这番讲解 叶文对九剑仙那套玉剑之法 也渐渐有了头绪 九剑仙在剑上附上真气之后 将其抛出来 这就和使用暗剑的理论差不多 只是个头大了许多而已 然后那离手的飞剑 能在空中做转折 则全靠这柄玄铁重剑的磁性变换来做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 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章 164集 随后这一老一少又说了一些这玄铁的神妙 直接把自己这柄冰认识介绍了个通透 九剑仙这才问道 叶掌门 想来已经知道自己想知道的了 不知能否应下老夫一个请求啊 老夫一生截然一肾 无其无子 连个徒弟都未曾受过半个 本应了无牵挂 但老夫自小便在玉洞派长大习义 对这师门还是有些感情 如今老夫破碎虚空在即 成于不成皆不会存于此事 而老夫师兄年岁一长 已经护不了师门多少年 乃何下一代弟子无一出色之人 只空本派在老夫师兄相继离去之后 便断了传承 只希望若有人欲以无力灭了本派的时候 夜掌门能出手 保玉洞派一线生机 若本派弟子不求上进 自己断了传承 那便是本派的命书 倒也不必强求 夜文点了点头 明白了九剑仙的意思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便连遭人灭门 也只希望夜文能够救下一两个 不至于全灭于别人之手 若弟子不争气就不用管了 这种情况 夜文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想到这儿夜文是突然说 话说 当今武林都尊前辈为武林第一人 却不知这排在第二的是 在他的印象里 禅宗会心禅师 天道宗天一真人 天山派的李玄 都是武功深不可测之辈 却不知谁比谁更强上一些 只是心底里头 却不自觉地认为那李玄最为危险 许是这个人本就心高气傲 也不知什么叫做收敛 站在那儿也是锋芒笔漏 所以叫人难以小觑 另外两位前辈高人 却犹如古井无波 难以窥探深浅 许是没想到夜文会突然问这么个问题 纠见先也是一愣 随即便笑了出来 这江湖中习武之人 他们的高低 哪有这么容易分出来 何况大多数人之间 本就只闻其名 甚至一生难见 见了 也不见得会鄙视 而且若非生死相搏 即便分出高下也做不得准 除非阿哲 修为相差太大 说起这硬要分出个高下的事情 老夫倒是想起五十年前一件事情来 五十年前江湖中出了一奇人 此人不但弄出了江湖十大高手榜 还一连弄出了什么江湖十大财富榜 帮派榜 还有武林十大美女之类的 并对人自称白小生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不知道的 可惜呀 此人被全武林追杀 最后死于一位高手的手下 他弄的那许多榜单 引起武林众人的功分 结果当时江湖中人不分黑道白道 看到此人便是触手追杀 当时老夫年轻气盛 所以 见他竟将老夫排在十大高手榜之外 便要找他好好说道说道 足足追杀此人半年之久 话说这人功夫也是不赖 老夫追了半年 愣是没抓着他 最后叫个同样没上榜的庆功高手给杀了 啊 对了 想来那人 叶掌门也曾听过 便是那 灵婿子 当初在武林大会上 老夫便瞧出 贵师弟的武功有灵婿子那小儿的影子 不知这家伙如今怎了 嗯 这江湖中的老熟人 也是越来越少了 啊 对了 其实那白小盛 也是自找麻烦 江湖中人习武本就为了正强斗圣 言语上少有不敬 那就拿命来骗 寻常高手若是离的教员 威望差不多 也许还会相互仰慕 心有结交之心 这白小盛那高手榜一出来 直接将本来没关系的人给排了个高下 自然会引起那排位较低的人的不满 再加上他这般行为 是由调拨他人争斗的嫌疑 禅宗天道宗当时也保持沉默 没说什么 这白小盛还到天道宗或者禅宗能帮他说两句 不想会落到如此境界 被人追杀至死 自然是不足为奇 何况这人将这两派的资产数目都一一爆出来 还指明其中不少是朝廷奉上 这些事情大家心知肚明也罢 你非拿出来说 那就是自寻货端咯 九剑先说了这么多之后 随后又说了些当年的趣事 比如两个人都在追杀白小生的高手 结果互相一打招呼 发现正是排行榜上挨着的二位 若是二人一直客客气气还好说 只要有一人烧露小愧之色 烧不得又是一场大战 好在当时江湖上有名号的高手都在乱窜 碰到心热之人撞见了 一样会调解一番 所以那段时间虽然乱 也没出什么大的祸事 只是这种事情一多 就更加坐实了这白小生意图 挑起江湖争断的罪名 这下连原本观看热闹的几大门派 也纷纷出手 想要结果了这个武林公敌 最后灵须子杀了那白小生 也因此成名于江湖 也正是因为他杀了 谁也捉不到的白小生 才坐实了这江湖第一 轻功高手的头衔 至于老夫如今 这所谓的江湖第一人 不过是诸位同道 尊我辈分最高而已 究竟先这年纪 走在江湖上 没人不喊一声前辈的 按照尊敬长辈的习俗 也不敢将他忽略掉 再加上他确实实力强横 所以也无人敢发出意义 但是除了九剑仙 其余高手年岁相差不大 辈分也差不多 若非要排个先后 估计立刻就会惹出一番争端来 天山派李轩 禅宗会心 天道宗天意 南宫世家南宫问天 西门世家西门翠雪 这些都是当今武林最知名的 几位顶级高手 叶掌门如今倒是还差上些许 若能再进一步 便也可以与这些人同列了 叶文听到这些名字的时候 就知道当今江湖中的 顶级高手都有哪些 其中有些是早有耳闻 有几个却是听都没听过 不由是暗想 这江湖上果然是 雾虎藏龙啊 不想九剑仙 随后便是一句 这些 也不过是经常在外走动的 才被众人熟知 其实还有许多名声不闲的人 虽然不被人窒息 但其一身功夫意识不俗 当初白小生搞出的 那高手榜单之后 就引得不少潜心修行的高手来 说这么多 时间也不早了 老夫还要回派里和师兄化别 便不再讨扰了 日后 想来也没有什么日后了吧 说完也不再到什么 他日再见之类的 仅仅是挥了挥手 然后往外一迈步 便是随即没了踪影 若非九剑仙那柄 仲剑就安安静静摆在那儿 想来他会以为 今日所经历的一切 不过是个梦而已 宁如雪 本一直坐在一旁没有插嘴 如今见九剑先走了 便问了一句 师兄 你准备如何处理这柄身兵 他走过去将那柄悬铁重剑拿了起来 却发现这悬铁剑之重远超乎他的想象 虽然以他的功力也能拿得起来 但想随意挥洒却需要好长时间来适应 叶文瞧了瞧这柄悬铁重剑 静儿的功夫日渐精深 原来那柄重剑倒是有点不合适了 便将这悬铁剑献给他用吧 想来胡前辈也是抱着这个念头 只是觉得直接送别人徒儿东西不好 便想借我这手转给静儿 何况胡前辈早就瞧出我这功夫路数 和重剑功夫虽有神似 但却并非为最合适的使用者 只有静儿才能发挥这柄悬铁重剑的威力 宁如雪点了点头 便也不再继续说这件事情 而是转而说 再过几日咱们就得出发了 这次禅宗给我们鼠山派发了请帖 并且指明给本派留了一个席位 咱们却是不好去得太晚的 这件事情我晓得 同时我还叫师弟给沐妍去了封信 告诉他今次武林大会结束 便顺道去京城看看他 至于师弟则会在禅宗安排的宿处 等着我们前往 宁如雪这才知道 这些时日为何不见了黄荣荣和徐贤 敢情这俩人已经提前去安排一应事务了 原来师兄都安排好了 叶温氏左右瞧了瞧 见没有旁人便将宁如雪涌进了怀里 拍了拍他的脊背 这次大会 我准备和几位前辈请教一番 好早日将那玄关打通 若是不能 我就尝试到年底 等过了年 无论如何 咱们都完婚 宁如雪整个人依偎在叶温怀里 听到师兄这般说 却是有些担心 虽然他一直都期盼着师兄能够早日修成先天子气 好与自己完婚 但是若因为自己耽误了师兄一辈子的修为 却总觉得是对不起他 师兄 你不必着急的 师兄是怕你等得烦了 京城 卫红这日散了潮 只是坐在御书房里发呆 这些年来他历经图治 一心想要做个明君 每日睡的时间 不过一个时辰多些 身子是愈发憔悴 便连诸多后宫嫔妃那儿也不怎么去了 可这件事情始终仿佛处理不完一样 纵使提拔了许多年轻人 却始终是难见其色 直到去年清点柳木炎为状元之后 柳木炎私下里与自己的一番谈话 他才知道 如今这商朝上上下下 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存在诸多弊端 许多事情本可避免 却因为这些弊端 导致事情层出不穷 才让他忙得连觉都没得睡 其实卫弘已经明白过来 这商朝到了自己这代 如果不好好整治一番 恐怕就会渐渐走向衰亡 心下便是存了变革之念 哪想到才和自己说了一堆的柳木炎 立刻表示反对 只言击中难返 只能缓缓整治 若下药下得太过猛烈 恐怕会引起反弹 卫弘做了这几年的皇帝 也不是不懂这些 别看他坐在上面风光得很 实际上若真的惹极了一些大臣 这些人是真的敢不买他的账的 只不过这位皇帝可不知道 柳木炎在蜀山学艺的时候 闲暇里也和自己师父叶文 谈论过自己的理想抱负 本道一续胸中宏伟伟业之后 自己的师父也会对他这个弟子刮目相看 可拿想叶文听了他诸多妙测之后 竟是皱眉不语 这下可叫当时的柳木炎心凉了许多 他又以为自己师父会斥责自己狂妄 可叶文却什么都没说 只是继续和他谈别的 甚至通过一些琐碎的小事让他醒悟 自己的法子不是不好 这是太过激进 若真的一入仕途便如此搞风搞雨 估计他这官也做不长久啊 这个国家的弊端便如一个人得了病症 若病入膏肓望下蒙药乃是取死 当不交不造徐徐徒之 放为上上之策 柳木炎便是牢牢记住这番话 才在得知皇上也有意变革之后 没被冲昏了头脑 在他将这番话说给皇上听之后 皇上也是大为赞赏 更是夸赞柳木炎 乃本朝先祖赐给他的功骨之臣 后来他更是得到先帝不停的器重提拔 一年广景竟然直升力部侍郎的职位 圣眷之龙本朝罕见 虽然因为其升迁之快也引来许多人不满 但是柳木炎却不在乎 他现在已经明白 只要抱紧皇帝这棵大树 那么这些杂起杂巴的派系争斗 对他来说就是浮云 而且只要自己不倾向任何一派 这些家伙也不会真正对付自己 官场上也讲究 只要没成真敌人 那就要留上几分余地 在家里时不时也会练练功夫的柳木炎可不知道 皇帝现在坐在御书房里正想着他呢 尤其是一个伺候他的小太监突然对皇上说 前阵子去柳大人家传旨的时候 无意间见到柳大人府中有幅画 当真是好看得很 卫红平时没什么喜好 只是得了空闲喜欢写字 接着会赐给自己亲近的嫔妃大臣 柳木炎当初能重状元 那笔好字也给卫红留下了极佳的印象 虽然这次电视出了不少有才的年轻人 但是柳木炎仍旧是最出众的一个 卫红只知道柳木炎书法堪称大家 那画画却不甚精通 无事实 他也要柳木炎做过几幅画 那一格一格线条简单的图画虽然有些意思 但却是难登大雅之堂 难道这柳木炎也是一位画画高手 只怕太出风头压过自己这个皇帝 所以故意藏桌吗 什么话你可曾瞧得清楚 似乎是一副武女图 奴才当时只是无意间瞧了一眼 那画上的武女好似仙女一样 尤其是那神态和胡人一般无二呢 当时便叫奴才经了号一阵子 哦真的这样好啊 小鹿子是点了点头 卫红想了想又瞧了眼桌上堆积的牢高的奏章 结果小鹿子瞧见便说了句 这奏章皇上都批了四个时辰了 稍微放松下也无碍呀 你懂什么 这都是紧要的事情 能早点批完那也是好的 他叹了口气 可一伸手却发觉浑身酸软手脚无力 却是坐了太久整个身子都难受啊 于是他是皱起了眉头 说得也对 这奏章总也不见少 这么劈下去也不是个头 便先谢一下 好 那奴才这便去柳大人家 将柳大人带着那幅画进宫如何 柳木炎家是在东城吧 朕正好也出宫走走 帮朕工业 小鹿子文言 立刻将坐的腿都麻辣的 魏弘扶了起来 然后简单洗漱了一下 换了身衣裳便低调出了宫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 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165集 二人没带什么人 只是身旁跟了两个御前侍卫 同时暗处还有一个供奉跟着 一路是走走停停 左瞧右看 本是下午处的宫 直到傍晚才到了柳木炎的家里 恰巧柳木炎正在吃晚饭 同时和自己的师叔聊着天 原来徐贤也是刚刚到达京城 按照他们两人的话 自己师父线下 应该是在往禅宗的路上 参加办了今年的武林盛会之后 他们便会来京城看看 不想正聊着呢 下人就来报 有可来访 何人来访 那下人瞧了瞧徐贤 却不知如何开口 柳木炎是出言呵斥 这都是老爷家人 不用遮遮掩掩 这下人听了这话 才说了句 皇上来了 柳木炎骤然听闻 皇上来了 也是吓了一跳 立刻起身就要出营 郑宇和徐贤说一声 只见徐贤拉起皇荣荣 快荣荣躲起来 墨小皇帝见了我 此话一出 柳木炎才想起来 自己这师叔 乃是上界壮运郎 后来是托病 才赐了官 否则自己眼下作者的官位 应当是自己师叔的 吩咐下人 带自己这位师叔 和那个不知如何称呼的 黄荣荣去休息 自己则仓促间整理了一番 直接跑出去迎接皇上了 话说两头 行到这禅宗寺庙之处 叶文虽然不信佛 但是从心底 也生起了一种别样的情绪 尤其是在知客僧带领下 走向早已安排好的禅房那一路上 听着时不时传来的钟声 感觉非常宁静祥和 身后跟着的宁如雪和话一 二人也是好奇的东张西望 宁如雪平日不怎么出平州 对哪儿都好奇 话一虽然走南闯北 但是这禅宗寺庙 平日可不招待女客 即便前来上乡的女施主 至多也就是在正殿以及前庭转悠 这后面还是不让进的 若非是召开武林大会 他二人也断然到不了此处 其实一进来寺庙 见会心禅师后 叶文也是私下问过 甚至提出来 让宁如雪和话一在寺外寻个速度 可会心禅师却是笑着说并不需要 话说这禅房一间连着一间 叶文此行依旧是带上了自己的全部弟子 除了柳慕炎和徐贤的大徒弟李森之外 一路上叶文在和徐平说话的时候 也了解了一下这个弟子 这些日子在外头的情况 据徐平说 他在这一路上遇到了不少的魔教中人 其中有些人似乎是想出手偷袭 不过都被他发现得早 一一给打发了 叶文文言是拍了拍自己三弟子的肩膀 见他眼神愈发坚定 同时身上也隐约形成了一股气势 所以他知道这个弟子的战力 肯定是变强了许多的 这几年来 魔教也会时不时派些杂鱼到处捣乱 尤其是不少人都想来找鼠山派的麻烦 但是来的档子不够 就连鼠山派几个重要人物都没见到就会被打发了 最后他们是瞄准了鼠山派在外的弟子 奈何鼠山派的亲传弟子少有外出走动 便是出来也不会独行 自己这边相互照应 魔教倒是损失了不少人 没叫鼠山派四上半个 而且鼠山派的人出手狠辣 一旦出手绝不留活口 魔教众人如今对鼠山派也是又恨又惧 不过正因为如此 鼠山派这些外出弟子才少了许多危险 因为敌人一死连个报信的都没有 想要知道这人的消息和重新打探鼠山弟子的行踪 又得麻烦上一阵呢 不过魔教众人好几次想抓住子欣来要挟徒儿 那你是怎么应对的 叶文对这个倒挺好奇 那男公子心莫名其妙就看对眼了徐平 整日凝护在他身边 自己这徒弟估计也有那么点意思 也不感人 俩人在江湖上一起乱晃 还真有点情侣党的意思 按理说自己情人被抓了 当然会方寸大乱 却不知自己这徒弟会如何应付 哦 徒儿就说 师妹你等着师兄 带着师兄帮你报了仇 便来许你 然后那人突然就跑了 不过被弟子用钱坤一致打翻了 上去就不利到 叶文上下打量这个徒弟 真是没看出来 这也是个极品呢 竟然连这一种话都说得出来啊 按下不表其他的一些杂事 走走走停停说说笑笑 享用了一顿纯粹的宿斋之后 叶文独自出去转了 叶文独自出去转了起来 周围都是来参加武林大会的门派 是才他与芝克僧特意出去打听了一番 得知御洞派住得离自己也不远 并且先行到达 此时打算就过去看看 尤其是他特意询问芝克僧 御洞派一行人可有九见仙 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之后 便觉得更应该去了 与御洞派的弟子通了姓名 随后便见到了御青子 一入门 御青子就指着旁边的位置说 叶掌门请坐 随后不等叶文问话 便静止说 想来叶掌门前来 是想要问我那师弟的事情吧 师弟 于前几日破碎虚空了 却也不知是成 还是未成 但以后 再也见不到我那师弟了 唉 说完便叹了口气 也不知是想起了什么 手上端的茶盏 竟然微微抖动起来 叶文初识指导 御青子是情绪激动 不想过了好一阵 御青子手上的茶盏 仍旧抖动不停 这才知道 这位前辈是身体抱恙啊 叶掌门见笑了 年纪大了 难免如此啊 他御洞派的功法 的确注重延年一寿 但毕竟只是延寿 而不是无尽的寿源 御青子一百多岁的人 身体净况 自然是一日不如一日 五年前见到的时候 他还是精神抖擞 剑步如飞 如今已经是老太尽闲 精神萎靡啊 叶文是抱了抱拳 万倍得罪 然后就走过去 捏着御青子的手腕 探视了一番 最后是拍出一朵 紫色莲花来 置于御青子头顶 百会学上 自己则按住其下腹丹田 两相呼应 帮御青子调立起身子来 过了片刻 御青子头顶的莲花 消散殆尽之后 叶文也收工回到了原位 再看御青子 闭目调息片刻 再睁眼之后 倒是精神好了不少 叶掌门者自怜 我那师弟倒是提过 只因威力不俗 不想竟还有此等妙用啊 可惜帮不到前辈 最多让前辈这几日 精神头好些 够了够了 叫老头子不在大会上 给御动派丢人 已经是成了业掌门大恩了 御青子对自己身体清楚得很 他早已是游进灯窟之响 身子越来越差 若非一身修为不弱 恐怕早就躺进棺材里了 不过即便如此 他的时日也已经无多 若非如此 九剑仙也不会求到叶文头上 除了自己可以凭借大大大前辈的身份 施加恩惠给鼠山派之外 还因为叶文年岁清 可以关照自己门牌日子久些 否则托付给一群白发苍苍的老头 和叫自己师兄看护 又有何区别呢 叶文如今见了御青子这般模样 也想到了九剑仙找自己还有这么一层寒意 不过看着一代宗师风范的御青子 现在就和一个随时可能稀去的老人 没有什么区别 这心里头总觉得不是个滋味 帮御青子调养一番之后 叶文也知道 他已经是生机所胜无几 自己的真气虽然诸多神妙 但也只得维持三四日的光景了 唉 岁月不饶人哪 坐了一阵 御青子竟然说着说着睡着了 叶文把御青子扶到榻上 然后盖好了床背 出来是嘱咐了一下 守在门口的御洞派弟子便离开了 因为御青子的事情 叶文回房之后脸色并不是很好看 可是一进自己门派住的厢房 就见柳穆颜竟然站在那 你怎么来了 柳穆颜文言 立刻回身恭恭敬敬 试了个大离 师父 然后直起身子 不停宠叶文识眼色 闹得叶文以为这徒儿眼睛 害了什么毛病 跑来找自己帮忙来了 你若是换了眼疾 应当回去找陈老 跑来找为师做什么 柳穆颜无语啊 几叙实颜色 示意自己身后 叶文这才看到那儿还站着几个人呢 其中一个是面貌不凡 气质出众 往那一戳 鹤鲤鸡群呢 主要是这位 一副拽得二五八万的样子 实在太难叫人忽略啊 哟 还有旁人呢 不知这位朋友如何称呼啊 此言一出 柳穆颜只能把手 往自己脸上一吴 长叹一口气 叶文看了看 这个一身傲气的家伙就知道 这位估摸就是当朝天子 因为柳穆颜现下 好歹是朝中大官 身居吏部侍郎之位 仍旧是要小心翼翼 能叫他这么着紧 估计也就是当朝皇帝了 更何况 这位的气度 眼高于顶的架势 还有那看众人都好似看低等生物的眼神 叶文只需要多看几部电视 就可以猜出来这家伙的身份 至于出口所言的话 不过是故以为止 既然你要玩微服出访 咱就陪你玩下去 你不是不想被人知道你是谁吗 那我就当不知道了 魏红见到叶文 显示略有惊讶 却是因为没想到叶文竟然如此年轻 看来应该和自己差不多 再加上面白无虚 更显得是年轻了几分 本来他以为柳穆颜的师傅 怎么也得是个半白老人 否则怎都会有那般不俗的书法造诣 和画画功力呢 自从那日在柳穆颜府上见了那副舞女图 这魏红就颇有爱不释手 难以舍弃之感 舔着脸就想将那坏药去 只是柳穆颜说那是师尊相赠 不敢随便乱送魏红 这才是忍着没药 同时他还瞧见了被柳穆颜 时时摆在桌上那副字帖 便是叶文当初特意写的 一见之后 才知柳穆颜这书法是如何稀得 他又是拿在手中看了好一阵子 最后得亏柳穆颜反应快 直接告诉他 这字帖乃是他当初的师傅 教导他炼字时所赠 魏红是拔弯一番 领师书画 皆是当时罕见 却不知是哪位大儒啊 柳穆颜当初连中三元之后 少不得会有人询问 以柳穆颜之才请 何故当初连那秀才考试都屡次不定 当下便将自己因为字迹丑陋 不为考官所习的事情说了出来 后来为了惊喜书法 便拜了一位书法大驾为师 连着习练了数年 这才出师前来参加考试 也有人问为何他能一学数年 这却是存心招叉了 暗喻柳穆颜连个字都要学个数年才能见人 却被柳穆颜以在下平生好征前列 这书法不学便拜 既然学就要学个门道给打发了回去 魏红一听自然是暗赞不已 当时柳穆颜只称自己所习 不过师尊二三 魏红还当柳穆颜是为了尊师重道 所以才这般谦逊 如今来看柳穆颜的师父 果然写的一首绝佳号字 心下便对这位老师愈发好奇 难免多问了一些 甚至存了言请这等大儒入朝的念头 而此时他才知道柳穆颜的师父 那是武林中人 所以便要求他带自己去那转转 叶文和魏红二人是相互打量了一阵 随后互相问候了一声 然后叶文就不再打理魏红了 这叫魏红也是极为好奇 心中甚至暗道 这年轻人见柳青家对阵 甚是恭敬 却依旧如此随意 想来是没猜出阵的身份呢 他心中只当叶文把自己当作了 京中高官或是王爷之类 却不知叶文早把他底细猜了个一清二楚 而此时叶文则抓住了柳穆颜 悄声问了句 你师叔呢 师叔怕被皇上瞧见 令行走他路了 估摸着 此时应该在山下某处寻了个助手 叶文是点了点头 知道徐贤在哪也就行了 旁的却不用去管 他转过头来又对魏红说 在下等人也就是在这禅宗做客 招待不抽还请无怪 哪里哪里 叶掌门客气了 魏红会手说 同时是左右右瞧了一阵 见这门派尽是一些年轻人 年岁最长的也不过和自己差不多 与自己想象的武林门派中领头的 都是些年岁较大的老人或是中年汉子 大大的不同 不过想想这叶掌门年纪不大 估计这门派也没有什么老一辈的人 他一路和柳木炎扯的都是书画上的事情 连国事都不怎么去研 倒是忘了问柳木炎这门派换作和名了 一时半会儿倒是没发觉 这便是当初徐贤所在的鼠山派了 直到过了这一阵 此行随事的一队小小的进军带队统领周管来到 见到叶文一行人才是吃了一惊啊 这不是周兄弟吗 最先看到他的还是在门口站着的郭靖 蜀山一行人下他之后 弟子们会时不时到门口站着 也算是标明我蜀山派在此 若哪一派的人前来拜访 他可以通传一声 先前柳木炎来的时候 郭靖就在门口 此时周管到来 他还是站在门口 他倒不觉得此事有什么不好 只觉得长辈吩咐自己去做就行了 众人听到他这声招呼 琪琪抬头往门口望去 叶文一眼便敲出来 这手中提着好似常见的年轻人 便是几年前见过的那位周管了 周管也没想到 皇上说要去见见某位大贤 结果竟然撞上了蜀山派这群人 只是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 是如何与蜀山派撤上关系 按道莫非皇上是来寻徐贤呢 心中这般思量开口便说 多年未见 叶掌门风采已久啊 怎能不见徐公子啊 莫非那病依旧未曾痊愈 此话已出 两边的人是奇奇一阵 卫红更是脸色一变 问了句徐公子 周管此时一见皇上脸色 立刻就明白过来 自己是猜错了 只是皇上问话不能不说 只得是尴尬的说 莫非老爷不是来寻上级壮元郎徐公子 好在他还记得出门在外 只能口称老爷 而非皇上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第166集 卫红这才明白过来 那徐公子指的乃是当初叫自己扼腕不已的徐贤 带到徐贤病重词官的消息传来的时候 卫红甚至想将那当初说徐贤没事的太医招过来大骂一顿 好在他还记得这病灾之类的难免会有所变数 实在怪不到别人头上 只得是一边叹息 一边准了徐贤的辞官之情 还好去年得了个柳木炎 叫他束缚不少 渐渐也将那徐贤给淡忘了 不想今日又得辞名 而且看着周管的意思 那徐贤便是这一派的弟子 徐贤当初所在的貌似就是蜀山派 心中寻思一下 这才想起那蜀山派的掌门不就是姓叶的吗 而且正是徐贤的师兄 只是没想到竟然是眼前这位 哈哈还真是意外啊 原来叶掌门便是徐公子的师兄 当初徐公子在京中的时候 魏某也曾听闻叶掌门之名 近日竟然一时未曾想起 还真是 哈哈 说到最后 却不知说什么 尴尬地笑了笑 掩饰了过去 叶文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招呼了一声 然后说道 哦 原来是徐师弟的旧事 心里更是说 行了 你绝对是那皇帝没跑了 若说先前还是猜测 现下他肯定可以肯定了 魏弘还不知自己身份 早被人得知 还摆出一副亲切的状态说 啊哈 没想到柳大人也出自贵派啊 贵派果然是人才辈出 尤其魏某曾听柳大人言 其师之书法冤胜其数倍 叫魏某好胜向王啊 说到这儿 叶文终于知道这皇帝是为什么而来了 甘情是见了柳木炎的字啊 所以想要见识见识 教他书法的人 却不知这里面 还有自己当初送给柳木炎那幅画的功劳 只是这件事情 叶文自己早就忘了个一干二净了 自然是想不到哪里去 乔治 这个好说 叶文说罢便对屋里喊了一嗓子 让画一把文房四宝拿出来 这禅房当中 文房四宝一应俱全 倒是不用另外去要 叶文才以铺开架势 众人就将院中那方石桌让了出来 随后画一将纸张铺开 接着就帮叶文磨其墨来 魏弘此时才瞧见帮叶文磨磨的 那是一绝代佳人啊 暗自惊讶 不过片刻就回过神来 这位姑娘是 先前他已经见过宁如雪 刘沐妍介绍这是他的诗书的时候 已经让魏弘惊讶了一下 那时画一待在里头却没出来 此时叶文要写字 他才是陷了身 所以魏弘才有这般反应 心下甚至暗想 这鼠山莫非人节地灵 怎得男的皆才华不凡 女子都貌美如仙呢 画一是一旁默默一边应付几句 他是才见这群人 衣衫华贵气度不凡 便知道是有权有势之人 这种人大多不好招惹 自己还是莫要现身的好 所以才躲在了里头 如今叶文回来 并且喊他去文房四宝了 他才是敢献出身形啊 而对面的魏弘却知道这女子是叶文的同房丫头 也没再多瞧 只待他磨好了墨 便叫叶文邪字了 众人见这人问了一句也没多言 同时是瞧都不多瞧画一眼 也是按道此人倒是好羞扬啊 男子见了画一 少有不识态的 这性味的男子居然只瞧了一眼便不瞧 而且神态自若 绝非一般人能够做到 便连刘沐言也暗自赞叹 当今万岁 国真是圣明之君呢 话说叶文带画一江墨摸好 便提起笔来 问了一句 不知先生想看何字 伟红是想也没想 直接说了句 先来个天字 叶文听见 便是瞎必如飞 这字初识几笔写得无甚稀奇 魏红见了却有些失望 按道莫非此人不过是图具须名 却不想随后几笔一完 整个字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无甚特色 但是却隐约着又有一种摸不清这字 究竟适合路数的感觉 魏红头一眼只觉得无甚稀奇 可是见着见着 这字仿佛又大有深意起来 他总觉得这个字 竟隐隐透出一个人的心态 莫非是在隐喻当今皇帝 国真是豪自 越瞧越是喜欢 魏红翻来覆去地看了几眼 只看的是满脸喜色 双手抓的是死紧 没有半点撒手的意思啊 叶文见了 也就随口说了句 若喜欢送予你了 魏红也不客套 拿着字喜滋滋道了声谢 然后领着几个人便离开了熟山派这个院子 临走时还将柳木言给喊了过去 估摸着是要去自己住的禅房吧 众人一走 站在叶文旁边的话衣 竟然偷偷地出了一口气 叶文是转头看了一眼 好奇地问 怎么 刚才那人因有种逼人的气势 奴婢在他面前竟然大气都不敢喘 他这一说 宁如雪等人突然眉头一皱 这鼠山众人才发现 自己等人意义是如此 不过是刚才没有察觉罢了 若非话一开口 他们恐怕一直不会觉得有什么异常 叶文瞧了瞧众人 便只有郭靖神色如常 毕竟这位神经太粗 至于自己 叶文压根不把什么皇帝放在眼里 他经过二十几年的教育 打心里没把皇帝当回事 不过按照画一的修为 也不应该会有如此夸张的表现才对呀 除非 你是怕那人向老爷讨你吧 念头一转就猜到了画一的想法 画一自认为毕之后 似乎总有一种不安全感 好像很怕自己会随时被抛弃一样 他被猜中心思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却是怕叶文生气 真的把自己送了人 瞧他反应这么大 叶文只好是出声安慰 你是老爷我的 老爷可不会把你送人 话一停了 心下烧鞍 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笑眯眯把桌上的笔墨等东西收好 就回到了房里 便只有宁如雪是哼了一声 表达了一下自己的不满 叶文那话虽然声音不大 但以宁如雪的功力 还是可以听到的 何况叶文和画一在一起的时候 这位未来的掌门夫人 可是顶得紧紧的呢 卫红一走 众人则是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叶文见弟子散了 这才凑到了宁如雪身旁 师妹 吃饭了 猜没有 有没吃饭 吃什么错 真的吗 这边叶文正和自己师妹 你浓我浓 而鼠山院子里发生的事情 并没有引起众人注意 过得几日之后 这武林大会上比较重要的门派 都已经集齐 那几个大派的掌门和精英弟子 纷纷入住禅宗寺院 叶文这鼠山派左近 也越发热闹起来 比如 叶文这鼠山派旁边 分别是北剑门和青龙会 这两派到来之时 少不得也要打个招呼 叶文与东方仪见了一面之后 简直东方仪依旧是精神兜色 但这还算不了什么 倒是他身后站着的两个人 更加惹人眼目一些 这是全此东方无极 想来叶掌门已经晓得了 东方无极在五年前和林海在擂台上交过手 在此之前还击败了郭怒 叶文自然是认识 而且后来郭怒在鼠山山下定居 闲暇时聊天倒也说起过这东方无极 倒是多亏了郭怒献身说法 叶文才将宁如雪的青莲剑戈 以及自己的紫霄龙器剑 逐渐完善起来 毕竟郭怒虽然不知青龙银具体如何运行 但是亲身经历过 倒也能帮上不少忙呢 也是因为这层关系 叶文对东方无极的印象倒是颇深 如今再见 虽然东方无极模样有所变化 可仍旧是一下就认了出来 相比起五年前 如今的东方无极气度愈发深沉 而且看其姿态 这武功似是幼幼精进 估摸着那青龙银 已经被这东方无极炼之大成了 东方蚁妈也对自己这个大儿子颇为满意 不过在介绍东方蚁旁边那个人的时候 却是神色纠结 最后只是简单的说了句 这是他的二儿子换作东方胜 随后又对身后那个全然不死男子的人说了句 圣啊 这位便是近年来 名震江湖的鼠山派叶文叶掌门呢 那东方圣走出几步 竟如女子一样 虽然穿着的衣衫是男装 但行为举止连相貌都和女子无异 叶文也是大为惊讶 按道 本以为那东方无极的妻子或是妹妹在这儿 不想竟然是他弟弟 难道这个世界还有泰国这么一个神奇的国家存在 看了看这东方圣 然后又想起自己那位同样貌美的徐师弟 比较一番之后 徐贤虽然貌美弱女子 但神态动作并无半点之分气 可这位 东方圣在叶文面前是轻轻拂了一礼 然后微微张口 说话竟然不露齿 他声音绵软 竟也与女子一般无二啊 见了叶文这样 东方也只能暗自叹了一口气 并强颜欢笑于叶文是谈天说地 却不肯再看自己那二儿子几眼 叶文因为是正对他兄弟俩 倒是能够看见那东方圣轻一连步 他的眼神之中 甚至隐约有几分失望和怨度 他心中难免惊醒 知道这位东方圣与自己有什么仇怨 却不想随后就发现 这东方圣的怨度似乎不是对着自己 而是对着他的兄长和父亲呢 想了片刻之后 随即按道一句 莫管他人家中事 只与东方一闲话应对 说了一阵 目送这古怪父子先后离去 也问这才是长出一口气啊 心中却对着奇怪的东方父子 欲发瞧不明白 一直在旁伺候的话一突然开口 老爷 你可是在寻思那位东方妹妹 什么东方妹妹 叶文一愣 随即就明白话一之言 可东方已不是说那是他二儿子吗 怎的就成了东方妹妹了 叶文不免是笑出来 只当话一在说笑 不想话一却笑着说 那东方圣虽然号称男子 但明明胸部微微隆起 似是以步驳缠过 咬之纤细 跨步发圆 怎的会是男子呢 叶文听话一这么一说 才细细回想起这东方圣的身形来 这才醒悟过来 这位的身形虽然不是很明显 但是这几处果然显女子像 莫非是女扮男装 可东方已那老头 为何要把女儿说成儿子呢 这个问题叶文一直想不明白 直到是这东方已脾气诡异吧 直到次日 会心禅师于偏殿邀请 朱大派的掌门 叶文便领着自己师妹前往 此次宴席有酒有肉 未免亵渎佛祖 所以便在偏殿中举行 叶文是四下瞧了一瞧 只见这殿里供奉罗汉 不供奉佛祖菩萨 新到这里 八成是禅宗商讨江湖中 杀伐之士的所在 所以才会有许多罗汉的精神法像 在早就安排好的座位上坐下 随后便有小和尚 在他面前的小桌上 放上茶水瓜果 那酒水菜肴 估摸着要等众人到齐了 才会上桌 叶文是暗自熟了下 发现殿中的座位并不多 一一对应下 刚好可以叫当今江湖上 名望最盛的几个大派坐下 稍微嘛 还余下几个位置 看来今日这酒宴 是要商讨大事了 想到自己接近十年努力 终于把鼠山派送上 于大派同列的位置 不免得已啊 这事情正如叶文所猜测 今次将武林大会放在禅宗 便是要商讨那魔教忠士 而对付魔教 一些寻常的武林人士 倒是没有什么作用 只多就是摇旗呐喊 传递一些消息 真正的主力 还是得那些名门大派来的 会心禅师把这些正道武林精英 聚集到一起 便是为了商讨 如何讨伐魔教 叶文与宁如雪两人来的较早 坐下了好一阵子之后 会心禅师才出现了 和二人是简单寒暄了一下 叶文便问 近日莫非要商讨那件事情 叶掌门心知肚明 再问岂不多此一举啊 点了点头 叶文心里有数 随后便与会心禅师 谈些旁的事情 正说着话呢 诸大派掌门是一一跨进殿里 北建门掌门北承烟 带着自己的大徒弟北承轩敷衍 而天山派掌门 则带着自己的师弟正庭来到 天一真人则是独身一人 除此之外 玉洞派的玉清子 也带了两个普通弟子前来 叶文见到玉清子的时候 见这老头今日的精神还算不错 走路也还算利索 只是不如当初那般快速而已 厅中众人都是当今高手 一见他这般模样 齐齐皱起了眉头 会心禅师更是长叹一口气 玉清子才到的时候 他就瞧出了玉清子的状况 在九剑仙已经破碎虚空的情况下 玉洞派唯一的高手 也已经如此模样 他便知这一回 玉洞派是帮不上什么忙了 随后青龙会的东方仪 带着东方圣过来 其他人还没什么 便只有玉清子老头浑身一震 同时眼中闪出了几分精光来 凤凰涅槃神功 此言已出 东方仪脸色陡然一变 不过立刻便恭敬地说 前辈慧眼如炬 竟然瞧了出来 晚辈佩服 玉清子见东方已认了 脸色却又更难看了几分 不过硬生生把后面的话 给吞了回去 最后只是叹了口气 便坐回了原位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 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第167集 一些不曾听闻过 什么凤凰涅槃神功的人 都只猜测 这是一门什么功夫 能叫玉清子 这个百多岁的前辈 如此势态 想来应该是 一门极其厉害的功夫了 如今青龙会会主的儿子 练成这门功夫 这青龙会 估计是要大大威风了 再加上本来青龙会 有利与关系的天乐邦 已经是土崩瓦解 虽然一部分天乐邦的分舵 直接化作独立小帮派 但是在别的一些 老牌门派蚕食下 如今已经所胜无几 得益最多的 正是那青龙会 门派势力大增 门内又出了一门 练成奇功的高手 这青龙会在江湖上的地位 怕是又得往上提一提了 叶温也是这般猜想 只是他的脑袋 要转得弯更多些 心中暗自猜测 那所谓的凤凰涅槃宫 莫非和葵花宝典类似 所以东方仪 才介绍那是自己的儿子 宁如雪 则偷偷地问了一句 师兄 那凤凰涅槃神功 究竟是什么 叶温瞧了瞧自己师妹 将他瞧得浑身不自在之后 才摇摇头说了句 不知道 天一真人和慧心蝉师 此时却是互相望了眼 心中是莫名的惊诧呀 没想到那东方圣 竟然练成了这门功夫 却不知这对于正道武林 究竟是福是祸呀 天山派李玄多看了那东方圣基眼 按想这门功夫竟然在青龙会里有所传承 他还到这门齐功早已失传呢 有机会的话 倒是要领教一下这门功夫 是不是名副其实啊 众人心思各异 只见门口又进来了几个人 当先一人 叶文不认识 可他旁边跟着的人却是见过的 正是南宫世家的南宫庭海 此人一进门就对众人一抱拳 来得吃了 诸位莫怪呀 惠心禅师则是笑着回了句 还未到开西的时辰 南宫家主并未来迟啊 话音未落 只听门口又传来一句懒洋洋的声音 嘿哟 文天 你要是算晚了 在下齐飞迟到的厉害 快点趁着没人见着我 赶紧让我进去 众人听到声音 齐齐往南宫问天身后瞧去 只见一个约莫三十上下 单手提着常见的男子 正笑着冲众人挥手 诶 都到了 然后他不管众人表情 直接将南宫问天往身旁推开一点 然后向着还空着的位置上移坐 这才对南宫问天招手说 问天哪 还站在门口干什么啊 过来坐嘛 南宫问天是笑了笑 却不以为意 竟只与猪派正道掌门打了招呼 最后才到蜀山派叶文的面前是问候了一声 小女子给业掌门添了不少麻烦吧 这几年 南宫子新也不是没回过家 只是从他口中可听不到什么老实话 不过这丫头虽然还有点娇横 但也不像当初那般莽撞 也叫南宫问天颇为高兴 心中对蜀山派也是多了几分感激 叶文文言抱拳说 教导派中弟子乃是叶某阴静之事 南宫家主你倒是客气了 随后又对南宫听海说 皇儿此分也与我同行 眼下还在缠缘休息呢 南宫听海点了点头 稍后再下与家兄自毁登门拜访 随后他们又与宁如学客套几句 顺便问问徐贤之类的 他几人一说话 众人才想起来 南宫家有后辈弟子 败在蜀山派名下 这个事情当初还传得沸沸扬扬呢 不少人心中是寻思起来 蜀山派若真和南宫家 结成了同盟 这江湖格局莫非要再变上一变 那最后进来的人左右瞧了瞧 发现位子已经坐满了 便是问了句 诶 莫非还在等人吗 还不上菜呀 我这肚子早就开始造反了 会心禅师闻言是呵呵一笑 西门家主 还是这般的直爽性子 随后便吩咐一直在旁边的一位中年和尚 叫他下去将早就准备好的韭菜端上来 叶文听到会心禅师这番话才知道 最后来到的便是那西门世家的家主西门翠鞋 这位也是被九剑仙称为当时顶尖高手当中的一位 眼下看来倒是和一名普通浪荡剑客没什么区别 瞧不出厉害啊 不过他却是没有半点小愧之意 越是这样的人他反而越是小心 因为如此不拘泥于威严形象的人若能掌控住一方势力 那么就代表着他根本不需要靠那些表象上的东西维持自己的威严 这种人通常都具备强横的实力 叫底下的人是心服口服跟随自己啊 他这边只多瞧了几眼 期间还往旁边的一些人身上扫了几眼 却仍旧叫那西门翠鞋发卷 他是笑呵呵对叶文说 这位兄弟面生得很啊 不知如何称呼啊 在下树山陪叶文 为请叫西门翠鞋 年纪不大 说话如此一板眼 当真无趣的结 随后他就不再搭理叶文 反而转头跟身边的北承烟聊了起来 只是北承烟也是好似不大瞧的上这家伙 任凭西门翠鞋说的是唾沫星子满天飞 连眼皮子都懒得抬一下 还是这般冷淡啊 在座之人除了叶文 似乎早对他这种行为见怪不怪了 也没人觉得不对劲 反而是自古自的和身旁的人说着话 又或者是干脆就闭目养神了 片刻之后 韭菜上齐 惠心产师竟然一举酒杯 在座各位都是正道武林中的精英人士 今日齐聚与此死为何事 想必也不需劳纳多言 喝吧这杯水酒 我们就好好商量一番如何行事啊 叶文端起酒杯 正准备引进杯中酒水 不想一直闭着眼睛好似雕像的李璇 忽然开了口了 大师且慢 此酒稍后再饮也不迟 先叫李某欢迎一下业掌门 惠心产师被李璇打断 却是没有半点不满之色的 反而是恍然大悟般的说了句 哎哟 瞧老纳着脑袋 竟然忘了这件事情 啊 这位便是熟山派掌门 叶文业掌门 有君子剑的美好 介绍完了也不再多言 而是笑眯眯瞧着叶文 看得叶文是一阵不舒服 只见李璇忽然从自己座位上 一举手中酒杯 叶掌门 这是第一次与众人同列 按照惯例 当好生欢迎一下 叶文文言略游不解 但是随后见李璇竟然从自己位子后面转了出来 举着酒杯来到自己面前 他是立刻起身 将自己的酒杯也是端了出来 眼角余光往旁边一扫 只见听众众人竟然起起往他望来 似乎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很感兴趣 这下就肯定了他自己的判断 此间果然有问题 但是眼下的情况 他也只能见招拆招 将酒杯一举 与李璇那酒杯是轻轻一碰 随后就听到李璇说 惊业掌门 满饮此杯 只听得叮的一声响 叶文就觉得自己手中捏的不是一个酒杯 而是一块不知被冻了多久的冰块 便连杯中酒水 竟然也透出了一股诡异的寒气 可翩翩这酒水却并无凝动之相 仍旧是液体 真是精妙霸道的寒气 你先添瓷气护住手指 叶文才能正常拿住那酒杯 然后往对面的李璇一瞧 只见李璇抬手做了个请字 脸上依旧是微微的笑容 就和敬了杯普通酒水一般无二 在斜眼去看旁边 众人也是饶有兴致瞧着叶文 以他们的功夫 自然瞧出这杯水酒有所异常 可是却无人之声 这证明李璇的行为 在他们眼里是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到了现在 叶文也明白了 不外乎 这就是个考验罢了 在座诸位 皆是江湖上位于顶尖的存在 也就是说 是当今武林中真正的顶级精英 而像今日这样的凑在一起 想来也不是第一次 若有新人想加入这团队 那必然要接受别人的认可 叶文的猜测确实是一点没错 这群人基本代表了武林正道的顶级战力 平时在那武林大会上 也都是有固定席位的大派 叶文的鼠山派这次受邀 并且叶文与众人同席 这是会心禅师和天一真人二人的决定 但是发出邀请之后 还得得到别人的认可才行 若是过不去这关 那就对不住了 大门在那边 自便 叶文捏了捏这杯酒水 寒气虽然刺骨 他却也不惧 淡淡笑了一声 便说了句 李正门客气了 随后是一仰头 把那饱含着李璇冰破寒宫进气的酒水 直接是引了下去 这番动作叫众人奇奇一惊 有几人甚至怀疑这叶文莫菲脑子坏了 竟然就这么把那杯酒水给喝了 莫菲是嫌自己命长 可是随后发生的事情 让他们更为惊讶 只见叶文喝了那酒水之后 呼了一口气 这气和冬天在外面是糊的一样 腾起了一阵白雾 接着就和没事人一样 晾了一下自己的背底 李璇见了是哈哈一笑 哼 你这门果然好气 说罢就笑着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心中却道 这叶文果然有意思 旁人不清楚 但是李璇还能不知道 自己在那酒里灌出了多少寒气 那杯酒若叫寻常人喝下 不等那酒水入腹 就能叫那人立刻是五脏六腑尽数动作 习武之人喝了 功力稍差者依旧会立刻逼命 就算是功力强横之人 也免不了受伤严重的内伤啊 按照李璇原本的猜测 这叶文若有能耐 当在入口之前就以自家内进将酒中寒气逼散 哪怕不能尽数逼出去 只要能去了大半 那些许寒气对他们这种功力的人 自然不会有太大问题 但是李璇就是没想到 这叶文竟然不管不顾直接给喝了 更让他惊诧的是自己的寒气 竟然对叶文无效啊 也就是说 叶文根本没有把寒气逼出来 而是在体内将其化解 李璇自从兵破寒宫大成 也遇到过不少能人意识 不过不惧他寒气入体的 还真是没有几个 他却是不知 叶文的鼠山派后山里有一眼寒泉 叶文这身功力大半都是靠那寒泉修炼 对寒气天生就有几分免疫力 寒气入体之后 被先天子气一包裹 带着行了一阵便消之无形 甚至因为李璇功力精纯 这寒气竟然被叶文的先天子气急转之下 炼成了自家阵气 平白给他消补了一番 若不是因为先天子气 乃忠正平和之法 叶文连那一口哈气都不会有半点意状 若是换了徐贤的纯阳至尊功的话 这么点寒气直接就能给容了 不管怎样 叶文小漏一手也算叫厅中众人认可了他的实力 同时鼠山派的地位也算是正式确立了 以后只要自己不丢了那席位 每五年的武林盛会上都会有鼠山派的一席之地了 这些事情 叶文还不知道 他若知道适才那杯酒竟然这般重要的话 估计会来点更显眼的手段行为 没想到的是 他这般举重若轻的姿态 反而更叫人琢磨不透 本来不怎么去瞧叶文的西门脆血 此时也是一个劲往叶文这瞧 即便是被叶文撞见 也只是平淡地说句 叶掌门的内力断得不俗 而一旁的会心产事 似乎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 见到李璇回了自己位置 又将自己那杯酒断了起来 行了 先满饮此杯吧 随即不管旁人 自己一仰脖子 直接把这杯酒喝了个干净 众人见会心产事都喝了 纷纷响应 随后是放好杯子 静待会心产事的后话 只是这次却变作了天一真人出言 只见天一真人随手取出了一堆画卷 并且解释说 那魔教这几年愈发猖狂 如今是再不能坐视不理 这几年多番查探 终于找到了魔教的巢穴 而眼前这份便是地图 诸位先来看看 随后就由小和尚上来 将这些卷轴一一发给众人 叶文接到衣服之后 随手打开 只见画卷上竟然是蓝汪汪一片 这在地图上分明代表着海 海图 叶文一开口 本来酒居内陆 还不大清楚这图是什么意思的人 立刻明白过来 青龙会的东方仪也是点点头道 不错 的确是海图 天一真人是点了点头 没错 那魔教此次 竟然将巢穴安置在了海外一座海岛上 所以诸位同道寻了多年 仍旧难以探查到魔教的巢穴所在 西门脆血 是一边用筷子夹东西吃 一边笑着说 这魔教 果然有几分能耐 竟然想到这个法子 躲避我们正道群雄 哼 想来这么多年过去 这魔教 怕是已成气候了吧 不错 魔教经过这些年 又暗中扶持天乐邦大肆赚取资金 如今不但成了气候 而且还已经续养了好几只兵马来 这些事情可都是朝廷中的机密 寻常人是不会得知的 若不是会心禅师召集群雄 为的就是剿灭魔教 也不会将这事情说出来 至于消息来源 在场众人都知道 天道宗和禅宗与当今朝廷的关系 莫说这点小事 估计自己手上拿着的这份海图 也是朝廷提供的 好在在场都是精英人士 晓得什么事情能说 什么事情不能说 这些事 心知肚明便好 不会有谁傻乎乎去问 这消息怎么来的 东方椅的青龙会便在海边 会下不少产业也和大海有关 此时拿到海图 知道这魔教竟然藏身于海岛之上 便知道此次是他青龙会 大出风头的时候了 见众人仍在看图 估摸是在算这刀究竟有多远 而他已经是大致算出了航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 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168集 算出大致航程的他 甚至已经算出了需要多少船 需要什么走向 应当在什么节气里出海 以及需要携带那些资源 东方会主 如何 也不等东方仪开口 天一真人直接就点名取吻东方仪 看来这出海的事情 交给东方仪来处理 已经是在场众人的共识了 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 这要出远海的大船 怕是麻烦些 小船或是稍大的船 他青龙会可以弄到 但是要说最好的 最结实的大船 还是得朝廷的战船 那些才是最理想的选择 这个问题 天一真人到时也想过 只是随意说了句 其他的呢 其他的 这包括淡水食物等物 我青龙会 一力承担了 只是 这出海的时间 需要好好算算 若是赶上天气糟糕的节气 恐怕还未到达那魔教潮雪 我等 便葬身于大海之中了 一群江湖豪客 商量起这些事情来 总是特别的干脆利落 叶文甚至都没说上几句话 这一顿饭吃完的功夫 已经把这件事情敲定了 各位回去以后 整顿门派弟子 只等明年开春 东方会主准备好一切事物之后 即便出海 消灭魔教 按照东方椅的意思 要寻个不会有飓风的天气 冬天和春天最合适 而眼下已是秋天 本来在过不久遍及入冬 那时候出海本事刚好 但是考虑到各派掌门都得回去 先整顿一番 同时交代好派中事物 才好出海 所以便多空出几个月来 好叫众人有个安排的时间 而按照会心禅师和天一阵阵的意思 玉洞派这次便不用出人了 不过玉洞子却是拒绝了 考虑到他们门派 没有什么顶尖战力 玉洞子便是干脆说 魔教虽然人多是众 总归会有不少教众 诸位虽然身怀决意 但也不能在这些杂鱼身上浪费时间 他多带些弟子 也好能早些剿灭魔教啊 众人见玉洞子执意如此 便也不再多劝 只是赞了句玉清真人高义 为天下苍生 连自家门派都可以不顾 不过玉洞派的情况 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玉清子眼看是没多久活头了 而他派里那几个弟子 本就不怎么出色 若硬要参加此次行动 保不准尽数都会死在魔教众人手上啊 在场之人想到此处 如那会心禅师和天一阵人 都寻思着到时候要保住玉洞派一脉的传承 却不知另外那面 叶文也在和宁如雪商量 到时候兵分四路 他们便和玉洞派在一起 也算是履行了当初对胡前辈的承诺啊 叶文想 有鼠山派众人保护着 这玉洞派应当不至于遭受什么太大损失 当然若是敌人强盗 鼠山派众人都自顾不暇 那就没办法了 随后的事情也和叶文没多大关系 众多掌门都在那计算自己回山 然后安排妥当在带精锐弟子出来的时间 这群人里便只有天山派众人离得较远 需要安排的时间最久 所以一切都只能按照天山派众人的形成来安排 何况李玄和其师弟正庭都是高手 若少了这强横的助力 对这次行动也会有颇大影响 高手嘛自然是越多越好了 要不然他们也不会拉上叶文过来 当然还有一层意思 二人却是没说 那便是他二人觉得这魔教之祸 实难彻底平灭 即便这次将司徒家人禁述灭了 也保不准会不会再冒出个司马家 司马空家之类的继续挑起事端 而叶文年岁较轻 早些让他加入到这个圈子 以后也不怕江湖正道无人继承 即便自己等人因年老过去 又或者是此次死在海外 也能给正道江湖留下一颗种子 而浑然不知自己成了两个老家伙眼中需要保护的叶文 还在寻思此番回去 应当如何保护别人呢 武林大会中最重要的事情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随后几天的武林大会举行的 是要多无聊有多无聊 可是没想到的是 一直平平无奇的武林大会 突然就掀起了波澜 本来一直坐在自己座位上半雕塑的李璇 忽然是跃到了擂台上 今年这大会无聊得很啊 叶掌门 不若上来陪李某玩上几手如何 顺便也叫天下英雄看看 鼠山掌门的手段 此言一出 本来一直不出声响的一些二三流门派 齐声喊了一个好啊 这些人早就瞧鼠山派不顺眼了 而且又因为天一真人和会心禅师的吩咐 无法向鼠山派挑战 他们却不知道 这是因为鼠山派同样加入围角魔角的行列里 会心禅师怕鼠山派因此伤了元气 所以才这么做 只是千算万算 没料到李璇会突然来这么一处 竟然主动跳上去要和叶文比试 这样的话 还不如叫那些小门派和鼠山派闹腾一阵啊 叶文即便是耗费些元气 想来休养几个月也能无碍啊 但要是和李璇打上一场的话 天一真人和会心禅师互相对视了一眼 发现对方都是眉头紧锁 眼神里透露出一丝无奈 对于李璇这种武功高强 偏生又喜欢不按常理出牌的家伙 他们也是无能为力呀 叶文一愣 他也没想到李璇会突然来这么一处 只见这天山掌门是站在擂台上 背负双手摇摇看着自己 脸上还挂着丝丝笑意 眼神里却带着几分不屑 他站起身纵身一跃 随后是轻飘飘落在了擂台上 叶文稍微拱了下手 不卑不亢地说 既然李掌门诚心想要 叶某自当奉陪 叶掌门果然够爽快 叶文也不答 只是宁神戒备 他前些阵子才和九剑仙过了几招 了解到了这些江湖中顶级高手 究竟是个什么层次 他自认眼下的自己 绝对不是这李璇的对手 只是他不认为李璇是想要他的命 否则又何必在众目睽睽之下动手呢 如若李璇真的下杀手 估计会心蝉使他们一定不会坐视不理才对呀 正寻思着呢 只听李璇说 中尾也莫要紧张 李某与这位叶掌门并无什么瓜葛纠纷 所以这次上来 不过是想叫这武林大会稍微热闹一番 所以这阵子只是比一无切磋罢了 话虽这么说 但是叶文却更加奇怪 这李璇明显不是一个喜欢牺牲自己娱乐大众的人 看他平时的神态行为 应当是个自负自傲至极的人才对呀 李璇随后又说 我知与叶掌门过三十招 叶掌门以为如何 甚好 想不明白 干脆不去多想 叶文点头便应下 然后便摆了个起手的姿势 李璇一抬手 地下天山派弟子便将自己随身宝剑扔了出来 那宝剑出窍后 只是随意扔 并没有特意往李璇手上丢 但那李璇手腕一转一翻 那宝剑就好似被什么吸住了一样 直接是往李璇手中奔去 叶文一看就知道 这和自己以子气天罗玉物是大为不同 完全是凭借内静浑厚 将东西硬生生吸到手里 只这一手就能够显现出李璇功力之深厚 但是李璇剑一入手摆出了架势之后 天一真人和会心蝉尸眼神都是一阵疑惑 正在此时 李璇左手剑一抬 此次只是切磋 李某便以左手使剑来领教一下叶掌门的剑法 叶文一听 明白对方竟然是故意用不擅长的手来和自己交手 想来的的确确只是想鄙视一番 同时言明要比剑法 那自己便不好用剑气功夫和人打了 他右手剑直一并 那兵被他留在位置前面的长剑便突然一震 随后长剑枪朗一声离一窍而出 飞到空中突然一转 直接飞进了叶文手里 这一手遇见之术 如今被他练得是潇洒无比 虽然依旧不能对敌 但是用来装酷耍帅 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底下群雄有不少人没去过上一届的武林大会 只是听闻鼠山派君子监叶文也懂得那遇见之术 本来他们不大相信 但是此时亲眼所见 却由不得众人不信了 此时台上二人站定 遥遥相对 叶文正要出招 却不想那李玄竟然突然向前一跃 手上长剑一转 天山派的圣灵二十一剑应手啊出 那长剑虽然吃事作响 却没有剑气喷波而出 叶文直到真的是鄙视 却猛然见到这长剑 竟然直取自己身上诸多要害 这可不像是要鄙视的样子啊 叶文心下一阵 觉得这阵比斗 估计又有什么猫腻 手上长剑也是一转 随手使出了最熟悉的全真剑法对敌 这全真剑法虽然平平无奇 但却四平八稳 只要功夫够 使出来即便不能伤人 敌人也不能轻易伤到他 叶文剑李玄公的圣疾 便以全真剑法护住周身 然后再寻死旁的 只听得拼拼旁旁一阵乱响 二人长剑上都灌住真气 所以一阵交击之后 竟然半点没有损坏 但是一旦交锋 李玄剑上暗藏的剑气 就好似找到了宣谢的口子 哗啦啦爆发出来一片 叶文猝不及防下 险些被剑刃上爆发出的剑气横扫道 得亏他留了个心眼 剑上虽然没有催运出剑气 却也凝住了十分厚实的真气 所以这下剑气爆发 那是全方位的 不少剑气也奔着李玄自己而去 同样是猝不及防下 那李玄剑上竟然被剑气挂出了个小口子 别人离得远瞧不见 但叶文离得这么近 自然瞧得一清二楚 心下却是愈发奇怪起来 李玄的功夫不会这么差吧 无论是几年前见到还是昨日相见 李玄表现出来的气度和气势 都是深不可测的决定高手 怎得今次不过才一教授 就闲些挂了菜来 似李玄这等成名多年的高手 更不可能是图具虚名 何况李玄的威名 完全是自己打出来的 那更不会有什么水分 可是事情实在故怪 莫非李玄是故意这般表现的 可是他又图个什么呢 熏死一阵 那李玄手上长剑又是一阵击武 同时剑势一变 使得却是比圣灵二十一剑 更加高级的浩天风云剑法 只见李玄左手那长剑势 是绵绵不绝 偏又浑厚霸道 同时剑刃上阴影又寒气透出来 整柄长剑更是化作了一片深蓝 我的天啊 绝学进出也算切磋 你妹的这明显是要我命啊 叶文手上应付 突见李玄是右掌一缩 掌心凝出一片白霜来 随后就往自己侧面拍过来 掌还未至 那透骨寒气已然叫他心惊不止 暗存若叫这掌拍时 估计半边肾子 立刻就会化作病掉了 叶文此时也是手掌一番 体内先天子气一阵击转 这左掌上竟然显出了一条紫色龙头 使得正是降龙十八掌中的一招 只见叶文左掌一推 恰好记在了李玄派出的右掌上 叶文只觉当下是掌心一凉 心知这兵破寒宫之寒气 比自己预料的还要强 只不过自己这降龙十八掌 刚猛霸道无皮 每掌拍出去都是全力以赴 而李玄这掌又是分神拍出来 一再干扰根本未尽全力 眼下被叶文这降龙掌掌尽拍中 掌心中寒气 立刻就被那降龙掌的掌腻震的倒退而回 李玄惊诧于叶文掌腻竟如此刚猛 强忍经脉中的疼痛 身形陡然一转 视才使出的剑招竟是突然一变 指着一转一变之下 李玄竟然跑到了叶文身后 同时视才隐儿未放的剑招是爆发了开来 直取叶文身后要害 却不料叶文一掌拍完 却紧跟着使出一招神龙百尾 似是早就料到他跑到自己身后一样 李玄惊讶之下 竟然忘了反应 加上二人此时聚得又近 被叶文这反身一掌是结结实实的 搭在了胸口上啊 李玄被这掌击中 只觉得浑身一震 好不容易强忍下来的一口血是喷了出来 同时整个人是倒飞出去 手上那柄长剑也是再也拿捏不住 呛狼一声吊在地上 叶文一招得手 转过身来看着倒在地上的李玄说了句 你不是李玄 你到底是谁 这个李玄倒在地上 已经是了常见的左手按着自己胸口 那里正是被叶文借借实实拍中的位置 嘴角还在不停往外冒着鲜血 他一张口便连满口牙齿都染成了红色 我不是李玄 那我又能是谁 叶文见他不承认 只是不懈地瞥了他一眼 我怎能知道你是谁 不过既然你不愿意说 那么你就去死吧 反正不管这人是谁 都有一点是毫无疑问 那就是这位肯定和叶文有过节 否则断不会在众目睽睽下 想自己挑战 还意图取自己性命啊 许是没料到叶文居然如此干脆利落 手起剑落只取自己咽喉 这李玄是大惊失色 立刻往后一滚 看看夺过叶文这一剑 然后顺势想要站起身来 却不想踩起身 叶文已经祈祷自己进前 同时是左手派出来 上面一朵紫色莲花 端得好看无比 但在这位眼里已经是夺催命之莲了 两人这来去之间几乎是扎眼的事情 等到众人回过神来 叶文这朵紫色莲花已经递到了那个李玄面前 李玄大惊失色之下 慌忙举起双臂想要招架 却不料叶文手腕一转 小臂一拧 这朵莲花竟是在半空中转了个弯 结结实实派在了他的胸口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第169集 这中掌的位置本就被叶文的降龙掌掌力所伤 降龙掌进刚猛霸道 便连他的肋骨都给震断了几根 此时又被叶文以天心连环击中 这断裂的肋骨鲜些就插进肺腑里头 可即便是逃过这劫 天心连环那略带炽热的劲气 也让这人经脉是疼痛难当了 李柯便运使了冰破寒弓 抵御这阵热劲 这是什么功夫 印象中叶文的武功路数虽然庞杂 但也没听过他会这样一门 能够放出炽热掌进的功法呀 这掌打完 叶文见对方已经没有战力 眉头一条 笑着说 想知道 我是如何知道你不是李轩的吗 那人不答 但是蹬蹬蹬连腿几步之后 捂着胸口看着叶文的眼神里 明显透露着好奇 叶文一见他这表情更是说 若先前叶魔只是猜测 眼下却可以肯定了 你虽然神态说话都办得不错 但这武功却做不得假 李轩一听就知道自己在哪儿露出了马脚 但这个理由实在无法让他信服啊 你 你又未曾和我叫过手 如何知道李某的功夫如何 叶某是没和李掌门交过手 不过 李掌门给在下敬过一杯水酒 叶某可是记得清清楚楚 比起李掌门 阁下的寒气虽盛 却失之精纯 两者间的区别 实在是大的一目了然啊 原来叶文昨日饮下了李璇饱含寒气的一杯水酒之后 就对李璇那身精纯的寒气有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按道此人内进之精纯 实属少见 即便是仙镇子与九剑仙比试 九剑仙的真劲 也不弱李璇来的精纯呢 而今日与这位李璇已交手 其掌心中的寒气虽然不可小觑 但是却不够纯粹 若寻常人也就罢了 偏偏叶文因为服用过小寒谷和清谷 又用寒拳练功 对着寒气是颇为敏感 水衣一下便察觉到了异常 随后自己一掌便将此人打得是倒费出去 更是确定了叶文的猜测 只凭李璇那日在酒水中灌注的寒气 他就知道此人的武功究竟强横到了什么程度 哪可能被自己随手一掌给打发掉 果然嘛 我这功夫依旧比不上师兄啊 只见李璇在自己脸上一掀 硬生生拽下一层皮来 却是戴了一张人皮面具 此时显出本来面目 竟然是李璇的师弟正庭 他一献出真容 武林群雄士齐齐一声惊呼啊 私下里也是窃窃私语 按道这天山派到底在搞什么花样 只是这些话却影响不到台上二人 叶文一见是天山派的镇庭 按皱了下眉头 不知郑大侠此举 意欲何为 正庭身为李璇师弟 功夫自是极为高强 在天山派中的威望意识不俗 江湖上认识他的人更不知反击 叶文本以为是某个偷学了天山派功法的魔教众人 若那样的话 直接杀了便好 哪能想到竟然是正庭呢 与此同时 惠心禅师和天一真人也是眉头紧锁 他二人早就瞧出此人身份 但却摸不准这正庭究竟要做什么 其实正庭剑法一出手 惠心禅师和天一真人就有所怀疑 天山派的正庭便是以左手剑法闻名于江湖 这剑招一出自然瞒不住熟悉他的人 二人正在考虑要不要跳上台将二人分开 可不想不到几招竟然就分出了胜负 那正庭被叶文打得吐鞋不说 连叶文的毫毛都没有上到半根 这下二人既惊诧于叶文武功之强横 似乎远超二人想象 又奇怪正庭这般行为和李璇有没有关系 叶文此时亦是这般去想 若是魔教众人出手 无论与李璇有没有关系 出手灭了就行了 可若与李璇有所纠缠 这正道武林怕是要乱作一团 正庭嘿嘿一笑 叶掌门好功夫 在下甘拜下风 可惜正某没有听我那师兄之言 私自决定要和阁下较量一番 才遭如今之败呀 这句话就将李璇给撇了出去 只言自己不服叶文 所以才要和他较量 可即便如此 似乎也无法解释他冒充李璇这件事情 因为一些大事 我师兄昨日连夜离去进行准备 所以便叫正某假扮一番 在这照看必排弟子 等大会结束再行返回 又一句话解释了李璇的去向 同时牵扯到了昨日商谈的大事 这下就不能再说了 在场这些有头有脸的人都心知肚明 而且这个理由也的确说得过去 天山派距离最远 李璇提前离开安排事宜 也是情理之中 同时为了不叫武林大会 因自己突然离开而横生肢解 叫自己失地假扮自己 也没什么说的 至于正庭突然向夜文挑战 他自己承认是自己不服 夜文才有这么一出事情 倒也算得上是合情合理 不过真没问题吗 起码夜文就不信了 他事才与正庭交手 清清楚楚感觉到这个家伙 是想取自己性命 只是眼下不好说太清楚 值得是应付两句 原来如此 不知郑大侠如今满意了没有 若夜文随口应对下这件事情也就完了 可夜文这么一问 那正庭的脸面就挂不住了 该因夜文这般说话 就好似是在陪一个不懂事的小孩玩闹一样 而自己就是那个不懂事的小家伙 只是一想自己确实济不如人 而且眼下也非是合适的时机 只得是忍着不快强笑道 夜长能功夫高强 争谋佩服得紧啊 随后他便捂着胸口慢慢向台下走去 他走到夜文身旁的时候 似乎想要开口说什么 可还未曾开口 脸色就猛的一变 然后阴沉着脸下了擂台 回到天山派的位置上 自行调戏起来 夜文等到正庭下了台 突然往台下某处瞧了一眼 然后这才适适然从擂台上走下去 此时众人还在议论着天山掌门 是因为何事突然离去 所以夜文这个不是狠起眼的动作 并没有引起众人关注 就只有夜文刚才瞄的地方 一个男子嘴角是突然翘起 轻轻黑了一声 接着便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 离开了会场 夜文下台回到鼠山派之后 又往那个地方瞧了一眼 此时已经是空无一人 知道那人已经离去 心下却是越发疑惑起来 适才他在台上 因为攻行全身全神戒备 那正庭走到自己身边时的神态变化 被他尽收眼底 又因为位置关系 他感觉到了一阵真气波动 从自己身侧经过 传进了正庭的耳朵里 随后正庭脸色大变 更是坐实了夜文的猜测 根据真气传来的方向 夜文找到了那个夺藏起来的人 指着一眼 他就瞧出了那人究竟是谁 竟然是李玄 至于正庭 他此时心下大为不爽 本想下台的时候说点什么 叫那夜文郁闷一番 可不想自己师兄竟然给自己传言 让他修要多言 于其之严厉 平日罕见 这才叫正庭硬生生 执着了自己想说的话 直接从擂台上走了下来 不过此时坐回天山派当中 正庭心里却是暗道 师兄果然没走 可他这是什么意思 本以为李玄并不知自己所为 但如今看来 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在师兄掌控之下 甚至他怀疑今天的事情 就是师兄故意放纵自己 送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 想到此处 正庭后背上是冷汗之下 不多时便将衣衫尽透 同时额上亦是汗如雨下 心里头更是静得不知所措啊 莫非师兄什么都知道了 可若是这样 他为什么装作不知 莫非他也赞同我的想法 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在正庭心中升起 但是却始终让他摸不着头绪 找不到更好的答案 最后值得是继续调息 先将叶文打上的经脉给治好了 该死的叶文竟然这么厉害 正庭是咬了咬牙 肋骨上传来的剧痛 让他对叶文是无比怨恨 早晚是要除了你呀 还有那什么徐贤 也不能留下来 虽然不知这小子和灵虚子 有什么关系 但是留下来 总归是个祸害 心中怨恨 乔蜀山派众人时的眼神 自然就不大友好 虽然只是偶尔一眼 但还是被叶文察觉到了 这家伙究竟为什么要来找我 蜀山派的麻烦 想来想去 叶文想到的最大可能 便是当初杀了灵虚子的 就是这个人 而上次武林大会中 他瞧出了徐贤清宫路数 所以才对蜀山派报以 如此大的敌意呀 难道和李玄无关 才刚这般想 叶文就推翻了这个猜测 若真无关的话 这家伙不可能得到一个 向他挑战的机会 这一切看起来都太巧合了 八成是李玄故意安排的 心中有了答案 叶文左掌子气缭绕 暗中运功疗伤 周围的人瞧不见 但身旁二人却是瞧得一清二楚 宁如雪见叶文自坐下之后 这左手上的子气就未曾散过 他就知道自己师兄手上的伤势十分严重 此时是不免关心地问了句 师兄的手掌怎么了 华一坐在左边 不但能瞧见 同时是微微伸手 碰了下叶文的小臂 直觉地入手之处 一片冰凉寒气彻骨 好似隆冬腊月里 摸了一下冰块似的 喝冰 他低声呼了一声 旁人虽未听见 却叫宁如雪 眉头皱得更高 能叫画衣如此惊呼 可见这伤势 的确是严重得很 不过叶文却是笑着说 没事 这正庭的冰破寒功 虽然强横 但是不够精准 这寒气 还奈何不了我 原来叶文先是与正庭对了一掌 虽然凭借降龙掌的霸道 将正庭掌心中的寒气给逼了回去 但还是有不少寒气侵入到他的手臂经脉 后来回首一掌 以及是天心连环 也引发了其体内的寒气自发护体 自己手掌中本就残存不多的寒气 立刻是理应外合 这才造成了这些损伤啊 叶文并非不知道 若当时立刻把寒气逼出来 也不会有这些事情 但他在心神电转下 估算出自己若连续出招 直接就可将此人拿下 那时候再慢慢调理也算不迟 所以才不管不顾接连出招 直接将正庭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若非正庭显出真容叫他没法下杀手 那么他自己完全可以凭借这么一点伤 毕掉一名与自己相差无几的高手啊 先天子气运转即转之后 叶文左手渐渐恢复 表面上也再无异状 华一伸手摸了一下 只觉得这手掌虽然微微有些凉 但也算是回到了正常范畴 却没察觉到叶文的先天子气还在缓慢运转 修复着左手上被寒气伤到的经脉 左手动了动 显示了一下自己已经没事了 叶文随后便开始思考起天山派究竟要做什么 这次围剿魔教 天山派会不会搞出什么事情来的 所谓联军最忌讳的就是这些事情了 叶文越想越觉得 此番剿灭魔教的前景是大大不妙啊 在魔教真实实力不明的情况下 内部还出现这样一个不安稳因素 正道群雄真能将那魔教给剿灭掉吗 这个问题不仅叶文在想 就连会心禅师和天一真人也在想着 俩老头坐在自己座位上时不时看一眼天山派 随后他们的眉头就皱得更近了 李玄到底是什么意思 二人对视一眼 发现对方都没有答案 最后还是天一真人说 等此件事了 老道就往那天山上走上一走 看看这天山派到底要做什么 会心禅师却说 不妥 若天山派朕有心思 真人这是自投罗网 还不如我们先做好应对法子 以不变应万变 竟带着天山派出赵啊 这般干等实在太过被动 可况魔教之士未夕 不趁机进攻魔教之前 将正道肃庆 弹劾剿灭魔教啊 说到此处 天一真人突然脸色大变 天山派莫非和魔教有所牵连 会心禅师此时也想到了这一层 但是实在难以肯定 李璇此人极为自傲 平时也少与人交往 说话都很少 他天山派又未处偏远 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若不亲自探寻一番 怕是谁都说不准的 二人这边是低声议论 青龙会那边也是低声讨论 只不过东方无极最先说的却是 这鼠山派掌门的功夫更加厉害了 五年前这个年轻人 不过堪堪和林海斗个平手 真若厮杀起来 可能还略寻林海一筹 可如今却能在几招之间 打败正庭啊 东方已是暗存 自己本来功夫也就和林海在博种之间 碰到叶文应该也是平分秋色 只是叶文那剑气太过霸道 自己能否应对得住还不清楚 当时他能依仗的不外乎就是叶文这门剑气 消耗极大不能久用 可是自己这老胳膊老腿 还有青龙银也都不是擅长打持久战的 估计就是一对号的局面 谁先撑不住 谁就败下来 但是如今看来 自己估计上去是接不住这叶掌门三拳两脚的 尤其是那掌心中引线龙头的掌法 其霸道威势 即便离得这么远 也能感觉得出来 竟然两掌将正庭打得吐血倒飞 这门掌法当真霸道的紧 这反倒是后来的天心连环 虽然模样很是显眼 却不如先前那两掌给他的印象甚 一旁的东方圣却是插口说 这掌法和他们家的青龙银 倒是有几分相似 只不过被东方无极随口一句 这门功夫明明是掌法 何来相似之眼给打断了 而且他说话之间 还映现出了一股厌恶之色 却没瞧见东方圣 瞧他的眼神是无比的怨毒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 史上第一掌门下一章 第170集 武林大会在一片议论声中闭幕 此次的武林大会可谓是平平淡淡无神稀奇 唯一的话题也就是叶文和正庭内战了 对鼠山派来说 有利的是叶文几招就打得正庭吐血 叫江湖中人对鼠山派现在的地位 还有怀疑的人全部闭上了嘴巴 一些看不惯鼠山派 像趁机找点麻烦的二三流门派 此时都是乖乖闭了嘴 在看过正庭的样子之后 这些人不认为他们有能力去和鼠山派叫板呢 众多江湖豪客 还有一众帮派中人尽数离去 只得几家门派还留在此处 叶文回到自己庭院当中之后 突然觉得左手不适 直接就在房中查探起来 奇怪呀 明明已经将寒气尽数化解了才对 左手以及经脉中传来的异状 让叶文非常纳闷 那正庭的寒气虽然强横 但不应该会残存这么久的 即便是李璇的寒气 他也有信心化解 何况那正庭呢 可身上传来的异状 总归不是件好事 回房之后 他将窗门紧闭 叶文开始闭目挑戏起来 先天紫气全速运转 周身是腾起紫云 而且紫云越来越多 渐渐地把整间屋子都给充满了 若有人此时进来 只会见到满眼紫色 连眼前的东西都瞧不真切啊 这般大的动静 自然会叫宁如雪察觉 他站在门口向里张望 却只瞧见骗骗紫云 其他的是什么也没有 刚想往里闯 却奈何才跨一步 那紫云竟是有所感应一样 陡然化作数道宽约三只左右的强横剑气 一阵乱扫 破得宁如雪 不得不后退竖步 同时使出清廉剑气 才将这几道紫色剑气给击溃了 紫霄龙气剑 华一瞧见那几道紫色剑气心中奇怪 不明白叶文为何会突然攻击宁如雪 只见宁如雪也是一脸疑惑 但那几道剑气又确实是紫霄龙气剑无疑啊 看来那几道剑气 似乎是师兄用来护体的招数 莫非他正在冲冠 所以用剑气护住自己 可一看那满是紫云 也未免太夸张了些 他们却不知道 此时的叶文 哪里是在冲击最后的玄关 他是中了整庭的暗算 本以为化解寒气就没事了 哪想到这寒气里还另有乾坤 自己一识不查 竟然就中了招了 可恶啊 这寒禁里竟然还暗藏火毒 加上最开始 这火毒引而不发潜藏极深 叶文竟是没能察觉到 若非自己的先天子气 以精纯著称 稍有不对便会察觉 这火毒还不一定会在自己体内 潜藏多久 然后在某一刻突然爆发出来 真是好歹毒的劲道 叶文运势全部功力 却依旧无法将这道火毒进气逼出题外 这火毒是万分狡猾 在叶文的真气力窜行来去 叫人难以琢磨 本来前一刻还在自己弹中学附近晃荡 自己一动年想要将其化解 竟然直接跑到会音学去了 再去抓 又跑到左臂神门学 最后没办法 只得将所有真气全部逼出题外 化作片片紫云 重新再吸纳入体 一点点提炼清除毒素 这火毒既然寄存于真气当中 那么将一身真气重新淬炼 也就行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叶文才会闹出如此大的动静 惹得宁如雪 化一等人是无比紧张地在门外收着 好在化一反应够快 对宁如雪说 夫人 此时断不等叫人察觉掌门的一状 先叫人守住大门才是啊 宁如雪关心则乱 此时才反应过来 立刻吩咐 静儿宁儿 你们守住大门 若有人来 就说你师父在练功 咱不见客 打坐练功对于武林中人来说 是件很平常的事情 而且确实不能随便打断 作为借口 自是最合适不过 只是这个借口 一般不能拖得太久 毕竟又不是人家来你山门拜访 那还可以用闭关来搪塞 如今在别人家里 打坐练功也只是稍事调息罢了 时间若太久 难免惹人怀疑 安排好了一切 叶文只能紧张巴巴望着叶文那间屋子 此时他突然发现 那本来都快涌出屋子的紫气 似乎在慢慢收缩 话医也察觉到了这种情况 连忙安慰说 放心 老爷定然不会有事 许是刚才和正厅内战 领悟到了什么呢 宁如雪是点了点头 他心里也这么告诉自己 希望如此吧 而屋里的叶文 此时可听不到外头人的对话 他只是一丝一丝把先天子气 重新吸纳回体内 然后每吸入一分 就重新淬炼一番 这样做 虽然会让他的真气总量有所下降 但是此时却顾不得这许多了 若不能把那莫名其妙的劲道轻掉 那就等于在自己体内埋了一个炸弹 着实叫人心身难安 所以他宁可损失些功力 也绝不能放过这道劲气 只见这满屋子气越来越小 并且不停往床榻上收缩 过了片刻之后 就只见到一大团紫色云气凝成一团 渐渐越来越稀薄 显出其中一个人形来 等再过了一阵 那云气渐渐消失 叶文就坐在榻上 手上一朵紫色莲花不停地旋转 此时他已经睁开了眼睛 宁神看着自己手上这朵莲花 这朵紫莲肉猛地桥 和叶文平时使得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若细看便会发现 那紫莲花上似乎有条红中透黑的进气 不断地游走其间 而随着莲花的旋转 这紫莲也渐渐变小 其间的红黑之色也愈发显眼起来 等到了最后 这紫莲只于手掌大小之时 却是已经变成了一朵红中透黑的莲花 叶文一见立刻停止吸取莲镜中的进气 用一道先天紫气将其和自己手上的经脉隔开 然后再至于掌上细细端详起来 这黑红劲道竟然还在同化我的先天紫气 这黑红进气最开始绝对没这么强大 但是眼下去可以幻化一朵莲花 原本莲花上还透露着一些紫色 就叶文端详这么一会儿 那点紫色也消散不见 彻底变成了红黑色 这究竟是什么功夫 心中奇怪之下 不免是张口说了出来 他本是自言自语 也没指望谁能回答 拿想话语出口 只见门口传来一阵吸气之声 这 这是玄冰礼火供 叶文抬头一看 只见会心禅师以及宁如雪等一众人 皆站在门口 一连凝重看着叶文手上这朵红黑色的莲花 原来叶文运功疗伤的时候 会心禅师已经前来拜访 初时得问叶文正在打坐 便说了句稍后再来便告辞了 可是等过了片刻他再来 还说再打坐 这会心禅师就察觉出了不对劲了 寻思了一下 暗道可能是叶文与正廷交手受了什么暗伤 寻思着自己应当进去帮帮忙 便叫郭靖去问宁如雪 可否需要他帮助 郭靖把话传导之后 宁如雪就知道这老和尚猜到了什么 他想这和尚武功高强 见多识广 也许能帮一下手呢 所以便叫郭靖将其请进来 会心禅师一进来 叶文屋里的异状已经消失 所以众人直接就走进了屋子 想看看叶文到底是怎么回事 才一进屋子就瞧见叶文手中那道莲花 会心禅师是瞧了几瞧 初识还没瞧出什么来 但是越瞧越是惊讶 再想起叶文试才和正廷交过手 所以脱口便说出了这悬兵梨火宫的名字 大师 你知道这是什么宫法 叶文看了看手中莲花 然后转头和会心禅师客套两句 等一坐下来便立刻问了出来 会心禅师则说 老那只是猜测 事与不是还得再瞧瞧 使才他只是随口一说 是否是真的如此 那还并不确定呢 实际上他心底里无限希望 自己的猜测是错的 奈何观察了一阵 同时问了叶文几个问题之后 只能无奈地宣布说 看来这道禁忌 的确是悬兵梨火魔宫无疑了 悬兵梨火魔宫 适才者会心禅师 只称悬兵梨火宫 此时怎么又多了一个字呢 虽然自己手中这道莲花的禁忌 诸多特性的确是配得上魔宫二字 无比阴损 引而不发 诡异难测 而且还能吞噬别人的真气 会心禅师也瞧出了叶文的疑问 这悬兵梨火宫本是天山派的绝学 只是这门功法想练成却是极其艰难 不但要将兵破寒弓练到极致 同时还要将赤阳神火宫绣到极致 而这何一才算练成啊 赤阳神火宫 叶文没想到那赤阳神军口中所练的功法 竟然是天山派的功法 而且还是和兵破寒弓同出一脉 会心禅师是笑着说 是了 当初叶掌门还和赤阳神军裴公列打过交道 想来对这赤阳神火宫也算是了解 这赤阳神火宫正是裴公列所练的那门功法 只是裴公列仅将那入门的赤阳火劲练到极致 算不得练成了赤阳神火宫啊 其实裴公列自制倒算不错 但他依旧无法练成此门奇宫 可见此宫之难练 而那兵破寒弓意义是如此 如今的天山派也指得李轩一人算得上是练到大成 愚者包括正庭在内都算不上练成啊 这两门功夫分开练已经是极难 想要一起练成更是难上加难 除了功夫本身极难之外 这两门功法的特性又相克 自然更是无人能成 所以这门玄兵李火宫在百年前已经是消失于江湖啊 既然这样 怎的还有人会练 只是刚问出口 他就知道自己问的白痴了 这门功夫只是没人能练成 又不是习练功法失传 看那李玄能练成兵破寒弓 同时裴公列能得到赤阳神火宫的修炼法门 他就已经知道这功法还是有传承的 想到这儿他又是奇怪的说 那裴公列似乎不是天山派中人啊 而且想起当初裴公列说的话 似乎还和李玄有什么纠纷 这却是因为这门神功无人能练成之后 天山派曾经闹过一次内讧 当时天山派因为久久无人练成 此门神功 江湖地位日渐下滑 眼瞅着就要破败 便有人尝试着抛弃一门禁器 只专修一种 这就是并破寒弓和赤阳神火宫的来历 随后两种功法 借在江湖中大放一彩 把天山派破败的声望给挽回了回来 于是天山派先人就提出来 不若将神功拆分 直练一门 等到大成之后 再练另一门 因为直练一门禁器 要节省许多时间 而且会简单些 同时还能保住天山派的江湖地位 只不过当时 是先修炼兵破寒弓 还是先修炼赤阳神火宫这个问题 引得天山派内的冲突 结果天山派自己人就先打了起来 怎么听得像是剑宗器宗之争 只不过这天山派更无聊了 不就是两套法诀吗 先列哪个不行 具体的密信 老纳这外人也不是很清楚 只是知道 期间还有许多纠纷 这却得是天山派内中人才得知了 老纳却是不清楚的 只是知道天山派因此内讧 而且大战一场 最后强调修炼兵破寒弓那边 获得胜利 成为了线下的天山派 兵破寒弓也成了天山派的镇派功法 那赤阳神火功就因此流落江湖 这套神功也是天山派绝学 怎能随意流落江湖 天山派内还是有妥善保管 只是当时有名修炼火箭的天山弟子 在外没有回山 听闻这个消息后 怕回去后被同门清除 就直接躲了起来 这人也是那裴公列的先祖 所以裴公列才懂得赤阳神火功啊 叶文听罢是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不过似乎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释 听大师这么说 那玄兵利火功 应该是个很正常的神功法门才对啊 怎么会这般 叶文瞧了瞧手上那 渐渐缩小的黑红莲花 那红色渐渐淡化 黑色却愈发显眼 这变化让叶文又皱了这眉头 尤其是这莲花竟然因 有种奇怪的异响发出来 稍微一闻 竟然还有些头晕 他立刻用紫器把整个莲花罩住 会心禅师也瞥了一眼那黑红莲花 那天山派虽然内乱止血 但是这先练一门后练一门的法子 依旧无法叫人练成自家绝学 皆因只要有一门进气练到大成 那么就再也容不得半点另外一门真气 若是强练 急以走火入魔 轻者武功全废 重者性命堪余啊 自从镇派绝学无人练成 天山派也有不少才智过人之辈 想些旁的法子 想叫这门神功练成 结果在七十年前 还镇叫一位前辈寻得了法子 只是他这个法子练成的玄兵离火功 已经和原本的神功是大为不同了呀 指了指那朵黑莲 会心禅师说 想必叶掌门已经察觉这黑莲异象了 叶文低头瞧了眼手中黑莲 突然想到莫非是用毒 不错 这位前辈想出的法子便是戒毒练功 以剧毒之物来综合对立晋气 最后练出一身诡异的兵火毒锦 这晋气威力虽然不若原先的玄兵离火功强横 但晋气却如复古之躯一般难以清除化解 而且还会不停消融对方真气 断得阴损毒了 那位前辈以此功害死不少江湖同道 最后就连天山派自己也容不下这位前辈 将其一身功夫废掉 并且诛出了师门 而这位前辈自创的这门 依赖毒物修炼成的玄兵离火功 便被江湖中人称为玄兵离火魔功 原来那套则称为玄兵离火神功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即使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第170一集 叶文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此时他手上的黑莲 因为再无真气补充 已经逐渐消散 他手中这团紫气散开后 飘出了一阵异香 可是随后就散于空气当中 这么说 那正庭修炼的便是这玄兵离火魔功了 不错 不过按照夜掌门适才描述 这正庭的魔功应当刚刚消成 以含气为主 同时用毒辅助洗炼出了火毒进气暗藏于众 在火尽炼不到大成的时候 几种进到尚未合而为意 这门功夫还算不上炼成啊 叶文听了是心下一惊 这门功夫还没脸成就这么麻烦 若真的炼成了 那岂非是天下无敌 从会心禅师那里知道 当初创出这门功法的前辈 以此魔功是纵横江湖 却不知如何被人制住 进而一身功夫都被废了 不过要说以毒帮助炼成的功夫 他倒是想起了丁老怪那门化功大法 那也是一门依赖毒物炼制的功夫 而且有巨大凡事作用 却不知这门魔功有没有此类问题了 将这问题和禅师一说 这位禅师也是低头想了想 这凡事一点却未曾听闻 天山派对这魔功的事情 也是讳莫如深很少叙述 所以本派先祖虽留下了一些记录 却也指的大概 不知其间详尽呢 若是野掌门想知道更详尽的 或许玉清子前辈那儿 能问得更清楚些 身为年岁过百的老江湖 玉清子简直就是当今武林的活百科全书 按照惠心禅师所说 那是七十年前的事情 这玉清子当时正值壮年 想来会知道不少 不过眼下叶文却是不急 先从惠心禅师这儿 问出能问出的一切再说 他又寻思了一下 继续说 既然正庭系练这魔功 那李玄 叶文想起李玄 喊起无比精纯 并不像是习练其他功法的样子 但保不准李玄对真气操纵至极 能够将其他禁气完美地隐藏起来呢 惠心禅师此时也是眉头紧锁啊 老那也有这样的想法 只是没有真正确定过 不好妄下断言呢 叶文见到惠心禅师 似乎也是大为担心 尤其是天山派今日之举 叫人难以琢磨出头绪 若李玄真的想要搞事情 再练成了这凶名在外的魔功 当今武林又有谁人能制止他呢 房里在一瞬间陷入沉默 叶文和惠心禅师都是皱起眉头 宁如雪见状 立刻插口将话题引到旁的上去 对了大师昨日晚辈见玉清子前辈喊出凤凰涅槃神宫的时候 在场众人脸色都变了 这门功夫又是什么名头 这门功夫也是几十年前就消失的功法 本以为失传 不像青龙会那儿竟还保存着修炼法掘 这门功夫很厉害吗 既然换作神宫 而且也没被正道武林中人扣上魔功之名 想来应该没什么邪门的地方吧 只是一想起东方圣的样子 以及东方义和东方无极对自家人的那种奇怪态度 叶文就觉得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慧心禅师是叹了一口气 这门功夫厉害倒是厉害 而且功法露数也没什么邪义之处 但却不知为什么原因 凡是修炼此门功法之人 无不信心大变 最终为祸以放 虽然功夫使出来光明正大得很 但却处处透着诡异 比那玄冰离火魔功还要邪门几份 那东方圣 以前老那也曾见过 虽然只是仓促一瞥 但也全然不似如今的样子 也不知那东方圣的变化 是不是和那凤凰涅 涅槃神功有何联系 家豪 老那也想去问问 玉京子前辈这件事情 业掌门可要同行 有 点了点头 叶文也觉得去找玉京子 问问清楚最好 而且更重要的是 眼下若不问 以后可能就没机会问到了 见叶文硬下 会心禅师也不废话 直接起身就往外走 叶文也是一声不吭 就直接跟了上去 宁如雪看了看 再回头瞧了瞧画一 最后也是跟了上去 他总觉得最近的事情 是一件接一件 而且渐渐都透着一种诡异 实在难叫人心安 几人来到玉冻派的禅房 只见玉京子正坐在椅子上 微微仰着头 出身看着房梁 二位来了 玉京子似是早就料到 二人回来寻他 眼下这般 好似特意在等他们一样 见过前辈 前辈知道我们要来 在玉京子面前 会心禅师也得放低姿态 喊声前辈 只见玉京子 仍旧是那个姿势 随意地说 没有客气 随便坐吧 其实要走到头了 很多事情都已经看得通透 你二人 是来问那凤凰 逆潘宫的事情吧 叶温是点了点头 还有那天山派的 玄冰里火魔宫 玄冰里火魔宫 怎得会想起这门 叶长们 莫非中了这魔宫暗算 玉京子早料到 会心禅师会来寻他 详细答听那凤凰 涅槃宫的事情 只是没想到 竟然来得这么晚 见到叶温一同前来 他直到会心禅师 先找了叶温 所以耽搁了时间 可叶温此时一开口 再想起白天正庭和叶温 的交手 叶温是点了点头 不小心招了这魔宫的道 当真鬼得紧 幸好正庭 没把什么功夫连城 索性并无大碍 玉京子上下瞧了瞧叶温 知其不是胡说大话之人 再想起正庭那功夫 的确不像是魔宫大成 便点头说 得亏那正庭功夫没练到家 否则这事情可就难办了 不过叶长们竟然能察觉到 这魔宫隐晦的尽道 要知道这门魔宫最让人头痛的 便是尽道隐晦难以察觉了 在下的真气颇有几分独到之处 所以这道一种禁忌一入体 我就发现了异状了 此乃掌门之姓氏 对了 既然二位来问那凤凰涅槃宫 想来是因为昨日老夫内圣 敬呼所致了 其实 这门功法也算不得协议之功 其神功一成 身体迅弱疾风 尽气炙热如火 变化多端漫妙无放 本是荡尽江湖 一等一的神功法觉 只是洗练此功 练习之时过于痛苦 先有人能挺得过去 而即便坚持 也会因为长久痛苦折磨 导致心性大变 最后才会酿出一幕幕残剧 痛苦 没错 痛苦 那还是五十年前 那时老夫一身功夫 已算有所成就 虽然争不来什么武林第一人 但也自信可接触 荡尽江湖任何高手的高照 不过 老夫也鲜血在某人手里吃亏 而那人脸的便是凤凰涅槃公 此人当时江湖 昵称火凤仙子 虽然那时他已经有所变化 不过还是男人相貌 当时我和还没变成火凤仙子的人 脚手白玉爪 最后拖到他真气不计 这才罢手 那人见杀不死我 直到自己必死无疑 所以便将自己洗练这门功夫的细节 一一说了出来 这时我才知道这门功夫修行起来 是多么恐怖啊 这门功夫 取凤凰涅槃之意 便是由此隐喻 由男便女 除此之外 这门功夫没练到一定程度 便会生机断绝 仿佛死了一样 只有体内真气运转不绝 同时身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已经断骨洗碎发毛 等醒来之后 这身体根骨滋质 无一步大为改观 所以这门功夫对根骨悟性 几乎没有限制 只要你肯练 并且能够停过这一次次 一斤断骨时所带来的痛苦 那么你就能练成其功 叶文听到此处 暗暗想到还真给力 这还带了一斤斤的作用 好像还有天残变的特性 这简直就是八个神功啊 似乎看到叶文的表情之后 玉清子是直接说 莫要以为这是好事 叶掌门试想 若阁下一阵气 不断冲击自己经脉骨骼 一次次感觉自己的骨头被敲烂 然后重新接上 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而且只要你难以承受那痛苦 假死就变作真死 再也醒不过来 所以这门功夫 虽说不限制根骨悟性 却非大意力辙 无法练成啊 这人当时 不过练到第一遍 却经受了七日痛苦 而这种痛苦 在他夹死的时候并不会感受不到 反而会化作噩梦 无时不可折磨他 让他油坠地狱般的痛苦 可便又无法醒来 只能待到七日期满 才可睁开眼睛 叶文听得喊都下来了 也许这些人还不清楚 这有多恐怖 但是叶文这个知道 更多杂乱知识的人 只觉得这简直就是最大的折磨 尤其是人在做梦的时候 经历的时间和现实时间 才进行一下换算 唯一的结论就是 虽然只是七日 但在梦中 却不知过了多久折磨 不过玉清子的话 却告诉他 这仅仅只是开始而已 醒来之后 资质根骨结大有提升 修炼起来 功夫也是愈发快速 但是 此时这门功夫的威力 还不明显 按照内人所言 若想真正发挥出威力 除非将这门功夫 修炼到无变以上 这门功夫 可以一共有七变之多 也就是说 得加死七次 同时每次都比之前 要花上更多时间 痛苦欲多呀 叶文听着直觉的是坐立难安 一想到玉清子说 第五变就需要七七四十九天 他就是寒毛倒数啊 不过接下来的话 却告诉他 没有最可怕 只有更可怕 这第六变需要至少一百四十天 最后一变需要四百九十天 听到这儿 换谁都明白 为何修炼此功的人 都会信心大变了 任谁经过这样的痛苦 都会变作一个疯子 要么毁灭别人 要么寻求自我毁灭 求个解脱啊 寻常人恋到无变之后 便一濒临疯狂 那活奉仙子也是一般无二 若非一心想报仇 也不会坚持到那般地步 只是当初念他身负血仇 放他离去 却不想引出诸多祸端了 不过老夫看来 他的种种行为 也不过是寻求解脱罢了 免得要继续受那 无尽的噩梦和痛苦啊 前辈 您是说 那活奉仙子 并未将凤凰涅槃 练到最后一遍 没错 当初围剿 火奉仙子老夫也在 他认出老夫之后 亲口承认自己直练到第六遍 这门功夫在外的表象便是 越练到后来 越接近女子 但在练到最后一遍前 却算不上是女人 不过再也不算是男人了 这门功夫 偏有只能男人来练 便是利用男子天生那股洋气 淬炼极深 练出那身强横的烽火禁气 但是越练 却越接近女子 直到最后洋物消失 随着每次夹死之后 身形便越接近女子 然后成为一个完全的女人 那东方家二字会这般明显 若非将这功夫练到无变以上 那便是本身就长得长相清秀 会心闻言 此时时插口说 那东方圣 老那以前见过 虽说相貌出众 却不会有这般浓厚的女子气 欲清自听了便断言说 那便是这东方圣 已经将此功夫练到无变以上了 此时身形外表 已极为借近女子 而且一身功力 也不可小觑啊 大致了解了这门 能叫男人变成女人 还能将人练成疯子的功夫 几人又谈了那天山派的 玄冰礼虎魔功 让叶文失望的是 这门魔功似乎没有 毒素凡事的问题 天山派那位前辈 的确是才智国人 创出的功法 已经是无比完美 从玉清子那里出来 并且和会心禅师 道了个别 正想回去休息的叶文 才走出几步 便遇上了一个人 一个刚刚还在 被他们谈论的人 东方圣 东方兄弟 叶文见到东方圣 站在前面 立刻停下脚步 并且打了个招呼 同时 他自己的左手 突然被宁如雪狠狠一拧 估计是宁如雪 骤然见到这个人 心中略有不安吧 更何况眼下天色一暗 这位却站在这儿 也不知是何原因 难不成是故意在等他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 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章 是才听了玉清子那番描述 宁如雪 直到修炼那凤凰涅槃宫的 那都是疯子 即便本来不疯 炼上一阵之后 也会变成疯子 而这样一个人 突然拦在身前 换作谁都会进账的 宁如雪虽然身负武功 但毕竟是个女子 想到此人 可能突然抱起伤人 难免会有些紧张 叶文轻轻在宁如雪 手上捏了捏 算是安抚了一下她 不知阁下 你在这里是要 是在等叶掌门呀 叶文还没说完 东方盛世 直接开口说话了 同时瞧了眼 叶文那隐约 将宁如雪 护在身后的胳膊 在下想和业掌门说些话 不知业掌门是否有空闲 东方兄弟想要 在下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师妹 你先回吧 我和东方兄弟说几句再回去 同时暗示了几个眼色 叫师妹放心 毕竟这里可是禅宗的地盘 这东方圣即便想发疯 也不会选这么个地方 宁如雪点了点头 然后慢慢从东方圣的身旁走过 只是脚下是暗云力道 只要这东方圣有什么异状 他立刻能跃起三掌之外 至于那周身剑气 则随手剑就能使出来 只是自己从东方圣身边走过 约摸十多步 这东方圣也没多瞧自己一眼 同时他的身形也没有任何变化 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宁如雪回头瞧了一眼 见二人都没动 心下反倒更加担心起来 他正想折返回去 又见叶文冲他挥了挥手 回去告诉坏义 帮我把床铺补好 这个时候 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 宁如雪暗倒一句 只得先行回了自己门派的禅房 然后待在院子里 静静等着叶文回来 东方兄弟 不知寻叶某究竟有什么事情 此时宁如雪已经走得没了影子 叶文便好奇着东方圣 找自己究竟所为何事 按理说 他俩人并无任何交集 前几日才是头一回见面 俩人连话都没多说过几句 似乎没道理半夜把自己给拦下来 东方圣却是左右瞧了瞧 露出了一副无比明艳的笑容 这里非是谈话之所 叶掌门 随我来 去哪儿 叶文颜色一凝 暗中寻思 这东方圣莫非真的是图谋不轨 叶掌门 你怕了吗 东方圣抬手一遮住半边脸 随即发出一阵银铃般的声音 本来应该叫男人心动无比的声音 此刻却叫叶文 浑身发寒 东方圣此时的相貌身段 乃至声音都和一绝美女子无异 可是叶文却知道 这货可不是什么绝代佳人 而是一纯粹的变异生物 想到本来是一个大老爷们 结果却发出这种声音来 即便被更为可怕的事实熏陶过 此时也不免有些觉得难受啊 好在叶文抗性高 所以也没显现出什么异状 最多只是心底发毛 可面上还是露出一丝笑容 什么好怕的 东方圣一转身 绣山翻飞 一头黑亮青丝更是随风飘动 只留下一句 叶掌门若不怕了 那跟来便是 说完便是一纵身 嗖的一下 跃上半空 叶文只觉得眼前一花 那东方圣 已然跃到了十丈海外 此等庆功 便是叶文见了也是一惊呢 这是激起了叶文 不服输的劲头 他拾起替云纵 也是一下子跃出七八丈 紧跟在了东方圣身后 东方圣一跃而出 于半空中微微侧头一瞧 见叶文跟上来了 便是笑了笑 回身继续向前走 但见无数房屋高墙 在二人纵身跃起之下 一晃而过 不多时 竟然已经出了禅宗寺院 先前虽然纵得又高又远 奔行极快 但却瞧不出身发高地来 此时进了树林 才显出东方圣身发之强横 只见身着一身淡蓝色文士山的东方圣 化作一道蓝光 可是虽然速度极快 却不会被那诸多树木所影响 每每好似要撞到一棵树上了 却见着蓝光陡人一折 便干脆利落躲了开去 就好似一匹石途老马 嗖嗖嗖几下 一阵曲折蓝光闪过 便连横生出来的枝叉都没碰到半分呢 再看叶文 一身蓝中带子的衣衫 加上运气的先天紫气 身形隐约见是显出朵朵紫云来 奔行间也只见到一阵紫光闪光 此时也是转折自如 奔走如飞 不过眼下叶文虽然功力高 可在这门轻功上却是静音不多 在这密林里虽然可以穿行自如 但是免不了碰到一些不起眼的智叉之类的 灯奔醒了一阵 那东方圣在一处弹息之前停下了脚步 却见周身是片尘不染 知识呼吸略有急促 见到叶文几乎没什么异状 东方圣是赞道 叶掌门的功夫果然高强啊 而且没想到 叶掌门的轻功也是这般不俗呢 想我爹和大哥可能都跟不上的 这般话却没法叫叶文感到半点高兴 是才一时兴起追过来 此时才觉得自己的行为太过莽撞 闲着没事跟个疯子跑到这没人的地方 若真是出了事情 那又该如何收场是好呢 膝下这么一响 眼神中自然带上了几分戒备 在路上拦住叶某 又将本人引到这儿 不知东方兄究竟想说什么 东方圣文言却是奄然一笑 同时蹲下了身子 随手取出了一条丝绢来 在那清澈的溪水中 他微微站了站 然后擦起了自己额头上 并不存在的汗水 不是叶掌门先对在下有兴趣的吗 还和会心产师一起去问 玉清子前辈关于在下所惜武功的事情呢 你偷听 若说叶文不吃惊 那是不可能的 这东方圣竟在三个身怀 不弱武功的高手眼皮子底下 偷听自己说话 那得有多高的功力呀 可东方圣却说 哼 怎的说的那般难听啊 我可没有偷听 只不过恰好在玉清子前辈的房顶上 赏月罢了 今晚的月亮 多远哪 可惜 这圆月 不过是片虚影罢了 说完 他竟然就这么坐在了西边 那个样子看上去是全无防备 反而叫叶文不知应不应当先下手为强了 用一句他穿越前比较时髦的话来说 就是这东方圣眼下全身都是破绽 反叫他不知如何下手啊 抬眼瞎 抬眼瞎了瞎叶文 东方圣笑着说 叶掌门 你不是想知道我这门功夫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不如就由在下亲自和你说说吧 然后不等叶文开口 东方圣直接说了起来 他初恋这门功夫是在八年前 那时他才只有十五岁 而他也算是天资不凡 对诸般武学皆是一瞧便会 父亲都赞他乃是东方家百年一出的恋武奇才 便连他的大哥也是对他赞不绝口 那时候他志得一满 满心盼着等到长大成人之后 练成绝世武功 叫青龙会成为江湖数一数二的大帮会 但是就在他想习练家传绝学青龙银的时候 却因为一场大病伤了周身经脉 莫说他家传绝学青龙银对经脉有较高要求 便连一些寻常的内功行功方法也是练不得 他自存从此便会是一个废人 对家里还有帮会再也没有什么帮助 后来他的父亲突然对他说 东方家还保存着一门绝学 倒是不限制经脉 而且威力还是绝伦 一旦练成了天下再无敌手 他还记得那天父亲很郑重地对他说 这门功夫一旦练成青龙会会成为武林第一大门派 他见他的父亲满面期待之色便是硬了下来 心到自己只要练成这门奇功便不是无用之人 他原本的志向又有实现的可能了 说到这儿东方圣脸色突然一变 原本的笑容是渐渐连去 反而照上了一层寒霜 他说他没想到这门功夫修炼起来 竟然会如此痛苦 可是那些痛苦也就罢了 为了帮助父亲和兄长 他自存还能忍住 但是没想到这门功夫却叫他 便做了眼下这般男不男女不女的样子 就连他的父亲也嫌弃他是个怪物 整日连看都不肯看他一眼 东方圣忽然站了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对我 就因为这个吗 东方圣突然站起来 把自己的衣服呲拉一下撕了开来 叶文本来静静想当个听众 直到这东方圣只是找他来当一个倾诉之人罢了 哪想这位兄台如此活报啊 说着还来了一把现场丝衣袖 一惊之下先一先喷出一口老血 兄台 赶紧把衣服穿好啊 你也觉得我是怪物吗 身为男人 竟然还有这样一个东西 我还算什么男人 算什么男人 原来东方家虽然保留了凤凰涅槃神功的修炼方法 但却不知道这门功法究竟有什么特性 又因为年代久远 很多事情都难以查证 东方一得到这门功夫之后 不过仓促一看 见功法虽然强横 但修炼时会有巨大痛苦 寻常人难以练成 便是收了起来 后来东方圣突然重击 兵好之后竟成了半废之体 本来对自己这二儿子寄予厚望的东方一字是一阵失落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才突然想起那门神功了 回去翻了翻之后 是询问自己儿子愿不愿意修炼 按照他的想法 只要自己儿子有成为真正高手的决心 那么痛苦什么的也不算什么 煎熬一下也就过去了 这本秘籍里可没写修炼者会变成女子 也没写炼到大成前会是男不男女不女的形态 东方圣洗脸之后果然是进京颇快 他本就资质不凡 悟性过人 不过是因为经脉损伤 不能练别的内功而已 有了这门不要求经脉的功夫 几个月间就叫他练成了第一遍 但是那七天的假死给他的印象十分恐怖 足足叫他修养了半年之久 才重新开始修炼后面的部分 而那个时候的东方圣 身体外形都没什么变化 所以东方仪根本不知这门功法的特性 而东方圣虽然知道自己的某些变化 但是害怕父亲把他当作怪物 也没敢说出来 越练身形越发变化的明显 等到相貌身形都渐渐显出女子之态 导致东方圣的一些说话行为都受其影响的时候 便是再也瞒不下去 东方一大惊之下却认为是东方圣的过错 他觉得自己的儿子不该瞒着自己 结果导致儿子变做了一个不男不女的东西 甚至最开始的时候 东方已还不信那是功法造成的 而是东方圣自己的问题 所以他才对东方圣极为冷淡 等到后来变化实在是太明显 他这才接受这的确是功法造成的事情 但是失去儿子的事实让他难以接受 叶文听到此处 他知道东方已不过是在潜意识里退卸责任 认为并非是自己思虑不周 才导致自己好好的儿子变成了这般模样 尤其是他本来还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 叶文甚至猜测 东方已本来想将一切都传给自己的二儿子 而那东方无极应该是本能的处于对一种无法理解的事物的排斥 尤其是这个人原本是自己熟悉的亲弟弟 竟化作这般模样出现 确实令人难以接受 至于东方圣会对其父亲产生怨恨 那就更不用多说了 面对这种事情 叶文也不知如何安慰 总不能说放心吧 你现在的情况算不得什么 反正你眼下也和女人差不多 就安心当个女人呗 不过他认为自己若是把这番话说出来 被东方圣当作嘲笑之言的可能性更大些 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别说话 当个忠实听众也就好了 叶掌文 你没什么想说的吗 自己说了大半天 激动的情绪也发泄了 东方圣用手指把几缕青丝理到耳后 重新整理好一斤 他看了看叶文 却发现这鼠山掌门竟是平静的 有些诡异 叶文张了张嘴 最后挠了挠脸 憋了好一阵 才憋出一句没什么想说的 东方圣见叶文听自己说了这么多之后 竟是没露出厌恶之色 还是略有吃惊呢 叶文看东方圣也不说话了 值得是开口说 你不会是想杀了我吧 我为何要杀了你 这个时候 不都是要说什么你知道了我最大的秘密 所以你必须死之类的吗 好像是应该如此才对啊 见他这么说 叶文立刻凝神戒备 只等东方圣稍有一撞就立刻出手 可拿想东方圣随口说了句 可是我打不过你啊 这句话让叶文一下子泄了气 只当东方圣今天是不会出手了 可拿想这位突然又冒出一句 不过事实倒也无妨 话音未落 叶文只觉得眼前一花 然后一道凌冽涨风 直击向自己挠后 进风席向挠后 叶文虽然略有惊讶 但并不惊慌 对于寻常习武者说 宁神戒备的时候 肯定是重点防护自己面对敌人那一面 但是受到太多小说电影熏陶的叶文 他却是大为不同 相比起一般人 他更习惯于保护住自己的视觉盲点 尤其是身后 所以当东方圣斗然出手攻击他脑后的时候 他甚至都不需转身再做应对 只需运气先天子气 那早已准备好的子气天罗 已经是全部释放了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东方圣直觉的浑身一致 身形不由自主顿了一下 打出去这掌也无法控制的停顿了片刻 可就这么片刻功夫 叶文周身腾起了一片紫云 随后这片片紫云便化作了一道道风锐剑气 这些剑气所指全都是东方圣这手掌所向 若东方圣不及时收手 那么免不了就会将这条手臂丢在这里 被叶文那护身剑气 嚼成碎片 凸气开生 正开影响自己行动的气劲 东方圣是身形一转 同时手臂回收 恰好躲过了叶文身后这片交错而过的剑气 同时他脖子是微微一偏 让过一道冲得比较靠外的剑气 不过那剑气所过之处 锋锐的锋压还是叫他脸上阴阴作痛啊 叶长们 你的剑气功夫果然不凡 难怪父亲对叶长们这门功夫 也是万分忌惮呢 东方圣这话说出来 叶文虽然表情没变 就连身形也没动 可心里却不免多想了些 记得 听到这个词 叶文第一反应 就是这东方仪 耶心十足 毕竟他想将青龙会 打造成江湖数一数二的大帮派 那么任何一个高手 都自然会成为他的绊脚石 叶文的鼠山派崛起太快 而且近年来锋芒毕露 惹人眼球的同时 被某些人当作拦路虎 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令尊还真是看得起在下呀 既然如此 便叫东方兄弟 看看叶魔的手段好了 话音一落 身形不动 只是站在湖边 甚至连身都没有转过来 仍旧背对东方圣 叶文此时好像正在与朋友说话聊天 全然不似与人生死相搏 东方圣见他这般作态 也不知道他是有所依仗 还是脑袋缺根筋 不过是才 叶文身形未动 都逼迫自己收招退避 又是事实 听闻此言 自是更加不敢掉以轻心 他立刻是向后跃出树杖来 想看看叶文究竟要耍什么花样 叶文嘴角一瞥 当然 东方圣是瞧不见的 身旁这些护身剑气 环绕着叶文飞行不停 越转越急 渐渐的就凝在了一起 只过了片刻功夫 东方圣就见到一道紫色光环 环绕在叶文身边 先前那一片片紫云和剑气 竟然全都不见了 正奇怪着 暗道着叶文究竟在搞什么花样的时候 却见叶文身旁这道紫色光华 渐渐是越来越细 而且飞的也是越来越慢 又过了片刻 东方圣竟然惊讶地瞧见了一柄通体紫色的长剑 围着叶文是缓缓飞行 这是什么 这紫色长剑一现行 叶文缓缓转过身来 右手微抬 十中指二指并在一起突然一宁 那柄环绕不停的紫色长剑突然就停了下来 他悬在叶文右肩上面 剑尖腰直东方圣 同时是微微颤动不定 就如同一条随时要扑向猎物的毒蛇 东方圣虽然离得比较远 但是仍旧能感应到这柄紫色长剑所透出来的丰锐剑意 甚至那剑尖指向自己身上何处身上那个被指的地方 也会隐隐有种被针尖顶着的感觉 这门功夫乃是叶某前些时日才看看连城 也算是一种遇见方法 只不过这柄飞剑乃是叶某真气所化并非针剑 不过眼下嘛倒是瞧着和针剑无异了 叶文这柄紫色飞剑无论外形质感都和针剑没有什么区别 这是真气凝聚到了极致的形式变化 莫要看这柄飞剑只和寻常常见一般大小 但要凝聚成这么一柄紫剑 不知要消耗叶文多少真气 他此时在这儿与东方圣废话 也有趁机恢复些真气的打算 就这几句话的时间 叶文内力已恢复了些许 手上也没什么动作 就那么并直作剑 双指是微微一颤 同时说了句 请东方兄弟试试他这招 话音刚落 那柄紫剑是嗖的一下不见了纵影 东方圣正惊叉着呢 只感觉头顶一阵锐利剑气支冲而下 他立刻纵起身形往旁边一闪 可还没等他回头 就感觉自己后心处又是一阵锐利之感 他也顾不得自己形象了 慌忙在空中一翻身 同时身子是实戒一扭 只这一系列动作做完 就见到了一道紫色光滑 从自己身旁是一闪而过 直接冲到了自己前面 此时他能够瞧得清楚了 那紫色光滑从自己身旁划过之后 没飞出多远 竟然在空中划出了一个很明显的半圆来 这调转的箭头 竟是直接翻身又冲自己冲了过来 东方圣是大惊失色 他轻功虽然强横而且变化自如 可是终究不如叶文那兵紫剑来的轻巧训绩 这紫剑犹如火雾 盯住东方圣身上的要害后 就会嗖地冲过来 即便不被刺中 这紫剑飞行时也会喷波而出强横剑气 只要稍微划过 那也是难免受伤啊 等他躲闪一阵之后 他突然意识过来 早早将控制飞剑的人打趴下 那才是正经啊 于是他便转回身直取影而去 却不料那紫剑似乎早有所觉 他才刚一转身 就见那兵紫剑悬在自己面前不远的地方 好似自己稍有意动 立刻就会往自己身上戳出七八个窟窿来 视线从紫剑上越过 只见叶文仍旧是那副轻松斜意的姿态站在原地 若说是才他还右手微抬摆几个造型的话 线下他竟是动也不动 甚至还将双手背负到身后 只是站在原地摇摇望着东方圣而已 东方圣 你觉得叶某这手御剑术如何啊 东方圣看了看叶文 又看了看那紫剑 突然是娇笑了一声 当真是奇妙的功夫啊 在下应付不来 画到此处却是身形斗然一闪 便似凭空消失了一样 叶文却知道这不是什么消失 只是东方圣在一瞬间把身法催死到极致而已 不过他倒是不在乎 反而开口说了句 叶某这门功夫 还有一个杀招 正好请东方兄弟指点一番 这招究竟如何 说完也不怎么动作 只是面容突然一素 眼神是蒙的变得淋漓无比 只见那柄悬在半空中的紫剑 突然是一顿不再颤动 接着猛然爆炸开来 这紫剑乃是叶文大半真气凝聚而成 此时骤然爆开 蕴含于其间的无数剑气是全部爆发 只见这不大的空地上面 一瞬间爆发出几十乃至上百道紫色剑气 这些剑气杂乱无序 四面八方皆有 把这湖边一片宁静之地 好一阵的祸害 不知多少参天大树被几道剑气光过一番后 只剩下光秃秃一个树干了 若是运气不好的 更有被剑气拦腰斩断的 这剑气爆发持续了一小阵功夫 叶文那大半功力所凝聚的紫剑 已然是不复存在 而在这紫剑消失的地方 一道人影正狼狈的鞋坐在地上 正是那陡然消失的东方圣 原来东方圣骤然爆发出最强的功力 想尝试夺过那些紫剑 可没想到叶文静来了这么一手 自己才刚冲到紫剑旁 那紫剑就突然炸了开来 若非东方圣轻功绝伦 于空中躲过的不知多少剑气 现下哪儿还有命在呀 此时的东方圣哪还有先前的样子 头上发际已被打散 一头长发杂乱地披散下来 满脸惨白之色 想来是还没从刚才那恐怖的景象中回神 一身长衫也是破烂不堪 仅仅仅是勉强挂在身上 白嫩的肌肤若隐若现 在月光照射下阴影反射出微弱的光滑来 此时微微撇在一旁的双腿更显凄惨 酷腿早就被剑气撕烂了 他喘息了几下 双眼隐隐显出了一抹恐惧之色 但还是说了句 为什么不杀我 他又不纯 自然看得出来叶文世财那下乃是手下留情 否则就凭那剑气的数量 只要让这剑气爆发的稍微密集些 任凭他轻功无双 也休想一一躲过去 啊 杀了你 恐怕会给叶某带来很多麻烦吧 叶文挠了挠脸颊最后说道 实际上还有个理由没说 那便是他没从东方圣身上 感到要杀自己的意思 他想自己动手 似乎更像想要逼自己出手杀了他 每每想到此处 叶文就想骂他一句 你要自杀 不会找个没人的地儿自己解决吗 东方圣不答 他直到因为自己父亲的关系 叶文才会饶他一命 但是这种感觉却更加让他不快了 正要说些什么 却见叶文把身上那道蓝紫色的外衫除下来 随手丢到了他身上 随后什么都没说 转身就走了 按照自己还在往外流血的小腿 东方圣就这么傻愣愣坐在湖边 看着叶文从面前消失了 再说叶文 此时走得远了 偷偷回头瞧了眼 见那东方圣没跟上来 是突然暗自嘀咕 灰心大师和玉清子前辈都说 修炼了凤凰涅槃宫的人都变成了神经病 他本来还有几份怀疑 如今看来倒不算是言过其实 仔细想想 那凤凰涅槃神宫每练一遍都要承受无尽的痛苦折磨 同时还要在梦中把这些痛苦无限扩大和延长 修炼凤凰涅槃神宫的人 仅仅是头一遍就要经历七天这种痛苦 若是谁能练成了这门功夫还不疯掉 那么这个人的心境怕是会变得无比坚韧吧 正说着呢 他突然听到身旁有人宣了一声佛号 阿弥陀佛 叶掌门说得极实 叶掌门是才为何不想杀手啊 慧心铲尸现身 叶文也吓了一跳 不过随即就明白 这老和尚怕是早就察觉到房顶上有人偷听了 所以一离开玉清子的房间后就和自己分开 估计也是想将那偷听之人给引出来 叶文脑袋一转就猜了个大概 听到禅师相问之后便笑着说 那时候大师怕是要现身阻止在下了吧 慧心铲尸笑了笑没答话 不过叶文知道这是老和尚不想说谎 所以才这样 这也就代表着这和尚的确会那么做 不过叶文也不在意 反而对于见到慧心铲尸很是高兴 那些就先不说了 大师来得正好 可否给在下带个路 在下有点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叶掌门 请随老那这边走 随着慧心铲尸在树林中穿行 叶文是闭口不言 这老和尚倒是忍不住说了个没完 刚才叶文以御剑术对付东方圣 这老和尚看得是清清楚楚 分毫不差 虽然那一身精纯内进凝成的紫色长剑 看起来平平无奇 甚至还不如一些真正的宝剑来的锋利 可这紫剑一动起来 它就瞧出了极剑厉害的地方 这紫剑以叶文真气凝成 而叶文最出名的功夫是什么 自然是那首紫霄龙气剑剑气 这一紫霄龙气剑剑气凝成的常见 自然也会带有剑气的特性 而且更加叫人难以捉摸 首先这紫色气剑的剑气 是可以凝而不发的 寻常人若初次见到 少不得会消失几分 等到近前 蕴寒其内的蓬勃剑气 斗然爆发出来 这是在仓促招架 老和尚自存 即便是自己 若被叶文来这么一下 也不会好受 而这个不大好受的前提 还是他有禅宗神功 罗汉体护身 若换了旁人 那可就不好说了 不得不说这会心禅师 的确是武功高强 见识不凡 他虽然不知道 叶文这紫霄龙气剑 又生出了许多变化 可也能大致猜到 甚至联想到叶文 研究出来什么变化 一点微默记忆 叫大师见笑了 叶文心中虽然得意 但说话时还是稍微谦虚了一下 倒不说他是行星作态了 而是他明白 身旁这位也算是一代强者 精妙功法也见了不知反击 人家称赞你一句 不见得就是真心的 包不准就是客套客套而已 叶掌门 练成此等神迹 想来用不了多久 那剑仙之名 便要送到叶掌门手上了 叶掌门 不必过歉 九剑仙因那玉剑之法 得了这么个雅号 被全江湖众人推举 如今叶文创出这么一门奇功来 丝毫不亚于九剑仙 那玉石九霸常见的功法 而且单笼威力 甚至还要强上许多 得那一个剑仙之名 倒也不算夸张 起码可以把那君子剑之名 给摘掉了 叶文听了 是在心中嘀咕 从树林里穿行出来 踏上了一条大道 叶文这才找到了方向感 原来自己士才所钻的树林 便是禅宗寺庙附近两旁的森林 只是士才身在其中 抬起头来 也只能见到参天大树 南边方向 吊转方向 叶文突然想起来什么 便问了句 那东方圣腿上受了伤 大师 你既然担心他 为何不干脆把他送回山上 反而是来寻在下呢 那东方圣 怕也不想被人瞧见如今模样 老那何必 险身来讨人嫌弃啊 确实 叶文暗想了一下 那东方圣 肯定不愿叫人看到自己的秘密的 想着想着 叶文已经回到了缠房院子里 他才刚跨进去 宁如雪和画意就走了出来 叶文见二女一脸担忧之色 立刻是笑着说 哎呦 还特意等我回来啊 至于吗 宁如雪本来是满脸担心 但是没成想 这师兄一回来就是这个德行 本来激动的快要留下一点泪花 一下子就憋了回去 师兄 还是这般没个正经 不过随即就发现 叶文竟只穿了一件礼仪 那外头的长衫却是不见了 长衫呢 哦 刚才在树林里 左钻右钻的 所以刮烂了 随手就扔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 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宁如雪先生埋怨了一句 但是随即就意识到不对 自己师兄的功夫 他虽然不清楚究竟到了什么境界 可那一身轻功 那可并不差呀 怎的会把衣服给刮烂了 正要开口询问呢 不想叶文见到宁如雪 脸线疑惑 马上就猜到他要问什么 所以立刻是开口说 是才与东方兄比了比轻功 所以 此话一出 华一突然说 那东方圣的轻功 这么厉害的吗 刚才这段时间 宁如雪已经和华一 说了那东方圣的事情 同时也把那凤凰涅槃公 详细地说给了华一 这时华一才明白过来 为何东方已偏偏介绍 这女子模样的人 是自己的儿子 没想到 这竟然是以门邪门 供法所造成 而如今听 叶文一说 那东方圣的功夫 虽不知深浅 可这轻功 却可以肯定是相当厉害 否则断然不至于 把叶文逼得如此狼狈呀 没错 很厉害 运尽全力都追不上她 此言以出 更是让二女心惊啊 要说宁如雪 还不大清楚 叶文的轻功究竟如何 那华一可是门清啊 她可清楚地记得 自己刚开始 修炼天魔功的时候 无论如何都躲不开 这老爷占便宜的手 后来即便练成 仍旧是如此 叶文是摸了摸鼻子 他那般急速行走 在树林中 却不会碰到半点之差 反倒是我在后头追 不但费力 而且还把衣服也毁了 这嘛 就纯粹是睁眼说瞎话了 不过他可不想 在节外生枝了 安抚住了两个女人 叶文随后就回房休息 此时已经是后半夜 所有人都处在熟睡当中 整个寺庙里是一片寂静了 只有少数几个巡夜的和尚 发出了未不可闻的脚步声 此时一个小和尚 从一处转角走过 突然觉得头顶上 是传来了一阵细微的风声 他抬起头瞧了瞧 除了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 高高挂在天上之外 根本就瞧不见任何东西 今天的月亮真圆啊 小和尚感慨了一句 便继续进行自己的巡夜工作 却没见到世才 他抬头所见的一处死角 微微露出了一点蓝紫色的衣服 东方圣冷眼看了看 那渐渐远去的小和尚 同时按了一下 自己那几乎能看到骨头的伤口 若非是腿上的伤 他怎会叫一个小和尚 插绝了一状 心头是略微有些不舒服 但却是丝毫不生气 把身上的长衫又裹紧了几分 东方圣是纵身几悦 回到了青龙会所住的那间禅房里头 只是他没想到自己会因为失血过多 精神略有恍惚 没有察觉到院子里的树丛里 竟占了一个人 他刚一落地 那本来正在排水的人士 突然敬叫了一句 什么人 东方圣转过头 借着明亮的月光 显现出了自己的面容 同时他也瞧清了这个家伙 不过是个随形的杂矣 二公子 东方圣眼下这个样子 实在是叫这个杂矣又惊又恐啊 本来这两年 二公子的样貌变化 他们都是瞧在眼里 尤其是越来越女性化的行为动作 更遭来了不少非议 私底下这些人可是没少议论 当然了 在他面前的时候 仍然会是恭恭敬敬的样子 这杂矣瞧清了 是自家二少爷 立刻是恭敬的说 这么晚了 二公子这是去了哪儿啊 而且这 上下一瞧 只见这位二少爷一身一衫 难以避体 不但微微露出一点尖头 同时那小腿也隐约露出来了一些 这 这随从 还在那里 遮遮遮 东方圣 却是不耐烦了 他用稍嫌虚弱的声音说 若将今天的事情说了出去 小心你的性命 随即 这小丝 这小丝是目送二公子一瘸一拐 回到自己房里 这杂矣是咽下一口唾沫 心里却不停地想 这位二少爷究竟这么晚事 做什么去了 他没瞧见的是 这东方圣右边小腿上 害人的伤痕 不过他没瞧见 却又另外一个人瞧见了 这人影等到那仆役也回房休息 才从角落中显出身形来 笑着说了声 老爷果然没说实话呢 随后便是左右瞧了瞧 发现已经没人 立刻运气轻功 转瞬就没了踪影 而这个刚刚离开的人却不知道 一个老和尚坐在更高的地方 看着这群人飞来飞去 然后又瞧了瞧那四处 毫无警觉的巡夜和尚们 唉 这寺庙都快成了外人的后花园了 只是想了想 这些人功力不俗 要那些普通武僧发现 也着实有点为难人了 最后只得叹了口气 纵身回了自己的禅房 其后几日 叶文再没见过东方盛 也没见过其他几派的人 直到那南宫问天 以及南宫听海 一起前来告辞的时候 他这才知道 其他大派的近况 天山派已经尽数下山了 而且走得很早 几乎和叶文比试结束 这群人就连夜下山离去 直奔天山 对外的理由是早些回去 也好早点与各派会合 众人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便只有惠心禅师和叶文知道 这是那正庭害怕叶文的情况被人察觉 他身负冰悬离火魔宫的事情 就会暴露在正道群雄之下 无论是否会暴露 反正早日离去 那都是个正确的选择 暴露了 那么已经离去的天山派 也不用害怕在别人的地盘 被众人围攻 若不暴露 那就更加方便 回去收拾收拾 坐登叶文愈发虚弱 直至死亡便可 整庭对自己那道暗禁 可是极为自信的 而北剑门 则是因为离禅宗较近 并不急着回去 所以还逗留在寺里 同时那西门翠雪 竟然也没走远 这些日子 叶文一眼也没瞧过 这位西门家家主 还以为他早早就离去了呢 翠雪啊 这人什么都好 就是在北城门门主这件事情 他是有些执拗了 叶文一听就知道 这西门翠雪还和那北城烟 是有一腿啊 他是暗道一句 这等看起来有点狂放不羁的家伙 莫非都喜欢女强人吗 不过他面上仍旧和南宫兄弟 谈论了南宫子新 以及南宫黄的近况 皇儿的功夫 进境颇快 想来要不了多久 我那师弟啊 便没什么可教的了 听到旁人称赞自己的儿子 南宫听海这个做爹的 嘴巴都要咧到耳根去了 虽然知道叶文这话八成有恭维的成分 但是南宫听海还是觉得 这话怎么听都怎么书信呢 哪个做父亲的不希望自己儿子成才呢 只是眼下皇儿啊 就是虎猴差了一些 经验差了点 只要再历练几年 便是当今江湖年轻一代里有数的好手了 这次围剿魔教 叶某不欲让子新那丫头前往 准备带皇儿去 不知二位 这两个弟子的父亲就坐在自己面前 而且也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自己要带人家孩子去那危险之地拼命 打个招呼 那也是正常 此言一出 南宫听海是脸色一变 甚至在片刻间 他这脸色是来回变了好几次 南宫问天本想开口 但是却发现自己也不知如何说 只能静待自己这个兄弟做出决断了 只问南宫听海是长叹一句 既然进了江湖 那便再难置身事外 即便在下保住皇儿这一次 以后又得几次啊 孩子总得去见识见识 这事情就这么定了吧 叶文听到这番话之后 对南宫听海也是极为佩服 这些理论谁都知道 谁都会说 但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个呢 正这般想着 只见南宫问天说 听海说的没错 这些小辈早晚都要长大成人 这次 我便带风儿童去 也算是一番历练啊 南宫兄弟的决心 为自己的后辈前途定下了基调 这一次的围剿魔教 对于这些小辈们来说是一次历练 也是一个门槛 过去了便是立刻画龙 若过不去 众人非常默契没有谈这个可能 而是考虑了南宫子新的问题 这个南宫家的大小姐 势必不会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或是鼠山派里 那么要如何应对 就需要一个合适的办法了 叶文想了想 最后只想出来一个损招 封住他的宫里 时刻盯着他 月末出海了 再让他恢复 南宫问天想了想 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 毕竟他也不愿意 自己的女儿去做这种危险的事情 南宫子新和南宫丰不同 南宫丰以后 注定要接任南宫世家家主之位 那么就一定要经历诸多风雨磨练 才能胜任其位 而南宫子新却不需做这些 他只需要快快乐乐地活下去就够了 唯一让南宫问天担忧的是 自己女儿似乎看上了同派的师兄 而那位徐平也极有可能随着正道群雄出征 贵派那位徐平 徐平这两年名号也是很小 同样他也是新一代的好手 鼠山派有这样的好手 自然不可能弃之不用 南宫问天这番话 其实问与不问都没有必要 他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徐平也会一起去的 叶文的回答完全在南宫问天的预料当中 只不过叶文随后就说 徐平的功夫也算得上是不俗 寻常人是伤不到他的 又和南宫兄弟聊了一阵 接着南宫黄和南宫子新两个小辈 便送自己的父亲离去 期间又是一番交谈 而叶文则是仔细考虑起 明年开春后的那次围剿之战了 会成功吗 南宫兄弟也算是江湖中九父盛名之人 而且混江湖的日子 比叶文多了不知多久 对于正道大派之间的一些事情 他们比叶文看得清楚 也正是如此 他们才会担心自己的儿子和女儿 相比起这二位 那位西门世家的家主 还有心情去和北成烟逆味 叶文也不只是说他没心没肺 还是说他胸有成竹的好啊 端起茶盏刚想喝口茶 他却发现杯中已经是空空如也 那茶水早就在谈话的时候喝了个干净 而自己却是毫无所觉 许是平时画衣都在一旁伺候吧 那茶盏还不等空了 自然会给蓄满茶水 对了 画衣去哪儿了呢 端着茶杯是左右瞧了瞧 喊了两嗓子却不见人影 正想起来寻找 就见画衣端着水壶飘了进来 老爷喊奴婢吗 说完他看了看叶文手中的茶盏 知道是里头没了茶水 立刻过去蓄满了 接着他又笑着说 老爷 奴婢不是已经在这儿放了一壶茶水吗 叶文回过头 这才发现手边就摆着一个茶壶 里头满满都是茶水 自己这几年习惯了画衣在旁伺候 竟然连这个茶壶都没注意到 还巴巴等着画衣给自己倒茶呢 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叶文全当没看到 你跑哪儿去了 奴婢去烧水了呀 烧水做什么 奴婢见老爷忙了一天了 帮老爷烧点热水 泡个澡啊 洗澡 叶文想了想 昨夜就跑了半晚 回来之后没收拾到头就睡了 今早起来忙活应酬 此时泡个热水澡那倒是不错 所以便点了点头 好主意 刚说完 只见画衣将两边袖子一捋 你要做什么 奴婢帮老爷宽衣呀 不必了 我自己来 叫画衣给他宽衣 本来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不过若叫自家师妹见了 那还不得一边乱标剑气 一边追杀自己呀 泡在桶里的叶文也开始了树沾身体 而与此同时 在离禅宗所在的万佛山不远的小镇里 已经被人包场了的客栈里头 几个青龙会的杂役正凑在一起聊着天呢 我和你们说的这些 那都是老子青年所见 你们可没乱传 否则老子这条小命 那就算交代了 我不是你小子半夜睡糊涂了 怎么可能 二公子还那般样子 我说 你小子不会有什么特别事好吧 老子我是中旧爷们 只喜欢大姑娘 二公子看着跟个姑娘似的 但是咱可不好这口 不过那天 老子还真以为见到谁家女娃走错了门呢 回魂了你 瞧你那样子 几个人一边说 竟是一边黑黑怪笑起来 脑子里却不知在想些什么 却没见到暗处里一个人影站在那 面罩寒霜 越听越是气愤 等到这几人笑的声音越来越大之后 他直接走了出来 还不等这些人反应过来 在他们头上 一人派了一下 此人正是东方圣 他愣愣地瞧了几个乱嚼舌根的人 被自己掌斃之后 也不管手上粘着的血迹 呸了一声 几个无知下人竟敢乱嚼舌根 可话音未落 恰好东方已经过 见到这般景象立刻是吃惊地说 正儿 你在做什么 骤然听到自己父亲的质问 东方圣转过头来 东方仪一见儿子那冷漠的眼神 心里是陡然一惊 隐隐间竟不敢与自己儿子对视 说话都气弱了几分呢 你 你到底在做些什么 教训几个不知尊卑的吓人罢了 说完 便对一直跟在他身旁 此时却吓得浑身发抖的贴身丫鬟说 扶我回房 却是刚才骤然运功 小腿上伤口迸裂所致 此时巨统难当 走路也十分困难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那丫鬟被东方圣适才的行为 吓得是动都不敢动 听到东方圣吩咐 也是愣愣站在原地 物资颤抖不停 直到东方圣喝了句 听不到本少爷的话吗 这个时候 这丫鬟才惊醒过来 忙走到东方圣身边 然后搀扶住他 慢慢往其房间走去 不想 他刚一抬头 看见东方圣冷冷瞧着他 此时视线焦急 东方圣是问了句 你在想什么 这丫鬟被这疑问 这丫鬟被这疑问闲些 哭了出来 立刻是低头不语啊 只是搀扶着东方圣 往房间里头走 一路上是一边抖一边走 这么一看 也不知究竟是谁 扶着谁了 东方已在后头看着自己的二儿子 回到房间里 消失不见 连本来想要问他怎么受伤的话 也没问出口来 随后又瞧了几眼 那一地尸体 心中却是一阵发寒 难道要圣而修炼那凤凰涅槃弓 真是个错误吗 这个问题 他线下寻不到答案 因为这几个嚼舌根的人 已经网送了性命 不过 他必须得处理一下 若是叫外人知道自己儿子胡乱杀人 他东方家的名誉将会一落千丈 那时候还谈什么值正道武林之牛儿 不被当作邪派中人就算好的了 将这几人好胜暗葬 若有家人也送些银钱 好好安抚一番 身后几个青龙会弟子是低头应试 只是一想这好几个哥们 说错了几句话就横死当场 却是对那位越来越诡异的二少爷 愈发恐惧了 回到房中的东方圣 坐在床榻上 他看着自己面前的婢女 只见他抖弱筛康 东方圣瞧了一阵 突然开口说 你怕我 那婢女慌忙摇头 颤颤巍巍说了句 不 不不不 奴婢 不敢 这丫鬟乃是东方圣的贴身丫头 年岁比东方圣大上限 自己很小的时候 这丫头就跟在自己身边 一直服侍左右 也算得上是自己最亲近之人 若非自己洗脸了这套功夫 怕是早就收入房中了 竟然不怕 何故斗成这样 词言一出 这丫头突然就跪在了地上 少爷母要杀我 奴婢不是故意说谎 一边说着 竟然是哭了出来 却是东方圣这几年的变化 加上适才那番景象 吓得他是心神崩溃呀 东方圣看着这个原本自己最亲近的下人 此时竟然如此座态 瞅他瞧自己的眼神 惊惧 害怕 诧异甚至还有一点厌恶 那几个人说的话 也叫自己这个最亲近的丫头心生怀疑了 他只觉得天下虽大 竟无自己容身之所 一时是悲从中来 喝了一句 你说我会杀你 那我就杀了你 此话一出 婢女脸色大变 还没反应过来 已经是头顶一阵 一口鲜血喷出去之后 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瞧东方圣 本来一张惨白的脸上蛮是鲜血 刚刚拍出的手掌也没收回 只是愣愣瞧着面前那蹊跷流血的丫鬟 你有什么资格嫌弃我 你这个贱臂 严霸是一脚踢出去 把这婢女尸体踢飞撞破窗户落在院子里 那几个青龙会的弟子正在收拾尸体 不想又是一具尸体砸过来 慌乱之下是被砸得成了滚地葫芦 等到站起来 只见东方圣满脸鲜血 站在了破烂的窗口前说 将这尖臂的尸体一并处理了 说完他转身离开了窗前 这些人隐约见到这位二公子 竟然直接上他休息 一身血迹是不理不睬 几人瞧见这般模样 互相看了一眼 也不自觉是浑身抖了一下 然后便低下头继续干起活来 就当什么都没看见吧 话说两头 叶文在温暖的水中泡了一阵 竟然又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隐隐约约似乎听到一阵哗啦啦的声音 睁开眼 见到话衣正提着水桶往大桶里倒热水呢 接下来就是主仆二人的日常调情 一个早喜的是神清气爽 叶文从自己房间里出来 恰好撞见了柳慕言 见到自己的师父出来 柳慕言是立刻恭敬喊了声师父 嗯 慕言哪 你还在哪 叶文见到柳慕言也是略感吃惊 本以为这个四徒弟早就和那个皇帝回京城了 没想到竟然还在这儿呢 是啊 不过这几日便要回京了 那么今日过来是要道别 呃 是那位卫大人 想请师父过去赴宴 顺便谈谈书话之道啊 哦 叶文见柳慕言没走 就猜到那皇帝也没走 却没想到皇上竟然想要见自己 于是便对身旁的话一吩咐了一句 今晚他不回来吃了 让他们自便 跟着柳慕言走了一阵 穿过好几个门 这才来到那皇帝所在的禅院 毕竟是皇帝 住处自然是单独安排 而且只看着禅院的位置 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 却也显出了一番朴素大气来 就连叶文见了也不免赞一句 这院子是真不错呀 柳慕言听了 那是汗都下来了 也不知如何接这句话呀 只得是暗自覆飞一句 禅宗专门修器的皇室别院 在宁老人家眼里居然只是不错 叶掌门 你来了 叶文一来到后院 就见到那位魏王爷 他正在一方桌上奋笔集书 也不知道究竟在写些什么 见到叶文来到 他这才把笔放下 然后从蒲仪那儿 接过了毛巾擦了擦手 魏王爷 既然人家给了自己一个王爷身份来应付他 叶文也没必要直接戳穿 何况真要明白的说 知道对方是皇帝 那么自己先前那些行为 岂非还要被按上个大不敬的罪名 叶文正想着呢 就见这位魏王爷宠他招了招手 叶掌门 还请来看看 魏某这幅画如何啊 听闻此言 他才明白原来这位大爷是在那儿埋头作画 特意喊自己过来瞧瞧呢 叶文是暗自寻思 莫非这皇帝见了我的字 自知不如 所以想在画上压过我 他印象里这当皇帝的 那都是心高气傲之辈 会有这种行为 那也并不奇怪呀 他向前走了几步 微微一扫 便瞧清了那画 以他的眼力 这个距离已经可以让他将那画上的任何一个细节都看得清清楚楚 只是他依旧走到桌前详细看了一阵才说 啊 栩栩如生 那是一幅极佳的画作 叶掌门 你谦虚了 你谦虚了 在阁下面前 再下这幅画 可当不得极价值评语啊 嗯 叶文一愣 随后瞧了瞧柳木炎 见自己这徒弟 冲自己使了个眼色 随即就明白过来 自己这老底 都被这皇帝给知道了 微红是哈哈一笑 随即指了纸桌上 重新铺好的白纸 希望业掌门能够赏个脸 画上一幅 叶文想了想 自己画幅画送给这皇帝 似乎也没什么不妥 便将那笔拿了起来 左右一瞧 却没得染料 便问了一句 想来王爷 是想要付水墨画了 微红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当初看的那幅 是一幅水彩画 眼下却没准备水彩 便说 哦 这倒是魏魔疏忽了 正想挥手叫下人取来 只听叶文打断道 不必麻烦了 水墨也是一样 不知王爷 想要一副怎样的话呢 微红指知叶文画的 五女图乃是所罕见 却不知这叶掌门 还擅长什么 只是见其神态 似乎极端自信 又想是水墨画 便说了句 画一幅山水之图 叶文听了 直荡着当今天子 想要一幅波澜壮阔的图画 转眼瞧了那张白纸 却是说了句 若是如此 这只怕是小了些啊 随后也不管众多溥义和卫红 只是在一旁那些没动过的纸卷中挑捡起来 着了一阵 竟然将最底下那空白的纸卷取了出来 往桌上是扑了开来 只见叶文大手一挥 一直画了两个时辰 叶文期间竟是一口气都没泄 此时在那末端一画完 最鲜画的地方已经是干了 卫红正站在那端详着 口中是赞个不停啊 直到叶文走到身旁 抱拳回了句过欲 卫红这才回过神来 顺言一瞧 只见这画卷展开之后长达三丈 宽也有三尺左右 上面满满荡荡画着各式山水图画 若分而观之 那便是大海河水 小溪重山 峻陵和森林 但此时凑到一起 却是无比和谐 卫红来来回回走了几趟 看了无数次 却总也看不够 他本就是爱画之人 现在他更知道 这幅画究竟代表什么 若真是要以金银买之 怕是千金也难求啊 叶文此时 却只是接了一杯茶水 喝了一口 轻飘飘地说 一件外物 早就言明送于王爷 听闻此言 卫红突然想到 以江湖草莽之人 都有这般胸怀 知晓不能过分拘泥于外物之上 朕身为当今天子 竟然为了一副画这般势态 当真是丢脸至极 他随即对叶文这个典型 自己之人抱拳道谢 面对皇帝的道谢 叶文只是点了点头 接着他又说了句 在下官王爷气色不佳 可是有样在身 卫红一听吃了一惊 随即想到这些江湖高手 似乎都有这般能耐 便笑着说 哦 整日操劳 难免会有些毛病 叶长们瞧出来了 寻常的冠气之法 在下只能看出些皮毛 碧牌中有一位陈大夫 那才是冠气大师 任凭体内有什么问题 他只瞧一眼 便能瞧出个七八分来啊 陈一中那冠气之术 如今已经成了鼠山一决 而且还无人能会 当真成了陈一中的独门决议啊 至于叶文这根本不算什么 只瞧卫红眼白发黄 眼圈略有凹陷 甚至还有一些发案 是个人就知道 这位气色不佳呀 卫红也知道 自己这身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还不就是草劳过度 加上后宫嫔妃无数 这身子一天比一天虚弱 偏生又难以好生歇息 这才会变成如今的样子 若非他早年习无有意义 还有一点根基在身 那模样怕会更加凄惨几分呢 正感叹着呢 突然想起一般的江湖高手 都有些调养身体之妙法 却不知这位叶掌门有没有呢 叶掌门 你可有什么法子 话倒是够直白 却是这件事情太过让他兴奋 什么弯弯绕此时全然顾不得了 叶文似乎也没想到一提这个 这位皇帝竟然是如此急切 便笑着说 王爷这身子不过是操劳过度 只要经常锻炼 便可以调养过来 唉 伟某也晓得 但日夜操劳 便连休息的时间也没多少 谈什么勤家锻炼啊 这几年政务繁忙 便连那小有成就的练技之术 也是没有再练 一身功夫更是早就丢到了一旁了 叶文也知道皇帝难做 见魏红神色疲倦便说了句 王爷若信得过叶某 便由在下为王爷好生调理一番 柳木言文言历史诗插口说 师父这一身内功 对那调理精气神颇有神效 王爷不妨试试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叶文那一身功法之神庙 外人还不能愧气全貌 自家弟子却是支个七七八八 何况柳木言自己也习练了紫霞神功 所以对这门功法的一些精妙 知之甚详 伟红一听是颇为异动 如此有劳业掌门了 随即领着叶文来到一间偏房 二人鱼踏上坐定 叶文便将双掌接住 道了句闭目凝神 莫要胡思乱想便可 随即便是运起先天子气 从双掌处探进了魏弘经脉里 帮其一点点调理身体中的暗疮 本来这一次调理是制不好这几年累月 劳累所造成的问题的 但是叶文可以凭借先天子气 把这些问题最大限度的压制下去 同时还能引动魏弘体内本身的修炼真气 以一部分先天子气带动着不停运转 让其自行化解问题 在先天子气带动的这段时间 魏弘会觉得精神极佳 每日的休息也会陷入深层次的睡眠 只需要休息一个时辰 便可恢复一整日的疲劳 不过等到叶文这先天子气消散 若魏弘不能坚持自己运功的话 那自然会慢慢打回原形 等到魏弘睁开眼睛之后 叶文把这些事情依依于魏弘说了 若王爷愿意 在下大可以将一套养生功法传授给王爷 也不需要多少时间 每日只去睡前练上片刻片刻 魏弘大喜呀 不过他心里却想的是 这鼠山派竟有此等奇妙养生功法 那派内是否有更神妙的功夫呢 尤其是想起了同为江湖高手的天一阵人 如今都不知多少岁数 可外表瞧起来还像四五十岁罢了 心下是不知羡慕多久 可他知道天一真人习练的 那是天道宗最神妙的功法 寻常弟子难以学的 何况他这个不是天道宗弟子的人呢 本来玉洞派的功法也有养生延年的功效 但是玉洞派的功夫需要大量时间去学习 还要研习稻草 这回却是魏弘瞧不上了 这鼠山派的功夫 似乎也有延年益手之孝啊 这叶文都快三十了 如今巧来便和二十出头一样 何况是才叶文帮自己调理一番之后 自己的身体确实轻快了许多 精神头也好了不少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掌 第十六集 寻死良久 魏弘突然开口问了句 不知叶掌门是否肯收徒 叶文是稍微愣了一下 不过抬头一见魏弘那略有急切的眼神 立刻就明白过来 古往今来 少有帝王对着长生一道看得开的 何况这位皇帝还切身体验了一下 自己这功法之神庙 这般看来 是想学他鼠山派的功夫 让自己延年益寿了 想来想去 似乎收个皇帝当徒儿很厉害呀 可面上却故作为难壮 叶某眼下收了六个徒弟 已然是难以顾得过来了 暂时没有继续收徒的打算了 魏弘一听 立刻就急了 在下诚心实意 希望叶掌门能受在下为徒 说完便左右瞧了瞧 发现房中没有外人便说了句 实话与叶掌门说 魏某便是荡尽天子 他自存把皇上的身份一说 想来这叶文定会迫不及待 把自己受入门墙 毕竟能做帝师 那可是件了不得的事情啊 可不想叶文 却只是随口说了句 见过皇上 施了个道家礼节 这下换魏弘傻了 他可没想到过 自己的身份在人眼里 什么都不是的情况 见到他这个样子 叶文竟然觉得有些好笑 按道一句 这位皇上果然不是什么残暴之君 若换一位脾气不好的 这个时候不得大喊一嗓子 直接拉下去砍了之类的话 魏弘正寻思着 如何说服叶文收下自己 并传授自己精妙功法 却不想叶文突然说 若想拜我为师 也不是不行 却要遵照我鼠山派的门规 不知皇上做不做得到 什么门规 我鼠山派的门规 倒是简单得很 不得世强凌弱 不得残害同门 不得背叛师门 这算是三个大方向 具体的话 我鼠山派有十大戒 二十大不准 同时每一大戒下面 还有五十中戒 每一中戒下面 还有一百条小戒 见到魏弘的眼睛 变得有闻香的趋势 叶文随口说了句 算了 说也说不完 等过些阵子 叫沐妍给你送个册子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册子 对 那册子便是鼠山派门规的目录 具体的门规 还需要另行请人搬运 说得兴起 越是说起来 越是不像话 完全是因为这位叶同学 没有眼前这位是皇帝的自觉 自然是想说什么是什么 在他眼里 这是人家求他 怎么胡吹乱砍 那都是随他的意思 说了一阵 魏弘却是一咬牙一狠心 朕定然遵从贵派门规 还请掌门受我为徒啊 皇上 你败入我鼠山派 可是为了求长生 朕确有这样的想法 皇上也不必觉得说不出口 这本就是人之常情 算不得什么 只是既然皇上是想求长生 败入本派 那么叶某就传一些强调养生和调理身子的方法给你 不过 拜师之前还有最后一点 皇上在本派中 与寻常弟子无异 并不会因为你的身份不同 而有什么不同 朕晓得 等朕回京 便将此事照告天下 好叫天下人知晓此事 莫要如此了 在我眼里 你不过是个普通徒弟 而对我来说 我也只想做一个你的传授功夫的师傅 如果扯上朝堂那些乱七八糟的 反而是麻烦 你只管和我学功夫就行了 这些乱七八糟的 就别弄了 卫红听到这儿才明白 叶文收徒不是冲着什么帝师之名 也不想和这名号撤上关系 想到此处 他只觉得叶文简直就是传说中的世外高人 不但书画绝伦 还懂得诸多奇妙共法 自己能败入他门下 多是祖上仙灵保佑啊 我线下传你必派的全真心法 此功对于养生一道 颇有独到之处 即便你今后不能学到 本派的高神功夫 只练此功 也足以保你一身抗剑 随后便是一番详细的解释 你四师兄柳母言 得了本派紫霞神功的传承 若你日后修为足够 便叫你四师兄就进指点 眼下嘛 你只需要好好修炼这门全真心法便好 对那什么紫霞神功 伟红虽然有所期待 但因为不大了解便没有多问 只听这门全真心法有养生功效 已经是万分满意了 等叶文把一套全真心法讲解完毕 已经入夜 告诉他日后若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问柳母言 叶文便自行离去了 收下当今皇帝做徒弟 除了一些考量之外 含有就是属于叶文心底潜藏的恶趣味 但他有深知 若这帝师之名宣传的到处都是 一定会惹来些麻烦 至于魏弘世才的表现 叶文并不觉得奇怪 自古以来 任何一个帝王都逃不脱长生的诱惑 无论是在他那个世界 还是在这个世界 过了这么多年 他已经知道上一个朝代是因何而免 正是因为皇帝一心求长生 只顾着修炼和负担 不离朝政 这才导致朝堂愈发混乱 民不聊生 诺大一个王朝 也就土崩瓦解 相比起那个魂军 这魏弘表现已经相当克制了 也自知所谓的长生意识有所穷尽 所以只盼着自己精气神能好些 恰好又遇到叶文这个看起来对他身份 还有对朝堂事务没什么兴趣的世外高人 如此一来 他二人仅仅可以是最普通的仕途关系 那帝王之名反而毫无意义 为弘学得放心 叶文也教得书信 至于皇帝和柳木炎日后如何相处 叶文却是懒得理会了 从皇家别院里出来 叶文溜溜达达回到自己的院子 恰好看到宁如学正在院中指导南公子心练功 在旁看了一阵 带着南公子心回了房 叶文这才把刚收了个皇帝做徒弟的事情 跟宁如学聊了聊 叶文寻思 现在就是鼠山派绝佳的机会 只要自己不触犯朝廷的底线 那么此次魔教大战结束 当各大派元气大伤的时候 叶文就可以凭借与朝廷千丝万缕的关系 用最短的时间恢复元气 甚至可以在别人处于虚弱气的时候 把鼠山派发展得更加壮大呀 果然危机和机遇是并存的呀 想着想着 叶文迷迷糊糊就睡了过去 一直到第二天日上干头 叶文才从自己房里走出来 倒不是他刚睡醒 而是在床上又胡思乱想好一阵 这才起身穿衣呢 与灰心缠时道个别 咱们也回山吧 众人齐声应下 同时对于即将回鼠山 也表示十分开心 出来这么些日子 冬季渐进 大家都想早些回去过冬 南宫子星和南宫黄 如今也把鼠山当作了自己的家 一听要回山 那也是万分开心的 只不过徐萍这小子又遭了不少罪了 南宫子星就跟麻雀一样 整日在他耳边唧唧咋咋个没完呢 平儿以后不会变成笼子吧 叶文本想和自己师妹说几句笑话 可不想一转头竟然是周芷若 此时师父对自己说话 周芷若是毫无表情看着自己师父 然后憋出了一句三师弟耳朵里塞东西了 叶文是没想过这二徒弟还能整出这么一句来 一愣神竟是往自己那徒弟耳朵里细细一瞧 这才发现里头果然塞了点棉絮 若不细看当真瞧不出来呀 嗯 这南宫子星就在他身边都没注意到 忒粗心了 回去看来得叫师妹好好练练这丫头眼里 这都什么眼神啊 一路无事 等到叶文一行人回鼠山的时候 已经是冬天了 天空中是低沉沉的云 偶尔还有几朵雪花飘下来 花衣看了看站在大石块上的叶文 开口问了句 老爷不需要天衣吗 叶文此时穿的仍旧是那套普通长衫 里面依旧是一件礼仪 和夏天穿的并无两样 只不过他先天子气即将大成 早已是寒数不勤 这么点寒气 压根奈何不得他 一阵寒风吹过来 还卷着几朵冰凉的雪花 打在叶文身上 竟是微微一滑弹向了一旁 叶文闭着眼睛 一边感受着雪花从身旁滑过 一边说 穿得和头熊一样 熊动都不变 何况以如今的修为 哪还需要考虑这些 哼 总得考虑些寻常人的目光吧 老爷这样下山 不知道引来多少人瞧呢 知道老爷是个疯子 这么冷的天 还穿夏天的长衫 哼 他们是瞧我吗 瞧你才对吧 对了 老爷我那一衫又少了一件 这次做的时候 换个颜色吧 老爷要什么颜色 这次弄箭淡蓝的吧 总穿那么紫 真成鞋子了 花一似乎也想到了这一点 无嘴轻笑 随后二人便不再说话 过了好一阵子 叶文才开口说 你那天魔宫练得如何 奴婢 重开四处玄关了呢 花一本就修为不俗 不管实际战力如何 那天地玄关却是达通了的 这几年由叶文就进教导 同时又有天魔宫这等旷式奇功 不但功力尽数恢复 更是元胜当初 甚至是一鼓作气 又达通了两处玄关 至于那早就袭练了的剑气 如今也已经被 花一将其和天魔宫 结合到了一起 威力远比原本强了几分 叶文点了点头 心中却在考虑 这次围剿魔教 要不要戴上花一 毕竟那儿可有一个 让花一万分在意的人 许事猜到了叶文的担忧 花一突然开口样求 老爷 莫要丢下奴婢 回头看了看花一 只见他眼中透出了一股子倔强 叶文将其额前的乱发整了整 叹了一句 好吧 也算是给你一个亲手了结的机会 谢谢老爷 叶文不答 只是微微笑了笑 然后回过身 从大石头上跃了下来 对刚跑过来的李逍遥说 李师叔又指使你来汉为师吗 李逍遥点了点头 本以为自己师父会说些什么 安慰自己的话 可不想叶文随后就说了一句 知识的对 要不如何叫你这体重降下去 下次为师会记得跑远一点 到时候你来找为师也能多走几步 回山之后 日子总是过得很快 因为山上的事情本来就不多 如今鼠山派又渐渐壮大 便连李森都从一些优秀的外门弟子中 挑选出了几个助手来帮自己 陈一忠当初挑选的那两个年轻人 如今更是成了一个小管事 整个鼠山派结构渐渐成型 身为掌门的叶文 如今竟又无事可做了 他整日交交徒弟 在派中乱转一通 隔三差五听听汇报便算完了 一天正在汇报的时候 有人提起了郭怒的庄子 郭怒那庄子周围围了许多农户 形成了一个大村子 郭怒呢被推举为了村长 因为知道是咱们鼠山派的地 所以郭怒想来问问 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 其实早几年他就挑好了地方 并建好了庄园 建好之后 树山县内的那处住宅 直接就转卖出去 然后全家在鼠山脚下定居下来 因为鼠山派威名日盛 寻常山匪盗贼 更是不敢靠近鼠山百里之内 许多无家可归 或是因为日子过得贫苦的百姓 都把家搬了过来 何况鼠山派提供田地还有工具给他们耕种 租子收的也不是很高 一下子就吸引了更多人来自定居 而郭怒那庄园因为比较显眼 一些人就就近建起了房子 如今几年过去 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村落 除此之外 另一面也有一个村落 那里都是鼠山派的电农 种的地也都是鼠山派提供的 这两个村子隐隐成了鼠山派最大的粮食和经济来源 而随着这村子的渐渐发展 启明就提上日程 何况村子成行就要提交一份正式公函给当地县衙归档 甚至还要报上朝廷来建党 这名字可不能乱取 奈何叶文没有那种自觉 听到此事 只是随口应了句 一个换作书生村 一个换作侠客村即可 若是叫李森知道 自己这位师伯 不过随口套用了游戏里的名字 不知会不会吐鞋呢 可不管怎样 鼠山派周围这两个村子的名字 算是正式定了下来 郭怒所在的村落名为侠客村 而另一个则定为书生村 鼠山脚下出现两个村落 对鼠山派的影响可不仅仅是提供粮食 同时还为鼠山派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鼠山派完全可以在这两个村落中雇佣劳工 或者将本派内的一些杂物分派给这些普通村民 这样一来 山上的人手就能够解放出来 做些其他的事情 不必整日的忙来忙去 一天下来连抬头的时间都没有 同时 鼠山派和这两个村子也成了共生的存在 这两个村子的村民也成为了鼠山派最忠实的用户 至于最后的作用就是这两村子成为鼠山派布置在自己周围的眼线 不少外门弟子会经常在两个村子里逗留 若有江湖众人出现 肯定会引起警觉呀 这门 有弟子回报 一群不明身份的江湖众人往鼠山上来了 忽然一个人影冲进了叶文房内 此人正是如今的外门官室周定 来了多少人 能瞧出是哪派的吗 人数很多 而且还有陆陆续续赶过来的 服饰杂乱 瞧不出究竟是河门派 不过这群人气势汹汹 想来是想对我鼠甚不利呀 哼 那想来是魔教的人得知我正道群雄 想要进攻其海外老巢 所以想来个先下手为强的 这群人 估计就是魔教众人了 传信给山下别院康护的弟子 叫他们回来 这几年下来 鼠山派倒是养了些传信的鸽子 今日倒是多亏了这些传信飞鸽 鼠山派才能提前得知敌疫情的到来呀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站在正殿当中 叶文瞧了瞧站在自己面前的诸多弟子们 前面的那几个人都是自己门下的弟子 除了柳穆岩这个当官的 和那个没公开过的皇帝徒儿 其他五名弟子是一字排开 从岳宁到周芷若再到徐平 郭靖里逍遥 这些弟子都算得上是鼠山派中的精英 身旁还有李森 南宫黄 南宫子新几人 周定和众多外门弟子 则已经在殿外摆开了阵势 静待来敌 叶文咳走了一下 瞧了瞧身旁的宁如雪 然后在另一边却没见到徐贤的影子 师弟呢 哦 师弟这几日回家了 荣荣也跟着去了 哦 这徐贤倒是好 整日的跑来跑去 尤其是功夫练到如今这般境界之后 更是闲不住了 天天带着黄荣氏到处乱窜 这下倒是喝了黄荣荣的性子 俩人如今过得那叫一个逍遥快活 便连南宫黄这个徒弟都不管了 本来从万佛山下来的时候 还想着去找徐贤下 顺便一起回山 哪想到才一下山 就有一个小孩跑过来问他 是不是鼠山叶文 得到了肯定回答之后 就给了他封信 里头只有几个字 我和荣荣四处转转 师兄先回去吧 等到叶文回到派里几日 这弟子倒是领着黄荣荣回来了 只是没想到 这一转头竟又是没了影啊 对此叶文也颇感无奈 不过他也没说什么 反正魔教这群人都已经来了 师弟再不再都要打赏一场 那料想刚说了句算了 就听殿外传来一声小声 随后一句 怎的算了啊 这么热闹的事情能少了我 众人只见一道影子从山门那儿冲了进来 没等回过神已经是冲进殿里 回来了 来人自视徐贤 只见他哈哈一笑 回来了 一路上还收拾了几个狂妄之辈呢 这么点能买 也敢口出狂言要灭我鼠山派 当真是不知似乎 原来徐贤在书山县里和黄荣荣到处乱逛 在一茶棚里喝茶歇脚 恰好旁边几人说什么本来鼠山血流成河什么的 就叫他二人留上心了 随后是围随几人出了县城 走到无人之地之后 直接跃到前面把几人拦了下来 一番细细询问才知道 这几个人是要上鼠山 将鼠山派涂灭干净 见到徐贤这个脸嫩的不像话的家伙 和一身娇小的丫头 直到是两个不知死活的年轻人 嘲讽一番就要杀人灭口 可哪知反被对方给灭了 得知本派有难 二人是立刻往回赶 不过徐贤轻功高强 所以率先回来 同时他嘱咐黄荣荣 若见敌人势大 就莫要强冲上山 去周围将散落在外的弟子集中起来 免得被这些魔教中人屠戮掉了 便是因为如此 才只有徐贤一个人赶回山上 这群人功夫如何 可曾遇到过什么高手 叶文很想知道 这一批魔教中人实力几何 若是实力不高 自然可以高正无忧 甚至他还可以不必出手 只叫底下的人鲜行威风 可若是实力强横 那自己就得看准机会 先把功夫最高强的给弄死 免得后患无穷 徐贤是尴尬地笑了笑 我这一路赶得太急 没太理会 倒是没试过这些人的功夫高地 偶尔撞见两个 也都被我一箭杀了 要不师弟我再去探探 不必了 反正他们也快到了 到时候是强是弱 一眼便知了 与徐贤说了几句 叶文回头便将具体的事情 与众人说了一遍 众弟子心中早就有了谱 所以也没有太过激烈的反应 便只有李逍遥 咬牙切齿 棱笑一声 本以为要忍到开春 才能和这群贼子做个了结 不想今日竟主动送上门来 便先杀光这群贼子 当作利息好了 他与魔教有血仇在身 此时殿中众人 谁都没想到他战役来得如此强烈 只是听闻魔教来攻 他手中那柄长剑竟然抖动不停 剑翘中的长剑是因因由脱翘而出的意思 却是李逍遥心情激动之下 内劲奔走 手中长剑受到劲气震动才会如此 他自从败入鼠山之后 一直勤加洗练功夫 又因为他的性格原因 叶文将小吴相公传给了他 此时李逍遥的小吴相公也算是有所成就 而且惊喜剑法 不但叶文懂得的剑法尽数学了去 就连徐贤和宁如学懂得也没放过呢 这个弟子什么都好 其悟性更是叶文这几个弟子中最高的 奈何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眼下虽仗着一枪怒火紧静颇快 但若以后不能调整好心态 李逍遥的功夫也就止步于此了 好在李逍遥的仇人就在面前 只要将这些魔教消了 仇怨已消 时间久了应该也能慢慢调整好 不过此时心情激动下 出去与人生死相搏 难免会被人给做掉 叶文延伸一动 月宁这个做大师兄的直接走过去 在这个师弟肩上一拍 紫霞真气运转下 将师弟体内躁动的真气给平息了下去 随后又在其耳边 低声念起了全真心法的几句宁神口诀 叫李逍遥冷静下来 谢谢大师兄 月宁笑了笑 没说什么直接回了位置 叶文瞧了瞧自己众多弟子 最后说都一起出去 见识见识那魔教高手 究竟有什么能耐 众弟子本来还有几分紧张 毕竟大战在即 可是一见自家掌门那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一下子就平静了下来 直到天塌了都有掌门顶着 他们紧张个什么 所以一个个面色轻松 从正殿中于贯而出 周定此时站在殿门口 与底下聚集起来的 一百来外门弟子交代一应事项 甚至安排好了分组将他们如何分配布阵 如此见到叶文出来 并问了句 这么还有什么要与众弟子说吗 有什么要说的 一群不自量力的土鸡挖狗罢了 等稍后打发了这群家伙 大家该做什么做什么 不过这群家伙来的正是时候 我鼠山派大笔本来便安排在东京 今日便当做本派大笔了 叫本掌门瞧瞧你们这一年来的修炼成果 不过这次诸弟子们不必留守 有什么招数 尽管使出来叫本掌门瞧瞧便是 白豪阵势严阵一带 叶文这边刚刚做好准备 就见一种人马在山门口显出身形了 其中还有一人纵身跃上山门来 只扑鼠山派的匾额 先将这牌表回咯 哪曾想这人才跃到半空 本来恐无一人的眼前 纵然显现出一个人影来 此人唇红齿白面貌俊俏 便如一绝美女子 即便此时满脸煞气 也叫人觉得眉眼不可方物 只是细细一瞧 便能瞧见这人脖颈上有一喉结 明显是个男人 嘿哟 哪儿冒出来的俊俏小哥 这么好看 不若从了我留你一条小命啊 哪想话没说完 眼前一阵见光闪现 随后他只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轻飘飘的 而且眼前是不停旋转 接着眼前一黑 什么都不清楚了 他自己不明白 底下众人瞧得一清二楚 那人刚跃到半空 就见一道人影骤然闪出 随后在男人身边说了句什么 接着那人脑袋就被削了下来 腾上半空是转了好几圈 最后落在了自己脚边上 相比起头 那个身体却是早就扑通一声 落在地上物资抽动不停了 再抬头看 已经是不见来人身影 往门里去往 远远的大殿门口 站着一俊俏年轻人 手上竟拿着个手帕 擦拭着剑上的鲜血 便这一瞧就知道出手的 那也是此人 但这年轻人竟然一来一去 皆在瞬息之间 同时一出手就杀死了几方一人 那个想要毁掉 鼠山派扁额的家伙 正是他们这群人的探路之人 因为轻功不俗 所以一路都由他来探路 不想如今到了鼠山派了 一个照面就叫人切下了脑袋 那边徐贤一面享受 本派弟子崇敬的目光 一边将手上长剑擦拭干净之后 低声对叶文说 这群人若是只有这点本事 惨鼠山派倒是不惧呀 恐怕是才那个白痴 不过是个杂鱼罢了 先和郑主说几句 再看看情况 说着叶文总是一跃 直接来到众弟子前面 此处恰好便是 前庭正中央的位置 叶文背负双手 等这群人来到眼前 约莫三丈来源的地方站定 接着他开口说 诸位一来我鼠山派 就想砸掉本派扁额 想来不是来做客的了 所以叶某也就不多招待了 既然明知对方是来砸场子的 他也没必要和对方太过客气 只是几句话之间 宁如雪徐贤等人 都来到自己身侧 其后便是一众弟子 再往后则是诸多外门弟子 每七人凑作一堆 捏着手中兵器 宁神戒备 这江湖争斗 和小说画本里的战争 倒是颇有相似之处 打之前 总得由双方主将出来 说道说道 哪怕是生死相伯的场面 那也得来上几句场面话 至于这对话嘛 无外乎就是对喷上一阵 若说得对方哑口无言 还能叫几方士气大阵呢 此时叶文话语说完 对面那人是笑着说 在下乃是圣教副教主 司马相真 想来阁下便是这鼠山派掌门 叶文了 正是 那有句话想问问叶掌门 说 不知本教司徒浩云 可是死在叶掌门手上 叶文一听便知道 这魔教要拿司徒浩云的事情来说是 不外乎就是为教中兄弟报仇 这是师出有名 灭了你 你也无话可说 只不过魔教来功所为如何 叶文早就猜得一清二楚 见对方拿司徒浩云说事 反倒是小瞧对方几分 阁下 乃是魔教副教主 然也 司马相真一脸傲然 痒痒自得 似乎为自己能够成为魔教副教主 很是得意 不想叶文随后一盆冷水 泼了过去 魔教竟然只能用这等人来做副教主 看来这魔教也不值得 我正道众人忧虑 你魔教与我正道群雄之间的事情 竟然还比不得一个区区司徒浩云 司马副教主 你不觉得你的话太过儿戏了吗 如今正道群雄与你魔教大战在即 说白了便如那两国交兵 这大战已经是一触即发 你若一来便开杀 叶某还敬重你们魔教几分 起码行事干脆利落 哪想到此时还提什么司徒浩云 这般小家子气实在难成大事 说完竟一拧身 便连正脸都懒得给这司马象珍去看 随即一脸鄙视之色是毫不严实 叫那司马象珍一张白净的脸是变成了猪干之色 偏生又不知如何作答 哼哧哼哧竟然是卡在原地 叶文说的也没错 本来双方就是敌对之态 眼瞅着就要来上一场大战 此时还扯什么司徒浩云的事情 而且这也显得魔教过于做作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 那就是不能顺着对方的话去说 要不然对自己这边的士气造成影响 那可就大大不妙了 毕竟自己这边弟子可不是什么 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 这个时候只听魔教那边又有人出声 傅教主 人家早就说了莫提那事 直接开纱便是 你非说要什么师处有名 平白叫人小瞧了咱们 哼 回去之后 看你如何与教主叙说呢 这个声音万分二熟 只见一个身穿粉衫的年轻姑娘 像是月中而出 此人群山单薄无比 被这冬日山风一吹 就紧紧贴在了身上 可这女子似乎毫无害羞之色 反而对自己的身形颇为自得 说话间抬手提臀 更像是诱惑众人一样 叶文一瞧这女子 突然觉得这番作态似曾相识 只转念一想 蒙得便回头瞧了下画衣 却见画衣脸色极其难看 定定看着那分色衣服的姑娘 正想问画衣认不认识她的 没想那姑娘是突然开了口 华师姐呢 听说她入了你鼠山派 哎呀 师姐想来没见过小妹 不过小妹却是久闻师姐大名了呢 画衣一听她这话就知道 这女子果然是师父的徒弟 是才见她越出的轻功身法 就有几番相似 后来见她举手投足 那更是肯定下来 如今对方此言一出 更是确定无疑啊 正要开口 不想那女子却娇笑几声 听闻世界容貌世间少见 今日一见不过如此嘛 而且已经沦为别人的玩物了呢 说完又是一阵娇笑 但此时却无人觉得动听 反而觉得甚是凡人 画衣尚未开口 叶文已经开口了 你便是沈玉晴那老妖精的徒弟 大胆 本姑娘在此 还敢如此称呼我师父 莫说你丫头在此 便是那老妖精亲临又如何 真的 你师父不来 反叫你这个小丫头跑来 莫非是怕了叶某 就你 叶佩 可那女子话音未落 突然见到自己脖颈前 竟然凌空悬着一把紫色长剑 这长剑通体身子 上面更是光滑流转不定 便如一件由上豪宝石指成的装饰品一样 奈何此剑渐气森森 哪怕是凌空悬着逼着自己 却叫人觉得那长剑实际上已经顶在了自己脖颈上一样 粉山女子健壮额头上突然低下了一些冷汗 她竟丝毫无所觉的便叫这紫色长剑进了身 一直十分自负的她如何不惊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司马真也不止这紫剑何时冒出来的 而且这般凌空悬着 遥遥指着别人要害 着实叫人心惊胆战 早听闻叶掌门会遇见之说 本来还不信 今日才知道江湖传言也不见得都是言过其事的夸大之词 这个时候只听叶文轻声说了句 那便叫姑娘看看 叶某配是不配 司马象征文言刚要出手 就见那粉山女子突然运起轻功骤然而退 随后身形连续转折树下 最后落在地上 再去看那柄紫色长剑 却见那长剑仍旧悬在远处 动也没动 这下就显得他适才那番座态 好似被戏耍的猴一样 想到此处 心下无比恼怒 直到这突然冒出的紫色长剑 不过是吓唬人的玩意 他立刻是怒喝了一声 吵死 言罢便纵气身形就欲上前 可拿想自己刚一动 那紫色长剑突然是一条剑尖 送的一下就刺了过来 游镜倒动之一眨眼的功夫 前一秒那紫色长剑还悬在那动也不动 下一秒 这紫色长剑一发出了恐怖的剑气 画出了一道绚烂的紫色光滑 直取着粉山女子的心窝 粉衣女子正越到半空 见那紫剑喷波着剑气冲过来 立刻是大吃一惊 好在他师门轻功颇有独到之处 在空中转折更是随心所欲 所以他是身形一牛 直接转向一旁 直到如此便可夺过那极齿而来的飞剑了 不料这紫色长剑飞到一半就突然见识一遍 整个长剑竟然旋转起来 众人只见到一条紫色光滑式骤然一闪 随后半空中竟然显出一个旋转不停的剑轮 顺势微微一转 这剑轮恰好守在那粉山女子躲避的方向上 这么一瞧 便犹如那粉山女子自己往那剑轮上撞一样 司马向真剑撞 慌忙大喝一声小心 拿想话刚出口 就听面前传来一阵长风破空之声 就连呼吸也是一致 那句话竟然被硬生生逼了回去 转过头来 只见一个猙獰的龙头 张着大嘴向自己扑过来 随后就是一句 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 只听这个声音便知道 出手的乃是十五山派掌门叶文 这司马向真是无论如何 也没想到这鼠山掌门说出手就出手 却不知叶文不但自己出手 同时还对身旁的师弟师妹说了句 先下手为强呢 徐贤宁如雪都是一点头 话一本想说把那女子留给他来对付 却不想叶文的御剑术都拾了出来 几招之间便将那女子逼到了绝路 此时粉山女子身形侧转 翻滚地躲开了叶文那穿袭一剑 不想才一转折身形 就感觉侧腰处风锐渐气息来 微微一转头 立刻是大惊失色 一个紫色剑轮正拦腰站过来 而且现在这样子 像是自己冲过去送死一样 心神大惊 立刻想止住身形 亏得她轻功心法颇为神妙 还真叫她定住了身形 随即就向一个后翻落到地上去 可哪想她不动了 那紫色剑轮却是斗然快了几分 这粉山女子正想翻身 随即就感到腰间一疼 随后自己的身子 就不受控制地落到了地上 这粉山女子看着自己 那下半身掉落在旁 立刻是一声凄厉的惨叫 奈何声音刚发出一半 眼前又是一阵紫光闪过 那紫色长剑化作剑轮 将其拦腰斩成两截之后 顺势下刺 直接钉穿了粉衣女子的喉咙 而这边 叶文一出手就是香龙十八掌 抗龙游回 逼得那司马相真 连话都说不出来 粉山女子死后 她立刻召回子剑 直接是宁神玉剑 直取司马相真后心的 本以为可以一下结果了这司马相真 不想这魔教副教主 果然还有几分能呢 执意躲过叶文这张 立刻就感觉身后有利剑袭来 只见他猛的一矮身 竟然贴着地面哼一三十多 然后骤然谈起 顺势还往那利剑飞来的方向 敲了一眼 只这一言就是双目赤红 却是正好瞧见那粉山女子的惨状 她倒不是为了同教兄弟姐妹 惨死而生气 而是因为此女 乃是教中圣女神语卿的徒弟 摸教自教主往下是副教主圣女 她与神语卿虽然地位相当 但也是竞争对手 这粉山女子此番随自己前来 已经让她不爽 可更糟糕的是 这女子若出了什么事情 回去之后 神语卿那婆娘估计又要借机 找自己麻烦了 正要大喊一声呢 不想这叶文也是纵身跃气 速度竟比她还要快上几分 脸上更是挂出冷笑 哼 你还有闲心操别人的生死吗 随后距离她还有仗许多远的时候 手指一挥又是一道紫色剑气 杀本面门而来 这紫霄龙旗剑如今是叶文的看家功夫 而且随着她功力强横 紫霄龙旗剑的威力也是越来越强 当初只在三丈之内有威力保证 如今叶文全力施围 便是将剑气射出十丈之源也不是不行 同时这剑气射起来更加迅捷强横 只见叶文手指一点 那紫色剑气已经到了司马象征面前 虽说她侧头夺过了这剑 但是脸颊却被剑气所伤 而且那从自己耳边划过的龙银之声 更是震得她耳朵疼痛 甚至身形都有些摇晃 可惜没能研究出超声波来 否则这下就叫你逝去平衡 心中虽然感叹 但手上动作却没有慢下半分 一剑一剑又一剑 这回刺的司马象真是左夺右闪 若她反应不够 那么便会撞在自己剑气上 司马象真能做到副教主 当真有几把刷子 夺过剑气 就料到会有接下来的第二第三道 立刻是一翻身 凭借自己线下处于的位置 比叶文高 直接倒转过来 直冲而下 同时竖章拍过去 直取叶文头顶 叶文不惊不惧 手上剑气喷波而出 却凝而不发 指尖上骤然凝聚出一道 三尺长的紫色剑气 便如手握长剑一样 随即一招挥风落雁式 那司马象真只见眼前满是剑影 凌冽剑气还未近身 已经挂得她浑身生疼 手上那张却是再也拍不下去 慌张下时立刻变招 身形一转 竟然借着旋转之力 从叶文身旁滑了过去 想跑哪有那么容易 叶文手上拧着的那道剑气 光滑打坐 却使他催食全身剩余功力 又凝出一柄子剑来 这子剑虽然也隐隐成常见姿态 但却是一眼就能瞧出来 乃是剑气缩话 远不如先前暗中凝出的那柄来的真实 更不比当初对付东方圣时 所凝聚的那柄 不过眼下也顾不得众多 手一挥 紫色剑气是硬手飞出 同时呢 另一柄子剑在空中转了一圈后 从另一个方向 吸向了游子落下的司马象镇 看你压得怎么躲 叶文正得意呢 直到这番双剑夹击 定然取了这司马象镇的小命 那想司马象镇突然在空中一翻 那身子又正了回来 同时手上一震 竟显现出一轮万月刀了 同时手掌划刀 陡然在叶文厚凝聚的那子剑上一劈 这柄本来就不是特别凝实的子剑 瞬间被他打散 司马象镇右手也竖起手掌 一道气墙竟然凭空出现 隐约散发着太阳般的炽热气息 叶文从这个方向瞧过去 那从远端飞来的子剑 竟然隐约有些扭曲了 他知道这是因为自己这个角度 恰好需要透过那道太阳般的气墙 而超高的温度造成了这种现象 只听的叮得一声响起 这后置的子剑 虽然没有如先前那柄一样被当场震散 不过剑上光滑也是一阵闪烁 子剑的形体鲜些是被震得分崩离析 此时叶文已经从空中落下 手不抬肩不动 那兵被弹得飞开的子剑 只是翻转了一阵 便随即恢复了正常 随后兜了个圈子 悬在了叶文尖头 夭指着司马象镇 司马象镇此时也落了下来 右手上那如月亮般的劲气 物资没有散去 散发出淡红色的柔光来 不过左手却背负其后 叶文没见到 是才那一伤而似的 如太阳般的气墙 与叶文摇摇相对 司马象镇突然说 叶掌门果然功夫高绝 竟逼得本人使出绝学来应对 此言一出 叶文是暗骂一声 有绝学不用装大半算 没把小命丢了 你就偷着乐去吧你还在这儿秀智商 可惜司马象镇却不知叶文在鄙视的 还在那儿昂着头满是傲气的说个不停 本人自修成这门神宫以来 少有人得见 本教之中便值得教主才能见识 此门神宫的全部威力 至于其他的人 本来这番话的意思是告诉叶文 自己练成这门功夫之后功力大尽 寻常人等连自己三五招都戒不下 更别提自己全力以赴了 他还到这番话能让叶文心生畏惧 却不想叶文挖了挖耳朵 便如阁下试财那本样子 寻常人确实难以见到这门功夫的全部威力 确实他讥讽司马象镇撞过头了 与人搏杀还不等使用自己的绝学 就被人取了性命 一想起试财自己的狼狈姿态 司马象镇也觉得丢人 而叶文这般嘲弄更让他恼怒 哼 又要成那口舌之力 便叫你见识见识 日月神功的威力 好像一直在成口舌之力的是你才对吧 叶魔可是一直信奉动手不动口的准则 不信你可以回头看看 哼 你当我傻吗 还回头 不想话音未落 脑后传来了剑气破空之声 慌忙之下司马象镇立刻蹲下身子 刚一蹲下就见一道紫色剑气从自己头顶划过 这剑气是迅极强横 从司马象镇头上划过的时候 带起的风压让司马象镇只觉得头顶是一阵糊拉拉的刺痛啊 这紫色剑气明明便是叶文的紫霄龙气剑 是才他已经见过叶文以手指释放剑气了 可这道剑气从何而来呀 一阵惊疑 司马象镇在起身的同时迅速查看了一眼自己周围 惊讶地发现自己周围不知何时 飘起了多多紫云来 这紫云稀薄无比 极为不起眼 加上试才与叶文谈话 他根本没注意到这东西的存在 只见对面叶文双手一张 表情骤然一变 司马副教主且瞧瞧叶某这招如何 手掌一震 同时身上腾起一阵紫气 便是连涂气开生时涂出的气息也带有淡淡紫色 随后这漫天躲躲紫云是骤然一阵 瞬间化作紫霄龙气剑气 齐齐往司马针身上刺了过来 这剑气源自这朵朵紫云 每朵紫云都可以化作一道剑气 司马想真是才只是仓促一瞥 已经见到周围四面八方都围上许多紫云了 此时尽数化作剑气 便如几十个野文将其围住 一起施展紫霄龙气剑一样 汗水瞬间挂满他的额头 刚才他已经察觉到 这紫云所化的剑气威力意识不足 虽不比叶文用手施展 但那劲道也非常人可见 奈何自己四面八方都是剑气 连躲都没得躲 只得运气日月神功 左手再次以劲气凝出一道 太阳般的炽热气墙 先将自己周身要害护住再说 只一眨眼 离得最近的紫霄龙气剑 已经沙奔眼前 司马象征挥手以气墙招架 不想这道剑气 才刚触到气墙就骤然消失无踪 司马象征这凝聚好的功力 如同打在了一团空气上 浑身毫不难受啊 而这一瞬间他就明白过来 上当了 心中直到这夸张的招数 根本就是营养辣枪头 不过看着声势惊人 实际上没什么威力 直到自己被叶文摆了一道 心瞎恼怒 他又掌中凝出了一片弯月禁气 便连已经飞到身前的紫霄龙气剑 也不管了 直到这是一道无甚威力的剑气 连自身的禁气都破不了 所以便不管不顾 直接想冲上去 可不想这剑气嗖的一下 从他剑上划过 随即就是一阵呼啦啦的剧痛了 虚实掺杂 疼痛感让他恢复了神志 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叶文这片片剑气 并非都是虚找 就在他忙得团团转的时候 叶文却趁此机会 恢复了不少功力 手指一点 又是一道紫霄龙气剑放出来 同时左手手于腰间 突气开声 抱起全身功力 拾出了紫气动来 这还不算完 一只悬于头顶的那兵子剑 是猛的飞上半空 自上而下 直取司马象征的头顶 司马象征正应对着 一道接一道的剑气 见到叶文先使一道剑气袭来 随后又是全力拍了一掌 立刻用右掌跃行进气 将那先行而至的剑气弹开 弓形左臂 手掌上太阳般的炽热气强 猛的又变大几分 他随后挥起左手 想与叶文来上个硬碰硬 不等二人多想 一声巨响随即爆发 两掌已是碰到一起 叶文身上蒸腾的紫气 尽数集中于左掌之上 然后不停扑向那道炽热气强 其实这般硬拼对叶文并没有什么力处 他从一出手到现在 招招全力以赴 若非回气极快 此时早就趴下了 何况这司马象征虽然叶文不大看得起 但他的功力确实比自己高上一线 只论蒸气强度和数量 叶文根本不占便宜 此番硬拼 若在常人看来 根本就是叶文自寻思路 司马象征也是这样想的 看到面前叶文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是得意地说 竟然和我硬拼 叶长们 活得不耐烦了 接着左手一震 那太阳般的进气 却是又蒙了几分 上面发出的炽热之气 更是隐隐盖住了叶文手上的紫气 甚至枉其上臂蔓延起来 正得意呢 拿料叶文却突然嘿嘿一笑 死气将至 你还有什么遗言 快说吧 晚点就来不及了 司马象征听到他这样说 还到叶文是糊涂了 正想嘲笑一番 拿料头顶上是阴隐作痛 明显是有利刃息来 他慌忙一抬头 却被高悬于空中的太阳 给慌了下眼睛 冬日太阳虽然不强 但骤然一瞧 也是不好受 就趁他这稍稍一冷神 叶文蒙地催起周身功力 把那炽热之气逼退回去 同时是奋起余涌 周身爆发出的劲道 竟叫那气墙上 阴阴显出崩溃之态来 司马象征被这近期一阵 立刻回过身来 同时也瞧清了天上 竟有一柄子剑 凌空向他袭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 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司马象征 以瞧清天空之中 竟然有柄子剑是凌空袭来 此时左臂动弹不得 何况叶文视才那下反扑 闲些把他左手进气 尽数蹦散 他更是不敢收招 就这么片刻 那子剑已经飞到尽前 司马象征匆忙便欲 以右手跃行进气招架 长剑虽说锐利 可攻击点就那么大 司马象征自存 微微运起一些劲气 只要控制精妙 便可将这子剑卸到一旁 可拿想自己右手刚抬起来 叶文却忽然黑了一声 那柄子剑竟然在空中炸裂开来 煞石化作无数剑气 如鱼般坠落下来 完了 见到这般景象 司马象征满眼震惊待至 还带有一丝绝望 只是这些表情和神态 在一秒钟之后 尽数化为乌有 如鱼般的剑气 只在轻刻之间 便把司马象征 刺作一地碎肉 叶文把剑气 控制在了很小的范围里 所带来的效果 就是司马象征身上 每一块肌肉 都承受着 至少十道剑气的光顾 看着这一地碎肉 叶文才算是长舒了一口气 这一战 从头到尾 他都是拼尽全力 最后是凭着 猪般算计 这才将司马象征给杀死 抬眼看了看 高悬天空的太阳 叶文是挥了挥 自己有点酸软的手臂 若非司马象征 抬头被太阳晃了一下 也不会给自己 骤然反扑的机会 所以说 适才那阵交锋 叶文不但将一身所学 尽数发挥 还狠狠动了一番脑子 若非如此 也不可能击败 功力比他高尚一线的 司马象征 抬头看了看周围 叶文发现 四周的鼠山弟子 早和那司马象征 带来的人杀作一团 就这么一瞧 叶文就发现 这群魔教教众 若论个人战力 的确比鼠山弟子 强上许多 好在鼠山派弟子 有真武七杰镇 这个群殴杀器 七个弟子凑成一团 摆开阵势 只要敢闯过来 就将其困在阵里 然后和七人之力 将其围杀 少数魔教弟子 也瞧出了 鼠山派的阵法厉害 其实早在当初 有人尝试闯鼠山的时候 就回报过宗坛 说鼠山派 有一门极其厉害的阵法 如今亲眼得见 不少人也寻思着 把这布阵之人 强行分开 逐一击破 可哪想到这 真武七杰镇是神妙无方 哪怕两个人 也能结成镇市 总是有人凭借无力 把布阵弟子 冲散开来 那么就近的几个弟子 仍旧可以布阵 然后慢慢再凑到一处 恢复七人组合 若是弟子有所死伤 则两组人数较少的人 也会自发往一起靠拢 叶温左右瞧了瞧 发现许多魔教中人的尸体上 都有好几种伤口 显然这正是持有不同武器的弟子 组成镇市的效果 再看鼠山派的弟子 他们的尸体 死状奇形怪状 有身体残缺而死的 有外表不显一状 脸色安详的 还有全程虾米状 捂着喉咙 伸着舌头的 莫非是用毒高手 一闻瞳孔一缩 四下一寻 这不由得让他不小心呢 这用毒的高手 在此等混战中 最是让人头疼 不但杀伤力巨大 而且还会给人造成许多的麻烦 叫人难以发挥全部实力 寻了一圈 却没瞧见这用毒的高手 正奇怪着呢 突然听闻大殿那边 传来了呼和之声 拧头一看 只见大殿房顶上是彩带飘飘 见光四射 正是画一在房顶上与人交手 叶温细细一瞧 画一对面那人 竟然是个精瘦老者 勉想到算得上是不俗 若往那一站 自己不说 寻常人怕是要道一声正道前辈了 但此时动起手来 却瞧得出其来路不正 不但出手间鬼气森森 掌爪翻飞剑 还隐隐有黑气透出来 笑声更是难听至极 与其交手的话一 眉头一直皱着没有舒展开过 同时手上是飘带舞得更急 飘带前端记者的短剑 更是不停闪着寒光 直取着老者身上要害 瞧到此处 本来不应担心 可叶温却隐约觉得 画一脚步是有些亮强 那剑气中许多精妙杀招 都没能施展完全 就被对手轻易破去 这并非是对方实力强悍 而是每每使到关键之处 画一自己就会出现问题 叶温一看便知道 这老头有所古怪 而且芭城就是自己正在寻找的 那位用读高手 否则实在无法解释 画一为何出现异状 再往四下一瞧 只见自己师妹 人都不动 只是食指翻飞 那靠近他周围的魔教教众 就会被无数青色剑气 冻穿毙命 若有谁能够接住宁如雪一道剑气 这位师妹立刻就是束手一番 甩出一朵青色莲花来 这青色莲花便一边旋转 一边发出声音 只不过若那人碰到 瞬间便会爆发出无数剑气 接着就会被其杀死 宁如雪 一直在狂虐杂鱼呢 师妹这儿 看来是暂时不用担心了 她随后又瞧了瞧徐贤 却见徐贤已经没了影子 不知打到哪去 于是她便立刻纵起身形 直扑正殿屋顶 华一瞧见叶文扑过来 立刻喊了一声老爷小心 这老头修炼的乃是独工啊 独工 叶文飘身落于正殿屋顶上 砖头瞥了眼这个老头 只见这个老头跃出梁杖开外之后 也在上上下下打量自己 只瞧了片刻 这老头突然开口 嘿嘿 野长们 功夫果然够绝 竟然连司马象镇 都死在阁下手上 这司马象镇 虽然为人白痴 可功夫还不差的 看来 本教中人 对野长们的评价 还是低了些呀 听闻此言 叶文突然眼皮一条 只觉得情况有些不对 何故一个老者 对本教副教主毫无敬意 甚至说话间 还阴阴透出一股轻视来呢 不知这位如何成活 老夫 乃圣教无形使者的牧使者 老夫姓牧 明 明 蠢 上下打量这个老头 只见其鹤发童颜 面色红润 此时往那一站 山风徐徐吹过 白絮飘飘地 仿若得到告人 原来是五行使者之一的牧使者 叶文想起当初听闻 这五行使者 并非以武功高地为参照 而是根据其各有特长来选择 那肖明便是因为理财能力强横 所以担任了金使者一职 这牧使者看来是擅长用毒物了 牧 算是植物 倒也的确和毒物有关 叶文随口将自己猜测说出来 仔细观察着老者的反应 不想牧春秋是朗生笑道 呵呵呵呵呵 若只擅长用毒 老夫可瞪不上这牧使者一位 何况那毒物 又不仅仅取之于花草树木 近时之毒活物俱多 皆与木无甚关系 哀哀 夜掌门 此番倒是猜错了 老夫擅长用药 不但可以毒死人 也可以治人 所以才得了牧师者的位置 取的乃是枯木逢春之意 到了老夫手上 哪怕只剩一口气 老夫也能把他救回来 言罢他又上下瞧了瞧 暗自握住话一说完的野文 狼声说 野掌门不必废神 老夫这毒物可不同寻常毒物 非是一般人能化解的 原来野文和他说了这许多话 便是想趁机查看话一的情况 只一试探便察觉话一体内 真气紊乱迈向互强互弱 体内更有一股毒劲 是不停的冲突来去 若非话一这几年 在鼠山派秦家修炼 功力大有精进 恐怕早就软倒在地 动弹不得了 野文见着毒镜无法化解 一狠心便将其以先天子气尽数裹住 然后将这部分真气抽回了自己体内 虽然还残有一些余毒 但是对话一已经造不成什么影响了 老爷不要 话一自然察觉到野文的动作 大惊失色就想将手抽回来 可拿想野文捏得非常的紧 根本不给他机会 只是片刻之间 便将那包裹着毒气的真气 抽回到了自己手掌上 同时以真气压制住 不叫其在自己体内蔓延 只片刻之后 就见野文手掌化作一片乌黑 阴阴还发出了一股诡异的香气来 只稍微闻到一点 便会叫人头晕木线 足可见此毒之强横啊 哦 夜掌门这手倒是不同凡响啊 不过 夜掌门如今这样子 又如何与老夫动手 何况 说完他突然手掌一亮 只见上面盘旋着一阵气财斑斓的气劲 这道气劲放若鲜花 放若草木 看起来是好看的锦 便似百花齐访的春天来临一样 可话一他们却知道 这极其好看的气劲 隐含着强横的剧毒 只要稍微站上一点 那也是极其麻烦 难以化解 自己一开始不小心被这老头挂中一下 便被剧毒所扰 十成功力 拾不出三成来 若非叶文及时赶到 怕就是个香消玉云的下场了 这个时候 只听叶文突然笑着说 谁说叶某要亲自出手对付你 对付你这么个使用下三滥招数的老鬼 还不必本掌门亲自出手 说吧 他便盘坐在地 对身旁的花衣说 是才你仗着剧毒欺负叶某侍女 如今自当有叶某这侍女 亲自和你逃回来 话一 这老头便由你来对付 只要不叫这老鬼进了身 同时避住呼吸即可 以你的天魔功和剑气之强横 绝对可以收拾了他 老爷我先运功必夺 说完 也不管二人表情如何 自饥自顾自地运起了先天紫气 同时把那漆黑手掌是横于胸前 一身紫气不停地运行 周身是弥漫起了淡淡的紫雾来 话一瞧了瞧叶文 长吐一口气 借着这呼吸之间 把残存的毒素逼出题外 此时他见叶文如此信任他 更是下定决心 要好好收拾一下这个老鬼 莫要叫叶文使了忘 他手上飘带一阵 前端记者的梁柄短 见是环绕周身一阵废伍 短刃上更是寒光闪闪 隐隐游剑气喷波而出 其眉太一如先前 威力却是不知枪上了多少 见此景象 那沐春秋也是神色一灵 女娃娃刚才还没吃过苦头 又想来找苦头吃了吗 话一文言却不生气 方而是娇笑了一声 哼 稍后不知会是谁吃苦头呢 话音未落 两条飘带便化作灵蛇一样 一上一下支取了沐春秋 这两条飘带上面没带冰刃 乃是话一随手甩出的两条飘带 只见他仿若跳舞般的一转之后 也不知浑身上下哪里藏了这么多东西 一条条湿了出来 只眨眼见 沐春秋眼前就是白茫茫一片 此时他也是宁神戒备起来 是才话一被他打中的剧毒困扰 根本无法随意使用内劲 许多招数根本使不出来 此时才是恢复如常 一出手便叫沐春秋意识到这女子功力不凡 不过这老头也有几分傲气 哼 便是沈雨晴见了老夫也是客客气气的 老夫还怕你这个连毛都没长气的小丫头 这老头虽然知道话一和沈雨晴有些关系 但是具体事情却不知道 见话一面容娇嫩 知道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所以这般出言 一是表示自己很厉害 搅乱对方心神 二就是想要激怒对方 可哪想话一根本不知他这套 随便这老头怎么说 手上招法仍旧从容施展 不娇不造 沐春秋是手掌一番 五指一驱化作抓饰 但见这老头是双爪翻飞 一片彩光闪过之后 这片片飘带竟是细数裂成碎片 而且被那彩光粘到的飘带 好像是烧着了一样 慢慢的竟是往根源处蔓延而去 话一却好似早有所觉 双手手臂抬 一挥那几条断带便整条离手而去 只是这一次飞出去的却是横着飞出 若那沐春秋应付不当 少不得就会被这无数断带给缠住 变成一个大粽子 这还不算完 那两条寄了短剑的断带 更是忽左忽右变换不定 叫人瞧不清楚究竟共享何处 沐春秋是冷哼一声 雕虫小技 双手又是一阵 画爪为刀 当头一劈 竟然闪出了一道斑斓的刀气 虽然不够凝视 却也足以将这迎面而来的断带 尽数劈作两断 而后紧跟而至的两柄短剑 他也是侧身闪过 最后又是一劈 想把这两条也给劈断 不想刚劈中 这两条断带竟然只是一阵 丝毫没有断裂的迹象 沐春秋一击失手 大惊失色 他想不明白 区区两条飘带 为何无法斩断呢 他却不知道 鼠山派自从得了那只天蚕之后 几年下了惊心未养 突出了不少蚕丝了 虽然还不能如叶文想的那样 做出一大堆玩意儿 不过也做出了两套内甲 还有这两条飘带 两件内甲给画衣拧如雪分了 这飘带则是特意给画衣的兵器 他的武功需要兵器相助 若是太容易损坏 战斗力就会大损 不得不弄些好点的玩意儿 所以这两条断带 才是集合了那天蚕突出的 所有上豪思线 迄今还夹杂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总之就是极尽坚韧之能事 莫说是穆春秋这剂手刀 便是拿柄真倒运足功力辟上来 也是辟不断这两条断带的 便在穆春秋一愣神的功夫 怀疑这两条断带被一击之下虽说一阵 可前端两柄匕首却是没有停下的充实 此时这匕首斗然一转 在空中转了个圈 竟然直奔穆春秋身后 穆春秋此时还在惊诧 周文身后传了利刃破空之声 立刻是反手一抓 想要抓住这两柄短剑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哪料到自己挥手一抓顺势转身 竟然什么也没抓到 等到他转过身来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右腿 被画一的断带掺了个结实 而且前端短剑是顺势在自己腿上一滑 带出一条血口子来 得亏穆春秋精通一理 关键时刻微微躲闪了致命一记 不过另外一条断带 却缠住了他的胳膊 直取他的咽喉 又好在慕春秋右手没被困住 立刻是挥爪在那短剑上一拍 显之又闲 躲过了这几杀招 可即便如此 他的一条胳膊和一条腿 也被画一用断带缠住动弹不得 而且这断带之坚韧 生平罕见 他运气功力 也是全然挣脱不得 砖头看了看画一 只见这女子正摇摇看着自己 慕春秋却是突然哈哈一笑 呵呵呵 便是制住自己 那又如何 女娃娃 你可敢过来 有何不敢 画一笑了一声 炎霸士突然向前跃出来 她的轻功造语本就极高 后来成为了叶文婢女之后 又学了鼠山诸多轻功 天魔宫本身对轻功也有注意 此时展开肾法 便是一眨眼便来到了慕春秋面前 慕春秋虽然大惊 但是心下也自以为得计 是哈哈大笑 喝了一声 教你这女娃 见识见识 老夫十一招 无相万毒公 拿料到正要运气毒公 放出一片剧毒劲来 却不想浑身陡然一阵 整个人是猝不及防 险些倒下去 就连周身气筋也受了影响 蒙得被压制的一顿 就这么一瞬间功夫 华一突然是一兜双手飘带 那两柄悬在慕春秋身上的短剑 突然就活过来一样 齐齐一弹 同时狠坑一转 一柄恰好在慕春秋脖颈上划过 另外一柄则重重刺进了 其左大腿内侧 一片鲜血洒出来 把缠在他右腿上的洁白飘带 一瞬间染作纤红啊 原来华一骤然冲上来 为的便是使出那天魔气场 只因这天魔气场 他洗练的不太精深 范围不大 所以得离近了才能使出来 而且突然扑上来 也能叫慕春秋分神 断然不会想到 华一的功夫还有这么一招 结果就因为一招失算 被华一轻而易举击杀了 慕春秋祭死 华一双手一抖 两条缎带瘦得松开了他 然后任凭着老头的尸体 在屋顶上一阵滚动 最后砰的一下 摔在了正殿前头 而华一则是双手一阵轻弹 便好似在演奏一样跃起来 那两条染上了血迹的飘带 竟然也是抖动个不停 然后上面沾染的血迹 也尽数被弹开 不负半点残留于其上 却是这缎带除了制作的时候 做了一些特殊处理之外 华一使的时候也很小心 总会附上一层薄薄的真气 而那血不过是粘在了真气之上 并未真正碰到飘带 所以才会被震掉 将飘带收好 华一又轻浮几下 这东西可是叶文送他的 想起叶文转过头来 只见叶文早就站起身 同时右手也恢复如常 老爷 毒逼出去了 嗯 叶文随手一指 下面一个倒霉蛋 只见一个魔教叫众 浑身乌黑倒在地上 抽搐不停 啊 我直接用紫啸龙起见 包括这毒 宋内人坐了见面礼了 话一见叶文说的有趣 也笑了起来 其实叶文并不具毒素入体 他有紫啸龙起见这门功夫 和先天子气傍身 毒素入体就会被先天子气制住 即便无法化解 也可以以紫啸龙起见的运功法门 将之排除题外 史才说要必读 主要原因是与司马象征 比试的时候 一身争气几乎耗尽 所以干脆趁着档口恢复一下 至于让话一对付木春秋 也是想让话一找回一个高手的自信 他整日地待在山上伺候自己 叶文真怕这挺强的一个高手就此沉沦 至于话一会被那老头杀死 那是不可能的 叶文就在旁边 必要的时候 他完全可以将那紫啸龙起见魔毒板 送给这老头啊 两人站在正殿屋顶上往下一瞧 只见这群魔教众人 已经处于了绝对的下风 不仅仅是鼠山派的真武器节镇 发挥巨大作用 同时魔教这批人的高手 也确实来得太少 导致鼠山派一群好手无人阻拦 尽情虐菜呀 那几个弟子就不提了 宁如雪这样一个大杀气 魔教竟然无人招架 任凭自己师妹在人群里纵横来去 那不就是让自己的师妹 玩那武林无双吗 和歌曹又有什么区别呢 他左右找了一圈 依旧没能见到徐贤 所以他是有一些好奇起来 能叫徐贤没了影子 定然是高手 看来这回魔教出动的高手 便是那司马象征和这牧师者 以及将那徐贤引走的家伙了 就是不知道魔教指派了这些高手 还是说另有高手尚未到达呢 还没等夜闻多想 只见山门那儿突然冲上了一群人 当下一人瞧见这里情况 是诧异地说了句 救人已经打起来了 兄弟们上 岩霸他便一抬头 瞧见站在屋顶的夜门后 立刻冲了过来 同时运气轻功跃上半空 我乃圣教东方护法 向玉田 你便是鼠山夜门吗 此人在空中一报名 夜门脚下踩着的那块砖瓦 便嗖得飞了出去 夜门自己也是一个量枪 先些从屋顶上摔下去 得亏画衣就在身旁伸手扶了一下 这才稳住了身形 我了个去 向玉田能不能不要这么凶残 向玉田这个名字本无什么稀罕 实际上是个很普通的名字 奈何夜门知道一个人也叫向玉田 而那个人强横得简直不像话呀 这哥们武功应该没那么高强吧 此时只见向玉田傲立于屋顶上 双手背在身后 腰杆挺得笔直 脑袋更是微微上扬 俨然一副鼻孔里瞧人的姿态 夜门看了看这位胸台的造型就知道 这又是一个自视甚高的家伙 虽然还不知道功夫如何 不过就这臭皮脾气 应该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哪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都是有些脑残的 东方护法 向玉田 正是 魔教有四方护法 东南西北各一人 但是具体有谁都练的什么功夫 功夫有多高 这一切夜门一概不知 不想今日竟然撞见一个 只看这造型 定然是魔教中有数的高手了 阁下练的莫非是传说中的 道心众魔大法 虽然夜门不停在告诉自己 这位并非邪弟大佬 但是一说起话来 还是没忍住问出这么一句了 那向玉田畏畏错额一下 在下修炼 并非什么道心众魔大法 乃是自己领悟的 昭阳东升诀 昭阳东升 夜门闻言略微笑 前两年 夜谋倒是创出了一套 昭阳仪器剑 此时正好领教一下 阁下这套昭阳东升诀 向玉田闻言 满脸不屑 鱼头剑法 有什么心罕 这位魔教护法 一向信奉伊利亚人 内功高强后 自然是无招不破 到时候再花巧精妙的招数 在自己眼里 不过是戏法而已 所以他这昭阳东升诀 不但霸道强横 而且还有促炼身体之效 此时一运气功来 浑身是隐隐发出了日光 便如正在缓缓升起的太阳一样 夜闻一瞧 立刻就是阎身一灵 一眼便瞧出这门功法的特性 昭阳东升 初时柔缓 慢慢散发出太阳之威势 也就是说 这门功夫属于慢热性 这向羽田话没说几句就运功 怕是想要尽早 让自己功力攀升最高 好一击必敌 想到此处 他也不再多想 手掌一拍 一朵子连月然手上 挥手剑就要搭出一记 天心连环来 可拿想自己还没出手 耳边就传来 自己师妹的声音 师兄 这个人交给师妹来对付 话音未落 一道青碧色剑气 已经从夜闻身旁划过 直取向羽田行我 向羽田瞧了下那青色剑气 哼 本护法 可不会因你是女子 便手下留情 既然与我较手 便做好取死的觉悟 随即不闪不闭 抬手一挥 那青色剑气 就被项羽田一张 扇得消散于空中 可宁如雪 却丝毫不以为意 自是早就知道 这家伙不会这么容易被打败 他纵身从夜闻身旁掠过之后 宁如雪便施展开 天罗帝王身法 但见漫天之中 闪出无数个宁如雪的身影 将那项羽田围在了当中 随后是左一道右一道的剑气 接连不断地释放而出 或取太阳穴或取咽喉 或直取后心 可项羽田却无视着漫天剑气 只是冷冷一笑 吊虫小记 也敢出来献丑 他双手一振 随手竟拍出一片片张影 远处的夜闻一瞧 便好似这项羽田 一下子长出十几条手臂 同时出掌一样 那宁如雪的剑气 竟然尽数被张尽拍散 就这么点手段吗 话音未落 项羽田突然发现 眼前竟然出现一朵青色的莲花了 这莲花是旋转不停 只扑自己身前 却是出招收招的时候 身前显出的空门 恰好被这朵好看的青莲攥了空子 以项羽田的修为 自然察觉出这青莲极其危险 他眼神一凝 立刻要出手将这莲花打散 可宁如雪哪能随他心意 项羽田还没来得及动 宁如雪就心神一动 这莲花是骤然爆裂 蕴寒其间的青莲剑气 直接爆发出来 而且每放出一道剑气 就会带起一阵悦耳之声 无数剑气是几连喷波而出 好似演奏一曲优美乐曲一样 不过这个乐曲 却是能取人性命的脆魂之音呢 宁如雪一招得手 心下得意 身影一转 直接飘落在了叶文身旁 可拿想才刚一落地 剑气散去之后 项羽田却依旧站在原地未动 身上更是毫发无伤 便连脚下的瓦片都没有坏上半块 这般景象 莫说宁如雪大吃一惊 就是叶文也瞳孔一缩 项羽田 微微扭了下脖子 发出一阵轻微的喀喇声 然后便狼声笑了起来 这位姑娘的功夫 有趣有趣啊 不但好听 还能和按摩一样 叫本护法浑身舒坦 不如离开这老十字鼠山派 做本护法的贴身婢女好了 宁如雪文听子言 气得是小脸一正红一正清 自己得意的绝活 奈何不了对方不说 竟然还被人家当做了全身按摩 简直和臭她嘴巴一样让她愤怒 而且随后她还说什么 做她婢女之类的 好不要脸的贼子 便叫你看看本姑娘的看家绝技 项羽田文言 竟是面露好奇之色 这丫头还有什么花样 只见宁如雪周身青涩一闪 竟然喷勃出无穷青涩见起来 随后这些剑气不断往宁如雪 那微微有些距离的双掌之间聚拢 但见这剑气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同时隐隐凝成了一把青壁色的长剑出来 叶文刚才一听宁如雪那话就知道 她是要出那一招了 只是那一招宁如雪练的日子并不长 而且以她的功力并不能完全使用 此时见宁如雪宁神聚气 她立刻出声 师妹 你这招还没练手 莫要乱用 宁如雪却不言不语 只是宁神运功 不多时 手掌尖的青壁长剑显出了形态 却如那真正长剑一样 与叶文那子剑颇为相似 只是一轻一子而已 她如今的那招 正是叶文创出的那剑御剑之术 本来叶文能够自如玉石子剑 仗的是紫气天罗气场和释放离体的剑气形成呼应才能控制自如 宁如雪却是不同 她真气本就控制自如 后来发现功力强横之后 即便是离体的剑气也能和体内剑气呼应 便以此理论同样达到预见要求 只是控制范围比叶文那个小伤了许多 同时宁如雪因为功力不弱叶文身后 拧出一把青剑之后 浑身功力也会足胜无几 所以宁如雪一般不会运用这招 只是今天被那项羽田刺激之下 什么也不管 直接把剑寄了出来 是要以此遇见绝技 杀了这个家伙 宁如雪手中青剑一成形 本人竟是微微有些弃喘 却是功力消耗太大 好在这门御剑术 主要是凝聚常剑的时候消耗进气 预示起来倒不怎么费劲 威力强横 全看凝聚弃剑时使了多少功力 此时青剑已成 宁如雪坦眼一望 也没说话 手上也没什么动作 这青剑变好似明白了主人意思一样 嗖的一下离手而出 直取那项羽田 响羽田来得晚 没见到叶文和司马相真动手 所以并不知道这门功夫 只是见到宁如雪 竟然以真气放出剑气 然后以无穷剑气 凝成了一把 与真剑一般无二的器剑 眼中流露出了几分心上来 不过他倒是没有太过在意 只觉得这和寻常剑气 也无甚差别 至多就是外形上颇为独特 同时速度威力强横些罢了 微微一侧身 他让过了这条路线 可是话才说一半 却见那青剑竟在空中一转 稍微调整了一下 又奔自己而来了 这个时候 他是手掌往腰间一拍 随后一抽 刷了一声 竟是抽出一柄软鞭来 向羽田手腕一抖 这软鞭是斗然挺的笔直 如同一根短棍一样 直接砸响了那柄青剑 宁如雪这柄剑 并不如叶文那子剑来得凝实 若不是一身剑气凝聚起来 比叶文方便 他也拾不出这门功夫 所以这青剑 轻易不敢叫人打中 剑到向羽田一边砸过来 这青剑在空中 地溜溜一转 十分灵活地躲了过去 同时剑尖一牛 又向向羽田后腰射去 正要继续和那青剑玩耍的 向羽田陡然察觉 后面又是一阵破空之声 只凭感觉他就明白 这后来的剑气 比那青剑可要强横许多呀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 史上第一掌门下一张 向羽田手中那根做短棍用的软鞭 是陡人一扫 先是避开那青剑 然后他躲开来 顺势一转身 软鞭直接抽中了一柄紫色长剑 一柄紫色的 向羽田正惊察呢 只见那被抽中的紫剑 被他软鞭扫中之后 在空中一个翻转 剑刃荡向空中 流出了那光滑流转的紫色剑饼 以及那剑饼上的一朵紫色莲花来 向羽田还没反应过来 那剑饼上的莲花 竟然借着紫剑一荡一甩之下 落了下来 看起来是轻飘飘的 竟像向羽田连上落了过去 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威力 可他却不敢小觑 先前宁如雪那朵青色莲花 骤然炸开的效果 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谁知道这朵紫莲 会不会也是这样呢 正攻行全身一方爆出一堆剑气 拿想这朵紫莲并没有炸开 同时莲花旋转之下 竟然在即将碰到向羽田的时候 突然一转 直接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此时蕴含于其间的劲道 才是爆发而出 向羽田只感觉到一股炽热劲气 冲过自己的护身劲气之后 直接冲进了静脉当中 好在他的功法属性也是炽热无比 直接把这点热劲给化解了开去 叶文见向羽田中招 立刻是招呼一声宁如雪 一同攻击于他 这个时候可不是谈什么江湖道义的时候 使才宁如雪和向羽田过了几招 叶文就瞧出这家伙功夫强横 不是个好对付的主 不但比使才被杀死的穆春秋强横许多 便是那司马向真也比他差了不少 护法护法 这护字此时被向羽田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用什么护 不外乎就是强横的无力 宁如雪现在虽然算不得顶尖高手 但因为功法特殊 战力也不弱 寻常人不可能这般轻易接下那几招 这向羽田却举手台族间就把这些杀招一一给化解 叶文一剑就知道 这次才是真的遇到了强敌了 惊惕之下也就不再让自己师妹一人对敌 立刻运起功力使出自剑 然后与师妹联手合计起来 此时正殿房顶上就值得他三人 因为魔教又来了许多援兵 话一早就跃下去帮助淑山派弟子了 本来淑山派在应付第一波进攻的时候 损失并不算严重 一百来名外门弟子也仅死了二十来个 伤了七八个 剩下众人即便有伤也都是小伤 眼看着要把来犯魔教中人屠鲁一锦 哪知道又杀出来一群人 淑山派诸多外门弟子毕竟缺乏经验 此时竟然是起起一愣 被这群魔教中人趁势冲杀一阵 撞散了好几个阵法 并且是趁机杀了好几个淑山弟子 叶文剑底下战局有变 只好先叫话一下去应付 以他的武功杀杂兵还是没什么难度 而他自己则和宁如雪合力对付着项羽田 只见叶文猛的向前一跃 同时手掌一翻 一道紫帘便出现了 这还不算完呢 这握着紫帘的手又是一收一放 手掌上又拍出了一道紫色龙头 但见这紫色龙头大张龙口 摇着一朵紫帘 竟直取向了项羽田 这却是叶文先使出了一招天心连环 随后又拍出了一张降龙十八掌 两道劲气相连 后劲推着前劲 直扑项羽田行我 若这下被打得失了 叶文笃定即便这个项羽田的护身气劲 真的是强横无匹 也定会被他打得吐上几口鲜血 项羽田也失得厉害 此时见叶文这掌竟然推出两道劲气 脚下一震 马上迈开步子 同时身上长衫骤然一股 浑身热气更盛 随后便是双拳同时祭出来 只听的是轰然巨响了 四道劲气冲撞在一起爆发开来 项羽田也文齐齐月后无数步 只是叶文几步之后能够从容站定 而那项羽田却不得不顺势一翻身 用手一撑 身形才猛的停了下来 好好好 这样打才有趣 腾在半空之中 项羽田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同时身形又是一阵 身上长衫竟然是寸寸碎裂 那许多碎成一片片的长衫才刚一离体 就被周身炽热尽气烧成了灰烬 本护法好久没有全力以赴了 岳掌门和尊师妹足以自傲 这话说的当真狂妄无比 奈何叶文却被那骤然爆发出来的 一阵热浪吹得是呼吸一致 同时只见项羽田跃到空中 把衣衫全部真烂露出了精壮的上身 抬头再看 隐约有种看见两个太阳的错觉 只只一眼 叶文就知道这项羽田的功力 已然催到极致 他那门朝阳东升觉 此时已经被运势到了巅峰 自己能不能打过这家伙 就看能不能接住他的招式了 至于为何是他姐 那还用问吗 无论如何 他也不可能叫宁如雪 去接着声势浩大的一招的 见项羽田一边缓缓下落 一边催逼周身功力 立刻他也运起了全身功力 叶文没有运势什么强横招式 只是把那兵紫剑召回了身边 然后将仙添紫气催食至极 感觉体内紫气是奔腾不止 叶文竟又在手边拧出了一柄紫色气剑来 宁如雪一见叶文这番动作 立刻惊呼出声 师兄 那招你还没练成 顾不得了 若不用出此招 今天树山派就完了 宁如雪也知道叶文说的没错 但叶文早就对他说过 那招并非是叶文摸不清运势门道 只是因为眼下功力不够 若强行使用 只会给自己身体造成创伤 甚至一个弄不好 他就会因为功力消耗瞬间而死 想到此处宁如雪无比心叫 手一抬就想用轻剑去偷袭那项羽田 哪怕能够略微消耗他点也好 可不想轻剑一过去 项羽田根本不理不睬 直接是双拳一抡 带起了一阵强横拳风 便如那千斤大锤一样 直接把轻剑砸作了碎片 师妹 不要浪费气力 快将你剩下的剑气输到我体内 助我完成此招 这般做太凶险了 管不得那么多了 宁如雪见叶文心意一绝 只得跃到叶文身后 双掌一拍 体内剩余剑气时 尽数顺着双手送进了叶文体内 他这一阵 只以轻剑和项羽田交手 所以多少恢复了一些 此时剑气送进叶文体内 与其先天子气两相配合 骤然便爆发出了强横威力 叶文本来还想凝聚第三把子剑 此时得宁如雪之柱 凝聚剑气这部直接就剩了 完全借着宁如雪的青色剑气为引 然后不停以自己先天子气 来充实这道剑气 最后在身边凝聚成了一柄又一柄的气剑 只是倾刻之间 叶文周围竟然出现了一圈的气剑 但见这些紫色气剑当中 隐约透露出一阵阵清光 显出乃是二人功力聚合下的产物 叶文左右一瞧 只见周围已凝出十几把气剑来 便按道一声 项羽田看你如何借老子这招万箭绝 心念一动 但见许多气剑是骤然腾空而起 直奔项羽田而去 叶文只觉得此时浑身经脉油若撕裂一样 体内真气更是锁剩无几 看看止余下了一丁点在经脉中缓缓流动 这个时候 莫说使什么招法 就是动动也是极为困难 不过好在诸多气剑已经凝成 不需要多加耗费功力就能调动 叶文只一抬头 这十几柄子剑便若得了号令一样 奇奇一转渐渐 遥遥指向正在下落的项羽田 此时我功力好尽 再无余力不知其长 好在这招万剑局虽然没完成 但却不怕对方能够闪光 心念极此 十几柄飞剑是起起飞出 只才一离开叶文丈许 这十几柄飞剑竟然骤然爆发出磅礴剑气来 每一柄子剑在飞行同时 都会带出来十道剑气在其周围环绕 同时每道剑气又是旋转不停 却是越飞越快 十几柄子剑夹杂在几百道剑气里 只一眼望去 但见叶文身前一大片的轻壁无尽剑气 铺天盖地杀向了天上的项羽田 项羽田在空中运势轻功缓缓落下 同时将弓形全身 把一身功力催到极致 此时正好叙事完毕 一招就要轰出去 没想到叶文竟然使出这么一招来 便见着铺天盖地的剑气杀过来 将自己周围一大片范围全部笼罩期间 根本是避无可避呀 剑壮他立刻双手成长往下拍击而去 只见他手掌上骤然爆发出烈阳般的劲气 阴影间手掌上好似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太阳 散发着无穷热力 随后便从天而至 只扑叶文所在 奈何这热劲还没飞多远 就被奔杀而至的许多剑气四座碎片 于空中消散的一干二净 项羽田一剑大惊是色 却没想到这无穷剑气竟然如此强横啊 叶文在底下瞧清自己的万剑爵 破了项羽田的热劲 心下也略为一宽 只期待这招也能破了项羽田的护身禁气 直接把他干掉 只这么片刻功夫 无尽剑气已经冲到了项羽田身前 项羽田见自己招数轻易被破 无奈值得是运进不渝周身 期望护身禁气能够扛住这剑 这眨眼间但见空中剑气纵横 紫光轻盈闪烁不定 咬人眼目的同时 金铁骄明之声不绝于耳 正点之下的鼠山派弟子和魔教教众 早就忘了打斗 而是抬头看着这绚烂无比 却又恐怖至极的景象啊 声势虽然惊人 可这对拼却难以持久 当叶文仰头看上天上情况的时候 光滑渐气尽数散尽 却见项羽田仍旧完整如初 这家伙竟然可以凭借护身禁气 应接我这招 叶文正想说一句羞意 不想那项羽田突然脑袋一歪 直接倒头栽了下来 啪大一声 项羽田摔落在了正殿屋顶上 砸烂了无数瓦片 随后咕噜噜的就要从屋顶上摔下去 叶文健壮才知道 项羽田虽然身形完好 但被那么多剑气和子剑轰在身上 其所蕴含的强横尽力绝对不好受 此时不是震死了 那就是震晕了 还好还好 此招倒也不是无效 只要这家伙没了战力 书山派今天就算包住了 哪想这话还没对自己师妹说呢 那滚到一半 眼看就要摔下去的项羽田 突然伸手在屋顶上一抓 直住身形 此人依旧没死 也没有昏厥过去 诗才只是被无穷剑气震伤 有点恍惚 所以才会狼狈如此 不过那么一个大招轰在身上 项羽田也绝非完好无损 真气和经脉被强横的劲道所伤 也不说什么了 身上也并非如诗才所见般完好 刚才瞧不出异状 不过是剑气太过丰锐 划过之后初时瞧不出问题罢了 但是稍过片刻 只见项羽田用力指住自己身形的这条胳膊 肘然爆出无数血化来 同时一条条伤口显现出了自己的猙獰面目 项羽田也是扬天长吼一声 皆因这用力胳膊上传来了无数痛苦 仿佛是小刀子不停在刮他一样 喉声未完 但见项羽田身上也骤然出现了一堆堆的伤口 因为刚才这番摔落的撞击和用力 浑身好似开了无数个喷泉一样 喷洒出了无数血化来 直接把一个威武的汉子 染成了一个红艳艳的邪人 见到项羽田这般模样 叶文终于是把悬起来的那口气送了开来 只一看就知道项羽田绝对没有再战之力了 摆平了这个家伙 也就基本上稳住了局势 心神一松 叶文就感觉浑身乏力 脚下更是一软 鲜些坐倒在地上 宁如雪在旁边 慌忙伸手扶住他 师兄还好吗 叶文本想抬手说句没事 哪想这手臂好似灌了签一样 沉重无比 难以抬起来 甚至两条手臂上的经脉 更是活辣辣刺痛无比 皆一宁如雪的剑气无比丰锐 宁如雪是仗着由红线蛇王胆改造过的经脉 才承受得住 自己可没吃过那玩意儿 被宁如雪的剑气在自己体内转了这一阵 却是体内经脉十条上了七八条 其中便以两臂经脉受损最为严重 皆因叶文凝聚子剑都是通过手臂经脉完成 宁如雪的剑气在里头是窜行了好一阵子 叶文也没做什么保护措施 没直接废了这两条手臂 已经是因为宁如雪剩余功力不多 这才没让叶文双臂毁掉啊 不过即便如此 不好好休养一阵 也休想能够恢复过来 同时这段时间里 叶文不能再随便和人动手了 也就是说 今日一战 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出手 师兄我怕是不能再和人动手 师妹 你先调戏一阵 然后去驻众弟子杀爹 此时因为项羽殿的惨状 魔教教众士气大跌 被鼠山派弟子趁机搬回了局势 同时一口气是杀掉了好多魔教教众 再加上这阵大战之后 鼠山派弟子已经渐渐适应了这种搏杀 争武七节阵是用得更加顺手起来 先前鼠山派弟子还需要和七人之力 才能发挥最大战力 若不小心被人冲散 那么威力会下降好几个档次 但如今众多弟子越大越是明武辞阵中的惊讶 即便被冲作梁三人一起 依旧可以完美将真无其节阵的威力发挥出来 这样一来 魔教众人那是压力陡增 却是更加招架不住了 局势渐渐又往鼠山派这边倾斜过来 宁如雪见到这种情况 知道自己只要再加上一把力 那群魔教妖孽 定能尽数诛灭在本派当中了 师兄 你呢 我便坐在这儿 谁又敢上来和我过不去 叶渐适才那招声势过于害人 魔教中人见了无补惊骇 哪敢来和他较阵呢 至于项羽田 那个血人此时虽然没死 但已是出气多 尽气少 即便丢在那不管不顾 稍后应该也会死 不过出于谨慎其间 叶渐还是嘱咐了一句 去给那项羽田 补上一剑 宁如雪瞧了下项羽田 点了点头 可才一起身 就见项羽田 竟然抬起头来望向他二人 本护法 竟然摆在你手上 不过那招果然强横 相谋自问拾不出来 阁下虽然仗着师妹相帮才是出 但能用出来也算是阁下本事 就不知叶掌门使才那招 换作什么名字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 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项羽田倒是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想做个明白鬼 若是一个高手 连自己死在什么招下都不知道 也着实有够握呢 叶文见项羽田已是将死之人 便直接告诉了他 这招换作万箭绝 乃是我鼠山绝血 可惜 叶某未能炼成 还未炼成 尚又如此为是 那若是炼成了 可惜项某 再也无缘得见 可话音未落 只见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屋顶上 同时手上一挥 一阵香风吹过 项羽田身上的血尽数支柱 随后是一阵娇媚之声 对他喝了一句张嘴 项羽田一听这声音 就知来者是谁 将嘴一张开 就感觉到一粒丹药入了口里 这丹药是入口即化 便做一股清凉之气流入五脏六腑里 蚊扬起他周身被重创的经脉脏腑 他这边觉得舒坦 叶文却是大惊失色 眼前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女人 不正是那个魔教圣女神雨晴吗 跪脚还真是看得起我树山派 不但来了副教主和牧师者 四方护法中的东方护法都一并来了 属尽竟然连圣女也亲历 叶某是不是该觉得万分荣幸 沈雨晴瞥了叶文一眼 却是风情万重 寻常男子见了这一眼 怕是要被勾了魂去 可惜叶文却瞧出了 这一眼中严寒的杀意 只这个发现 就会叫人什么念想都断了 何况他现在与对方 可是不思不休的敌对局面 更加不敢胡思乱想了 见叶文神色不变 好似浑然不受自己影响 沈雨晴是娇笑说 你掌门年纪不大 但武功搞强定力过人 难怪我那不成奇的徒儿 会被你迷住呢 说到此处 他往底下一瞧 恰好于正在一剑气沙地的画衣 对上了眼睛 师父 画衣愣愣瞧了瞧 站在正殿屋顶的人 突然双目阴线赤红 立刻瞥下眼前的喽啰 运其轻功 就跃到了这屋顶之上 然后与沈雨晴遥遥对峙 乖徒儿 看你现今这模样 依旧没被野章们收入房中吗 莫非叶文嫌弃我这徒儿 若是这样 不若叫本夫人将其带走如何 画衣愣是我属胜之人 为何要跟你走 至于你 也别想走 叶掌门 眼下都这样了 你如何留得住本夫人 嗯 眼下叶掌门好像连抬手的力气都没了 不知你凭什么留下我呢 话音未落 人竟然突然消失不见 众人只觉眼前一花 沈雨晴已经跃到了叶文身前 随后是速售一番 直接一掌往叶文胸口印了上去 此时在场众人 叶文功力耗尽动弹不得 宁如雪也才刚恢复一点气力 话音虽然功力所剩许多 可是却差了沈雨晴太远 此时反应都来不及 众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沈雨晴 一掌拍在了叶文胸口上 只听扑的一声 这掌看似没什么威势 也没用上什么力气 如同情人间打情骂巧闹着玩似的 可叶文却绝不会这么想 他只觉得一股纯粹无比的阴柔进气 透涕而入 直取自己脏腑 尤其最近的新房 若被这股阴柔进气碰到 怕是会立刻化作碎肉啊 沈雨晴知道这掌 定然叫叶文毙命 可拿想一掌之后 叶文竟然毫无动静 随后只见叶文冷笑一句 沈夫人的大礼 在下不敢收 还是还给夫人吧 此话已出 沈雨晴历时知道大事不妙 好在他轻贡无双 身形一下就消失不见 在看到的时候 已经跃回了项羽天身旁 可他终究是跪得慢了一步 只见那张洁白如玉的娇艳容颜上 出现了一道清晰的血痕 虽然没有流血 但是红红一条 叫人一眼便能望见 沈雨晴摸了下脸颊 只觉得那处火辣辣的疼痛 心中更是暗恨 原来叶文察觉到 沈雨晴一掌 打进自己体内的一道阴柔劲气 奈何体内真气 止于丁点 根本无法阻止 情急之下 竟让他想到了一个法子 便是按照西星大法修炼原理 将丹田内真气尽数散去 形成一个类似真空的丹田 然后就可以将别人的真气 吸进自己体内 当然西星大法还有许多别的口诀 形成一个真空丹田 不过是基本要求 可这一点对叶文来说 已经足够了 此时情况紧急 也来不及多想 叶文立刻把功力散到了境外当中 叫丹田呈现出了一片真空来 叶文久练气功 这丹田早已形成惯性 那便是将体内真气尽数收拢其中 此时半点真气不存 自然就会自动去寻找真气 好收归回来 叶文只需控制自己的先天子气 不被丹田抓住就好 这丹田寻不得真气 自然就抓包了神与晴 打进体内的那道阴柔劲气 不过神与晴的阴柔劲气 叶文也不敢让他九寸体内 毕竟非自己所有 且属性和自己功夫路子也大为不同 所以借招说招 同时他运起了功力 把这道阴柔劲气从丹田中抽出来 一路按照紫霄龙气剑的法子 将其制成剑气 用口舌喷了出去 这道劲气阴柔狠辣 形成的剑气竟然也秉承其特点 不但不见踪影而且悄无声息 若非神与晴功夫够高 为人够警觉 这下子就能要了他的命了 用完这法子 叶文立刻把真气送归丹田 否则丹田久空 要不了多久 自己这身功力可就尽数废了 不过如何对付神与晴 已是大大难题 眼下在场中人 竟没有一个可以应付这老药婆子 正郁闷着呢 突然听到山门那边 又是一阵喧哗 叶文听了心中一灵啊 知道是魔教援兵又来了 那沈宇晴轻轻一笑 对叶文说 我圣教大军傻倒 你小小鼠山派还不覆灭在即 神与晴话音一落 没来得及说什么 只见山门那骤然跃出几个人影来 其中几人身上服饰是无花把门 兵器也是千奇百怪 但这几个人都不停用手中兵器 招架对面那人常见 但见对面那人 只凭一人之力 收上常见幻化 无穷见影 逼得这几人是不停的后退 沈宇晴远远瞧见这边景象 脸色登时一变 皆因被杀的人 都是他圣教中人 而那出手之人 他也认了 可不就是蜀山派 那考中了状元的大才子徐贤 叶文见了也是大喜啊 本来自己还奇怪 徐贤怎么这么久不见踪影 是否被某个魔教高手 引到无人处暗害了 此时见他 便知道即便有人引走徐贤 此时也定然被自己尸地给杀掉了 这还不算完 只见徐贤一见 结果了一人性命 随后剩下几人是再也招架不住 被徐贤顺势连出一十三箭 取掉了他三人之性命 徐贤早已将这套剑法练到极致 莫说一箭杀三人 便是真有九人站在这 他也可以一箭杀之 此时十三箭使完 不但三人兵器尽数落地 脖子上也多了一条细细血痕 至于生机早已断绝 徐贤杀了几人之后 运气轻功 直接于空中一转方向 奔着正殿就来了 顺手还挥出三箭 使得乃是太阅三清风的路数 直取浑身血字的项玉田 他并不知道这个家伙是谁 不过看到此人浑身血字 身受重伤 定然没有挥手防御之能 而且他还和神玉晴站在一起 那就绝对是敌人 既然是敌人 那么还是杀了最好 若放跑了他 以后说不得又是麻烦 徐贤打算的挺好 加上项玉田被神玉晴点住了穴道 虽然止住了血 但是此时也动弹不得 好在他在魔教中担任要职 神玉晴不能白白砍他送死 所以徐贤这招 他虽然不能应对 可是却被神玉晴出手拦了下来 神玉晴如今一身悬阴真功大成 一身阴尽 无比精准 功力不但已经恢复 而且还要更进一步 此时招架徐贤长剑 竟然兵器都不用 只那仙仙素手在徐贤长剑上一拍 一道进气便顺势自张上派出 把那长剑拍得是寸寸碎裂 徐贤也是大吃一惊 没想到神玉晴的功力 竟然已经强横如斯 好在他反应神速 撒手就弃了长剑 没叫那股劲气传到自己身上 同时是抱起功力 手掌连拍 把这些碎成一片的剑刃碎片 拍了回去 直谱神玉晴和项玉田 而自己则借着一拍之力 于空中又是一转 越过了神玉晴和项玉田之后 落到了叶温身边 接着就转过头 看看自己那招究竟有何成效 哪想自己一回头 就看见神玉晴 冷笑地看着自己 势才那漫天碎剑 竟然全数不见了 诶 师兄 这神玉晴 如何破了我那招漫天话语 叶温瞅了瞅自己师弟 这师弟真行 明明随手使的一招 还脱口按了个名字 那妖妇随手一挥 以浑厚真气 破了师弟这招 原来神玉晴 见漫天结实碎片 虽然自己可以躲过去 奈何项玉田动弹不得 所以便运起周身功力 玉手一挥 一片纯阴真尽是喷波而出 这些碎片被一股进气扫中 立刻化作飞灰 消散空中 再难见踪影啊 而那时徐贤还在空中腾着 自然见不到这般景象 这老妖婆 功力竟然到了这个境界 看来是将那门玄音真功 练到极致了 沈宇晴 看到叶文 看向画衣 她笑着说 你猜得没错 本夫人已经把 从画妖头那儿得来的 阴气尽数炼化了 不但修为更进一步 这身近气 也比以往不知强了多少 你们觉得 今日还能从本夫人手上 还生吗 一边说着 左手一挽云绣 露出几根纤细的青葱玉纸 先指了指叶文 随后又指了指徐贤 你们几个 今日一个也逃不掉 至于你那丫头 将你带回去 给教宗兄弟做个玩物 也是不错 免得浪费本夫人 这么多年的苦心栽培 正说着呢 她突然觉得 脑后有掌缝起来 沈宇晴立刻 回首一张拍过去 本以为这下定会 叫那偷袭之人 吃个苦头 却不想自己一转身 却不见半个人影 随后那掌缝 竟又向自己 后腰处袭来 这股掌劲 阴阴含着一股 炽热之气 沈宇晴 只被掌缝压到 便已觉得 十分不舒服 哼 在本夫人面前 玩神法 不自量力 话音未落 人已无踪 不但沈宇晴 不见了影子 连一只跪坐在地上 不曾动过的 项羽田 也不见了踪影 叶文转头一瞧 只见沈宇晴 立在了离原来 至少两丈多元的地方 同时一条 粉红色的身影 在空中是 陡然一转 竟又向沈宇晴 扑杀过去 沈宇晴刚一站定 见这影子 竟又扑了过来 心中不眠一惊 她暗自寻思 这什么功夫 身法之讯及 竟隐约不在 本夫人之下呀 束手一挥 只听到啪的一声 随后那粉红色身影 便发出一声闷哼 倒飞而退 支退了三丈 才看看站定 沈宇晴却没什么动作 依旧站在原处 她虽然觉得 对方长进炽热 可功力却远不及 自己浑厚 只适才队长之时 自己旗下之处略微一振 不过真气一转 豪一壮 她也就没有在意 此时二人分开 并且静力不动 众人这才瞧清 那粉红色的身影 竟是一个穿着 粉红裙衫的年轻女子 其相貌之娇美 竟丝毫不再修炼了 玄音真功和天生魅骨的 画意之下呀 沈宇晴见了这人相貌之后 眉头一皱 却是不识的 这女子究竟何人 也未曾听过 鼠山派有这样一个人 莫非是别派高手 得了消息前来救助 那么有多少人 还有没有人 而一旁叶文 乔青来人之后 惊得是连出了一声 一开口便说 东 那个 东方姑娘 本想喊东方兄弟 但见其一身群衫 便立刻是改了口了 本来 鼠山派几个人 还在寻思 此人是何来路 此时 叶文一开口 便醒悟过来 来者何人 宁如雪 就近低声 还问了句 莫非是那东方圣 只有徐贤 未曾见过东方圣 转头瞧了瞧叶文 嘿呦 原来是师兄的熟人吗 然后上上下下 打量了一下这女子 但见一身粉红 容貌绝美 气质不俗的大美女 转身对叶文 问了个好 师兄 你可真是 美丽无边啊 这句话说出来 叶文显现 喷出一口老血 心中暗骂起徐贤来 我了个去 我可没想过 和一个二姨子 发生些什么 然后便 瞪着自己的师弟 呵斥了一句 师弟莫要忽乱说话 这位东方姑娘 那是青龙会 绘筑东方椅的女儿 此时东方圣 已经走了过来 先是瞧了瞧叶文 然后又上上下下 打量了一下徐贤 先是离得远 他还以为 这也是个鹦鹉女子 离得近了 才瞧清 这是个地地道道的纯爷们 便在这个档口 只见山门那边 又是一阵沙发之声 叶文立刻转头一瞧 便见一群魔教教众 慌慌张张 往山上跑来 本以为又是魔教的援兵 不想随后是寒沙生大骑 一群身着鼠山派 外门服侍的人 不停出现在山门那 当先一人 叫小玲珑 双手刀光 闪烁不定 正是那黄荣荣 他仗着功力强横 杀起这些小喽喽 见之如同砍瓜切菜 而且他修炼的一身 八荒六合 唯我独尊功 霸道非常 若见前面几人挤成一团 那就是一掌派过去 这一掌下去 就能瘦割几个人头啊 徐贤见到黄荣荣 是极为开心 尤其是黄荣荣领着 至少三百来号鼠山弟子 鼠山派这场危机 已经算是化解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 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张 鼠山派这些年苦心经营 外门弟子也收了几批 一些弟子一城离山之后 哪怕不去鼠山安排的地方 赚钱谋营生 也大多会留在周围 这几日 有些江湖中人 不停往鼠山派赶过来 他们总会有所察觉 所以便是三三两两 邀喝同门之后 一样陆续往鼠山这赶过来 如果魔教进攻 在晚上一两天 这些弟子 怕是会齐聚山上 到时候 几百人将阵势摆开来 魔教便休想 轻易将鼠山灭掉 魔教正是知道这点 所以进攻的时候 想来个突袭 同时把鼠山派弟子 给隔绝开来 分而兼致 但是千算万算 就是没想到 黄荣荣和徐贤这一变数 徐贤在一开打的时候 的确被一个魔教高手 引了开去 只不过这位兄台 低估了徐贤的轻功 同时也告顾了自己 还没跑出多远 就被徐贤是运气轻功赶上 一阵快见给赐了个透心粮啊 他本想顺势回山 突然想起鼠山派在山下 还有不少弟子 自己不若冲出去 将这些弟子集合起来 然后领人再杀回山上 这魔教攻山之局 自然化解 他想得到 旁人自然也想得到 黄荣荣在外头转来转去 收拢了不少赶来的 鼠山派弟子 然后又跑回鼠山县 找到了岳山标局的人 这标局里 可有不少鼠山派弟子 众人会合一处之后 齐齐往山上杀了 路上又收拢了不少人 等到了山脚下 果然碰到了魔教的组兵 魔教本以为放上几个高手 就能阻挡这群乌合之众 哪想黄荣荣压根没回来 若值得他一人还算不得什么 毕竟魔教也曾考虑过这个可能 可恰好此时 徐贤杀了下来 问都不问 直接联合黄荣荣把那高手杀了 然后便与众人一起 往山上杀去 有徐贤和黄荣荣 两个高手开道 这群人自然是一路即行 若非走到半山腰的时候 撞上了一批魔教之人 怕是早就杀回来了 不过此时也不算晚 沈宇晴奔到自己这群人一到 鼠山派最后这点抵抗力量 立刻会徒崩瓦解 可拿想鼠山派 竟然又多出了一股胜利君了 本就不敢张扬而来 人数不多 此时领头的几个高手 死的死伤的伤便只剩沈宇晴 一人无事 但他情况再好 也架不住几百好人一起围攻 再想到青龙会的高手也到了 不知还会不会由正派高手陆续赶到 想到此处 一是升起了离去的心思 转头又看了下 鼠山派众人 沈宇晴冷笑了一声 算你也闻命的 随后一挥袖子摔出一条飘带 把那项羽田缠住之后 立刻往山门飘去 他身发极快 众人又宁神戒备 怕他突然偷袭 可拿想这女人一见苗头不对 立刻闪人 一点都不犹豫 反叫众人有些措手不及 只不过他心下愤恨 落下的时候 瞧见一个鼠山弟子 手挥巨大众箭在魔教弟子中冲来伤去 干掉了不少的人 他瞧出这是叶文侵传弟子之一 便就是想杀了他出气 借着下落之势 一记无声掌 直取着郭靖后信 他一做出这动作 叶文等人是惊呼出声 奈何离得太远 加上环境嘈杂 郭靖根本听不到 而且正在全身杀敌 自然瞧不见身后情况 得亏身前不远处的南公子信 突然大声示警 就这一声寒叫 郭靖只当是某个魔教弟子偷袭 回手就是一箭砸过去 他这柄玄铁重箭 本是九箭线的兵人 这柄玄铁箭极重 寻常人便是拿都拿不起来 此时权力抡起便和抡一块石头一样无意 还没砸到对方 恐怖声势就叫对手胆寒 沈玉晴也没料到这柄巨箭竟然恐怖如四 仓促之下 只得变换身形夺过箭矢 同时使出寒阴值在那巨箭上一点 一股阴寒禁器透过巨箭 直冲郭靖经脉 这寒阴值全凭那家禁器商人 沈玉晴一身阴柔尽气 威力强横 一般高手只要瘦得一只 那就是静脉寸断而亡 不过他没料到的是 玄铁非凡铁 本身就有许多特异之处 自己这只点过去 大部分阴寒禁力都被玄铁箭给瘦了 郭靖所承受的功力 实不存异 只是内息一致 宣吉是没了异状 郭靖见着女人也没什么厉害 直接抡起左拳 就打在了沈玉晴小腹上 沈玉晴本以为自己一致 定然可叫这小子毕命 可拿想对方不但没事 反而还能挥拳反击 意外之下 竟叫郭靖打了个正招 而且这一拳 尽力十分古怪 自己的护体尽气 竟然是遮蔽不住 一阵不停旋转的尽力透体而入之后 爆发开来 静气炙热猛烈 竟然隐隐有肝肠寸短之感 叶文的徒弟竟然这么厉害 沈玉晴先前已记无功 然后又被郭靖一拳 打得腹中绞痛 直到这个使用巨箭的小子 乃是恋无奇才 心中惊惧 同时全力催起了清宫 立刻是跑了没了影子 什么先杀几个鼠山弟子 让叶文恶心一下的事情 是再也不敢想了 郭靖一拳 打得沈宇晴狼狈而逃 自己也是莫名其妙 男公子心却是冲到他面前 满眼惺惺地问他 这一拳是什么路数 瞧了瞧这个师妹 郭靖是一脸纳闷地说了句 这不是师父教的庐山生龙霸吗 师妹你没学过吗 此事暗下不谈 战局已经基本明朗 他二人在这说话 也没有魔教弟子打扰 正说着呢 叶文几人已经跃了下来 直接冲到郭靖面前 上上下下 打量了一下他 叶文瞧了几下 突然说 静儿 莫非你有过什么奇遇 没有啊 那刚才怎么回事 原来适才 郭靖两招逼走沈宇晴 几人在上面瞧的是清清楚楚 本来都以为郭靖此番死定了 可哪料到会有此番变化呀 堂堂魔教圣女 玄音真功练到最高境界的沈宇晴 居然被连先天都只是 看看摸到门槛的郭靖打跑了 这事情说出去 怕是江湖中人 无人敢信啊 正琢磨不透呢 东方圣却突然开口说 你诗才 打中了沈宇晴的什么地方 他们在屋顶上 只能一席见到沈宇晴 被郭靖打中 却瞧不见位置 郭靖指了指自己旗下 呃 呃 这儿 东方圣一剑 焉然一笑啊 哼 原来是这样啊 本以为那下没能伤到他 不想竟然借着你的手 伤了他了 此话已出 众人更加莫名其妙了 哼 我与那妖妇队长的同时 左手是拍出了一道暗箭 本来以为可以暗算到他 拿下这劲气 却被他护身征气给阻住 根本伤不得他半分 直到是无功而返 哪料这位 他出的那圈刚好帮了忙 把我被其护身劲气阻挡的暗箭 给送了进去 东方姑娘 那这暗箭是怎样的暗箭呢 哈哈 我打出的是一道绣花针般的暗箭 因为细小 所以不易察觉 这道契紧 是东方圣回家后 见丫鬟绣花时想到的 既然绣花针能轻易穿透布皮 那么将针器压缩成针状 是不是也可以穿透这护身针器呢 今日遇到神与晴 见其武功强横 便拾出来这招 拿料当时却是时辰大害 不过还好 最后还是见了其功了 此间事了 话说两头 神与晴下山之后 仓皇逃出好远 然后便寻了个隐秘之所 开始运功疗伤 这一运功 他便发现了异常 这股进气 应该是东方家的粉衣女子所谓 二者同出一缘 毫无二致 他可不认为那食物山派的小子 会懂得东方家的功夫 本夫人神功出城 尽力还不能收放由心操控自如 否则哪会吃这个亏 沈宇晴想明白了关键 气愤自己竟是被对方给吓跑的 以时间愤怒难当 好险将一旁打坐的项羽田给派死 等本夫人巩固神功 断不会叫你们这群小贼糊主 转头瞧了下 依旧在疗伤的项羽田 沈宇晴冷横一举 反正过段阵子 那群小贼就会攻打本教总坛 那时候再收拾他们 随即他便卷起项羽田 直奔海边而去 那里早就安排好了接应的船只 现如今赶回总舵 把这东方护法的伤势治好 那才是正经啊 魔教攻打鼠山派失败 而且损兵折将的消息 很快被叶文放了出去 而直到此时 青龙会的信件才送到叶文手上 叶文拆开一看 是冷笑一举 这东方蚁还叫叶某派人南下救助玉洞派呢 他就不晓得这般救急信件应当快点送达吗 若魔教真的攻打玉洞派 等本派人到了那儿 恐怕玉洞派早就出名了 此时叶文在自己房里倒不怕别人听的 宁如学文言也是皱起眉头 这青龙会的会主 不至于这么糊涂吧 华一却在叶文身后 一边捏着叶文的肩膀一边说 许是东方会主将我鼠山派离得太远 即便有心也无理相帮 所以这封信不归一丝一丝罢了 有这个可能 其实他还想到一个可能 那就是东方蚁根本是故意不上心 若是玉洞派被灭了 他会更高兴 若真是如此 此次围剿魔教 还得小心这个老家伙暗中下半子 叶文虽然不至于真的就下定断言 东方蚁不是个好东西 但是因为东方圣的事情 他多少对这老头印象大将 何况这东方蚁从未掩饰过自己 争雄武林的野心 而凡是有这般野心的人 多少倒有些腐黑 即便不予以此手段害人 却也要防止旁人害了自己 掌门不同于独行下 做独行侠 你大可以光明磊落坦坦荡荡 但做掌门 即便真的想做个君子 对于这些龌龊手段 也得有所了解 不畏失用 但畏低一方啊 叶文随手把这信件烧掉 然后挥了挥手 你们且先出去吧 我要运功疗伤 二女从叶文房中退出来 宁如雪仍旧一脸忧色 半个月了 师兄伤势却全然不见好转 而且一身功力 也只恢复了不到一成 没关系的 陈大夫说 老爷强使万剑爵 伤了经脉 后来又强行 催食了一股阴毒禁气 这人度二脉 乃是极其重要所在 其经拔脉 救赎这两条最为重要 此番又伤了韧脉 自然不会如此轻易恢复了 宁如雪也不是不懂这些 只是师兄伤势始终不见喜色 终归有所担心 而且他又怕叶文自己着急 反倒伤势不容易恢复 此时却从叶文的屋里 传来了声音 不必担心 这声不碍事的 感到宁如雪和画一脚步远去 叶文这才长出一口气了 随之捂着自己胸口叹了一句 这悉行大法果然无愧于武林邪功 自己不过按照第一句口诀原理运势一番 就吃下如此多的苦头 想到这儿 他甚至暗中庆幸了自己最先得到的基本秘籍中 没有这悉行大法 否则当时急于提升功力 自己还真不见得能够抵御住这门功法的诱惑 专心席练此功的话 恐怕以这个世界的各种进气的技巧过来看 自己吸不了多少就会被各种阵气折磨得痛不欲生啊 难怪这个世界里神庙功法层出不穷 却少见可以吸人功力的法门 而那悬阴真功也不过是吸取一点男人的元阳来提升功力 能吸取华一功力也只是因为童元罢了 他又想到了天山派的兵破寒功 以内门功法之强横 真是谁碰谁死啊 想那人大教主一身功力当时罕有 吸了左盟主的寒冰真气 不也被冻成了一根冰棍吗 集合数人功力才将其化解 这李璇寒静怕是比左冷禅不知强了多少 估计也不用化解了 吸了就当冰雕了 胡思乱想一阵之后 叶文随手从枕头下摸出一本薄薄的书册来 这本书册他本来想抄写之后妥善收好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合适弟子再做传授 将书册在自己面前摆好 上面清清楚楚写了几个大字 太极神功 本以为这门功夫用不大上 可如今看来却是需要这门功法帮忙了 这本秘笈乃前写时召唤出来的 叶文初识还很兴奋 可是仔细一想 鼠山派上下似乎无人能练成子宫啊 虽然鼠山派是道家内工作根基 可是功力深厚如他 宁如雪还有徐贤都有了合适功法 并且修炼到相当的境界 此时再换似乎有些不大合适了 而诸多弟子则刚刚才开始洗炼高升功法 这个时候气质改练同样不大合适 这门太极功法也不以提升内力为常 反而以阴阳变化 乾坤相辅相成为其中惊讶 说白了就是想练成这门功夫 你内力不够深厚 绝对练不到家 若内力深厚在练习 那才能真正发挥这门神功的威力 叶文体内受的伤虽然重 不过以他先天子气的神庙 倒不至于难倒他 只要他潜心休息 三个月内即可恢复 可眼下鼠山派还要准备出征魔教 他若不能在短期内恢复实力 对于鼠山派的士气 也是一种巨大打击 所以叶文有了这太极神功相助 就会大大不同 这神功忠正平和 话说他的先天子气是以我为本中正平和 而这门太极神功所需的阴阳变化之气 便是最好的辅助 只要得了这门法觉 让自己先天子气可以变换阴阳 进行针对性治疗 再配合先天子气本身的强大预伤能力 应该只要半个月不到 他就可以恢复原本状态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史上第一掌门 下一章 就在他养伤的这段日子 竟然是无巧不巧 不但奇经八脉全部打通 而且因为先天圆满 真气冲撞之下 把原先体内数条阻塞的地方 也给一并打通开来 此时他只要心念一动 真气便可以在瞬间 达到自己任何想要达到的地方 感觉自己真气忽然在左手上盘旋 忽而又到了足底 念头一起 瞬间又回到丹田 他当真是随心所欲的劲啊 如果是这样 自己的先天子气 怕是又要占上许多优势了 若是如此 那万剑爵也许真的可以施展出来呢 那万剑爵自己无法施展的原因 便是真气不够 恢复速度 也赶不上消耗速度 而现在应该是可以尝试尝试了 他正坐在房里 话一是突然探头进来 见叶文坐在那儿 才走进了屋 手上端着一碗热粥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叶文只是一瞧 鼻子一吸 止不住的口水 是差点把他给呛死 老爷 吃些东西吧 您这五天都没吃东西了 叶文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对呀 五天没吃东西了 我竟然还省完弃足 丝毫不虚弱 也不觉得饿 莫非 我避古了 叶文突然开始怀疑自己 到底是在练武 还是已经跨进了修针的行列 哪想到刚要起身 就觉得头晕目眩 眼前刹那间变得是一片漆黑 整个人更是往后一倒 栽在了床上 话一这一看呢 是吓了一大跳 把手上的瓷碗连忙放下 立刻跑过来查看叶文的情况 却见他睁着眼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哭笑着说了句 哎呦 饿得没力气了 见叶文这样子 话一也是笑了几声 伸手把叶文扶好 让他靠坐在床上 然后回身将热粥端回来 一勺一勺喂给他吃 叶文张嘴把热粥吃下肚子 只觉得是一阵暖流 滑入胃里 浑身舒态 几天不吃东西 人若是骤然吃太多 容易暴毙 所以需要先吃些流食 来恢复肠胃的功能 此时热粥下肚 正逢师妹也走了进来 叶文想到自己神功忠于大成 不再有何顾忌 突然是脑瓜一热 一把拦住话一拗如雪 就想做些什么 当然 事实上他什么都没做成 毕竟是大病出狱 而第二天早上 宁如雪一醒过来 看见叶文躺在他身边 立刻是满面通红 跑了出去 叶文见他走了 便继续运功调理起来 如今他伤势刚好 却又因祸得福 若不尽快巩固这番好处 拖得久了 怕是好处全非 现在他经脉坚韧 同时又有扩展 真气运行起来 更加无所顾忌 再加之经脉全通 只是半日功夫 他以身功力不但恢复到巅峰 而且还比以往更强上了一些 站起身来 稍稍拍了几下 这几掌都是他练得极其熟练的 绵掌功夫 手上好似随意挥动 浑然不见实力 可是却见院中树木 不停抖动 叶文手掌所向 便是一阵刚风扫过 那些大小树木是抖动不停 若是夏秋时节的话 怕是要掉落不知多少树叶了 叶文几掌打完之后 受功而立 左右瞧了瞧 已经对自己如今的功力 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倒不是说他内力突然暴涨 而是因为周身经脉打通 自己调动真气的时候 不似原先那样还有消耗 如今随意一掌 即使全身真气随行而动 随后他又以指带剑 使了几路剑法 没有特意调动真气 随意挥洒 可即便如此 手指也出来了阴阴剑刃破空之势 看来自己现在也算是草木飞石 皆可为剑了吧 使了几招普通功夫 叶文本想再试试那几路厉害招法 只不过若在这儿就有些不太妥当 万一一不小心把师妹的房门或窗户给拆楼 那可怎么办呢 所以左右瞧了瞧 自觉身体也好了许多的叶文 直接转出了院子 向后山而去 来到绝笔之前 抬头看了看这处都窍山壁 叶文感慨万千 当初自己需要费尽全力 才能上去的绝笔 如今在他眼里和一个小小台阶也没什么区别 从那曲折小径而入 叶文入了这绝谷当中 一抬眼便见到那寒池 依旧平静地散发着自己的冷气 同时几年下来 这寒气周围又生出了一些小寒果 叶文瞧了瞧 倒是没有去采摘 而是任凭这些小寒果慢慢生长 等长得多了 必要的时候再来采上几个 随后他直接进了那山洞里头 此时洞里的寒气对他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他甚至不需要特意运工抵挡 先天子气在体内自行流转 那寒气已是奈何不得他半分了 走到赤红果面前 这果子倒是又红了些 不过仍旧是那样 一看就知道没熟 同时上面的清果也越发少了 如今只余下几颗而已 可就是这么几颗 死活也不肯掉下来 看来越往后 这果子便越难成熟了 他伸手往果树上摸了一下 隐约能感觉到似乎有一丝丝的温热之力 在果树上缓缓流转 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不过他宁肯相信是因为神功大成 自己的感官愈发敏锐 能够感觉到以往发现不了的东西 他一边在枝叉上轻轻抚过 一边感受着热流流淌的方向 野文的手慢慢来到了一个清果上头 只见这清果已经是周身轻壁壁片 显然其中热阳精华已经被抽取一空 眼看着就要掉下来 野文手指才刚一碰 就感觉到其中蕴含的乃是阴寒之力 难见阳热之气 正寻思着果子是不是要落地了 就见那清果微微一颤 直接是滴溜溜掉在了地上 看来我是真能感受到这精华尽情 哪怕是植入的 将清果拾起来 如今这韩拳全员 也已经对自己练功无神必义 这清果更是如此 拿回去之后不是给画一 便是给黄荣荣 将果子揣好 野文又在洞中转了一圈 然后演练了一下降龙十八掌等功夫 这些功夫的威力 也确实是大有提升了 紧接着他又把玉剑术顺势施了一番 他发现自己如今念头一起 一柄紫色长剑就能在自己身边任何位置形成 并不需要太多时间准备 到时候万剑决一出 怕是魔教教主也能被轻易诛杀了吧 野文看着环绕身边的十来柄紫色长剑是狼声长笑啊 笑了一会儿 他直接从绝壁上跃了下来 不想刚一落地就见到东方圣站在自己面前 同时脸上也显出了惊讶之色 东方圣眼下一身粉红色的群衫 怎么看也不应该以兄弟相称 所以野文现在见面都是喊他东方姑娘 反正东方圣如今相貌身形都与女子无异 若喊东方兄弟反而更早人注意 野长们原来这绝壁之上另有乾坤啊 东方圣抬头瞧了瞧 在这儿实在是瞧不出上面有什么 因为角度关系 若非越上半空 断然瞧不见上面有个平台的 野文回头瞧了瞧绝壁 突然感慨万千 这绝壁几乎就是自己功力 能够在不到十年之内达到如今境界的最大功臣 这是我鼠山派最要紧的所在 原来如此 这样的话我便不上去看了 原来东方圣本想运起轻功上去瞧瞧 不过野文既然如此说 他也就不好硬闯 这句话却是让野文想起 如今鼠山派地位越来越高 江湖中前来拜访的人也越来越厉害 这绝壁对于功力不足者固然是一道天前 可是对那些功力不俗的人根本算不得什么 自己确实应当加强一下这儿的守卫了 这几日 叶某伤势缠身 才刚刚恢复 怠慢了贵客 东方姑娘 莫要怪啊 东方圣不言 反倒瞧了瞧 野文突然开口说 野长们 你知道在下的情况 却还以姑娘相称 难道野长们觉得 我是一个女子吗 野文上下瞧了瞧 东方圣 付肥一句 你都穿女装了 还要我喊你兄弟不成 不过面上却是笑着解释 哈 东方姑娘 你竟然练了那凤凰涅槃神功 那儿又听了玉清子前辈之言 相必我已经知道 阁下已后悔 嗯 我晓得 不过那是在第七遍之后 我可不知道 我能不能熬过去 野文见东方圣 隐隐对那假死状态 又显畏惧之色 说话间也毫无底气 盲是开口说 事在人为 只要抱着一股坚定的信念 再困难地看 也是跨得过去的 却是叶文害怕东方圣万念俱灰 又想自我毁灭了 有了这般念头的人 一般都会陷入疯狂 那时候 在江湖上再搅起一阵腥风血雨来 叶文也免不了遭罪呀 东方圣听到叶文鼓励 脸上终于显出一丝笑容来 先前满面的阴晦之色是骤然消散 好似漫天乌云散去 映出了一丝光芒来 多谢叶掌门的鼓励 叶文见东方圣终于不再一副 我要死了 我很不爽 我要暴射的阴雨模样 这才是稍微松了口气 刚涂一口气出来 突然见到一片雪花落下 见到下雪了 叶文突然说 东方姑娘所在之地 怕是很少见到下雪吧 嗯 偶有下雪 也是小雪 这帮鹅毛大雪 倒是头一次见呢 嗯 如此 叶某带你去一处地方 看看这绝美的雪景 想来东方姑娘的心情 也会好上许多 说吧 走了几步 回头一瞧 东方圣就在不远处跟着 但见脸部轻移 双手更是在身前轻轻捏在一起 再加上一身粉色衣裙 便如那大家闺秀一般无二 谁能瞧出此人 原先竟是个男子呢 来到自己最喜欢的那处所在 叶文指了指前面那巨大的石头 那上面 乃是一处绝佳所在 只是山风有些大 不过想来以东方姑娘的功夫 应该不会在意 说完当先始处进宫 本人已经站在了石头上 正要去喊东方圣呢 不想一回头 东方圣已经站在了自己身后 东方姑娘的轻功 倒是当今一绝啊 倒是叶掌门的轻功 比当初又强了许多 莫非那日叶掌门故意相让 他可不知叶文是刚刚有所突破 所以轻功又有精进 直到当初与叶文鄙视轻功的时候 对方故意弄得有些狼狈 好让着自己 叶文也不知怎么解释 只是尴尬一笑 然后挥手一指 但见漫天鹅毛大靴子空中飘草而下 隐隐约约的 还见到底下的密林 慢慢盖上了一层白色银桩啊 只有东方圣还在想着 他不答 莫非是真的故意让我 冬去春来 新年一过就算是春天了 虽然天气还没有完全转暖 仍旧是一片严寒 但是按照原本约定的时间 鼠山派上上下下也开始准备起来 准备出发赶往青龙会 然后出海围剿魔角 这些日子里江湖上发生了几件大事 其中鼠山派遭到魔教偷袭 却反将魔教来犯之人尽数剿灭 还杀死了魔教副教主司马向珍 五行使者牧使者 以及重创东方护法项羽天一事 被江湖各路豪杰市广泛传送 更有人盛赞鼠山派 真不愧是这几年最初凤头的门派 果然实力强横啊 鼠山派的这次胜利 大大提升了正道群雄的士气 不过现在好像士气提升的有些过头 不少人都有些盲目乐观 认为所谓的魔教不过如此 只要正道群雄杀志 这老石子魔教立刻就会土崩瓦解 好在正道的群雄几位领袖人物 还没那么糊涂 惠心禅师和天一阵人 在得知鼠山派遭到魔教偷袭之后 第一时间就是清宫高超的弟子 带着书信询问鼠山派的情况 他们想要根据鼠山派的损失 来推测魔教实力如何 而因为这一问 进而引申出了第二件大事 鼠山派掌门叶文 在与魔教护法项羽田一战中 伤到了经脉 后来又被魔教妖女神雨晴偷袭 所以伤势严重 虽然保住性命 但一身功力受到影响 也不知何时才能恢复了 好在除此之外 鼠山派似乎并无伤亡 不但叶文的师妹师弟毫无问题 就连一些知名的弟子也没受损伤 想来围剿魔教的时候 这些人应该不会缺席 这些消息全都是从禅宗和天道宗流传出来的 根据可靠人士所言 鼠山派业掌门很可能不会参加到这次的围剿魔教的盛举当中 即便是伤势恢复较好 去的时候应该也不会冲到第一线上啊 这个消息其实也是因为会心禅师和天一真人想要故意迷惑魔教中人 所以才放出的消息 身子好了 吃得饱了 精力充沛的叶文 整天就寻思一些喜闻乐见的事情 可惜宁如雪这些日子十分警惕 丝毫不给叶文机会 每次见到他都会保持距离 不叫叶文给抓到 这些时日叶文总是提要把亲事给办了 可是宁如雪反倒是有些害怕了起来 每每顾左右而言他的就把话题给转到了一边 待到今日叶文是抓住机会把他死死抱住 口中更是说 说不得他今天就要先上车候补票了 对于宁如雪的不解 他自然是埋在宁如雪耳边解释了几句 这下是把宁如雪羞得立刻想往地上钻呢 可惜被人抱得太紧 躲都没法躲了 正笑闹着呢 徐贤突然从院外走进来 一看到这般景象立刻笑着说 哟哟哟 师兄 师姐 自从徐贤有了自己的独院之后 已经很少回来 他整日忙着和黄蓉蓉腻歪 自然不会出现在叶文面前了 可今日却不知怎的这么晚还跑了回来 原本徐贤住的那房子 如今已经让给了画衣 画衣收拾过后 便将徐贤没拿走的东西单独放在了一个小屋子里 徐贤是随手指了这屋子笑着说 嘿嘿 取点东西啊 你们继续继续 说完便进了小屋子一阵饭腾 便在外头也能听到里头一阵乒乓乓的乱响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史上第一掌门下一张 等过了一会儿 灰头土脸的徐贤钻了出来 一边拍着身上的灰尘 一边笑了笑 嘿嘿 没想到东西放那么里面呢 徐贤刚出来的时候 宁如雪还挣扎了几下 不过叶文始终没撒手 此时抱着宁如雪便问道 师弟 你回来找什么了 将手上东西晾了晾 只见上面赫然写着 纯阳至尊宫几个大字 叶文看了也是被吓了一跳 感情自己抄露的那份纯阳至尊功给了徐贤之后 他就这么随手放在那儿了 啊啊是啊 皇儿的功夫都练到一定程度了 我准备啊 把这套功夫传给他 以他现在的修为 借助寒池清果 应该可以直接练到小城 南宫皇在蜀山这几年 一直勤修剑法 内宫虽然进境很快 但终究不如其他几个勤修内宫的弟子 所以一直没有学什么高深功法 直到如今 徐贤才觉得南宫皇可以修炼他这门绝学了 而这门密集 因为自徐贤练成之后就没人修炼 他自己也没太在意 就一直丢在了原来的屋子里头 叶文目瞪口呆看着徐贤在那书册上吹了两吹 吹其厚厚一大片灰尘 接着拎着书册便时时然走到自己面前 师兄师姐 你们准备何事成好事啊 这话一问 叶文立刻笑着说 快了快了 本来我想这几日就操办 奈何如今各大派都忙着准备那围剿魔教的事情 此时大婚 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啊 叶文想让宁如雪风风光光嫁给他 奈何如今这局势 想要风光的大半婚事似乎不太可能 那么就只能等到魔教之战结束之后 再来好好操办一番了 哦 这样啊 徐贤点了点头 然后昂起头 不知算了些什么 怎么 有什么不好吗 啊 我在寻思 是不是应该把我这事也给解决了 荣荣年纪也不小了呢 而且我也快到尔利了 啊 是啊 我这年纪也不小了 又过了一年 叶文距离那三十大官又进了一步 虽然自己练就高深武功 不出意外的话 寿命比寻常人长许多 外貌变化也不会太大 可是自家人之自家事 骗得了别人 那可骗不了自己啊 徐贤走后 叶文又露出了自己大灰狼的爪牙 只可惜他也只会吓唬吓唬宁如雪罢了 宁如雪若不点头 他根本不敢越雷池半步 只多就占点小便宜而已 所以每每第二日 他总会如此感慨 真是失败 禽兽不如啊 而此时的天山之上 李玄手里拿着一幅书信 然后对坐在下面的正庭说 魔教偷袭蜀山派 不但被蜀山击退 还死了副教主司马相真 五星使者中的牧使者 亦是毙命当场 你如何看呢 正庭没有回答 而是看了看对面的李真 两人在派里关系算比较好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 他们俩可是穿一条裤子的 对于掌门李玄的问话 他们俩事先并没有准备 此时眼神交流一番之后 这才回答 此乃我正到群雄之喜啊 是吗 李玄冷冷一笑 话中的疑问清晰可闻 正庭李真只觉得是浑身寒气一阵躁动 却是被李玄的气势压迫得不得不运功抵抗啊 冷冷瞧了瞧这两个师弟 李玄又说 最近江湖有传言 熟山派叶文身受重伤 师弟你觉得 叶掌门的伤势会有多重 一说到这儿 正庭眼中是闪过一丝得意了 不过明面上却说 此乃我正到之损失 叶掌门重伤 想来那围剿魔教圣局 已经难以参与了 你是这样想的吗 难道不是吗 正庭指导叶文中了自己的悬兵离火魔宫 暗进潜伏体内 如今与魔教高手大战之下 定是那道暗进发作 否则何故副教主会死在他手里 而随后他又会被魔教护法所上呢 定然是叶文功力深厚 先前暗进没有爆发 等到他杀了魔教副教主 正在疲惫之时 暗进才显现出来 那什么项羽田 不过是趁机捡了便宜罢了 哼 什么君子监 还不是招了老子的道 任凭你功夫通玄 也抵挡不了本人的魔功 只要再过些日子 他一身功力尽费 这鼠山派便等于成了无头苍蝇 如何受使 自然随我信也 正庭心中得意呢 对面的李珍仍旧不说话 而李璇却是一副看戏的姿态 瞧着二人 说实话 对于叶文重伤之事 他是不信的 他更愿意认为 是两个老家伙 故意放得丰盛 迷惑魔教 他并不是对叶文的武功有信心 而是单纯对两个老家伙的了解 才让他有了这般判断 不过看了看那信件 叶文竟然能连杀魔教数名高手 这功夫想来又是有所进步啊 他手腕一抖 那张白纸立刻一振 随后一定 进而化作一片亮晶晶的碎片 消散在空中 见到李玄这一手 郑婷和李珍不子爵 咽下了唾沫 对于这位掌门师兄的功夫 他们除了佩服 就是畏惧 一手寒劲能够使到这般境界 同样修炼寒功的二人 自然知道 这需要多么高的悟性和毅力啊 也正是李玄这强横的功力 所以这二人才不敢在李玄面前 表现出半点不敬之色 等到李玄完全不见踪影 二人才敢齐齐呼出一口气来啊 三师兄 你说掌门师兄 是不是对我们有所怀疑了 李珍见李玄走远 这才是慌张的走了过来 他在天山中排行第六 郑婷则排行第三 李玄是大师兄 只不过他们这辈的天山弟子 除了他们 其他的都死光了 郑婷是想了想 最后不确定地说 师兄定然是有所察觉 否则当日在武林大会上 不会故意说要提前离去 反而在暗中灌注啊 想起那日 郑婷就是一身冷汗 他本来以为自己这番行为 定会惹得李玄大怒 哪想随后李玄 不过随口几句 就把事情忽略了 好像全然不在意啊 这就有点让郑婷 摸不着头脑了 李珍想了想 不确定地说 师兄 你觉得 大师兄是不是和咱们 一样的想法 不是没这个可能 咱们二人为了让天山派 成为武林中最顶尖的门派 使出这般手段 本也不算稀罕 那天道宗和禅宗 当初不是爷这般做的 才得到了如今地位 只要咱们能够成功 天山派 绝对可以立于武林之殿 大师兄 也一直想要天山派 成为武林中最顶尖的门派 这一点 咱们并不冲突 只不过 大师兄似乎 没有下定决心要云呢 说到这儿 便没有人再说话了 左右瞧了瞧 他们生怕有人暗中偷听 对了 那鼠山派的事情 上次你说鼠山派 可能和灵徐子 那老鬼有联系 师兄 我是四处插访了一番 最后也没插出来什么 而且鼠山派 似乎只有那个叫徐贤的 懂得一些灵徐子的功夫 徐是以前收的弟子吧 这件事情 让正庭也很是头疼 奈何始终查不到 有用的东西 与叶文交手的时候 也未从他身上 察觉到半点 灵徐子的影子 李贞也只能说 那个老鬼 无故跑来我天山 却撞破我等好事 希望那老鬼 没把事情给说于别人 哼 那老鬼中了我权力一掌 定然命不久矣 而且都过了这么久 也没见谁要揭穿你我二人 想来是来不及告诉别人 就一命无虎了 师弟不要担心 只是要小心那徐贤 很可能为那老鬼报仇 嗯 师兄说得及时 二人谈话间万分小心 却始终没有察觉到 谈话的屋子的顶上 竟然坐着一个人 正是天山掌门李玄 屋中二人的对话 清清楚楚传入他耳里 而李玄却不负平日之高傲 潇洒 反而皱起眉头来 寻思其其中利弊 事到如今的确应该有所决断 是如师弟一般靠向那一方 还是坚定地站在正道一面呢 手掌一翻 一团璀璨 冰晶鱼 手中凝聚成了一个圆球 翻转了一下 倒是啥是好看 更引你闪出了七彩霞光来 那悬兵李火宫究竟如何练成 难道只能如三师弟一样修炼悬兵李火魔宫吗 李玄思考个不停 此事暗下不表 再看叶文这边 他正看了看手上薄薄的书册 翻来覆去看了半天 只能是无奈地说了一句 坑爹呀 手上这门功夫倒不说多烂 其实确实不差 堂堂四条眉毛帅哥的绝学 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让叶文叹气的 问题是这门功夫极其简单的理论 拼的就是眼力和反应速度 说白了 只要你反应速度和眼力够快 那么没这本秘笈 你照样能练成此门神功 反之就无法练成 给你秘笈也没用 仔细想想当今武林中的几位高手 禅宗会心禅师 天道宗天衣真人 练的都是手上功夫 自己这两条手指如何夹住对方的拳头 那怕不是一个唯命题 而天山派李玄考的是一身精纯寒气 那玩意儿一全力萃使出来 怕是可以比你刚出师时的冰河大招了 他可不认为自己能够夹住寒气 何况寒气这东西 一碰就把自己给冻住 再看青龙会的东方仪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唯一能够对付的似乎就是北剑门的人 不过要是让北承烟全力施展剑法 漫天剑气皆可伤人 自己能不能靠近都是问题 何况夹住对方兵刃又如何 除非这套功夫中暗藏尽道 直接夹住对方兵器的时候 还能顶住对方身形 可惜了 不行 随后他又无奈地翻了翻两页 只得是无奈宣布这门灵犀意志 对自己作用着实不大 就看看以后的弟子有没有需要吧 把灵犀意志口诀记下来 叶文随即便将东西收好 若说自己弟子中能够练成这门功夫的 估计也只有李逍遥了 找个时间把这门功夫传给他就好了 能不能练成就看他自己了 站起身来 叶文在派里又转了两转 弟子们仍旧在努力练功 而宁如雪这几日却不见踪影 估计是那天自己毛手毛脚吓着他了吧 画一呢倒是就在自己身边转悠 不过他总想先证了师妹的名分 再来考虑画一的事情 许是考虑这么多年师妹一直陪着自己 即便是这种事情 也得讲个先来后到的好 徐贤这些日子也不见人 黄荣荣倒是跑来了几次 不过都是帮徐贤拿东西 这个小丫头现在简直就和徐夫人没什么两样了 徐贤的大小事情都由他来帮忙 而且时不时两个人还四处转转度个小蜜月啊 自己的几个弟子如今则在拼命地练功 因为即将出海征讨魔教 那是当今武林中最大的胜据 闯荡江湖的人哪个不想在此等大事中处处风头 即便最大的风头肯定会有那几个人出 但是小漏一翻脸那也是好的呀 何况这些弟子还背着鼠山派的招牌 多杀些贼人帮自家门派撞些声势 那也是好的 岳宁和周芷若先不谈了 徐贤这些日子也没在江湖中乱走 而是专心留在山上听从师父教导 如今他的阴阳捣乱刃法已经炼成 也伴随阅历增长 不停完善着这门功法 叶文时不时还给他出出主意 反正如今徐贤功力又长 即便以剑矢刀招 威力也弱不了多少 所以有时候虚招也可化石 实招又可变虚 叫人更加琢磨不透 徐贤发愤 南宫子欣则是静静在旁伺候 这个南宫家的大小姐 一点练功的自觉都没有 宁如雪不看着他 他就到处乱跑偷懒 不过看他这架势 估计是想专心做徐贤的夫人 以后老老实实相夫教子了 而郭静应该算是几个弟子当中最平静的 以前如何过 现在还是如何过 每天起来先给师父师叔们道声早上好 然后略略活动吃点饭 随后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闷头练功 这个弟子是鼠山派中最勤恳的人 而回报便是他的武功一直在温步提升 从未遇到过平静这个难题 李逍遥则是最不勤奋的那个 不过这个弟子悟性很高 各种武功瞧不了几次 不需要细细讲解就能领悟通透 若是在详家讲解 除了功力不强火候略差之外 那招数简直就和叶文亲手所使一般无二啊 此时叶文寻找机会 把那灵心一直口诀讲与他听 这个六弟子居然只听一遍就记得清清楚楚 叶文随后寻到几根枯枝 与三丈外将枯枝振成一寸来长的小木条 一条一条往李逍遥身上扔 但见李逍遥手指飞舞上下 木条尽数被他夹住 最后几个则是以灵犀意志中的公敌手法 将其一一点落 这一套功夫显得是极为顺畅 好似禁饮此宫多年一样 这让叶文也对李逍遥的悟性甚感惊诧呀 逍遥啊 你功夫还是这样不错 可是体重怎么还没下来 本来这灵犀意志使出来颇为潇洒 尤其是任凭你什么兵器使出来 我都是两只一家就能破了你招数 简直就是耍帅的绝佳选择 奈何李逍遥圆滚滚的模样 意识出来如同一块飞转不停的肉球 实在没有半点美感可言呢 嘿嘿 师傅 这不刚过完年吗 叶文一听才明白过来 原来是因为过年造成 这一过起年来 鸡鸭鱼肉可是好吃好喝 李逍遥这个大馋猫自然不会客气 结果一顿猛吃 那体重自然回忆生许多 对此叶文颇为无奈 徒儿的爱好他可不好干涉 喜欢吃东西也不算是大毛病 更重要的是 过年的一桌子菜 还是这位前大厨做出来的 他也是吃了不少 此时实在不好 因为这个教训他的徒弟呀 算了 你以后克制一下 这个体型实在算不了什么好事 是师傅 李逍遥嘻嘻哈哈硬下来 一看就没往心里去 然后又说 对了 南宫师兄说明日要下山一趟 据说是周围来了一伙刘飞 离不头找本帮帮忙 徒儿想和南宫师兄一块去 叶文听了是点了点头 对于这种事情 他一般都不会拒绝 只是嘱咐几句便同意了下来 听到了嘱咐李逍遥才算是一脸恭敬之色的硬了下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为您播讲的史上第一掌门下一张 请不吝点赞订阅